第232集 谢意欠身失礼 心里却泛起了别样的滋味来了 仔细算算 离开长安已经四个多月了 当真想念 李道宋瞎他 哈哈哈哈 别客气 逍遥乃是我大唐栋梁 前些日子 以为你回不来了 当真让人惋惜 如今能再见到你等 本王甚是先为 承蒙王爷赞上 谢意愧不感当 王爷派人去长安 可否替在家送上一封 向陛下问安的奏书呢 顺道给家中带去一封书信 当然可以 交给王府的侍从便是 你离家日久 想必家眷甚是担忧 去封书信 老个平安是应该的 李道宋当即应允 谢意也不免暗叹一声啊 按照李道宋先前的说法 初识大部分人都以为自己死在了血烟坨了 那么家中的杜西军和郑丽丸 是否也这样认为呢 这些日子 他们会不会过着以泪洗面的日子呢 想到这里 谢意的心情便有些不是滋味了 去书信报平安之事 就显得格外重要 此时此刻 他终于清晰地体会到 杜福所写的诗句的意境了 风火连三月 家书底万金 一点也不假 长安 太极宫 一场北风之后 气温骤然的是阴冷了许多 天空还飘下了片片的雪花 偌大的长安城 顿时成为银庄素果的世界 后庭的许多嫔妃工人 见到积雪纷纷一动 出门赏雪玩耍 欢声笑语不断 李世民站在宫墙上看到这一幕 脸上却没有任何的笑意 任由风雪洒落脸上的同时 心情还有些沉重 大雪对后宫妇人 权贵子女而言 是冬日的美景 但对寻常百姓 对国家而言 却并非什么好事 虽说是锐雪赵丰年 但自打去岁谢意那句 长安有贫者 唯端不亦多的诗句的传开之后 这话已经不经常说了 至少没有哪个官员 敢再对这句极强话来歌功颂德 否则很容易被士林 或者百姓骂得狗血淋头 谢意这句话说的没错 大唐贫苦之人有很多 衣不遮体 无厚衣 无暖适度的寒冬的老百姓 大有人在 遇到这样的风雪漫漫的天气 他们该怎么过呢 作为皇帝 不得不考虑这些事情 安定百姓 天下无稽寒 才能称得上是盛民贤军 户部已经联合各州县行动 安抚阵脊贫苦百姓 没别的 李世民的要求很简单 那就是不能有任何一个百姓 冻死饿死 长安京西之地 尤其如此 其他州县也要按照情况完成 但凡有冻死饿死者 州县官吏 那都是要被问责的 但愿下面的官吏们能够完成好吧 还有便是 李世民下意识地望向了北方 李道宗上奏说 谢意和狄之讯未必已经遇难 仍旧有幸存的可能 已经在派人寻找接应了 得知此事 李世民是满怀期望 他希望能够有所收获 让谢意和狄之讯这两位 虔诚似信的臣子平安回归 与此同时 李道宗也禀告了薛炎陀王子 在边境蠢蠢欲动的情况 让人也是颇为不安的 薛炎陀人贼心不死 急不安分 除了让李道宗 李继和阿什纳斯摩 加强防范之外 李世民更多的只能是关注 更有默默地祈祷了 长安已经落雪 草原上的风雪必然更大了 也更为寒冷 也不知谢意他们到底如何了 这些日子 一双儿女没少为谢意失踪 而不累汪汪的 李世民看着实在是心疼 接到李道宗的搜报 他本来想告诉两个孩子的 但话到嘴边了 李二陛下又咽了回去 虽说有希望 但还是很渺茫 给的希望越大 失望也可能越大 作为一个疼爱孩子的父亲 他宁愿孩子一次伤心到底 而非是时常伤心 时隔多日 没有消息送来 想来李道宗那边也没有什么紧张 那么 就在李世民都不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 一道奏书突然送到了长安 当看到署名谢意的奏书地上按头时 李世民突然笑了 爽朗的笑声响彻了承青殿 让伺候的内侍都不禁惊讶 这皇帝陛下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也不知道是有什么好消息了 谢意和狄之讯还活着 活着回到了灵州 看到这个消息 李世民当然开心了 总算自己的一片期望和祈祷 没有白费 他们终于是可以活着回来了 真好 然而很快 当李世民看到李道宗和谢意 对于事件的描述之后 刚才笑容灿烂的脸上 突然就又变得阴沉了 好你个义男啊 好你个大渡舍 竟然敢追捕某海大唐使臣 竟然如此狂妄 藐视大唐天位 这是李世民绝不允许的 所以他大手一挥 立即召三省宰相 承青殿一事 旨意传出 一众宰府重臣 立即是汇集承青殿 参见陛下 众人见到李世民似笑非笑 欣慰中又带着几分怒意的神情 不免的都有几分狐疑了 李世民举起预案上的两份文书 递声道 两件事 一喜一忧 敢问陛下 何喜何忧啊 江夏郡王李道宗 自灵州上书 狄之讯和谢意经历艰险 总算是从薛颜驼回来了 县下已在灵州 谢意和狄之讯本人 也给朕上了问案奏书 啊 谢天谢地啊 狄使郎和谢学士 安然无恙啊 房玄龄和长孙无忌等人 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岑文本和萧宇 则长出了一口气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大喜事 一时间 承青殿里洋溢着喜悦 但片刻之后 众人便又回过神来了 皇帝陛下说的是 一喜一忧啊 这喜事明白了 那忧愁又是什么呢 李世民则沉声道 狄之讯和谢意能回来 也是好运的 他们这一路上 没少吃苦头 在薛颜驼喊仗 察觉了疑难 与西图爵勾结的情况 这才不得不暗中潜逃的 薛颜驼人 所谓的失踪与搜救 实际上是搜捕与追杀 即使到了边境之地 李刀宗之子 李锦桓前去接应之时 疑难之子大渡舍 仍旧嚣张不认 将我大唐使臣 称之为毛贼 众臣听到这番说辞 都能够想象 谢意和狄之讯 这一路上的辛苦和惊险了 更愤怒于薛颜驼的嚣张 李世民表情相当的激动 愤愤不平地说 我大唐天威赫赫 竟然被人如此侮辱 竟敢当着我大唐兵族的面 谋害我大唐使臣 事可忍 孰不可忍 陛下的意思是 出兵讨伐学颜驼 方玄灵见到皇帝陛下 龙颜大怒的情景 小声询问 李世民在狼声说道 朕确有此意 你等以为呢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33集 众臣下意识都有些迟疑了 讨伐薛颜驼乃是大事啊 自然不能轻易地决断了 而且此事也颇为矛盾呢 当初之所以要派使臣前往 为的就是拖延时间 暂缓与薛颜驼开战 但初始归来之后 便成了出兵讨伐 难免有些突兀啊 还有几分这招令西改的意思 不过对于皇帝陛下的这种态度 大臣们都迟 至少是没有明确反对的 谋杀使臣藐视大唐 薛颜驼的做法 已经触及大唐尊荣以及 李二陛下的尊荣 属于罪无可赦 征讨也在情理之中 只是无论怎样都有些不妥之处 都算不上是最佳的办法 所以当李世民提出之后 承庆殿里少不得有些安静 许久之后 房玄灵才沉声道 陛下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臣官疑难举止 似乎也无开战之意 既然如此 或许有更稳妥的解决办法 李世民心中 确实是胜出了 立即对薛颜驼出兵的想法 尽管这并非是一个好时机 先前既定方略 是尽可能地避免立即开战 之所以派谢义和狄之讯 前往草原出使 目的也正在于此了 然而出使的结果 却让李二陛下是大为光活 薛颜驼意图谋害使臣的行为 一桩桩一件件 都在打大唐的脸面 侵害大唐的孙颜 与李唐皇家的天威啊 这是李世民所不能容忍的 自打接受了天可汉的这个称号 他就对名誉和面子都格外的重视 绝对的不容他人侵犯 薛颜驼的行为 已经越过了李二陛下的底线了 帝王之威受到挑衅 那烟能不动声色啊 所以李世民生出了动兵的心思 倒不如趁着现在的油头直接出兵 说轻点是教训薛颜驼 给周边各部族一个警告 杀一井百 说严重点 那就是趁机灭掉了薛颜驼 将大唐北部边境线 继续向北拓展 争取将当年苏武牧阳的北海囊括进去 不得不说 李世民是有这样的宏达的志向的 自打秦皇汉武之后 中原王朝已经黯然了太久了 东晋十六国 武胡乱中华太过残忍太过黯然 但如今不同了 大唐一统天下 这国事赫赫 正是趁机开枪裤土 重现秦汉盛世 重现汉家风采威士的好机会 虽说李二陛下身上有浓重的胡人血童 但坐上皇位之后 他早就将真正的老祖宗抛出脑后了 时刻以汉家人自居 现在李堂皇室乃是龙熙李氏之后 乃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 尽管龙熙李氏并不乐意承认 有这么一门亲事 李二陛下这番豪言壮语出口之后 这群臣的反应却很是冷漠 似乎并不怎么支持 房玄灵便直言不讳 陛下 此事最好还是从长几亿 兴许有其他解决途径 不见得非得出兵 毕竟眼下并非出兵良机呀 玄灵所言倒也不假 朕也知道眼下并非出兵良机 但薛颜驼嚣张 一难解傲 两面三刀 若再不敲打 恐怕往后 陛下 薛颜驼是需要敲打 如果可以 方照东边突厥之故形势 倒也不错 但洞兵北伐 非旦夕可以建功 仓促之间 自然是不行的 须得准备万全才行啊 当年 北伐东边突厥竭劫力 我大唐准备了四五年 也是历经惊险 才最终获胜了 如今薛颜驼实力强大 不比当年东边突厥差呀 贸然动兵 未必就会立即建功 说不定 还会有得不偿失 使得北方草原 再起战火呀 听闻此言 李世民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沉吟片刻之后 目光落在了长孙无忌身上 伏忌 你以为如何 长孙无忌抬头看向李二陛下 余光中恰好看到房玄灵 也在注视着自己 旋即不鸡不鱼的 陛下 房相之言 不无道理 薛颜驼嚣张 对我大唐不敬 死乃大罪 礼当讨伐 然而 当前情形 并非良极 至少 我大唐并无准备 梁草 军械 甚至将臣民的心理 皆为有开战之准备 准备不足 仓促开战 并不妥当 再者 兵发有云 战事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难说天时一条 如今是隆东之际 北方寒冷 我大唐兵族 自南而北 恐难适应草原寒冷气候 影响战力 反之薛颜驼人 自小便生长于冰天雪地之境 气候对他们并无影响 此一点 便对我们格外不利 所以 请陛下三思 连续两位重臣反对 且都是有理有据 李二陛下便不得不三思了 陈吟片刻之后 李世民他 那你们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回陛下 谋害使臣对大唐不敬乃是大罪 当然不能不了了之 问罪是必须的 但是 这问罪的方式 或许可以有效变化 方寒冷当即回答 显然是早就有了复稿了 如何问罪 问罪于人 而非问罪于国 陛下可以对薛颜驼一南 下达一道诏书 责任此事 并要求薛颜驼 险其交出凶犯 宣灵之言 不等于让一南 交出个替罪羔羊吗 李世民略微有些不以为然 但他素来知道 方寒冷的谋略 肯定不会是无德放尸的 故而还是平心静气地 等待下文 诚如陛下所言 确实是要疑难交出替罪羔羊 但是 这个羔羊可不能一般 寻常人自然没这个资格 最起码得看得过眼 比如 那位当着江夏郡王之面 嚣张不已 将我大唐使臣 说成毛贼的大渡舍 有这只替罪羔羊 该算得上是对薛颜驼的敲打 也能起到对周遭各部的警示 不知陛下 以为如何 所言有理 朕其实 可以直接下诏问罪大渡舍 将此番变故责任 全部算到他头上 然后让疑难交出凶手便可 也省得他们推三阻四 弄出旁的阿猫阿狗出来顶罪 杀一个大渡舍 倒也能谢朕心头之恨 也算对谢义和迪志逊他们 有个交代 陛下 放下 这个主意确实不错 但是 大渡舍好像是伊南的儿子 有道是虎都不识子 伊南能心甘情愿 交出自己的儿子吗 愿意也得愿意 不愿意也得愿意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二百三十四集 李世民的回答很是霸气 言下之意 大游疑南如果拒绝 就率兵踏平薛颜驼的架势 萧蜀没有出声 但表情却不怎么自然 房玄龄如此提议 不是要避免开战吗 如果刺激到了薛颜驼 立即动兵开战 又有什么意义 什么区别呢 一旁的房玄龄 看出了萧蜀的想法 沉上说道 乘观薛颜驼之举 疑南似乎也多有顾虑 动兵之心并不坚决 摇摆不定 正是因此才敢如此行事的 如今 李继和江夏郡王都比马 都集结前线了 薛颜驼不明内情 疑南反而惊惧 更加不敢轻易和我大唐开战了 所以对他而言 兴许一个儿子 就没这么重要了 方向之言有理 但愿如此 话虽如此 但到底能不能如愿 那还是要看薛颜驼人的反应 一切都得以事实为准 问罪而不兴师 这是大唐君臣最新讨论的结果 问罪的对象 不是薛颜驼整体 也不是珍珠可汗一南 而是具体到了王子大肚舍 一个不作就不会死的冲动傻孩子 兴许他不是罪鬼祸首 但他已经被大唐选择为问罪的羔羊 宜南大概也不得不舍弃儿子来顶罪了 没办法 谁让他老爹和西徒人放弃了他 谁让他自己作死 当着李景桓的面 称大唐使臣是毛贼 还想动手杀人 如此明不张胆之举 大唐人当然是不能容忍了 护选他做问罪羔羊 又会选谁呢 此举实在是怪不得旁人 只能怪大杜舍自己为何非得亲自诠释一下什么叫做no do no die呢 所以只能送他两个字 活该 当然了 宜南为了保全这个儿子而拒绝大唐的问罪 那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战争风险是仍旧存在 反正李世民有这个彻底撕破脸皮的心理准备 前线有李泽和李道宗的大军住房倒也无所谓 于是乎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中书省自然有诏书拟写 然后快马送去薛颜驼汉帐 以及灵州大都督府 谢义和狄之讯出使薛颜驼归来 现在灵州休整已有数日了 也该返回长安了 不管怎么说 他们也算有功啊 加之又经历了凶险的逃亡 历经千辛万苦才回到长安 也算是难得可贵 少不得要有些许的奖赏补偿 李世民同时也下达了一纸诏书 让灵州方面护送谢义和狄之讯南归 回长安后另做任用 与此同时 李二陛下还很乐意地将此事通知给了晋王李志和晋阳公主四子 让一双儿女不要再因此而担心了 果不其然 李志和四子听说谢义安然无恙 不久后就能回到长安的消息 那都是兴奋不已 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 高兴得几乎要在院子里撒花了 见此情景 李世民也不禁感叹啊 这谢义到底有什么魔力啊 竟让自己的一双儿女如此的亲近 真是想不明白 李志和四子高兴一番之后 不约而同的都想要去淮阳县伯府报平安 这事儿得尽快让谢家人知晓 前些天杜姐姐和郑姐姐听说 谢常使遇险的消息啊 那都是担心不已 甚至以泪洗面啊 看得连李志都有些心疼了 现在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想必他们一定会破题为校的 然而李志并不知道 邹书送入皇宫后不久 谢义的亲笔手书的家书 也已经送达了淮阳县伯府 谢家人也几乎在第一时间 便收到了消息了 看到谢义亲笔书写的文字 以及拼接的密语标记 杜西君和郑丽婉几乎嚎啕大哭 不是伤心 是激动啊 诚如郑丽婉暗中期盼的那样 谢义安然无恙 他经历过重重苦难和艰险之后 平安回来了 好消息啊 这是天大的好消息 杜西君和郑丽婉 指手又是哭又是叫 激动得是无以言表 只要谢义平安无事 便一切都好了 谢家仍旧有顶梁柱 他们的生活便有指望 便有重心 便不至于天塌地陷 真的很难想象 这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丽婉妹妹 此番三郎回来之后 你可得抓住机会 尽快怀上身孕 谢家相虎无忌 实在让人害怕 经此一事 不能再拖了 嗯 我也希望如此 只是不知 是否能如愿 细菌姐 抽空去孙神仙那儿瞧瞧吧 清许 你已经痊愈了 是否痊愈 孙神仙是看不出来的 只要 腹中有了动静 自然便痊愈了 按照孙神仙的说法 恐怕 还需一年半载 还得妹妹你多费心 丽婉会尽力 只是 不若 再让三郎那两房机械 人多了 希望总能大些 这倒也是 只是 三郎他愿意吗 杜希君这么一问啊 郑丽婉也不禁安然了 按理说自己的侍女 自然而然的 算是男主人的通房丫头了 但谢义 从来没有过此等的举动 与旁的世家子弟 是全然不同的 如今 让她完全出于 延续香火的考虑 去纳姬妾 恐怕很难 而且 一般人 也根本入不了 谢义的眼 故而比较难办了 希君姐 有何时人选吗 这个 有 没有 杜希君 欲言又止 仿佛有些为难 蓝星绘制的 郑丽婉 略为陈吟 便倾生他 姐姐是说 五二娘子 杜希君 轻轻点头 表示肯定 所言的人选 正是居住在 谢家的 五家二娘子 嗯 倒是个不错的人选 五二娘子 美貌如花 且很聪明 应该是 三郎喜欢的类型 而且 前些日子 外界 便有了 此等传言 五二娘子 居住在我府 这清白 已经是 说不清楚 倒不如 嗯 此事 还是等 三郎回来之后 再一把 总要男女 双方 都欣然应允 才算是良缘 嗯 好 我现在派人 去迪府 告知他们消息 也好让他们安心 对 应该的 狄夫人 便不用再伤心 我又日日 去渭水边苦等了 狄夫人 听说丈夫 还在世的消息 多日来的 坚强形象 骤人崩塌 抱着儿子 狄人结识 大哭了一场 然后 静止带着儿子 去了淮阳县伯府 谢家既然收到了书信 肯定知道 更多消息了 前去听一听 那总是好的 丈夫离家数月 先前还有遇难的传言 此时此刻 任何一丁点的 关乎丈夫的消息 都会让他 很是激动 迫切地想要知道 当然了 狄夫人 此去谢家拜访 也是有想法的 丈夫和谢学士 同生共死 一路出使 然后逃亡 也算是亲密关系了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二百三十五集 那既然是亲密关系了 自己前去拜会一下谢家女眷 那是应该的 而且还可以趁此机会 拉近一下与谢家的关系 毕竟谢夜曾经提过 儿子有机会 前去晋王府贯毒的 所以狄夫人去了谢家 还特意带上了儿子 狄仁杰 说来也巧 当狄家的母子 前脚进入谢家 晋王李治 后脚也嫁连了 淮阳县伯府 然后李治和狄仁杰 这对君臣 便很凑巧的 提前多年就会面了 更为凑巧的是 照料谢小蛮的女皇陛下 也恰好在场 二君一臣 提前多年会面 淮阳县伯府的花园里 几个少年和小孩在玩耍着 其中有天皇贵宙的 晋王李治和晋阳公主四子 有寄居谢家 方年十五的五二娘子 还有狄仁杰和谢家小妹 谢小蛮 在外人眼里 这只是一群富贵人家的孩子 但如果谢义看在眼中 情形则完全不同了 如果历史不出现偏差的话 李治和五二娘子 那则是两位登临九五的帝王 而狄仁杰呢 则会是名流青史的智氏宰相 当然了 因为小说演绎和影视剧的缘故 狄仁杰在后世更有名的是 破案的手段 本该青史昭昭的两军一臣 此时正在谢家花园里玩乐 未来是否还会出现此等情景 那就不得而知了 毕竟有一只蝴蝶已经在历史长河 煽动了翅膀 未来不知可知 所以此刻他们只是一群快乐的孩子 少年 李治和四子是来通报谢义平安消息的 恰好与前来做客的敌人节母子相遇 亲友平安 所以众人的心情都很好 几个孩子也算是一见如故 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几个孩子在场 吴二娘子少不得维持秩序 在一旁陪着 而杜西君正立晚 则陪着狄夫人在廊下远远地看着 狄夫人在观察 见到金王李治 温文尔雅 温润谦和 心里有一百个满意 现在可以确定 儿子如果去金王府半读 肯定不会吃亏的 难得金王和儿子颇有缘分 似乎能玩在一起 有这个良好基础 等谢常使回来从中运作 想必很容易便能实现了 真好啊 丈夫平安归来 儿子又能谋个好前程基础 狄夫人是相当的满足了 当她的目光落到院中一群少年孩童身上时 心中又泛起了些许旁的想法来 身为一个女人 尽管儿子还不到十岁呢 但狄夫人下意识地 动起了做媒婆的心思 开始动心思给自家儿子 没个好姻缘了 那位亭亭玉立 楚楚动人的五二娘子是很美啊 但压根儿不能想 一来是比儿子大几岁 二来应国公五家 那是商人出身 门第配不上狄家 最重要的是 一个未出阁的少女 居然在淮阳县伯府 这意味着什么呢 狄夫人多少还是听说过一些传言的 说这位五二娘子和谢学士不清不楚 当然了 这肯定是污蔑之言语 狄夫人相信谢长使的人品 更何况这眼见为实啊 这位五二娘子眉目未开 身段紧致 显然还是完毕的小娘子呢 不过现在没什么 不代表将来没什么 五二娘子与家中兄长闹翻 住进了谢家 那还出得去吗 出身虽然差了点 但容貌秀美 为偏方倒是挺好的 从杜夫人和郑夫人的眼神中和言语中 狄夫人隐约明白了 也许谢家两位夫人 早就将五二娘子当作姐妹了 这要挑儿媳妇 还是选个年岁小点的 狄夫人的目光 在金阳公主四子和谢小蛮的身上 不断地游走 两个小女孩都很漂亮 一看就是美人胚子 而且都聪明伶俐 如果儿子能够娶到公主 成为当朝驸马 那自然是极好的了 但想想 天皇贵宙的身份 狄夫人不由地轻轻摇头 皇家公主 那嫁的都是世家门阀 或者是功勋子弟 狄家门帝虽然不低 但与当朝的一众驸马家相比 那就差得远了 更何况 金阳公主乃是长孙文德皇后所移的幼女 乃是皇帝陛下的掌上明珠啊 那将来的驸马定然是非同一般 四家儿子虽然优秀 但终究是差了些啊 攀龙富凤没什么可能了 所以压根就不要有什么非粉之降 倒是谢家的幼妹小蛮 是个乖巧可爱的小女孩 年岁和儿子相差不多 倒是相当的颁排啊 谢家家教甚好 不担心娶回个刁蛮儿媳妇 而且谢长使年轻有为 前途无量啊 如果能与谢家联姻 对嫡家那是极大好的 丈夫此番初始 和谢长使算是生死之交了 如果两家能够结秦尽之好 那简直是再完美不过了 但是 这嫡夫人的目光 又落到了温文尔雅的 晋王李治身上 怎么说呢 晋王殿下可是自嫁儿子的强力的竞争对手啊 先不说谢小蛮与李治相熟 在一起玩耍相当的亲密 主要还是得考虑谢家的想法 按照权贵之家的一般想法 如果女儿能嫁入皇室成为亲王妃 那是相当荣耀的一件事情 而且大有好处 谢家很有可能也不例外 凭着和晋王府的亲后关系 简直可以说是进水楼台先得月 可能性是极大的 晋王殿下狄三子出身高贵 但并非储君 所以王妃的人选就不那么关键了 如果晋王殿下喜欢 那皇帝陛下未必不愿许玉成美诗 所以啊 李夫人虽然很看重这个儿媳妇 但前景却不怎么明朗 她心中难免忐忑 只是轻易放弃 却费她所愿 杜夫人 郑夫人 令妹虽然念头 却聪慧可人 当真让人羡慕 狄夫人笑着说她 如果有这么一个可人的女儿多好呀 可惜 膝下只有两个讨戒儿子 没有这个福气 杜希君和郑丽婉 对望了一眼 皆听出了弦外之音了 但都装作是听不懂的样子 并不曾正面地回答什么 杜希君笑着说 夫人膝下两位公子 多好的福气啊 家中人丁兴旺多好 不像我们谢家 只三郎一个难丁 此番初始遇险 着实让人心惊胆颤 这话倒是不假 狄夫人善善笑道 蔡国夫人莫要担心 等谢长使归来 要不了多久啊 郑夫人这边就有喜讯 为谢家开枝散叶 虽然她隐约看出了 谢家后宅的内情来了 但这等关乎名誉之事 自然不能乱说 故而很是谨慎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二百三十六集 杜希君也是笑着说的 是啊 现在就等三郎回来 丽婉妹妹早有喜现 放心好了 谢长使和郑夫人啊 都是有福之人 将来啊 肯定自私绵延 狄夫人也笑道 这方面 我或许有些建议 可与郑夫人知晓 玄机 低声在郑丽婉的耳边 说了些许女子间的蜜语 大概内容有些羞羞的 所以郑丽婉的脸上 不免露出些许的红韵来 多谢夫人 不客气 若郑夫人因此早得灵儿 我这也算是一桩功德不适 夫人自是功德无量 说不定神佛恩赏 夫人还能得个可耳的女儿 也未可知啊 话音落地 三位夫人当即是笑声连连 杜希君 郑丽婉和狄夫人 讨论声誉与儿女婚姻时啊 这快马已经将圣旨送出了长安城 前去灵州再往薛颜驼了 一赏一罚 赏赐的自然是谢义 狄之讯和孙武开等一众初始的使臣和兵将 罚则是对薛颜驼的 直接问罪其大王子大渡舍 圣旨是先送到了灵州的 听到这个安排之后 无论是谢义还是李道宗 都没有感到惊讶 请李之中啊 或者说这是当前最合适的应对之策 虽然陈兵边境貌似声势浩大 但李道宗自己心里清楚啊 隆东之际做出防守的姿态倒还罢了 直接开战不见得有什么甜头 如果薛颜驼愿意交出个替罪羔羊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倒也并无不可 不过有道是虎独不食子 疑难能不能舍得这个儿子那还两说呢 战争风险仍旧是存在的 万不得已真的开战了 那就只好硬着头皮打了 谢义的看法则很乐观了 从在草原上的了解来看 疑难此人有些多疑 优柔寡断 在和大唐决裂这件事情上 一直是摇摆不定的 先前没有起兵 打大唐一个措手不及 等于已经失去了先机了 现在大唐的军方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再动兵马似乎已经为时已晚 至少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 在这种情况之下 疑难敢动兵马 大唐的策略很是正确的 只问罪一个大渡舍作为敲打和震慑 对整个薛颜驼而言并无太大的威胁 只要交出这一个人便可消灭战火 将来大部分人是愿意的 疑难是珍珠可汗 是草原之主 但整个薛颜驼草原 并非他一人完全说了算 对于那些个部落首领和长老而言 大渡舍是真不算什么 疑难恐怕不得不为大局放弃自己的儿子 何况他还有个更为优秀的儿子 突立师 不出意外的话 突立师也会尽可能的煽风点火促成此事 要说罪魁祸首始作俑者 突立师自然是难逃干系的 如果能让大渡舍全部背下黑锅 那何乐而不为呢 更何况只要大渡舍被问罪 无论是关押在大唐 还是直接伸手易处 那反正是回不到薛颜驼汉杖了 也就没有人和自己争夺继承权了 作为珍珠可汗的独子 薛颜驼的可汗之位 那还能跑得了吗 所以啊 这件事情 突立师以及他背后的西突诀人 一定会处理的 有这些人在背后倒过 还怕办不成事吗 如今看来 大渡舍已经是必死无疑 没有活路了 不过这也不能怪旁人 谁让他自己愚蠢呢 然后还要拼命作死呢 明明罪魁祸首背后的谋划者不是他 但前面冒险冲锋陷阵的事情 他却要抢着做 这不是自寻死路是什么 恐怕到现在 大渡舍都不太清楚来龙去脉的 不知道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 所以他可能也不知道 自己即将要死 为什么死 活该的悲哀啊 大渡舍的下场 连让人唤起一丝同情的心思都没有 足可见 他的人生失败到了何种程度了 反正谢义等一群人是盼着他早死 这些天 草原上的惊险万分 险些被这位不讲理的薛颜陀王子 给斩于马下 成为孤魂野鬼 如今看到他即将变鬼 谁还会矫情得同情不成 经历过生死魔力的汉子们 绝对没有丝毫的圣母心 只会拍手称快 大渡舍死了 但另外的仇人突厘师 宜男乃至西突厥的葫芦小可汉 仍旧是逍遥欲外 然而有句话说得好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终究会有一天 有机会报一件之仇的 此仇不报非君子 一群自我标榜为君子的 有为青年 当然不能打自己的脸了 孙武开等人 回到灵州的第二天 圣旨便被送去了薛颜陀 然后所有人都没有离开灵州 在庆贺节后余生之余 等待着薛颜陀反馈的消息 消息有好坏之分 好的便是大渡舍被问罪 坏的便是薛颜陀动兵 大举进犯 前者便拍手称快 尝出一股恶气 后者的话便得拿起刀剑 束手边关了 圣旨送出去了薛颜陀 谢义继续在灵州休养 静待佳音 结果还真是佳音 没过多久 薛颜陀那边便有了反馈了 珍珠可汉疑难上表 向大唐皇帝请罪 罪过是失察之罪 管教不严之罪 所有的罪名都推到了大渡舍的身上 其他人是一概不知 其中也包括他疑难 不过所谓子不教父之果 这条罪名疑难自然是跑不掉的 所以他爽快地认下了 更爽快地派人 直接将罪魁祸首大渡舍的人头送来 颇有大义灭亲的风范 见到此情此景 众人少不得有些惊讶 谢义同样也觉得有些出乎意料 按照之前的想法 宜男那怎么着也该纠结几日 不说念及父子情分了 单单是他一贯优柔寡断的性格便会如此 但这一次却一反常态 没有任何的纠结 爽快地出乎意料 甚至有些反常 难道 突理师已经控制了薛颜陀 控制了他老爹宜男了 不应该啊 突理师那小兔崽子纵然机灵 背后有稀突绝人撑腰 短期内也不可能将老爹宜男怎样啊 那么这事该怎么解释呢 难道牺牲大渡舍顶罪 是薛颜陀一开始就做好的安排 宜男还真是想得开啊 竟然甘愿放弃儿子的性命 你这真是 啊 当然了 这事后啊 宜男应该不会承认 这是自己的过错 他只会将这桩罪过和仇恨 算在大唐人的身上 成为他日后进攻大唐时的借口 总而言之啊 这回是彻底把宜男薛颜陀给得罪了 这只草原部落终究不安赏 他们迟早都要和大唐来一次决战 暂时并无战事 所以众人也就能安心地离开灵州 返回长安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37集 在离开灵州的前一天 江夏郡王李道宗突然来到了一环 找到了谢一 逍遥啊 得麻烦你一件事 王爷尽管吩咐 啊 是这样 年关将近 本王自然是回不了长安了 本来打算 让一双儿女回去陪他们母亲的 我曾想 请华安 见灵州军务繁忙 要留下来帮本王 便只有安宁一人返回长安了 安宁一人上路 总有侍卫跟随 本王也不太放心 所以呢 打算让他和你们同行 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又是一年 新年将至 谢一不禁感叹时间过得好快啊 刚刚到大唐时 才是争冠十一年 转眼间 马上就是争冠十四年了 两年多 一晃而过 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干过的事情不少 但似乎没什么特别的 成就似乎也算不上 现在也顾不得太多了 套用后世的说法 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 离家已经数月了 这着实是想念家中的娇妻又妹 是时候该回家了 江夏郡王李道宗 要求他女儿金城郡主 李安宁同行 对此 谢一当然不会反对了 历经过草原上的胸弦之后 谢一很能理解李道宗的考虑 为人父母 为孩子安全担心 完全是情理之中的 虽说李安宁有王府的侍从护卫随行 但有过上次对李家兄妹的行刺之后 李道宗似乎也不怎么放心了 与使团大队而行更为妥当 尤其是见识过叶北等谢家护卫的实力之后 觉得是愤败的安全 对于这个英姿撒爽的小郡主 谢一道也喜欢 有她一路同行 倒也是颇有乐趣 只是 让一个女孩子和一群男人同行 当真的好吗 但既然江夏郡王本人都不在意了 那别人自然也就不好做出什么了 更何况 本就光明磊落 何必是庸人自忧呢 与此同时 还有一个好消息传来 那些假扮自己 引开追兵的属下 平安回来了 他们逃过了血缘托人的追捕 当真是意外之急 尽管之前一直是抱着希望 但心底里啊 更多的还是忐忑不安 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 没想到 现实给了一个极好的惊喜 不过一个疑问也随之产生了 据那些掩护的属下讲 当时他们本来已经被血缘托人给追上了 身陷重围 却不想有人出面相助 这有人相助自然是好事啊 但相助之人是谁呢 路遇不平 辖客相助的说法只存在于演绎之中 更何况并非中原市井啊 而是北国的草原 出动的还是大队的骑笔 这些人的出现很是突然 身份也不得而知 但既然愿意相助 至少是善意的 或许是大唐的朋友 或许想成为大唐朋友的人 也或者是有求于大唐的人 人情这东西啊 既然欠下了就要认账 在任何方面 谢义从来不是一个赖账的人 不管是什么人 既有恩于自己 那么将来肯定要找个机会来报答的 还上这个人情 心中最后一个悬着的大石头落地了 谢义再无担心了 加上又是久别回家 自然是归心似箭 一路上心情也是极好的 谢义师 你似乎很开心 路上金城郡主李安宁笑着问道 得惜惯念之人平安无事 家归家之情破解 心情自然是不错的 认识你许久了 第一次见你身情如此轻松 是吗 谢义不免诧异啊 这种事她向来没有留意过 对啊 头一回在灵州见到你 你貌似从容 但表情里却隐约有些凝重 前些日子你从草原回来 看似放松 但还是有些低沉 时常皱眉 直到今天 眉头才彻底舒展开来 谢义恍然 头一次到灵州时 初始薛颜托之前 这前路未可知啊 任务艰巨 自然比较凝重啊 前几日好不容易从薛颜托回来了 虽说是劫后余生 但当时情景是依旧险恶 薛颜托局势尚不明朗 一群忠实的属下 安危不知 确实是悬心的 或许真是愁眉不展 自己也没有在意 但没有逃过李安宁细心的观察 尤其是前后反差甚大 诚如郡主所言 难得如此轻快 是不是还有快要见到郑夫人的缘故 亦诚如郡主所言 离别日交 自然想念了 看来果如传言 谢学士和郑夫人感情甚堵啊 嗯 没错 我们感情确实很好 我几年前有幸见过郑夫人 你们确实是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让人羡慕得紧 郡主这是在为令兄惋惜 还是自己羡慕啊 家兄过去 现在已经放下了 还请谢学士 莫要再介意 至于我 神仙眷侣 家偶天成 谁不羡慕 郡主不必羡慕 等两年 王爷啊 定会为郡主定一门好亲似的 凶个好夫婿啊 父皇当有此心 可惜他做不了主 很意外 听到这话题 小郡主竟然不是害羞 而是一种难掩的失望和担忧 郡主这是 谢义难免有些不解 李安宁摇头探的 这辈子小学恶好夫婿 恐怕是难了 啊 此话怎讲 郡主资荣上家 那是王府千金啊 出身高贵 来日定能秘得良配 听到谢义的话 李安宁的表情 更加地地缠了 轻轻摇头 沉吟地说 就是因为这个出身 貌似高贵 但实际上缺 见谢义脸上迷茫的神色 他继续轻轻说 安宁除了是郡主 还有一重身份 那便是宗女 提到宗女两个字 谢义心中黯然一动 想到了两个字 难怪啊 李安宁继续道 古兰和亲家公主 可有一个是帝座皇女 没有 都是宗室之女 汉支解由公主 浅遂的一城公主 本朝的红化公主 皆是如此 皇帝哪里舍得 自己的女儿远嫁他乡 最终倒霉的 只能是我们这些宗室之女 顶着公主的封号 远去他乡一国 孤苦一生 谢义心中一期 这话说的倒是一点不错啊 从汉到唐 和亲周边不足的事情 时常之有 嫁出去的大都是宗室之女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38集 李安宁似乎也有这般担心 担心成为和亲人选 事实上 他们的婚事 确实由不得自己 而是由皇帝亲自赐婚 作为政治筹码 谢义劝他 这和亲终是少数 郡主未必会交此愿 还什么要担心了 但愿吧 开国之初 宗室本就不多 宗女更少 但愿这两年 朝廷不要有和亲 让我顺利出嫁 不说嫁得如一郎了 只要能嫁在中原 留自长安 安宁便千百个乐意了 看到小郡主 略微有些凄苦的神色 谢义安慰他 郡主放心好了 不会的 郡主绝对不会和亲的 肯定能嫁得长安如一郎 史书留比的和亲 胜是不少 往往被赋予了 很浓重的历史意义 从后世看来 或许如此吧 但当时的情景 恐怕不尽然 如果在军事和政治上 能折服对方 何必用一个 柔弱女子去笼络呢 历史上的宋朝 虽然软弱 但一直是引以为傲的 便是从来不曾嫁公主 和亲一帮 这和亲之举 伤害最大的 便是公主本人 侧风为公主 嫁过去变为王后 貌似尊贵 但其中凄苦 只有公主们自己知道 毕竟是远嫁他乡 毕竟邦国地域不同 汉家璀璨文明 教育出来的淑女 未必能够适应 草原的生活 生活往往是不如意的 和亲想要嫁的如意郎 更是难上加难 往往对方的郡主 都已是年老 这老夫少妻 本就委屈 带君王去世 按照草原风俗 还得下嫁其继子 何其的悲哉 总而言之 和亲的公主 大都不如意 幸福者 凤毛麟角 偶尔的一对 也是小说演绎 与影视剧编造出来的 纯粹的政治婚姻 何来恩爱幸福之说呢 所以 李安宁不愿意 和亲也在情理之中 但她的宗女身份 却很敏感 风险很大 尤其是婚事 由不得自己 也由不得父母 更让她不安了 谢义 自然少不得安慰 却也不全是安慰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唐太宗氏 是有几次和亲的 但红化公主 已经嫁去土故混 眼下如此局势 薛颜陀的求婚 肯定是不了了之了 唯一一个 便是西边的土藩了 文成公主 进葬这回事 太著名了 谢义自然是不会忘记的 文成公主 也是宗氏女 是肯定的 但是 是哪家王府的宗女 就不知道了 从封号来看 和李安宁没什么关系 所以 这和亲之事 应该落不到她头上 所以信誓旦旦的笃定 李安宁 肯定可以嫁得 长安如一郎 但小郡主 却没有那么乐观 只是淡淡地说 借谢习师几言 但愿如此 哦对了 听说贵府商行 有不少新奇物事 待回到长安 定要去采买一二 给静为和礼 郡主到访 便是小店铺的贵宾了 定会好生接待的 当然了 如果郡主不便出面 静可以去找丽婉 店中生意 都是丽婉在打理的 真的吗 若能得见 郑夫人风华 倒是安宁的荣幸 言笑之间 李安宁很是开心 就这样 一路有说有笑 终于在寒冬腊月 渡过了渭水 归心似箭 策马狂奔 故而比预期早了两三日 傍晚 在长安城门 关闭前的最后一刻中 谢义打马入城 狄之郡紧随其后 金城郡主李安宁 则在侍卫的护送下 返回了江夏郡王府 从龙守员入城 穿街过巷 经朱雀大街 终于回到了安夜坊的 淮阳县博府 这门房瞧见一行快马 在门口停下 以为有客人到访了 正要前去迎接呢 没想到 为首的男子 已经大踏步地进门 哎 这谁这么没礼貌啊 门房刚要上前拦着呢 但看到了 那张微微陌生 却又格外熟悉的面孔时 顿时是又惊又喜 险些叫出声来 阿郎回来了 门房激动无比 想要迅速将此事通报两位夫人 通报全府上下之下 不想谢意摆着摆手 直接阻止了门房 静止地进入了内宅 门房当然理解了 阿郎这是要给两位夫人一个惊喜啊 所以她很熟悉地避开 前去厨房传递个消息 阿郎回府 自然得准备些精致的吃事了 最要紧的是备好洗澡的热水 却说内宅之中 因为是冬天之故 热炕早已烧起 外面虽然严寒 等内宗呢 却是温暖如春 家之谢意不在 两个人各居一所孤单寂寞 所以郑立晚也搬了过来 和杜西军作伴 此时 两人正坐在炕上聊天呢 主要内容 不过是猜测谢意走到了何处 距离长安还有多远 几日之后便能到达长安云云 两人还商量着 到时候要去城外迎接谢意呢 却不想正在说话时呢 房门骤然被推开 抢先进门的是一股寒风 杜西军和郑立晚 下意识地一闭眼 再睁开眼 便见到了寒风中 那个挺拔的身影 可不就是 日思夜想的夫郎吗 杜西军和郑立晚 有些痴痴地 顿时呆住了 这颤巍巍地 从炕上下地 喃喃道 三郎 三郎 你回来了 真的是你 不是我 还能是谁啊 谢意毫不犹豫地 上前一发将两位娇妻揽在怀中 两副娇躯一下子就软在了谢意怀中了 皆是泪流满面 若日的思念与担忧如同绝地的黄河水 一下子便涌了出来 三郎 你可回来了 哭什么 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谢意连忙柔生地安慰 可惜啊 压根就不起作用 直到泪水打湿了衣巾 两位夫人才缓过神来 破提为笑 看看 你们哭成了这花猫不说了 还弄脏了我的衣衫呢 没事 息息就好 杜西君出门吩咐一声 因为厨房早有准备 所以立即有健壮的匍妇 送上了浴桶和热水 谢意直接扒光了衣服 便跳入浴桶之中 温暖的热水将连日的车马劳顿 一扫而空 两位夫人更是亲自上阵 为谢学士搓草 服饰沐浴 看到谢意身上的洞窗 以及宝京风霜的面孔 两位夫人又是一阵阵的 是心疼和不仁 三郎受苦了 确实是受苦了 但皮肉之苦实在不算什么 最大的苦啊 谢意故意拉长了尾音下的 是相思之苦啊 我经常想你们啊 想得睡不着觉呢 真的吗 两位夫人脸上浮起了一层红晕 悬机质问她 老实回答 在草原上 可有勾搭女子 狂固着逃命了 哪里顾得上啊 何况啊 这草原女子身上 多有星山味 哪受得了啊 不信你们问问 亲自见她一番如何 惊人是你回灵州以后洗过澡 那味道自然是清洗掉了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二百三十九集 你可不要冤枉我 我是有证据的 什么证据 你们马上就知道了 谢意的嘴角 拂过了一丝邪魅的笑容 然后猛人从浴桶中站起来 将两个娇滴滴的美人 拦住了怀中 冬夜漫长 冬霄却苦短 怀阳县伯府内 宅东阁内的一盏 淡淡的红灯 许久才熄灭 暖炕上的三个人 也是半夜未眠 小别盛新婚 何况一别就是数月 谢意早就按捺不住 心中的火苗了 之前因为各种各样的 担忧逃命 或者是旅途劳顿 兴许的欲念 那都被抛到了一旁了 但自打踏上回长安的路之后 心中的小火苗 便开始蠢蠢欲动 偏生李道宗 还让其女儿李安宁同行 小郡主自容不俗 难得是英姿萨爽 一路上总是在前面晃耀 这难免让人有些异动 但作为一个正人君子 自然不能心生邪念了 更何况 小郡主乃是江夏郡王府的 掌上明珠 尤其是听了李安宁 关于和亲的那番话 得知小郡主的婚事 关乎正式外交 乃是皇帝亲自掌控的大事 更加不敢心生妄念了 结果只能是使得这股 无处宣泄的火苗越来越旺 待进入长安城时的便到了顶点了 匆匆沐浴 两位娇妻在眼前不断地晃耀 言辞之间更是让人心神不宁 谢义哪还能把持得住啊 所以这一夜注定是烈火熊熊 天亮了 窗外已经可以见到细微的晨光 炕上的人也醒了 一夜过去 两位夫人脸上的陀红和春意仍未退去 都软眠无力地躺在炕上 起床变成一件有些困难 很不情愿的事情 昨夜风雨几度已经记不清楚了 这脑海里似乎只有谢义勇猛的身姿 以及那难以言说的快位 飘飘欲仙中 一切似乎都有些不真实 怎么样 这份证据够了吗 谢义看着左右的俏家人轻声笑问 两位夫人皆是红着脸 沉吟不语 毫无疑问 这是一份别致的证据 很有说服力 很有效用 谢义用实际行动 展示了什么叫 酒矿后的勇猛 尤其是头一早 杜西军和郑立晚 本来也是司军日久 这情思狂盛 本有迎合之意 却不想不过几个回合 便败下阵来 只能乖乖地竞成恩宠了 直到最后 几度飞上云霄不堪答代之后 意犹未尽的谢义 这才放过他们 此刻 听到谢义问起此话 又感受到这棉被之下 那个安分没多久的事物 又勃然诈唬 两人都是仗红了脸 妩媚之中 还有几分淡淡的畏惧 证据够不够 谁敢说不够呢 我们都信了 陆西军的声音很低 有几分难为情 谢义邪媚地笑道 信了就好 若是不信啊 为父不介意 再向你们证明一番呢 三郎 我们 见谢义手脚开始不安分了 正立晚连忙开口 却只说了半句话 告扰意味浓重 半赏后便低于大 虽说是久别 但来日方长 不必急于一时 三郎 当爱惜身体才是 当然爱惜了 外出的时候 洁身自好 那回来之后 火气太大 若无宣泄 反而对身体不好 这赌不如书 对吗 那也得适可而止 不可操之过急 昨日 我们二人 竟难以招架 去了一趟草原 三郎的身体 越发强壮了 那是自然了 日日是牛羊肉 不是跑路 就是骑马的 身体越发强健 是必然的 谢义看着 两位娇妻的表情 再听到此番言辞 心下了然 浅然的 看来 昨晚我确实有些过犯了 没在意你们的感受 往后 一定注意 两位夫人 皆知昨晚乃是特殊情况 倒也不以为意 毕竟还是亲密无间的快位更多些 只是 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事实 那就是 单独一人 想要服侍谢义 完全尽兴 绝非一事 平日里倒也罢了 杜西君和郑丽丸 早已经坦诚相见 同事而居了 共同事后 也并不觉得尴尬 只是 每月例行的身体不适或谁人有身孕时 该当如何呢 念及此处 杜西君悠悠地说道 往后的日子 还是历晚妹妹多辛苦些 三郎 你也多点体贴 好早些有个孩子 这是谢家 这是谢家现在最紧要的话题 本来郑丽丸并不十分在意呢 但谢义经过了这次凶陷之后 便成了当务之急了 尤其是杜西君身体不适的情况之下 这个责任 理所应当地 就由她的肩负起来了 也正是因此 昨夜 成宠之时 大部分的语录也都留给了她 这 承恩更重 自然也就更辛苦些了 提及此事 郑丽丸 下意识地有些羞羞的 脸上 也有几分紧张的神色 毕竟 关乎谢家香火传承的大事啊 尽快有孕 尽早地生下南丁 着实是一件 比较有压力的事情啊 我担心了 这孩子迟早会有的 顺其自然就好了 当然了 这段时日 我也会勤奋点 此去草原耽误了不少的时光 那必须得想办法 给补回来才是啊 谢义本是安慰之余 但说着说着 这味道就有些不对了 依你便是 不过 得细菌姐一起 雨露均沾 一来是难以毒成恩宠 二来 细菌姐服药安养身体 已有时日 说不定已经大好了 孕育之事并不绝对 讲究顺其自然 机会多些 说不定细菌姐什么时候 便会有惊喜也未可知 孙神仙说了 少则两三年 恐怕 关键 看妹妹你了 或者 再给三郎 那两房机械如何 说什么呢 女子并非生育机器 无论贵 那皆是如此 怎能有这般心思 提及此事 谢义当即是 义正言辞的拒绝 三郎莫及 你的为人 我们都知晓 自然不会随便 找个女子 西君姐说这话 是有所指的 比如 西跨院的五二娘子 在咱家 已经住了不少时日 三郎 你打算怎样安排呢 五二娘子 谢义猛然一听啊 不禁有些惊讶 他几乎忘记了 女皇陛下 还住在自己家里呢 怎么 杜西君和郑丽婉 心里生出了什么念头啊 要将女皇陛下 给自己 谢义不禁一惊啊 一直以来 他从未有过 这样的想法 更多的是将 五二娘子 和李志联系在一起 下意识地 将两人看作一对了 但此刻 听到二位娇妻这般说 顿觉被误会了 这事情 好像被弄得 有些复杂了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二百四十集 杜西君悠悠地说他 是啊 五二娘子在咱家 住了好几个月了 你不打算 给人家个交代吗 什么交代啊 当初是好心帮助他 假之亲王让我们收留他 仅此而已 至于将来如何 自然是五二娘子 自己说了算了 旁人自然干涉不得 听到谢义 义正严策的回答 杜西君和郑丽丸 不仅都有些惊讶了 很反常的情况啊 他们原以为 夫君将五二丫 带回来是懂了 什么意思了 但是如今来看呢 似乎是十分的纯洁 纯洁地出乎意料啊 三郎 你真的对五二娘子 没有什么想法 谢义不禁无奈啊 本来确实是没什么想法的 但此时反被提及 这心中反而泛泄出了 些许古怪的念头来 五二丫的 那也是个美人胚子啊 而且那股子灵气劲 和寻常女子不同 再加上女皇的身份 那确实是吸引人啊 不由自主地 谢义的思绪 有些跑偏了 猛人一个机灵 这才回过神来 连忙收敛心神摇头道 哎 这确无想法 五二娘子的事情 我干涉不到嘛 这纵然真的有人干涉啊 亲王说话 那也比我们合适啊 毕竟人是他安排下来的 你说的倒是轻巧 但五二娘子 已经和兄长闹翻了 杨夫人寄居在慧昌寺 也不过多过问 五二娘子的事情 三郎让他一个弱女子 如何决断呢 这话说的 这记忆里的五二娘子 分明是个很果决 很有主意的一个人 说女皇陛下 没主见 那真是合适吗 虽然他现在年岁还小 只是那日出见时 为了逃脱兄长的追捕 他可是很有主意的 这些日子寄居在谢家 这谢意接触并不多 故而并不十分了解 现在听到杜西军和郑丽婉的说法 不禁怀疑啊 到底是女皇生性本来善良呢 还是过于狡猾 骗过了杜西军和郑丽婉呢 应该不至于啊 郑丽婉何等聪明啊 怎会被一个小丫头骗子 给欺骗了呢 思虑良久 谢意想到了一个可能 那就是啊 人是逐渐成长变化的 自己总得将五二娘子 看作为女皇陛下 但她如今还只是不过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啊 未必经历过后庭争斗和朝堂的亲人 自然是相差甚远了 如果能让五二娘子心里少些怨恨阴暗 多些阳光欢小 是不是更好呢 谢意心里不仅泛起了一个强烈的念头 只是如此一来 未来的历史将彻底的发生改变了 能不能要不要这样做呢 单单眼下而言 谢意并未有立即燃止五二娘子的想法 毕竟她是理智安排在淮阳县伯府的 兴许理智对五二娘子别有情愫 只是实际未到呢 还是先看看再说吧 这事暂且不提了 还是往后再说吧 至于眼下 有你们便足够了 见谢意拒绝 两位夫人自然不好再多说什么 但面对谢意 有些不安分的举止 全都是退避三寸了 日上三竿的时候 三人都觉得是府中空空 才从热炕上爬起来 也难怪 昨晚过于急切 后来则在温情似水 热情似火中忘却一切 哪里还记得吃饭呢 待起书之后 便有仆妇送来了餐食 见到两位夫人的神情 全都了然于心 这夫妻小别本该如此 有什么奇怪的 更不会被地里嚼舌根子 谢意正吃饭的时候 小蛮便来了 清晨醒来 听到三哥回家的消息 小姑娘便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 直奔内寨而来 我二娘子少不得也跟随在后 但她心里有个念头 只觉此事过去不妥 这谢学是回家的头一日 恐怕不会起得很早 此时贸然前往恐怕不妥 至于为什么不妥 小蛮不懂 但我二娘子心里却是隐约明白 毕竟她已经十四五岁了 在这个年纪 已经算是成年女子了 早前还有入宫的打算 故而对这些男女知识颇有了解 小别胜新婚的感觉 虽然无法体会 但俗语听得多了 也能有些许羞羞的想象 奈何谢小蛮 见兄长的心情急切 我二娘子没拦住 只好匆匆地跟了过来 一路上还在想呢 如果小蛮获得自己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事 该当如何是好呢 好在进入内宅 见谢学是遇两位夫人已经开始用膳食了 我二娘子这才彻底地松了口气 只是下意识地想到 自己先前那些羞羞的想法时 还是忍不住地会有些许的脸红 三哥 小蛮一头扑入谢义怀里 撒娇地说道 三哥走了好久 可算是回来了 谢义很宠溺地将妹妹抱住 当即笑道 我家小蛮又敞告了 也中了不少呢 开始换牙了 这么一说 谢小蛮当即这闭起了嘴唇 挡住了漏风的牙齿 看得出来啊 这小姑娘对此是相当的忌讳 很是爱美呢 如此举动 自然逗得几人是哈哈大笑 谢一帽呀害羞嘛 每个人都要缓牙的 不吵 当换好了牙齿啊 很快就长成漂亮的大姑娘了 真的吗 自然是真的了 三哥还能骗你不成啊 不过呢 这些天啊 也不能吃硬东西啊 不要总是顶牙齿 记住了吗 嗯 记住就好了 要不然啊 这牙齿长歪了 往后啊 可就是丑姑娘了 小蛮才不要做丑女孩呢 当然了 我家小蛮可是个标志的小美女呢 呃 让厨房啊 平日也都准备一些人鱼汤 呃 牛肉给小蛮 小孩子换牙 不能缺赶 好 这就吩咐下去 谢一没想到 出口回答的 并非杜西君和正丽丸 抬头往墙边看去 只见照顾小蛮的五二娘子站在那 数月不见 五二鸭似乎长高了不少 这容貌似乎也更为出跳 越发的亭亭欲立 有女初长成 秀色可参之 骤然看到这张花帽月容 引人注目的清纯的面孔 以及她楚楚灵动的身段 谢一不由自主地 便想起了杜西君和郑丽丸的提议 忍不住有些心神荡漾 杜西君和郑丽丸 站在一旁看到 即使心中一动 然后彼此交换一个眼神 一副心照不宣的表情 被谢一直勾勾地看着 五二娘子顿时是面红耳赤 下意识地褪毙目光 显得很是难为情 不过很快 她便回过神来 尽管脸上应有一抹淡淡的烟红 却一本正经地问道 是才听谢学士提到缺钙 不知这钙为何物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41集 盖世何物 五二娘子很专注地问了 自然不能不回答 于是谢义用了一个自认为通俗的说法 来为女皇陛下科普化学元素和生物的营养学 原以为这些复杂而枯燥的东西会引来女孩烦恼 但很意外 五二娘子竟然听得是津津有味 竟然很感兴趣 并且格外地投入 谢义心下不禁在想 这无意之举难道要将女皇送上女学者的道路吗 本着顺其自然的原则 五二娘子竟然感兴趣 求知欲相当的旺盛 谢义自然不能不交了 所以啊 一来二去接触也变多了 对于五二娘子而言 世界好像是打开了一扇新大门 也许是无聊得太久 故而一下子就陷进去了 以至于要到了拜谢义为师的地步 谢义自己尚且未知可否呢 杜西君和郑丽婉便各种的反对 然后匆匆地蜿蜒阻止 师徒的名分可不是闹着玩的 尤其是一对年岁相差不大 多有联系 以及潜在的发展可能的男女 虽然谢义现在信誓旦旦 但将来的事情那谁知道呢 作茧自负的事情那可不能干呢 至少两位夫人是坚决不同意的 五二娘子倒是没怎么在意 但谢义自己却微微地有些尴尬 按理说不该有什么歪心思 但一个如花似玉的俏姑娘 在你面前不断地晃荡 频率还非常之高 让一个气血方刚的男子 完全无动于衷 似乎有点勉为其难了 若非谢义有意克制 那身边还有另外的两个 如花似玉的美人在 时间久了 那说不定真有可能的什么了 回家的第一天 旅途劳顿什么的完全不存在了 只有小别圣心婚的快乐 如交似妻的恩爱缠绵 畅快的同时 谢义不敢忘记自己的身份 出使归来那怎么也得去拜见皇帝 做出一番交代 不过凑巧的是 谢义和狄之逊的归来之时 李世民正好去了县陵 祭拜高祖皇帝李渊 并未在长安城中 所以才有了两日难得的假期 两日的如交四期之后 谢义不得不早早起身 前去太极公城庆殿参见陛下 怎么说呢 此番初始到底算是成功还是失败 很难界定 薛颜陀最终确实是没有出兵 但其中多有惊险 仔细说起来 使臣任务完成的并不算好 但最终的决定权在薛颜陀的手里 即便真的出现了意外 也不见得是使臣不努力 这外交始终是以国力作为后盾的 还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古今皆是如此 那不管怎么说 推恩策是西义的主意 也按朝廷的安排推行了 至于效果 多少算是有一些吧 虽说大度设备问罪 好似没有两个正位的情形 但多少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扑里尸的崛起 西突绝人的道戈 多少与此有关 现在虽然没了兄弟相争 但疑难是机械众多 那指不定什么时候 又会多个儿子呢 到时候长兄和右弟之间 若起了什么龌龊 那效果反而是更加有趣的 更何况 纵人没有手足象征 但夫子相宜的情况始终存在 并且有加剧的趋势 从掌握的情报来看 疑难对突离师的戒心 加强了许多 如此说来 也可以向朝廷交差了 基本算是完成了任务了 何况 两位使臣千里逃亡 经历艰险 险些死在薛颜陀的草原上 险些为国捐躯 还是那句话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太过计较 合适吗 理论上是如此啊 但事实告诉谢义 永远不要低估他人的底线 以及厚颜无耻的程度 他万万没有想到 不等回到长安 便有阎官上搜弹劾 声称谢义和狄之逊两人 曾抛下使团数百的护卫 单独逃走 这扔下同伴 独自逃生 乃是很让人不取的行为 作为使臣 如此行为 那更是有损于大唐的体面 引发了不必要的猜疑 致使边界风声鹤唳 或得不说啊 这位御使 那是相当的有想象力啊 并州和灵州两地的兵马 调动防御的责任 也落到了谢义和狄之逊的 两人身上 在这位阎官的笔下 此番出使 没有尺寸之功 反而处处是有损于大唐天威 给大唐带来了危害 虚荡问罪 甚至还有言词声称 谢义和狄之逊 失踪许久中还有猫腻 会不会和西突诀人 有勾结云云 总而言之 这官员们的脑洞开得很大 想象力是相当的丰富 可你能说什么呢 捕风追影 风文凑事 本就是阎官的权利呢 连皇帝都不能轻易责问 旁人是更不敢说三道四了 没有进长安之前 谢义便听到了这样的传言 和狄之逊交换了眼神之后 便不以为意 抛制脑后了 回到长安的这两日 近恩爱欢月 哪里还记得有这么一回事 直到此时 要进宫面见皇帝 这才想起来 虽说不担心 李世民拿这些东西来问罪 但军心难测 李二陛下 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还未可知呢 所以这心中多少是有些忐忑 在皇宫门口 谢义遇到了狄之逊 回家两日 狄侍郎又恢复了往日的 温润学者的形象 脸上还隐有红光 同为男人 完全能够理解 这肯定是狄夫人的功劳 谢学士 见到谢义 狄之逊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狄侍郎 这两日可好 那是自然 在外风餐露宿 朝不保夕 回家则安稳舒适 与其人共享天伦 自然是极好的 逍遥的气色 也好了很多 那是自然 两人哈哈一笑 有些话 自然是心照不宣了 对了 逍遥 小儿 如晋王府的事 狄之逊显然听其说起 那日理智和狄仁节 见面的情形 故而将此事放在了心上 谢义当日 原是突然的想法 随口一说 但既然说了 对方还这么在意 自然要伤得心上了 狄之蓝莫及 此事在下记得心上了 他不能操之过急 在这几日啊 我去晋王府 见过陛下和几位师父之后再说 有劳三郎费心了 狄之逊对谢义 自然是相当的信任了 也知道促成此事并不容易 谢义说道 令狼聪慧 金王殿下对他印象极假 狄之郎此番辛苦 陛下都是看在眼里的 只要时机恰当 遇成美事并不难 且静候加音吧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42集 狄之逊对此事 抱有的希望确实不小 尤其是儿子 几次跟着金王李治 出入了王府之后 是越发的忌惮 再次对谢义 表示了感谢之后 狄之逊张了张嘴 似乎还想说点什么 但最终是欲言又直了 狄夫人向他说起了儿女 姻缘之事 想让他问问和谢小蛮 定亲之事 思前想后 狄之逊觉得有些过于唐突了 最终呢 还是没好意思开口 这姻缘天注定 如果有这个缘分 不用自己说什么 便能预成美事了 但如果贸然开口 极有可能让鼻子尴尬 反而适得其反 狄之逊是个知情重的人 自然不会唐突了 下巧 内侍前来宣招 请两人入城庆殿进监 在进监的台阶前 很凑巧地遇到了两位皇子 瘸腿的太子李承前 魏王李太 大概是年关将近 吴王李克又回到了长安 却不曾见到晋王李治 也许今日有什么事情 李世民只召见了几位年长的皇子吧 这样的情形丝毫不足为奇 正面相遇 瞧见谢义之后 三位皇子的表情是微微有些诧异的 太子李承前自然是有些不悦 甚至有些许的遗憾 之前听说谢义可能死在草原 他鼻涕有多高兴了 可惜很遗憾 最终的结果却是有惊无嫌 最终平安地回到了长安 站在自己面前碍眼 真是可惜 李承前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 没什么好脸色 几乎是腐朽而去的 吴王李克呢 则是一副温和的表情 但只是轻轻点头失忆 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语 转身离开 魏王李泰则是轻声笑的 狄侍郎 谢雪是安然归来 可喜可贺呀 谢魏王殿下 两位客气了 父皇在里面等着 两位快进去吧 李泰笑了下 目送谢义的背影进入成庆殿 眼神渐渐地有些复杂 旋即轻轻一摆手 拖着肥胖的身体 缓缓走下了台阶 成庆殿前 君王眼皮的底下 与皇子寒暄几句可以 那言辞再过多便不合适了 那是犯忌讳的 这个度 大家都把握得很好 谢义和狄之郡也都很谨慎 别过三位皇子之后 便跟着内侍的引导 匆匆地进入了成庆殿内 时隔数月 再次见到李世民 谢义只觉李二陛下脸上 似乎略微地沧桑的少许 说痛俗点 就是有点老了 毕竟已经不获之年了 每日里 还有那么多的政务需要处理 肺脑子老得快是肯定的 更何况 最近几个月 宫中新进了一批年轻的嫔妃 李二陛下 少不得得多些操劳 这神思疲倦 日渐沧桑 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参见陛下 敌之讯和谢义 走到预案之前 齐齐行礼 李世民放下手中的问卷 抬头从谢义和敌之讯 脸上扫过 凝视了片刻之后 轻声说了 此番 两位倾家受苦了 脸上尚未完全消除的 洞窗印记 以及风沙双血 留下的痕迹 仍旧是十分的明显 错不得假的 加之此前接到了各种的奏报 李世民见到这不免感叹 也正是这声感叹 确定了基点 谢义和敌之讯都松了口气 皇帝陛下如此态度 言官的弹劾已经成为笑话了 有没有大功劳和丰厚的赏赐不好说 但问罪啊 肯定是不费了 陛下严重了 不苦 敌之讯的回答 很是谦逊 也算是中规中矩 苦不苦 朕心里有数 李世民再次打了两位片刻 然后低声他 狄青越发稳重了 逍遥 成熟了不少 谢义到底还不满二十岁啊 实在算是年轻啊 经过此番的历练之后 他原本青涩的面孔 确实是成熟了不少 怎么样 给朕详细说说草原上的情形吧 奏书上虽然有写 但毕竟笔墨有限 描述不过详尽 朕还是想听你们仔细说说 是 狄之讯和谢义 齐齐成诗 将草原上的见闻 尤其是一些关乎军事和政治的细节 一一捣来详细地告知了李儿陛下 当然了 两人也不曾谦虚 毫不谦虚地将自己所遇到的危险 讲述出来 并没有夸大 也不需要夸大 毕竟真实经历本就十分凶险了 用不着夸大修士 皇帝陛下心里自然有数了 李世民听得很是认真啊 听到关于珍珠可汗疑难本身 关于居然陀的详细描述时 会很仔细地记忆 分析 听到西突诀人在其中掺和时候 就会有些愤慨了 听到谢义和迪志郡的惊险遭遇的时候 则是皱眉 神情会下意识地紧张 这么说 疑难此人瞻前顾后 优柔寡断 虽然打交道很多年了 但李世民却从不曾见过这样的对照 只是从寻常的奏书情报中获知消息 了解可能不够全面深刻 谢义和迪志郡和疑难 有过深入的接触 了解自然是更为详尽了 说法也就更为可心 是 不瞒陛下 此番正是因为疑难的优柔 才是有惊无险的 如果疑难果断戒 恐怕 嗯 军国大事顺息万变 由疑乃是大忌 只此一点 疑难此人便不足为虑 李世民的神情顿时是轻松了许多 一副全然不把对手放在眼里的样子 狄之讯说的 是 疑难并非雄主 恐怕连昔日东边突厥的 协力可汗都比不上 确实当不到陛下高看 那他的小儿子 突李世呢 李世民随即关切地询问 一个君王不行 但如果他有一个优秀的继承人 将来也会是很可怕的 李世民显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 有个强劲的对手 尤其是儿子不如自己的情况之下 扑力师比其凶大肚舍 自然是强不少的 此人对中原文化多有了解 但格局究竟太小了 专营权属阴谋 难成大计 谢义给出了自己的论断 从在草原上接触的情况来看 确实如此 扑力师更多时候 在乎的是眼前的利益 为人过于圆滑缺乏足够的魄力 和鹦鹉绝绝 说他难成大器倒也不假 何况历史上薛原陀这个部落 似乎只是昙花一现 征管之后 好像就不曾出现过了 疑难多少还是有些名声的 但扑力师似乎是岌岌无名 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故而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李世民看了些一眼 追问道 逍遥笃定如此 陈笃定 扑力师难成大器 如若实际得当 我大唐直接出兵灭了薛原陀 陛下将再无忧虑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 反之亦然 人一旦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老去了 就会下意识地开始为将来 甚至为身后事打算 寻常人会考虑家产的分配 子女安危 与生存的状态 对于帝王而言 除了这些 首先需要考虑的 就是江山传承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没有人会长生不死 即便是有过这些念头的 秦皇汉武 其实心里也都清楚 否则 何必要生前大费周章地 去修造灵秦呢 何必立太子呢 皇帝会死 但江山会传承 虽然明知道 皇位传承 千事万事不可能 秦始皇春秋大梦 二世而亡的笑话 已经传承数百年了 但每个皇帝 都会执着地 做着这样的梦 退而求其次 至少希望江山传承的 更为久远一些 最重要的是 不能毁在自己手中 或者 因为自己的失误 而毁掉 纵然不怕见到 列祖列宗汉言 但也得担心死后 这灵寝被侵扰啊 李世民已经年进不惑 长孙皇后的死 给他敲响了警钟 自己很清楚 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 春秋盛世那种话 完全就是臣子 和侍从的奉长 很不靠谱的 很希望蒙蔽人 在床榻上的战斗力下降 是一个很明显的讯号 是时候得开始考虑一下 身后事了 前有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 大唐的稳定传承太过重了 如果不能够避免 前一个王朝最大的悲剧 那大唐就太失败了 虽说自己是大唐第二任的皇帝 但高祖李渊 只在位九年 是生生地被自己逼着退位的 武德真冠 两朝几乎可以合二为一 更何况 加起来也不过才二十多年 这么点年头 那怎么能够呢 如果真有个三长两短 和隋唐二世而亡 有什么区别呢 最起码要像汉朝一样 汉与唐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前面都有一个二世而亡的朝代 都有经历乱世后的大统一王朝 有广袤的国土和雄厚的实力 如果大唐能像汉朝那样传承四百年 也算是可以了 至少能少些遗憾 但前提是有个好的传承人 以及良好的内政和外围的环境 现在大唐的内部看似稳定 官员清廉勤政 一切都是井井有条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 仍旧存在 那就是世家门法 自汉开始 世家门法成形 已经成为了和皇权联为一体 共同称为权力和利益的分享者 从汉末到现在 哪个离开了世家大族支持的王朝 活下去了 若不是同意实施九品中正制 曹丕能够顺利地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 从容创汉 北魏分裂之后 北周依赖官隆贵族 北齐依赖山东士族乃是所供之之事 前遂灭亡 很大程度是因为隋阳帝的政策 影响到了世家大族的利益 封烟四起的民间奇异 不过是导火索而已 一众乌合之众 最终能够成事 暗中没有支持者那才怪呢 都是谁在背后导鬼 已经是心找不宣的秘密了 李家在太原起兵 最终能够问鼎皇后 也多亏了官隆贵族的支持 这些都是最有力的证明 时至今日 当朝大部分官员 都是世家子弟或者是门生故旧 官隆贵族 山东士族和南方士族 几乎把持了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级的官职 对皇权那是极大的威胁 但成也世家 败也可能世家 不得不依赖世家 却也不能长时间的依赖 李世民不是不想改变 但绝非朝夕之功 何况隋阳帝因此而亡国的前车之鉴悠在 李世民自然是不敢操之过急了 徐徐徒之是个办法 但是好几辈子才能完成的大业 中自己一生恐怕难有成效 需要 后世子孙不断的努力 还得有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的环境 大唐虽然强盛 但周边的草原不足很多 且都日益强大 强大到已经威胁到了大唐安全的地步 这让李世民很是不安 有了五胡乱中华的心力 谁敢说胡人不能灭亡中原王朝 当然了 李二陛下首先已经将自己从胡人的行列中给摘了出去了 所以外患堪忧 而且这外患内忧是相关联的 一旦有外敌入侵 国内的矛盾就有可能爆发 总而言之 是有改朝换代的可能 亡国之祸的 谁都想彻底地清除外患 可是这几乎是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灭掉一个东边突厥 几乎已经是清举国之力了 若是再大四的兴兵 恐怕国力不济 以至于民不聊生 若是步了前随的后尘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而且灭掉了东边突厥 薛颜驼趁势而起 即便是再灭了薛颜驼 随后又会有一个不足崛起 除非是彻底地清除草原上的牧人 或者迁徙大量的汉家人前去定居 显而易见 户口数不足前随开皇室一半的大唐做不到 更何况 现在薛颜驼 西图诀和高原上的土藩都十分的强盛 想要全都是劳师远征 这灭掉是没有可能的 李世民对此是十分的清醒 只能是又打又拉 密切关注各部的发展状况 稍微有苗头不对的便加以抑制和打击 不让其成为大唐的对手 从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应对最强的对手的身上 李世民已经决定 西边高原上土藩新王松赞干部是个人才 土藩正在强势扩张 和大唐的矛盾也是越来越严重 再土孤混和狱中西部的摩擦已经越发严重 那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开战了 必须得小神戒备 西图诀相对遥远 并不对大唐构成直接的威胁 而临近的薛岩驼则是一个心腹之患 随便闹腾几下 就让北部边疆是烽火不断 尤其是都城长安 距离合宿草原是一条直线 距离并不算严 若再有一次胡人打到渭水河畔的事情出现 那多半会天下大乱 故而李世民一直是颇为忧心的 此时听到西宜的一番说辞之后 心里顿时就放松了不少 疑难此人不足为虑 突立师难逞大器 且他们内部争斗不断 难以上下一心 首领又是坚定的争雄之心 如此 薛岩驼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然而说到底还是继承人的问题 始终是绕不过去的 如果有一个足够优秀 甚至比自己更胜一筹的继承人 还用担心这些吗 如果大唐也有文、景、武帝 自己哪有后顾之忧啊 可太子的资质 一想到里程前进来的表现 李世民的心情便是有些沉重 他是一个很自信 很自负的 他认为自己足够优秀 从进阳起兵到一统天下 自己是功劳捉住 也正是因此 玄武门之变 他才能够理直气壮 相对心安理得地坐在皇位上 直面天下人的指责与诟病 争冠以后 他历经图治 对外更是征讨四方 大唐的国力强盛 不得天可汉的美誉 这万邦来朝天下成平 李世民觉得 自己的功勋 已经能够和秦皇汉武相提并论了 而自己诸多的儿子 有哪一个比得上自己呢 自傲的李世民认为没有 只能说某几个孩子的某个方面和自己比较像 比如吴王李克的鹦鹉 李泰的文采等等 但没有一个人是全面接近 更别说超越的可能了 吴王李克 鹦鹉却不够圆滑 李泰文采飞扬 却英气不足 太子李成前 小时候看着不错 但是现在 尤其是腿瘸了以后 是越发的不堪了 政务方面 虽无过错 但表现平平 甚至这德行方面 反正东宫属官的太父们的评价都不怎么好 太子经常和他们有言辞的争执 缺点不少 时常在东宫里隐欢乐舞 这兵戈方面呢 就更不用说了 毫无鹦鹉之计 能不能策马举荐呢 都很难说了 这难免让人有些失望 尤其是今日三位成年的皇子 一起前来承庆殿朝拜 兄弟三人站在一起 里程前 这顿时是黯然了许多 一瞬间 李世民甚至生出了些许 惊天动地的念头 但很快又放了下去 废独立树 这废长立右 自古以来都是大忌 任何一个君王都不敢轻越雷池 何况自己经历了玄武门之变上位 在很多人眼里 已经是坏了独立树长幼的传承 继承的规则了 如果李承前这里再出现什么变故 更会被天下人诟蔽 成为一些人攻坚自己的由头 更重要的是 连续两朝是废长立右 会给后世开个坏套的 敌长子不安稳 庶子幼子们野心勃勃 这夺敌争斗乃国之大计 甚至会导致亡国的 这是李世民不得不考虑长远的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这一步是万万不能走的 但愿李承前能够及早地醒悟 做一个合格的储君 李世民对他的期望不高 只要做个守城之君即可了 只是他自以为 自己身为敌长子 就可以高枕无忧 随性而为 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 也许得给他点压力和魔力了 对一个储君而言 最大的压力便是诸位的威胁 想要让他紧张很容易 对一个皇帝而言 更是易如反掌 魏王李泰对东宫一直有想法 李世民是知道的 哪个皇帝对诸位没想法呢 那绝对是谎话 尤其是有才能 且有得天独厚条件的皇子 比如年长 比如出身高贵 或者有一个得宠的母亲 这些魏王李泰基本都具备了 也许他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人选 一块磨刀石 当然了 如果那把刀太不成器 也许他就会有所得 如果朝中的有两位皇子形势大好 那些人会不会站队呢 讲到这里 李世民似乎有了一个 一石树鸟的好主意 有心想要下一盘大棋 不过这盘棋是有风险的 这万一玩不好 两败俱伤谁如何是好呢 这手心手为何都是肉啊 哪一个有损伤自己呢 都会有心疼的 更糟糕的是 这玩意儿玩得太过火的话 更多的皇子参与其中 该当如何是好呢 停尸不顾 树架相攻 这齐怀功的悲剧 绝不能在大唐重演 李世民相信自己有这个控制力 以此摆平内政的好机会 当然不能错过了 几个儿子们也不会让他们闹得太出格 或者可以趁着机会暗中观察 哪个儿子人品好些 本事大些 如果里程前不成器 那必须得有人补上 目前为止 他最为看好 最为欣赏的 便是魏王李泰和吴王李克 也唯有这两个儿子年纪大些 看当重任 不过自己年岁还不大呢 其他皇子有足够时间长大 李又在齐地镇守 颇得功勋 还有便是亲自居养的九皇子李志 也长大不少 学识 修养 颇得师父们称赞 就连国舅长孙无忌都在夸赞 都是不错的好苗子 这长大后 或许会有成 甚至唯以重任 李志虽幼 但到底是长孙皇后所出的嫡子 自己钟爱的幼子 所以李世民难免 多几分另眼相看 不过 李志到底还小 需要有人好生地教导 几位师父自然是不错的 自己政务繁忙 不能实时教导 还需要王府的诸官们 多多费心了 其中首要的便是常识 谢义不在的时候 李世民曾经动过念头 给金王府换个常识 毕竟谢义当初为常识 乃至权宜之计 主要是为了提高其地位 不想 刚有此念头 李志便提出反对 表示 金王府常识 由谢义担任很好 不希望替换为他人 李志是李世民最疼爱的儿子 他的意见 自然要尊重了 询问过王府的几位师父之后 也是这个意思 尤其是 于智宁 对谢义那是赞不绝口 夸赞其学识过人 时而对金王殿下的教导和启迪 比他们这些太傅是更胜一筹 如此情况之下 李世民自然不好再更换 金王府的常识了 再有了 他也看得出来 儿子李志甚至是小女儿四子 都对谢义是感情甚好 自然不希望他们伤心了 问过初始情况和草原局势之后 李世民吩咐道 你们此番初始 有苦劳 有功劳 该当封赏 也该另行任用 而今年底将近 待新年之后 再做调整吧 但平毕竟安排 这种问题 谢义和狄之讯 自然不会再说什么了 不怪罪 还能另有任用 可谓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呀 逍遥啊 待会儿去见见智奴吧 金王府许久没有掌识 堆积的事情可不少 陈遵旨 稍后便去拜见金王陛下 处理王府的事务 嗯 既然回到了朝安 朕就把制奴交给你 务必好好照料 一定 请陛下放心 谢义说完之后 略微转头 恰好看到狄之讯诚恳的眼神 言下之意再明显不过了 狄之讯的意思 自然是要谢义 操心他家儿子狄仁杰 入金王府伴读之事 那既然搭远了 谢义自然会尽力半岛 何况促成此事对自己也有诸多好处 何乐而不为呢 出了承庆殿 谢义便直奔金王府而去 皇帝的照命自然不能拖延了 关键是自己也颇为迫切 听杜西军和郑立晚提及 自己失踪的日子 李治和金阳公主十分地紧张 甚至为此还哭过鼻子呢 而听说自己平安无恙之后 则是欢呼雀跃 甚至专程到谢家报喜讯 开怀同乐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45集 看得出来 这两个心地善良的孩子 很重感情 尤其是对自己的感情甚好 这是好事 正是谢义希望看到的局面 将来则是自己和谢家最大的资本 必须珍惜 并妥善地维护 所以无论李世民给自己安排什么差事 晋王府常使一职 都尽量地不放手 至少不能放松对李治的影响 以及维持这份弥足珍贵的情意 至于将来 李治慢慢长大以后会不会变味 那就不得而知了 但始终是时日还长 暂时不必考虑那么多 来到晋王府的时候 正有师父在书房讲师呢 孔颖达刚刚讲完他的武经正义 从书房出来 孔计较 谢义连忙向这位国子监计较 当朝大如见礼 孔颖达客气地说 谢长使平安归来 可喜可贺 多谢孔计较 谢义虽欲些许的凶险 但幸得托陛下和晋王殿下的福 侥幸逃脱 得以安然回到长安 侍奉陛下 侍奉晋王殿下 嗯 回来就好 前些天 谢长使行踪不知 传言甚多 晋王殿下可没少担心 以至于 秦时不安 平日立刻夜 都心神不安 如今谢长使平安归来 晋王殿下也该安心了 谢义有幸 得晋王殿下厚爱 感动不已 稍后再下也会劝慰晋王殿下 不可因此耽误了客业 如此甚好 向来是闻得皇后邦氏 秦王殿下自小师母顾 如今早早开府 身边幼武兄弟官暗陪伴 难免孤单 我们师父除了授课外 平苏大都在东宫履职 谢长使若也不在 秦王殿下难免孤单 谢义心中一席 当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孔颖达提起了这个由头 那真是太好了 孔记者说的是 晋王殿下确实有些孤单 不若奏请陛下 让岳王和晋王殿下 一道前来读书 兄弟做陪便不孤单了 这个 此局恐怕不太妥当 晋王是敌死先一步开府 楚王和晋王扔举宫中 如果要请两位殿下出宫 与晋王共读 便得 孔颖达没有说下去 但谢义却摆出了一副 恍然大悟的表情 点头道 在下想当然了 孔记者见下了 哪里 是才说到共读 不如给晋王殿下 签置个半读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谢义当即是 心花怒放 附和地说 孔记者言之有理 寻常富贵人家子弟读书 都会有一个书童作陪的 何况是晋王殿下 只是给皇子半读 等闲人家子弟 恐怕不行啊 再嫁到长安 时日不久 不是了解 不如孔记者 可有何时人选呢 谢义早就打定过了 孔颖达家中 以及亲友中 并无失灵的少年 虽然身为国子监记久 但常年奔走在宫廷与王府 想来对长安权贵子弟 也不甚了解 此时 咒人抛出个半读人选的问题 想要立即有个妥当的答复 难哪 果然 孔颖达沉默了 但片刻之后 突然眼中灵光一闪 谢义却下意识一惊 微微有些不淡定 一时间 老夫还真想不起来 和谢义预料中的一样 孔颖达确实是这个反应 但下一步 却不是反问 七章时 是否知晓何时人选 前几日 金王殿下 带个少年来王府做客 似乎是 赏书所成 狄孝续之孙 年纪虽小 但彬彬有礼 学师修养都不错 与金王殿下 关心甚毒 可谓半读 赏家人选 谢义心中顿时是满心欢喜 简直是想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啊 孔颖达那真是太贴心了 帮自己把想说的话 全都给说了 狄孝续正是狄之骏的老爹啊 其孙不正是年幼的敌人节吗 本来自己还苦恼 怎么顺理成章地提及此事呢 没想到孔颖达从头到尾帮了个大忙 主动提出 金王理智过于孤单 主动提出需要半读 然后还不用自己费丝毫的功夫 推荐了敌人节 妙啊 当真是妙啊 嗯 没记错的话 孔续就所说的 乃是上部侍郎 敌之殉之子 此番初始 正是与敌侍郎同行 临出发送行时 曾见到过那孩子一面 嗯 聪慧懂事 彬彬有礼 且敌家乃是河东名门 敌公孝续与敌侍郎 那都是当朝的重臣 深得陛下器重 乃人臣之楷模 他家子孙自然是 自小教养甚好 到金王府半读 倒是个不错的人选 而且 难得他与金王殿下 本就熟识 少年友谊最为纯洁了 想得很合适啊 是这个道理 只是不知敌家 是否有此意 到金王府做伴读 乃荣誉之事 且有孔祭九的大儒 教课指导 想必敌家不会反对的 作为金王府的常识 谢义会将此事 奏报陛下定夺 只是 在下到底身份有限 不敢过多地妄言 此许情由 还请孔祭九抱走陛下之下 那是自然 此乃分内之事 老夫 自会屏奏陛下 只要对金王殿下的学业 与成长有好处 老夫自当义不容辞 有劳孔祭九了 谢义欠身致谢 发自内心地表示感谢 孔颖达 轻轻地摆手的 谢长师不必客气 今日老夫的授课 已经结束 得去东宫了 谢长师再次等候吧 老夫是陪了 孔祭九走好 谢义推送孔祭九出门 回到金王府院中 若非有侍卫在一旁看着 恐怕早就跳起来了 孔颖达实在是太贴心了 这想瞌睡 就有人送枕头的日子 那真是太爽快了 有了孔颖达的说辞 谢义玄计 又征求金王李志本人的意见 答案自然是求之不得 李志确实是有些孤单了 有个人陪自己 一道听课读书 这是好事 狄人杰虽然比自己小两岁 但很聪明啊 说话做事都是讨人喜欢 李志这里有需要 师父也点头了 谢义便名正言顺地 将此事上奏给李世民 看到奏书之时 李世民也曾微微地怀疑 是否是谢义和狄志郡勾结 暗中实际促成此事呢 但当面听过孔颖达的叙述之后 李世民打消了怀疑 谢义压根就不曾主动提出一句话 从孤独感到寻找半毒 以及半毒的人选 全程都是孔颖达的意见 谢义什么都没干 只是尽好一个王府半毒的本质 并无不妥 反而算得上是尽职尽责了 合情合理地请求 切切实实的需求 李世民自然是没有理由拒绝了 于是乎 敌人节便顺理成章地 进入了晋王府 成为理智的半毒 一对君臣CP 自少年时便早早组成了 谢义觉得 自己的布局 算是又落下了一个重要的棋子 但人生有的时候 你坐在的棋盘侧落子 自己却早已成为 别人盘中的棋子了 在李世民摆的棋盘中 有谁不是棋子呢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46集 临近年关 皇子们都回到了长安了 大致因为李世民 恰好今年整四十 所以分封在外的皇子们 都得到了恩职 返回祝寿 吴王李克回来两日之后 蜀王李岸 齐王李右 也从齐州返回 长安城里顿时是有些热闹了 腊月23 这会儿还没有小年的说法呢 但毕竟是年关将至 所以太极宫中 长安城里 那都已经是热闹起来了 吴王李克也在这一日进宫 去向母亲杨妃请安 并送上了一些年节的礼物 将近一年不见儿子了 爱子心切的杨妃自然是想念得紧呢 拉着儿子有说不完的话 直到将儿子在安阳饮食起居 方方面面细节全都问过一遍之后 这心情啊 才算平复下来了 母妃不必担心 儿子在安周一切都好 好我就放心了 也别怪母妃我啰嗦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 母亲就你和小安两个孩子 都不在身边 难免想念 尤其是你 身在安周 但盯着你的人却不少 我自然多些挂念 杨妃有两个儿子 其中吴王李克更有本事 资质也更好一些 如果说有什么念想 或者期许的话 李克自然是首选了 李安到底要比 异母同胞的哥哥弱些 杨妃自然是寄予厚望的了 同时 木秀于林 风比垂之 李克很优秀 关注他的人自然也就多了 加之又是太子之外 最年长的皇子 且最具鹦鹉之气 武略最佳 文采其实也不差 算得上是众皇子中的佼佼者 难免特殊些了 如今常年不在长安 杨妃一来是担心儿子的饮食起居 下面的人照顾不到 二来呢 是怕儿子有什么危险 母妃关心 儿子自然知晓 只不过儿子年纪大的 懂得照顾自己 所以母妃不必过多挂念 到时候我们兄弟都不在长安 不能在母妃西闲尽孝 实在遗憾 没什么 母妃身在皇宫之中 饮食起居都有人妥善照顾 平日里有你父皇的关心 还有众多嫔妃相伴 并不孤单 当然了 如果你和小安能留在长安 那自然是最好不过 但你们年纪大了 乃是皇子 是亲王 大唐有制度 该分封自然要去封地 你父皇若是有什么委任 自然要去为朝廷办事了 这么说起来 儿子倒是真羡慕四弟 可以留在长安 诸皇子中 除了太子李承前 居住在东宫 几个未成年的皇子 留在长安之外 按照制度 成年的皇子 都要分封在外的 但这其中 魏王李太是个例外 因为李世民宠爱的缘故 一直留在长安 并不曾前去封地 当然了 李世民还专门给李太 找了一个理由 雍州大都督嘛 古来整个关中的 都是雍州之地 李太居住在长安 私人是也没什么问题的了 冠冕堂皇的理由 皇帝喜欢 群臣自然也没有什么 可说的了 但诸多皇子心中 难免有点想法 吴王李克 这回只是说羡慕 那已经是轻的了 私下里 齐王李右 不知道说过多少次 说父皇偏心四哥云云 只是这些话 一般都有意隐瞒 李世民或许知道 但毕竟都是自己的儿子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偏爱李太也是不争的事实 其他儿子抱怨几句 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不加以补偿就算了 还要责怪 那就更不对了 所以这种事情 最终也就不了了之了 只会成为 公伟之中 偶尔的笑谈罢了 还都是私下的 听到吴王李克这句话 杨飞的神情 不由有几分黯然 李生道 是啊 魏王是好夫妻 可惜母亲的身份 所以 你们兄弟俩 少不得要受委屈了 杨飞一直以来耿耿于怀的 便是自己的出身 作为前朝公主 隋阳帝的女儿 一直被朝中的大臣们 所诟病或者说忌惮 这样一重身份 对一个妃子而言无所谓 只要是皇帝宠爱 不嫌弃就行了 身为一个前朝亡国的公主 能够苟活于世 已经不错了 现在在公伟之中 为贵妃算是幸运了 难得的荣宠 没什么不满足的 但延续到儿子身上就不同了 因为有前朝皇族的血脉之故 李克明明很是优秀 但还是被朝中 众臣们不待见 当然了 现在是有嫡长子 为太子的情况之下 这些并不明显 但如果一旦东宫有变 李克是事实上的长子 但因为出身的缘故 被人诟病 很有可能 还是与东宫无缘的 这是杨飞 一直以来的遗憾 或者说心结 所以 为了儿子的平安 他更多时候 教导儿子不要争 想要稀释宁人 保佑儿子平安 但有些时候 往往是事与愿违的 即便儿子远在安州 但盯着他的人 还是不少 尤其是现在 东宫太不成器了 日日胡闹 已经是引起了 李世民的不满 儿子突然在这个时候 回到长安 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很多事情 一旦露出端倪 很容易被人嗅到异样 尤其是 关乎皇位传承的天大之士 本就是被人高度关注的 出现任何疑异样 那都会被有心之人 看在眼里 然后无限放大 太子里程前 这一年来表现不好 这东宫太父们 没什么好评 连皇帝陛下 也唯有不满 临近年关 突然下旨 将分封在外的皇子 全部召回长安 虽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但在许多人眼里 这已经是极为明显的讯号了 太子殿下恐怕失宠了 甚至连东宫诸位 都有些风雨飘摇的感觉 尤其是那日 三位年长的皇子 进入成庆殿觐见 李二陛下 对吴王李克是嘘寒问暖 对魏王李太 也是青睐有加 唯独对太子李承前 不曾表态 甚至没有好脸色 传出如此讯息 这群臣会怎么想呢 杨妃是极为聪明之人 立即便意识到了很多的问题 身在皇宫多年了 对这种政治和宫廷知识 本就敏感 有些时候 目光比那些 智谋出众的大臣都要好 与此同时 夫妻多年同床共枕 对夫君李世民的心思 多少也能够猜到一些 事已 杨妃突然是心生担忧啊 担忧起儿子的安全来了 她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事实 李二陛下对太子李承前不满 是不争的事实了 但真的有费力的念头吗 恐怕不见得 一个很明显的讯号 承庆殿中情形 算是恭维机密 皇帝对皇子们的态度 那更是干系重大 关乎国朝稳定的大事 怎么会轻易泄露出去呢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47集 承庆殿中 伺候的内侍公俄 禁卫军 那都是精挑细选之人 一个个全都守口如瓶 没有胆量 也压根不会 将内情泄露出去 是皇子们所为 显然不知 李承前不会散播 这种对自己不利的消息 李克和李泰 貌似有散播的可能 但他们都不傻 泄露 尽忠君王的秘语 乃是大忌啊 聪明的皇子们断然不会 行此取死之道 尤其是当前 这等要命的情形下 所以唯一的答案 便是李世民本人 想到这个惊天的答案 杨妃的心情 便是更加的沉重了 皇帝散播此等 乱人心乱朝政的消息 究竟意欲何为呢 难道他有意让皇子们争吗 还是让大臣世家 乃至跳梁小丑们跳坛呢 这种情况之下 太子本人 以及东宫一系的人马 必然紧张 为了自保 以及清除威胁 他们会怎么做呢 自家儿子李克如此优秀 又是太子之外 最年长的皇子 且鹦鹉不凡 难免会受到猜忌 魏王李泰 素日也有些许的小心思 现在的情势下 肯定是越发地 按捺不住了 除了动摇东宫之外 还会怎么做呢 排除一击 避免为他人做嫁衣裳 李泰那么聪明的人 肯定会想到这一点了 无论怎么着 嫡出的皇子们 都会将自家的儿子 视为眼中钉的 杨妃心中自然是越发地紧张 担忧儿子的安全 更让他不安的是 儿子的心思 杨妃看得出来 李克有意无意地 透露出些许的心思 似乎也不那么安分 尤其是数月之前 为了营救 关在牢狱中的谢义 陈文本曾和儿子 有一番常叹 陈文本虽然没有明说 但有意无意中 却挑动了儿子 本来还算安分的内心 事与至此 责怪陈文本 已经没有意义了 作为皇子 让儿子对皇位 没有一丝一毫的念想 也不可能 即便是自己 多少也有那么点想法 只是一想到自己的出身 杨妃心中 便是颇多的无奈 他不知道 该不该让儿子去争 到底争更好呢 还是不争更好呢 更料不定的是 皇帝李世民的心思 所以这福火难料 按兵不动 以义代劳 以不便应万便 本来是最为妥当的做法 可是有时候 这种方式 也等同于坐以待毙 以眼下的形式 皇帝既然传达出了念头 祝皇子 必然是有异动 这明里暗里 肯定会有不少手段使出来 儿子能够招架得住吗 无论是太子还是魏王 身后都有一个国旧 长孙无忌 他素来视儿子为眼中钉的 不需要怎么出手 只需要在背后 用上一丁点的小手段 儿子纵然还有命在 那还会体无完肤吗 纵然眼下有李二陛下庇护 将来又会是什么下场呢 历经随唐两朝 建设过太多 因为诸君争夺 而引起的皇宫敌血 远的先不说 这丈夫玄武门之变 上位的情景 仍旧是历历在墨 如果这等事再发生一回 或者李二陛下 亡顾之后 手足相残 该当如何是好呢 历朝历代 皇子们刚开始是相对争斗 挤破脑袋的 想要登上皇位 完了没成功的不甘心 纵然接受失败 但坐在皇位上的人 却未必放心呢 故而震杀兄弟的例子 太多太多了 那等时候 就有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只能任人宰割了 儿子会有那么一天吗 杨妃自然是不希望出现 这等悲惨情景的 自己有两个儿子 如果出事了 兄弟俩一个都保不住 反过来想 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浑水摸鱼乱中取胜 谋得一席之地的 甚至以儿子李克的资质 完全有这个实力和才能 相比于 庸弱的太子李成前 儿子比他强多了 用李世民的话说 李克是最像他的皇子 最有鹦鹉之气的 至于魏王李泰 虽然文采风流 但为人过于算计 格局太小 亦非最佳 如果不是仗着 乃长孙皇后所输嫡子 他哪里能得到 那么多的宠爱 能有那么多的文官世子捧他 他虽占着敌 但自家儿子居长 机会也是有的 如果李克能够走上那个位置 那么小儿子李安 也会跟着沾光 至少安全无忧 多好 只是无论如何 首先都得以保全 儿子安全为前提 这夺敌风险太大了 贸然出手 这恐非良机啊 尤其是眼下 恐怕为时尚早 俗话说 出头的船子鲜烂 自然是有道理的 至少最前期该沉住期 韬光养晦 应该是一种上加策略才对啊 在一个适当的时机 再出手 或者欲望相争 渔翁得利 才是最好的策略 最不计 还能以不争换取自保的希望 太过冒头 那可就是不死不休了 最重要的是 摸准皇帝的心思 杨妃隐约感觉到了 李安尔陛下 在不棋局 所有人都算是棋子 棋子想要生存 那就得懂得棋子的生存之道 懂得顺势而为 想到这一层 杨妃心中打定主意 对儿子尊尊告解 字字逐击 有道是风吹草动 哪怕很是微弱 只要有风吹 就有人感觉得到 三位皇子 入承庆殿的情形传开之后 长安城里 很多明白人 都炸开了锅了 太子殿下失宠 陛下 以生异处之心 各种各样的猜测 不经而走 立即让很多人 内心澎湃 很不安分 魏王李太 作为亲历者 感觉是尤为明显的 想起父皇 对太子李承前很不满 甚至有些厌恶的神情 李太就忍不住的得意 无他 因为皇父对自己 称赞有加 关怀卑之 如果是往日 李太还担心过于招摇 被太子所忌讳 但这一回 他完全不介意 纵然那位太子大哥 邓红的眼 又能如何呢 只要父皇不喜欢 东宫谁居 那还不一定呢 何必是低声下气呢 长幼有序 尊重兄长是一回事 但君臣之别 那才是关键呢 一旦发现有机会 取而代之 李太哪还管那么多呀 此时 心中只是想着 如何继续放大 父皇对太子的不满 早日彻底地 将太子从东宫赶走 殿下 恕属下貌美 不可得意忘形啊 陛下只是 微微对太子不满 废出二字 尚且甚远 魏王府中 刘轩沉声地说道 若陛下无费力之意 或者暂时尚无此意 殿下的一举一动 就应当格外小心才是 切不可因小失打 被人抓住把柄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48集 李太文听此言 微微错愕 玄机点头道 你所言不错 确实是这个道理 太子虽然表现不佳 略有不孝 但尚未到失德地步 现在说费力 当真言之过早 不过陛下 既然已经流露出 这层意思 如果太子殿下 继续不孝 那结果可就不好说了 当下这个处境 确实有些为难啊 这种情势下 本王该当如何 不动不对 动 意不对啊 确实 太子背后 还有一批支持者 是不会眼睁睁 看着东宫倒台的 所以 必然会竭力保全太子 除了让太子表现优良 挽回圣心 让太子有功绩外 便是除去威胁者 殿下您是 诸皇子中最聪慧 最得陛下宠爱者 东宫必然将殿下 视为最大威胁 将魏王府 视为眼中钉 所以殿下纵然什么都不做 东宫也不会安心的 是这个道理 既如此 与其坐以待毙 还不如做点什么 把太子从东宫掀下去 唯有如此 方是自保之策 李太素来自视甚高 对九五之位 一直是有想法的 只恨比李承前晚生啊 如今 李承前表现不佳 大有自觉坟墓之意 看到希望和机会 李太自然是 少不得蠢蠢欲动 毕竟自己在诸皇子中 最有才华 且是最得宠的嫡次子 如果处位有变 自己无疑 是最佳后补的皇子 这种事情 自然是要用点心思了 太子是陛下所立 若太子并非不孝到 适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 陛下不会轻易废弱的 推翻自己的圣旨 有损君王非眼 而且有玄武门之便在前 在敌属长幼方面 陛下会格外重视 所以任何在外的经营 都毫无意义 唯一能动摇东宫的办法 便是让太子越发不孝 让陛下和天下人 看到太子的不肯 到时候 纵然陛下顾虑 也不得不忍痛决断 说得没错 这样的话 九冬若是要利用太子的缺点 可惜啊 我们在东宫没有人 否则 殿下莫及 不必在东宫安插人 那样若被发觉 反而会留下把柄 至于太子的缺点 属下已经想到一个办法 哦 快快 说来听听 殿下可还记得那些传言 什么传言 太子殿下 成婚很早 温德皇后在世 曾往东宫安排了不少美籍 可是直到今年 太子妃才有身孕生出一子 而其他急切 从未唏嘘 据宫中消息 太子殿下甚少宠幸极切 有人揣测是太子妃闪度 或太子有意让太子妃早生嫡子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据闻太子妃并不甚受宠爱 太子殿下方才二十出头 正是阳刚火望之年 却如此这般清心寡欲 不合常理啊 是啊 李太有些嗜好 故而心下清楚 只是魏王府得性的机切不少 但有孕者却寥寥无几 以至于今日西夏 唯有李心一子 寓意说是因为自己 过于体胖的缘故 但被李太嗤之以鼻 这体胖就生不出孩子了 这不胡扯吗 除了床帝间会弃喘的些 快些之外 这撒种子还不知照样吗 虽说子嗣不多 但自己至少 欲念床帝之事都正常 但东宫太子这般表现 明显有些不合常理 事宜 李太想起了先前的传言 刘轩这首帝声道 恕臣冒昧 先前曾有秘文称 太子殿下喜好与俊梅小内侍私会 公为秘文 瞒得过外人 但瞒不住皇室成员 李太仍旧记得 那是好几年前 确实有过这样的传闻 结果那几个多嘴的 内侍的宫女 全都被处死了 处死的命令 则是由素雷 温婉贤德的 长孙皇后下达的 李太仍旧记得 那几日母后脸上 冷冷的神情 现在想来 母后愤怒 只是因为内侍宫女 多嘴 污蔑太子吗 以迅雷手段处置 这更像是杀人灭口 永远掩饰 太子殿下的不良癖好 然而 这种癖好 其实说改就能改的呢 东宫多年子嗣不多 那便是最好的证明 其实啊 龙羊断秀之好 本来没什么 未尽之时 在师大福间 甚至是美谈 但到底有为人伦 更不能见诸于世 尤其是皇子 一旦被曝光出来 那可就是失德之举 所以对于李太而言 这是个很好的 可以利用的机会 殿下 关于此事 属下早有准备 哦 对 李太猛然想起 去年在洛阳宫时 刘轩曾与他提起此事 只是一直不曾放在心上 但刘轩却一直记在心上 到如今已经有所进展 进展如何 属下在民间 寻得一名灵人 明明是个男儿 却生得花容月貌 我见游莲 和那些粗陋的内侍比起来 简直是天壤之别 太子殿下见到 岂能不一见倾心呢 是吗 李太文言已开怀大笑 好似早就忘记了 要算计的人 是自己的亲哥哥 是的 此灵人名叫称心 如今已经送入太长寺 只待找个机会送入东宫 太子殿下自会如意 刘轩压低了声音的 长安城里 突然热闹起来了 不单单是因为 临近年终碎尾 更因为朝堂上的风向 接着送年礼 年终相聚共隐的机会 很多官员世家 不知确切身份的人 来往密切 原因正是东宫 突然有松动的迹象 不同的家族 不同的派系 几乎每个官员都在走动 为了抓住机会 为了给自己 给家族谋个好前程 东宫的气氛 有些沉重 自打那日被皇帝陛下训斥 并宣扬满长安时 东宫就变得有些阴冷了 内侍公额都小心翼翼 唯恐一不小心惹怒了太子殿下 成为初级童 毕竟太子殿下的脸色 比任何时候都阴沉 即便是太子妃抱着皇孙李相前来 一眉见到太子露出笑容 完全是一番常态 好几天都是如此 直到某一日 承阳公主 驸马 杜河 带着几个人来到了东宫劝解 里程前的情绪 才有所好转 殿下莫及 情况没有那么糟糕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49集 杜鹤沉声劝解 由程阳公主这桩婚事为基础 这旧婿俩的关系颇为亲密 因为杜如慧去世比较早 杜家的处境 算不上是格外的好 里程前没少照应 尤其是杜河这个次子 为此杜河少不得是感恩戴德 毕竟太子是嫡长子 是大唐未来的主人 和太子搞好关系 将来对杜家 对自己 那都是大有好处的 杜河隐约还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自己将来 也能够成为长孙无忌那样 权倾朝野的国旧 和李承前相得一张名流青史 想法是好的 但现实却遥遥无期 尤其是当前的情形下 李承前突然是遭遇了波折 是谁也不曾料到的 不过杜河并不惊慌 也没有多余的选择 这些年 他与李承前走得太近 乃众所周知之事 在东宫的投资也不少 已经没机会另责他人了 再者了 毕竟只是小事 皇帝又没说要废太子 眼下很多人都显得过于激动 威严耸听了 李承前却摇头道 可旁人不这么想啊 你们又不是普之道 现在长城里有不少人蠢蠢欲动 好似认定 古者东宫会倒是道 殿下严重了 陛下只是对殿下严厉了些罢了 殿下是太子 也是敌长子 陛下寄予厚望 难免要求严苛一些 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好比我家 当初父亲对我有多宠溺 但对大哥就相对严厉 想来是同样的道理 不管怎么说 殿下是敌长子 为储君多年 并无过错 没什么大事 况且殿下也有敌子 江山传承 后继有人的 陛下疼爱皇孙 岂能弃殿下于不顾呢 但愿如此吧 李承前轻轻点头 但心情还是略微的有些沉重 殿下宽心 同行而来的左顿卫中狼将 李安岩轻上的权威 嗯 当此之时 孤者东宫虽然没有强倒众人推 却也门壳落雀了 你们能来 也是殊为难得 你们的好 孤会记在心上的 来日若孤能顺利承袭大宝 必定不会亏待你们 殿下是楚君 江山承袭乃是天地 必然 几人顿时有些激动啊 某种程度上 这算是李承前的一种许诺 只要他们想办法将李承前推上去 啊不 主要 这储君之位安然无恙 将来得到的回报 绝对不会少 乃是当之无愧的从龙之功啊 堪比当日的秦王府十八学士 玄武门九将之样 如果一切按照预想的发展 来日的地位 与今日的房玄灵长孙无忌 那无甚差别了 这样的许诺 这样的愿景 着实诱人啊 岂能不为太子 拼死效命啊 陛下此举 想必只是 警示牟利太子殿下 但有人小心 却懂字 以为良己 蠢蠢欲懂 经不住 就会有些什么 不利于东宫的举措 需要防范呢 与渡河一起来的 权贵子弟赵杰 小声提醒 一句话 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说到了众人心海里 想说 却不大好说的话 不过 这种话一旦说开了 也就没什么好顾忌的 李安言也说道 如今长安城中 风声鹤唳 有人蠢蠢欲懂 自然也就图谋不轨 恐怕有人 要对东宫不利 不得不防 俗话说 鸣枪一朵 暗尽难逢 小人暗害 不择手段 轻易防备不住的 与其被迫防守 还不如主动出击 倾手威胁 显而易见 赵杰是属于激进派的人物 想法和做法 都比较主动激烈 话虽如此 但是太子殿下 本是储君 有道是 深正不怕影子邪 轻易出手 反而给人落下口实 与名望不利 李安言反对他 虽当此之时 静观其变 按兵不动 才是关键 东宫谨慎 太子殿下无过 旁人也就挑不出所 总心怀不轨 亦无计可视 太子殿下 乃是陛下敌长子 国之储君 顺应天命 谁若动妄念 那就是逆天而行 我总觉得 当此之时 谁要是不安分 谁就会倒霉 反而得不偿失 有道理 殿下这些日子 修身养性为义 莫要着急 默默观察便是 其实此番之事 并不见得完全是坏事 也好趁机看看 我大唐有多少 耻美亡良 殿下心中 也好有数 将来都是有用的 是这个道理 李安言和赵琪 立即附和 李承前 已低声大 说不错 姑倒是要看看 到底哪些人 对姑不满 生恨意 哪些人对姑 忠心耿耿 心生维护 姑原本不想分彼此的 但是现在 不得不论亲属 事事弄人 无可奈何 殿下放弃 我等已领忠心耿耿 为殿下效力 在场几人 顿时称事 豪言表忠心 李承前说 你们的忠诚 姑自然是看在眼里 现在需要放眼的是那些东宫之外的人 殿下 臣以为 您当前不需要做别的 只需要在东宫好好读书便是 杜鹤说的 待看清楚 亲疏你我 看清楚鬼魅伎俩 再做谋划 但请殿下注意 进来顺着点陛下和几位太傅 且莫再出怒他们 嗯 姑会注意的 尽管有点不情愿 但李承前还是不得不沉声应允下来 除此之外 东宫也许得加点分量了 加点分量 这句话含义很是广泛 也耐人寻味 不过李承前却很好地把握到了其核心 那就是聚集效忠东宫的力量 说不好听一点就是罗之党语 自古以来身为太子 本不需要也不该结党的 因为太子结党 与大臣论其亲疏来 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与太子亲厚之人 必然会得到提拔 相反 与太子不和 甚至是仇敌的臣子 轻则不受重用 重则则是罢官免决 这是会影响国朝稳定之事的 所以应该尽力避免 毕竟对于太子而言 将来所有的朝臣都将会成为他的臣子 为己所用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 因为自古以来 平安当太子顺利登上皇位的没几个人 皇位争夺总是很残酷的 皇子们想要将太子请下宝座 想要自己登上去 少不得是聚拢一帮人为之所用 反过来 太子为了保住地位 也不得不聚拢一帮臣子来自保 或者不同的世家派系或者大臣 希望借助新旧更替 新军登基来获取利益 毕竟从龙之功这几个字的含义深重 太多人想要得到了 所以太子结党亦是不可避免之事 如果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只不过是提拔一些自己信赖之人 但演变到一种程度 结果可能就变了 最残酷者便如玄武门之变了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50集 正是因为这一点 李世民对皇子结党之事 颇为忌讳 李成前原本也很注意这些方面 但到了今时今日 已经被人欺负上门了 恐怕已经没有过多的选择了 这结党之事不可避免 而且需要加快速度 尽快有所进展 如何的 今时今日 长安城里许多人家 都已经开始有想法 有所行动 所以殿下不得不费些心思的 你有具体消息吗 暂不明确 承要提醒殿下的是 不能落后于人 如果其他各位皇子们 身边聚集的人太多 力量过于强大 将来会伟大不调的 而殿下身边过于单薄 也会让别人以为有机可乘 越发地变本加厉 所以是时候 该让东宫加点分量 其实许久以来 李成前其实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东宫为此没少拉拢人 比如让贺兰楚石 去拉拢侯勋吉 但一直以来是没什么效果 以前更多的是 大臣们不愿意结党 因为一切都掌控在皇帝李世民的手中 但现在情形不同了 大唐到了一个必须要选定继承人的时候 所有的世家 朝臣们也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了 他们不结党的态度 自然也是会有所变化的 这时候再次抛出橄榄枝 情形自然就不同了 李成前问他 那你们以为哪些人可以为估所用 殿下 臣以为有一人至关重要 殿下务必要争取到他的支持 至少 不要让他为旁人所用 何人 国舅 长孙无忌 长孙司空 是殿下的亲舅舅 更是当朝重臣 陛下最信任之人 说句不尽的话 倘若有一日陛下不在了 无论哪一位皇子继位 长孙国舅 都会是顾命大臣 他的支持 对于储君而言格外重要 所以殿下无论如何 该用点心思 如果文德皇后 只有殿下您一个儿子 那倒无所谓 长孙国舅 只能支持您呢 但如今 大唐有三位敌出的皇子 所以殿下该多注意才是 这句话说到了李承贤的心坎里了 也说到了关键之处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要做一个对大唐储君 影响力排行榜 李世民排第一 长孙无忌便应该排在第二了 作为当朝国舅 李世民最信任的当朝重臣 背后还有整个关隆贵族的支持 长孙无忌的地位 堪称是举足轻重 长孙家是外戚 和古往今来所有的外戚家族一样 他们肯定该支持自己的外甥 但很遗憾 李承贤没有完全独享这份资源的资格 诚如杜河所言 长孙皇后所出的嫡子有三个 长孙家也便有三个选择对象 年纪最小的李治便不说了 杜河话里话外 虽然没有明说 但主要还是提醒李承贤 提防李泰 在承贤店里 李世民欣赏有家的是 吴王李克和魏王李泰 但是大部分眼里 吴王因为先天的出身 已经弱了几分了 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于魏王李泰 在吴魏之间 长孙无忌肯定会选择后所无一了 所以东宫最该提防的 自然是魏王府 而长孙无忌乃是重点 如果李泰争取到了长孙无忌的支持 那么东宫的胜算将会成倍的下低 李承贤悠悠地说 前些日子舅舅曾来东宫 劝导孤 长孙国舅平素不主动出入东宫 更不轻易前往各王府 他此来多半是陛下的意思 李安言也说道 由此可见 陛下仍旧对殿下寄予厚望 否则何必让长孙国舅费心呢 有道理 赵杰说道 长孙国舅是聪明人 他能在陛下身边多年得宠 自然能够揣摩到陛下心思 所以他的心应该在东宫 杜河这个时候说道 但殿下还是要在长孙府 多费点心思 年节将至 殿下虽贵为储君 但身为外甥 对舅舅表示敬意 对妹妹和妹夫表示关爱 该在情理之中 礼敬长辈 有碍手足 是陛下和臣民们 希望看到的局面 姑知道怎么做了 光是送贺年礼物自然不行 还得 杜河 赶日找个机会 把长孙冲和常乐约到东宫 年节里 自家人该聚在一起 倡饮相聚啊 是 臣会安排妥当的 杜河当即是点头称事 但又补充说 太子殿下 光是一个长孙无忌 恐怕不够 臣以为除了在朝堂上 在军中 也该有些许 殿下的力量才是 军中 何人能为股所用 当前我大唐 在军中地位 最高的几人 便是英国公李继 江夏郡王李道宗 但这两位都不在长岸 且都手握大军 轻易拉拢 反而会惹得陛下猜忌 陛下倒不如放眼长远 从长计议 长远 你指谁 太子殿下 朝中这段时间 正在整顿励志 侯军级为力部尚书 可谓是雷厉风行啊 侯军级已从陈州返回多日了 现在官居力部尚书 主持整顿励志 并行官员 这是个得罪人的差事 李世民为了提高 大唐朝廷的行政效力 清除那些 师位素餐的容员 想出了这么个主意来 但这事办起来并不容易 非性情果断 行事雷厉风行之人 不能胜任 侯军级复合这些要求 就这般被看中了 为了让他当上这个力部尚书 李世民可没少费功夫 嫁了东阳公主 给辈分不太匹配的高旅行 让原来的力部尚书 高世连主动交权 当然了 此举些许也有保全 维护高世连的意思 毕竟高家是长孙皇后的亲娘舅 让高世连得罪满朝文武 并非是好事 侯军级在朝中牵扯不多 主持这样的事情累赘少 他也明白皇帝陛下的意思 干得不错 进展很快 但得罪的人也不少 被免职的官员恨他 那些背后的世家大族也有不满 少不得有多怨对啊 但侯军级没办法 军命难为啊 要说他心里没有一点怨恨 那是假话 虽说自己的性格合适干这件事 但朝中真的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了吗 其实以身国公高世连的能耐 也能做好此事 但陛下却不用 到底是因为高家和官龙贵族牵扯太多 还是因为陛下偏心 那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侯军级心底里 那多少是有点不爽快 吃力不讨好的事儿 让人实在恼火啊 但再多的不满 只能是压在心里 说不出也不能说罢了 他也知道 自己在力部待不长久 只要整顿励志之事完毕 自己就该滚蛋了 至于最终的归宿 那还是军中吧 这是一个将军的宿命 侯军级也希望如此 身为一个将军 领兵打仗 更为自在 也更有价值 但他所不知道的是 正是因为这一点 他被人给盯上了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51集 长安城里风起云涌 各路人马都在为自己的 虔诚家族的未来 甚至大唐的未来而奔走 淮阳县伯府 却是一片安宁 谢义本人更是泰然高卧 任你外面天翻地覆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正是年前皇帝特批的休暮假期 谢义几乎每日都是睡到日高级 当然了 自然少不了两位夫人的陪伴 诚如谢义所言 此去草原数月 蹉跎了不少的时光 当然了 应该抓紧时间补回来了 加之两位夫人 都存了早日怀上身孕 为谢家延续香火的想法 所以少不得谢学士 多在炕上耕耘 共赴乌山极乐 简直快活似神仙 除此之外 便是前往晋王府 履行常事职责 戴新年临近的几日 晋王李治的学业暂停 坐在宫里暂不外出 谢义便彻底闲了下来 至于相熟的各府送来请柬 谢义也是能推则推 甚至称病不出 闭门谢客 三郎 这些请柬 你全都不去吗 斗西军看着炕桌上 胡乱扔着的一碟子请柬 轻声去问 有什么好去的啊 像这些啊 都是长安城里的顽固子弟们的 邀请我去平康访婚言 平康访是什么地方 你们也知道 那处的胭脂俗粉 哪里比得上你们又人呢 说话间 谢义手又开始有些不老实了 杜西军红着脸 别胡闹 平康访不去 挺好 但这些老国公 还有一些六部官员的邀请 也不去吗 不去 现在长安城里 各处宴会的议题都大同小异 我可不想掺和其中 与其过去 与他们虚衣尾仪 说话小心翼翼的 这劳心劳力 还不如留在家里 与你们一起 都劳动身体鞭刻啊 又来了 杜西军表情未真 却也无可奈何 任军采鞋的处境并未改变 你旁的郑丽婉则认真的 三郎 此事 你当真关心吗 有什么好关心的 谢义的回答 相当地轻松 陛下 露出了对太子不满的端倪 长安城里人心浮动 你当真 一点都不关心 嗨 你也说了 除了我端倪而已 那有什么好关心的 人云亦云可不是好习惯 那你希望如何呢 太子对你一直心怀记恨 他若是顺利登基 咱们家 哦 因为看灵大哥的事 你得罪了太子 我后 提及此事 杜西军未未有些担心了 没什么好担心的 太子虽然是太子 但一定会是未来的皇帝吗 三郎肯定 猜的 这种未不先知之语 谢意不好直接肯定 但郑丽婉相当地聪明 还是看出了些许端倪 然后悠悠的 三郎的直觉向来不错 纵人是猜的 也往往八九不离十 只是 我总觉得奇怪 成庆殿中 奏对 那是何等机密之事 陛下对几位皇子的态度 更是关乎朝野安危的秘闻 何以会闹得满城风雨 人人皆知呢 仔细思量 几位皇子 应该都没有这个胆量 私自散播 看似有好处 然一旦被陛下真知 后果反而不堪设想 所以 所以啊 此事只能是陛下自己说出来 谢意给出自己的判断 嚼着说 既然如此啊 那为何还要参与其中呢 三郎 你是说 是陛下公印这么做的 还是想要看看 宣臣的反应 没错 哼 还是我家三郎聪明 一下子就猜到了陛下的想法 不像长安城里那些蠢人 哎 这夸自家男人聪明没错 但长安城里奔走的人 却不见得都愚蠢啊 哎呀 这一个个的都是人精 岂能看不出陛下的意图啊 既然看出来了 为何还要 有种做法叫做将计就计 既然已经露出了这个端倪了 夺敌争处之事 并有恶化这可能了 所以 自然有人按捺不住 开始提前运作了 不过只要说明一点 太子实在不孝 大家都对他很失望 不看好 也好 太子倒了 对我们家有好处 对桑郎是好事 嗯 应该吧 谢义依旧只是淡淡一笑 太子倒了 东宫谁人补上呢 吴王还是魏王 如果太子李承前真的倒了 东宫谁人候补 吴王还是魏王 想必整个长安城里 问这个问题的人 不再少说 大部分人和杜希君想的一样 都下意识地认为 如果李承前不在了 未来东宫候补人选 只在吴魏梁府之间选择 谢义呢 却轻轻一笑 希君觉得 谁可能大谢呢 我觉得 魏王 似乎更受宠一些 又是嫡出 颇有名望 不过吴王 似乎更有能耐 且居长 只是出身算不上好 子群说起来 他二人不相上下 到底谁能入主东宫 不好说 相比之下 吴王和三郎的关系 更好些 他登基 对咱们谢家 应该是好事吧 谢义轻轻一笑 并不说话 这时 郑力晚眉头一皱 跟他 三郎希望何人上位 魏王 还是吴王 亦或 晋王 晋王 杜西金猛然一惊 仿佛听到一个 很意外的说法 谢义也忍不住 心头一枕 许久以来 第一次有人 看透了自己的心思 不过还好 这个人是自己的枕边人 只是有着一颗 七巧玲珑心的妻子 杜西军悠悠道 这么一说 晋王如果登基 对咱家 倒确实是最好不过 只是 晋王还小 但是陛下嫡子 仔细说起来 倒真有可能 三郎 还是晋王府的长使 厉丸以为如何 如果 陛下龙体一之无恙 春秋鼎盛 且不着急费力之事 等再过几年 晋王长大 可能确实不小 毕竟自古以来 历四历长 不管怎么说 晋王都是嫡出之子 群臣和天下 无话可说 符合礼法 郑厉丸心头一震 已在谢义身旁 柔声地说道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52集 可前面 还有魏王 还是狄出 除了历狄 还有历长一说 如果此番 成庆殿之事 出自陛下之口 那么大唐 兴许会重演 三国东吴旧事 晋王年幼 反倒能得便宜 三国东吴旧事 杜西军 徐时不如郑厉丸 孤儿有些不大明白 郑厉丸缓缓地说 三国东吴大帝孙权 本有长子孙登为太子 可惜 长子早逝 随后 孙权又立了 三子孙为太子 却对四子孙霸 格外宠爱 使得其地位 等同于太子 以至于孙霸 不服太子 酿成两宫之变 两败俱伤 这 倒当真和如今的局面 有些相似啊 且东吴当日情形 和今日之大唐 十分相似 东吴 有难度的淮北士族 和东吴江南士族 本有争斗 在台面上 便是支持不同的皇子 长子孙登在时 孙权便宠溺三子孙 与之相争 孙登死后 孙权又扶持四子孙霸 目的 有借皇子之争 消耗士族内政制义 这么复杂 皇家事 历来不简单 如今大唐关隆贵族 与山东士族 不相上下 如果陛下 透出这股风 恐怕 便有如此异味吧 然而 此等相争 往往容易两败俱伤 如今的魏王 与东吴孙 差别不大 如果太子倒得早 那吴王 最要紧的是 东吴最终继位的 是孙权又子 孙亮 这么说 剑王继位的可能 也是蛮大的 郑丽婉并不回答 只是转头看着谢义 然后轻声道 三郎以为如何 我只是想说 我家丽婉 真的是太聪明了 兴许真有可能如此 谢义只是由衷地佩服 自己是因为 未不先知 而对理智信心满满 郑丽婉 却能通过蛛丝马迹 以及历史典故 做出判断 如此行为 恐怕已经 混淡淡地 能用聪明来形容了 试想一下 如果郑丽婉 不是一个女子 想必能够 叱咤朝堂了 不过还好 她是自己的贤内珠 仔细想想 当真应该庆幸啊 如果能按这般预想 晋王能够上位 那自然是极好的了 只是不知 是否能天随人怨呢 储君之外 天时地利人和 更在皇帝一念之间 还是且先看着吧 三郎就没打算 为晋王殿下出点力吗 这话一出口 郑丽婉便摇头的 不 三郎已经再这么做了 敌人节 如晋王府半读 想必就 我家立晚当真聪明 哪有三郎你聪明 好啦 你俩都聪明 将来生下的孩子 必定格外聪明灵密 郑丽婉和杜琪军 都笑着打闹 只是这主题 不知不觉间 有了变化了 那是自然了 子女随父 将来你们生下的孩子 必定和我一样聪明啊 和你们一样漂亮 所以啊 我在等什么 管他们什么邀约宴请啊 哪有我们要孩子大事要紧啊 啊 说话间 谢义已经将两位夫人揽入怀中 两只大手已经顺势地滑入一山 俊循在风鸾之上 两位夫人俏脸一红 英灵一声 全都苏倒在谢义怀中 但炕上的灯烛随即熄灭 传出谢许嘻嘻嘻嘻嘻的低沉银欧 许久不惜 直到两位夫人几度将雨露留在体内 也心满意足 默默地期盼着能为谢家开枝散叶 然而很不凑巧 除夕之前 两位夫人的月薪 还是一前一后如期而至 杜琪军倒是罢了 郑丽婉却不由得有些黯然了 最近这段日子他和谢义可没少努力 杜琪军甚至有意让他多成恩宠 尤其是雨露 但很可惜 事与愿违了 谢义倒并不觉得有什么 这种事是需要一定几率的 不过三两个月而已 那招什么急 何况现在这般赛神仙的日子 那长点不好吗 但郑丽婉却不免有些着急 甚至怀疑自己身体是不是出了问题了 也打算勤往乐游园 找孙神仙看看 调理身体 当然了 劝谢义在那急切的提议也从未停歇 如果换个女子能怀上身孕 那自然是好的了 谢义香火有祭乃是天大的好事 但这个提议被谢义果断拒绝了 哪能这般不尊重女性呢 这生孩子何必着急呢 换个女子就一定能那什么吗 想到这里 谢义脑海中不禁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 不会是自己 刚刚冒出这个念头 谢义便连连摇头 这龙惊虎猛的众小伙儿怎么会呢 我着急 只是时机未到罢了 争冠十四年的新年在一场大雪中倒来了 谢义不禁感慨 隋唐时期的观众还是相对比较湿润的 每逢冬日都能见到极长雪 空气十分的清新 完全没有后世讨厌的雾霾 除夕夜是万家团聚之时 皇家今年也不例外 李世民破例将已经开府的诸位的皇子 招入了宫中 尤其是几位已经娶妻生子的皇子 全都脱家带口一起入宫 为的就是三世同堂 何家团圆 这让本来已经风声鹤唳的诸位之争沉寂不少 皇家突然多了些许的温馨和和睦 纵然只是表面现象 但与新年气氛却十分的融洽 众人也都是乐见其成 尤其是年纪小的晋王李治和四子等一众小公主们 难得与各位兄长一并欢宴 那是打心眼里高兴的 刚十三岁的李治 并未意识到朝廷最近风起云涌的波澜 更不认为这些事情与自己有关 前面有六位在世的兄长 皇位怎么可能轮到自己头上呢 笃定了这一点 李治反而最为轻松了 席间与任何一位兄长都能够谈笑风生 功仇交错 当此之时 李承前 李克和李泰等人 无论哪一个都没有将这个小兄弟当成是威胁 所以全都是一副好兄长的做派 极尽兄友弟公 以及对右弟的宠爱 李世民看在眼里那是相当的满意 一切看似风平浪静 祥和无比 除夕夜里 长安城里是万家灯火 太极宫中的夜宴 世家大族 逢门小户也不例外 淮阳县伯府 自然也是张灯结彩 一家人击败过祖先之后 便围坐在一起 宴饮守岁 今年的人 自然比去年多了些了 谢义杜西军 郑丽丸小蛮 一家四人外 还多了一位五二娘子 第253集 五元庆和五元爽惹不起理智和协议 加之长安城里的一些传言 兄弟俩已经彻底遗忘了这个妹妹了 甚至引以为五家之池 反正是再无往来了 连年终岁尾 祭拜五师或一事 也不曾通知五二娘子 至于杨夫人 仍旧是留在 慧昌寺中 礼佛不出 偶尔会到大女儿贺兰家走动 但与二女儿是极少的来往 以至于五二娘子 女皇陛下 好似成为了五家的妻女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 留在了谢家 不过也好 总算是还有一个 安身立命的所在 谢家一直对她照顾有加 杜西军和郑丽丸 也是有心撮合 让她成为正经的姐妹 奈何 谢义一直没有这样的思想 所以只好暂时作罢了 不过 这并不妨碍 将她当作谢家人看待 作为一个外星人 年夜饭 仍旧有她的位置 谢义下意识地 规避其特殊的身份 权当是刘亲朋在家过年 是一个道理 不过 杜西军和郑丽丸 尤其是小蛮 可没拿五二娘子当外人 可谓是热情招待 完全当自家人看 就连府中的蒲丛 亦很有眼色地 将五二娘子 当作如夫人看待 总而言之 谢家的气氛 微微有那么点古怪 不过 除夕夜宴 手碎的气氛 没有受什么影响 没有春晚 也没什么歌舞 唯有一家人 坐在一起 是吃吃喝喝 谢义也少不得学习 并适应古人游戏 比如 六伯祺什么的 期间 还有的便是饮酒了 就这样 到后半夜的时候 便微微地 游戒未熏 因为清晨还要入太极公朝贺 加之冬夜寒冷 于是后 众人也便早早散了 谢义作为男主人 除夕新年之际 当然是要给 蒲丛家丁们一点福利了 所以亲自出面 发了些许的赏钱和韭菜 之后 才回到了内府中院 昏暗的灯光下 但见一个个楚楚美人 背向而立 发迹从起 一身天水壁的斗篷 更显魅力了 不是郑丽婉 又是谁呢 他这是迫不得已地 在等待自己了吗 谢义瞧在眼里 九亿与欲念一道涌起 当即就萌生出了恶作剧 顺道玩点新花样的心思 这悄悄地走上前去 美人毫不察觉 正好给了谢义可乘之机 靠近之时 一下子将美人 环腰拦住 两只手便是马不停蹄地 往风鸾之处进发 要害之处 更从后面紧紧地 处在了美人的臀骨处 只是 好像有哪里不对啊 这感觉与平日里 谢义心中 刚泛起些许疑问 一声低沉的惊呼声 便响了起来 楚楚美人转过脸来 贺人正是五二娘子 年轻的姑娘 显然是受惊了 不过总算还是有些许 为女皇的前置 颇为镇定 刚刚呼出惊呼 便看清楚谢义之后 硬生生地给忍住了 怎么是你啊 谢义表情善善 也相当地不好意思 怎么闹了个乌龙呢 斗篷明明是正理完的 发誓也一样 这夜里微弱的灯光下 认错人 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啊 只是对人家 黄花大闺女 如此的唐吐 实在是有些尴尬 五二娘子呢 更是仗红了脸 一时间竟有些 说不出话来 平日里 与谢义相处 那是彬彬有礼 但是今天 可全然不一样啊 零距离不说 她的两只手 还侵袭到自己的 甚至身后 这臀骨间 那个硬邦邦的玩意儿 五二娘子 本是打算 入宫为嫔妃的 那既要入宫 宫为之中 该如何侍候皇上 男女之间的那点事 杨夫人自然交得门清了 甚至还专门教授了 女儿不少 如何让男人舒坦 甚至魂不守舍的手段 只不过 后来阴差阳错 没能用在李世民 那个老男人身上 但相关内容 五二娘子 仍旧是记在心里的 事才是怎么回事 她可谓是一清二楚 身为一个女子 众人被一个男子 如此霸道地侵袭 难免有点害羞 难为情啊 至于生气 反正转过身 看到是介意之后 五二娘子心中 便没有那样的念头 只是张红了脸 难为情罢了 两位姐姐去给仆妇们 发赏去了 让我在此间等候 拿新衣给小蛮 天气冷 所以丽婉姐姐 把斗篷给了我 五二娘子低着头 断断续续地 将原因说来 原来如此啊 对不起啊 实在我以为是丽婉 所以 躺透了娘子 切莫见怪 没事 谢学士言重了 时候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小蛮的新衣 明日一早再来取 话音落地 素来英姿活泼的 五二娘子 便逃跑式地离开了 微留一阵相风 五二娘子 匆匆回到了西跨院 大概是除夕夜 过于兴奋的缘故 小蛮竟然尚未睡着 见到五二娘子 连忙问道 胡姐姐 我的新衣呢 嗯 先睡吧 明天一早再给你拿 五二娘子 微微有些结巴 连忙回应 哦 小蛮素来懂事 虽然微微失望 却也不曾闹脾气 很晚了 睡吧 嗯 小蛮点点头 突然看着走近 帮忙铺床的 五二娘子 疑惑她 胡姐姐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怎么了 啊 梅子吗 被戳破了窘境 五二娘子 越发有些脸红 真的吗 小蛮完全一副 打破砂锅 问到底的态度 当然是真的 天冷了 冻得通红 可是 你的脸 为什么这么烫 连耳根 都是烫的 小蛮是个 很认真诚实的孩子 连连逼问 让五二娘子 越发地审难为情 没什么 小蛮 睡吧 没办法 五二娘子 只好粗暴地 打断她的好奇心 大抵是因为 深夜太过困倦之故 小蛮渐渐睡意来袭 终于没有再问 而是沉沉睡去了 五二娘子 躺在床上 则是辗转反侧 久久无眠 刚才的情景 深深地硬刻在脑海中 挥之不屈 稍微闭上眼睛 仿佛要进入梦乡时 便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从脑海中生出了 那种被男人 环腰抱住的情景 以及身后腰骨间的 阳刚气息 不知不觉地 让她有些心旷荡漾 哪个少女不怀春呢 五二陛下也不例外 内宅中院这边 情形也很微妙 杜西军和郑丽婉 前去给仆妇们 发完了赏钱 回来的时候 恰巧见到了五二娘子 匆匆的身影 他们曾有呼喊 但五二娘子 似乎压根就没有听到 进入院中 再看到谢义 正徘徊在门口 表情善善 蓝星绘质的郑丽婉 顿时就意识到了什么 沉上道 三浪是财 把五二娘子怎么着了 啊 没怎么着啊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54集 谢义 微微得有点 做贼心虚的感觉 连毛否认 是吗 那五二娘子 何必红着脸匆匆离开 啊啊 谢义不知有诈 是以言辞为穷 哼 还不从事招来 还不是怪你啊 好好的何故将 斗光借给他啊 一直于灯光昏暗 任为夫 错变美人 然后 就唐突了 五二娘子的事吗 杜西军 也跟着脚化进来 小着质问 我不是有意的 那三浪 就没打算 将错就错吗 是啊 五二娘子 滋容不速 年轻貌美 别有风情 三浪若是财 将错就错 其实我们乐见其成 一定会 遇成好事的 还说呢 你们是唯恐 家家不乱是吗 没有 三浪且想想 五二娘子 连咱家的 除夕夜宴都参加了 不给人家个名分 合适吗 楚楚美人于身前 三浪 就一点也不动心吗 三浪啊 你就莫要再推辞了 前些日子 听狄夫人说了 五二娘子身段好 面相有福 命中子嗣欲望 你可莫要错过哦 这话似乎不是无稽之谈 女皇陛下前前后后 生有四男两女 确实子嗣望 只是 现在这般说辞 不合适啊 简直胡闹 新年第一天 你们便让为父这般出场 看我怎么教训你们 说话间 谢义伸手将两位夫人一起抱起 匆匆地进屋扔在炕上 现在想想 如何来安抚为父的怒火吧 灯烛摇曳 而后瞬间熄灭 房间里 响起两位夫人的惊呼 清晨不带天大亮 谢义从睡眸中醒来 看着两旁慵懒的美人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兴许是热炕太暖 紧被滑落 柔美的曲线和光滑的肌肤 在晨光里清晰可见 是那样的诱人 若非赶着去太极宫 向李二陛下朝贺新年 那指不定又是一场相风柔雨 奈何啊 这黄命难为 不得不拒绝诱惑 果断其身 谢义一动 两位夫人便醒了过来 然后相视一笑 穿上一件礼仪 事后丈夫穿衣歹观 悉数上朝 谢义呢 手上也不老实 又趁机占了点便宜 这才出门 匆匆前去太极宫上朝了 长安万年两见 还在同事 这天未亮便发动劳逸 清扫积雪 在朱雀大街上 清扫出一条 可供车马往来的道路 朱雀大街两旁的高官显贵 也得意从容出门 前往成天门 入太极宫 成天门前 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官员 有的脸上洋溢着新年的喜庆 有的则连连哈欠 揉着黑眼圈 和一旁朋友交谈 显然 昨晚守岁燕饮 少不得有些疲乏 那是肯定的 有的人 如果来了兴致 和老妻小妾 来恩爱一回 这会儿腰酸背痛 无精打采 倒也在情理之中啊 因为身体太差了 谢义 暗暗一笑 昨夜谢学士 也和两位夫人恩爱了许久 这会儿不是昂首挺胸 精神异议吗 谁让你们平日不锻炼呢 啊 谢义这边小得意的时候 见到两位老熟人 驸马都尉 陈楚亮作为清河公主的驸马 今年肯定是要入宫朝贺的 萧遥啊 这几番艳影都不见你踪影 听说是病了 可都打好了 陈楚亮笑着询问 谢义赶忙收起笑意 神情也是略黯然的 啊 已经好多了 在草原日久 风雪严寒 所以 嗯 也是 萧遥此去草原 确实劳累 好好休养也对 期末留下什么饼根啊 还好 休养些许日子 已经好多了 那就好 既然三郎身体 已经大好 下次 嗯 谢义无奈啊 这些世家子弟 还真是见讽插针啊 谢义很想问 陈楚亮 你这般胡闹 你爹和清河公主造吗 陈楚亮 仿佛看出了谢义的心思 笑着说 小瑶兄加油美眷 平康坊那种地方 自然没兴致 完全理解 是这样啊 赏元节的时候 在少林园 有马球比赛 长安城里的公子娘子们 都会前去 子郎 若有兴致 可以带上尊夫人 一道去吧 马球 是大唐很流行的一种运动 起初 推广的目的 大概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来训练骑兵 但后来 渐渐的成为了一种贵族们 格外喜欢的时尚运动 每年都会有很多的马球比赛 上云佳节 马球比赛倒也不错 只是这天寒地冻的 一群公子哥倒也罢了 娇妻美眷们 能受得了严寒吗 不过 陈楚亮是驸马 又是 陈之杰家的公子 那既然提起了邀请 也不好拒绝 所以 谢义 也便先应承下来 毕竟 必要的社交和应酬 还是要有的 在长安 岂能与大唐贵族圈子脱离呢 正要再寒暄几句呢 成天门打开了 百官当即停止喧闹 纷纷地踏入宫门 前去太极殿 向李二陛下 恭贺新年 贞观十四年一时 朝堂上百官 向皇帝陛下 恭贺新年之后 不可避免地 回归到了政务市场 这奏饼的消息 则是游戏游悠 《红炉寺》奏报 称北方两千里之外的北海边 有这流鬼国派使臣 前来长安朝贺 因为语言不通 先后通过回合 默赫两族 经过了三重翻译 才能正经地与大唐进行沟通 可谓是相当的不容易 李世民听闻 却相当的高兴 对于一个泱泱大国 一个皇帝而言 数千里外的国度 前来朝贺 乃是天大的喜事 这完全符合 所谓的万国来朝 乃是一个皇帝 足以自吹自擂 标柄史册的功绩 自然是龙颜大悦了 百官也跟着 是纷纷道贺 但堂下的谢意 却心中暗想 恐怕到时候 流鬼国猎户们 带上几只皮毛 说几句奉承话 大唐便会赐予重宝 那可是真金白银啊 这笔买卖 当真是划算 难怪大唐周边的小部主 总是喜欢来长安朝贡 感情是把大唐君臣当提款机了 偏生大唐君臣还都乐见其成 乐呵呵地给人家送钱 往后的历朝历歹 莫不是如此 宋朝指 由海湾商人 不远万里乘船前来 冒充使团 朝贺皇帝 为的就是得到赏赐 然后回国大发横财 明朝正和七下西洋 为什么搞不下去了 原因就是无休止的贡赐贸易 让富族的大明朝不堪重负 没办法 谁让中原王朝的皇帝们 向来是爱面子呢 李世民这会儿很高兴啊 但当兵部呈上了一则消息之后 李世民的脸色立即就变了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55集 兵部得到消息 高昌国王居文泰对大唐不满 意图控制丝绸之路 决断西域对中原的联系 称兵部朝 并与西图爵一起抢夺 衣武燕旗等地 说直白点 高昌国反了 自从张赛出使西域 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 后有班朝经略西域之后 这天山南北的广袤地域 便被中原王朝 视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虽说对西域的管理 和控制力并不强 诸国对大唐 也只是名义上的朝贡和臣服 但重视统一的国土的君王 绝不允许挑衅 开疆阔土是帝王功绩 丧权失地 则是千秋史册上的污点 李世民这样的皇帝 怎么可能容许 这样的情况出现 别说皇帝了 其他君臣也不会同意 强大的国力 给了大唐臣民 前所未有的自信心和荣誉感 大唐的威严 是绝对不容挑衅的 高昌国位于西域东端 居文泰派人封锁了丝绸之路 等于是切断了 大唐和西域诸国的联系 如果坐视不理 很快整个西域 就会从大唐名义上的版图上 给中分裂出去了 这可是重大的政治外交事件 而且丝绸之路切断 西边的商道贸易 就会让世家损失太多了 所以这是谁也不会容许的事情 所以朝堂之上是一片愤慨 一愤填膺之声 但是冷静下来之后 该如何应对 成为一个摆在众人面前的 棘手的问题了 按理说 反叛必须要讨伐 但反叛之地 差不多万里之遥 西域边陲 这中间还有茫茫的 浩海戈壁 劳师远征 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更何况是自然条件如此恶劣的地方 所以朝堂上诸位大臣都是格外的谨慎 没有任何一个人轻易地说出出兵讨伐几个字 争管十四年第一次朝会 朝堂上的气氛就有点凝重了 李世民的脸色不是大好 然后沉声地问道 朱卿以为此事该当如何 陛下 高昌菊文泰 胆大妄为 当初师讨伐制 首先表态的自然是一众武将了 陛下万万不可 高昌万里之遥 终有数千里戈壁荒漠 前寒二世将军李广丽 前车之舰游载 万万不可冲刀覆辙 于不郎中李道玉第一个出面反对 这样的局面完全在意料之中 必然是有人主战有人主和 当有人首先提出之后 对方立即有人复合 朝堂上顿时呈现出拉锯战的架势 主战的认为 高昌的做法有损大唐利益和颜面 必须讨伐教训 这点没错 国土神圣不可侵犯 这是从古至今都要坚持的原则 不可让步 只要大唐对西域有图谋控制之心 就绝对不该让步的 必须要教训高昌 否则这阳关以西 竟不会再有大唐的国徒 后面那些筷制人口的编赛师 大概也不会再出现了 这个损失那可就太大了 无论是谁都承担不起 再者 别人欺负上门 却毫无表示 未免显得主人太过懦弱 尤其是一众武将 有道是主辱臣死 大唐和皇帝陛下的容颜受辱 他们要是不能够带兵 帮皇帝陛下找回面子 维护国家利益 那可就真的是 颜面扫地了 武将得为自己的颜面 为自己的价值 为国家利益而战 所以他们必须主战 但主河的意见 并非没有道理 毕竟高昌距离 长安数千里之遥 这派兵讨伐 确实是劳实远征 尤其是中间 有戈壁沙漠 这通行的代价也太大了 尤其是运送粮草兵器 尤其是饮水 那都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尤其是大军的人数 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需要多少人保障后勤呢 反之如果派遣的兵力不多 如何应付西域凌乱的局面呢 更有一点 大家都不好直接说出口的问题 这出兵讨伐 打赢了都好 可万一打输了呢 那可就尴尬了 事情也将变得更为棘手 所以没有必胜的把握 还是不要打这等吃力不讨好的仗 毕竟高昌太过遥远 又是边陲之地 似乎并非绝对必不可少的 这高昌乱了 讨伐与否是个问题 太极殿上为此是争乱不休 主战士的 因为国家利益和皇帝的尊严 主和呢 是担心劳师远征 无功而返 反倒是情况更加糟糕 毕竟有前车之剑摆在那了 新年 汉武帝派二十将军李广丽 远征西域匈奴和大丸 甚少有成效 最终还因为密谋支持外甥 昌义王为储 遭汉武帝问罪而投降匈奴 自古以来 经略西域成功的 似乎只有班超一人 却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 这西域的西域 不比当时 更没有班超那样的精士之才 所以难哪 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朝堂上才争论不休 一直是没有个结果 李世民坐在玉座上 一直沉着脸 现在这不是他想要看到的局面 却又是必须经过的阶段 所以不得不皱着眉头听着 发言的人很多 但大都是轻量级人物 按照常理 重量级人物通常不轻易说话 喋喋不休的争吵 让人听着心烦 谢义站在后面 不免有点昏昏欲睡了 毕竟昨晚睡的时间不多 又与两位夫人是熬战许久 有点疲债 才所难免 反正这样的场合 与自己没什么关系 开战与否那是皇帝和宰相们 商讨决定的 其他人做不了主 果然争论不休之后 问题抛给了宰相们 左仆社房玄龄出版的 陛下 高昌作乱 乱我西域 礼当讨伐 只是毕竟高昌路远 万里之遥 终有沙漠戈壁 行军不易 所以此事 还需从长计议啊 从长计议 这可是千古推辞 最佳的借口啊 看似老成失众 那很有道理 但不等于没说吗 李世民没有表态 看了看 莫不作声的长孙无忌 最终将目光 落到了几个儿子身上 陈前 你以为高昌之事 当如何处置 李世民 甚少这样 直接在朝堂上 寻问太子 不而话一出口 顿时引起众人的注意 这话可不简单啊 父皇 儿臣以为 当出兵讨伐 李承前 没有太多思考的时间 但他紧急一点 一直以来 父皇和太府们的教导 都声称 君王有开疆阔土之责 亦有守土保业之责 国土沦丧 是任何一个帝王 都不能接受的 难以向天下交代的事情 所以 李承前从一开始 便笃定 父皇应该是赞同出兵的 否则 作为国之储君 那绝不能在朝堂上 留下软弱的印象 否则 太子之位 就更加的玄乎了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56集 李世民轻轻点头 选拥问他 当如何讨伐 这 这 李承前迟疑地说 诚如方向所言 高昌路远 行军艰难 具体讨伐 需要召集多位将军 一同参想 确定策略 从长计一样 嗯 李世民点了点头 不知可否 又抓神一旁 目光越过了 吴王李克 最终落到了 魏王李泰的身上 李泰 你以为呢 李世民只是轻轻一句询问 朝堂上诸多大臣心中 便掀起了轩然大波 皇帝陛下 这是释放了某种训号啊 讨伐叛乱之事 并不询问最鹦鹉 最懂武略的吴王 而是询问 以文才见长的魏王 这意味着什么呢 众人心里都下意识地 犯起了些许的念头 好像明白了什么 那边李承前嘴角微动 心情大概很是复杂 吴王李克 本人仍旧是一脸沉着 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 好像什么都与自己无关似的 魏王李泰心中 则是反弃了格外的激动 他是极聪慧之人 旁人能想到的 他自然能够想到了 如此军国大事 父皇问了太子 绕过了吴王李克 来问自己 意味已然是再明显不过了 一瞬间 李泰心里已经乐开了花了 但朝堂之上 必须要庄重 要稳重 李泰平稳心神 沉声道 陛下 儿臣以为应当讨伐高昌 却也得考虑路途遥远 艰险之势 那你说 该如何应对 回复皇 儿臣才疏学险 暂无妥善对策 儿臣以为 当询问兵部 曾经征熙的将领 以及近期对高昌人 有过接触之人 还是废话 但李泰的很巧妙地 将皮球踢给了别人 西征过的将领不少 比如之前 征讨土国昏 只是当时出兵的将领中 李道宗不在长安 但侯军吉在长安 军吉 讨伐高昌之事 你以为可行否 李世民的问题 不知不觉间地 便改变了方向 不是问征讨与否 而是问如何征讨 其中意味 死有变化 列部上出侯军吉 不得不回到老本行 出门呢 回陛下 如若确定征讨高昌 总有艰难险阻 也能成行 只是需要准备万全 付出极大毅力 可以到达 只是能够调动多少兵马 最终结果如何 臣无法预料 嗯 李世民点点头 旋即又问他 红卢寺 近期朝中可有谁人 与高昌人有过接触 回陛下 近来红卢寺 与高昌并无接触 红卢寺轻微微诺诺 想了半天才的 陛下 前不久 晋王府谢长使 曾出使薛颜驼 高昌使臣那时候 也在学颜驼 谢长使 兴许有所了解 谢义 玉座上的李世民 立即向下喊了一声 啊 陈在 正迷迷糊糊的谢义 猛然惊醒 仓皇出班 供认道 陛下有何吩咐 你觉得高昌之乱 该当如何应对 出兵讨伐 谢义想都没想 便给出了回答 使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呢 为何 陈在薛颜驼使 曾见过高昌使臣 与西图爵狼尾为奸 此番高昌之乱 想必背后 也有西图爵作怪 若不出兵讨伐 则惜予尽失意 那你以为 该当如何行事 由 侯军集三个字 险些出口 谢义猛然一惊 连忙陈寅道 陛下 陈以为 此事需要全盘考虑 首先 稳住薛颜驼 防止北边声势 然后 由红化公主 联络图骨混 联合出兵 讨伐高昌 当然了 高昌遥远 路途艰难 所以 必须要做完全的准备 需要时间很长 在此之前 或可派人前往高昌 身世居文泰 若能成功 则避免劳实远征 若无效用 也可迷惑高昌上下 为出兵争取时间 也好做到出其不易 攻其不败 貌似在主战 和主和的问题上 谢义是第一个 做出肯定的答复的 便给出 相对完整 对应职策的人 朝堂滚滚出宫 多少有点 佩服谢义的勇气 先前那些主战之人 大都是因为 涉及自身利益 或者是意气用事 发言的也都是那些 不那么要紧的角色 言辞 也都是比较宽反 转环的余力很大 大人们则完全是推脱之言 但谢义的说法 却如此的明确 如此的言之凿凿 多少有点另类 也有人觉得 谢义过于草率 宰相们都慎之又慎的大事 如此轻率 真的好吗 不过 李世民却很是满意 帝王与企业老板一样 他不希望员工 给出各种可行 不可行的说辞 他需要的是谋略 是策略 是执行的方案 仓皇之间 谢义的做法 让他非常满意 雷二陛下表情略微松动 然后问他 谢义 你以为出兵讨伐 胜算几成 大唐天威赫赫 大军制 则高昌乱平 这是史书上 写明白的事情 谢义自然不含糊了 想也不想便说出口了 心里顿时生出了 些许忐忑来 自己是个艺术啊 这蝴蝶效应已经出现了 这万一要是 胜败乃兵家常事 战场瞬息万变 就一定能 哎呀 所以他很谨慎地补充他 前提是必须要做好准备 另寻一名 骁勇将领 统帅兵马 你可有推荐的人选 谢义没想到 李世民会这么问 问得如此的直接 虽说明知道 侯军级最为合适 却万万不敢说出口 做臣子的 可以针对某个问题 给出方案策略 但涉及用人 尤其是和武将人选 有关之事 可万万不敢多嘴的 这此间 阅祖带袍 乃是围臣的大忌 更是取死之道 谢义心知肚明 连忙说道 啊 臣不知兵 此等大事 更不敢妄议了 请陛下胜财 嗯 李世民淡淡地应了一声 便不再说话了 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出兵讨伐高昌的事情 便定了下来 显然在领土问题上 李世民不会轻易地 有任何的让步的 只是先前有人反对 他为帝王 不好先明确表态罢了 此时则不同了 有侯军级和谢义 先后赞同 这余情则完全不同了 众臣也不得不默许 这个事情 但对出兵一事 仍旧是有些忐忑 毕竟数千里的劳实远征 还要穿过戈壁沙漠 天时地利人和 几乎没占到一样 想要成功 似乎有些困难 这万一战败了 领兵前去的那位将领 恐怕要担责问罪 此等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也不知道谁会成为 这个冤大头呢 再者了 便是这位年轻气盛 不知天高地厚的谢学士了 毕竟是他首先明确的建议 并给出了策略的人 到时候恐怕也难逃问责 至少 阎官们已经是记在心上了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57集 一时间 众人看谢义的眼神 也都比较古怪了 至于领兵出征的人选 一时间也难以确定 估计需要离二陛下和宰相 与一众老将们仔细的商议 才能有个结果 不过 谢义仍旧是看好侯军级 满朝上下 除了这位骁勇老将 谁能胜任这个艰巨的任务呢 此战必然会成就侯军级 但不出意外的 也正是此战 让他生出了焦总之心 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今日不过是讨论 高昌之乱的应对之策 但谢义有种感觉 这会是大唐处位之乱 最初的开端 李世民算是始作俑者吧 而自己也在其中推波助澜 最终的结果会怎样 谁能够准确料定 出征之事暂无定论 但谢义提出的 先派使臣前往高昌 深斥居文的建议被采纳了 群臣对此也是乐见其成 毕竟如果能够和平解决 那是最好不过了 劳师远征动刀动枪 实在是不值得 再者 先李后兵 一直是汉家王朝的一大原则 很不幸 那位最初赞成主和的 于不适中李道玉 摊上了这个苦差事 不得不领命 谢义总决 为李郎中看向自己的时候 这目光有那般不友好 大帝是在埋怨自己的提议吧 这只这能怪谁呢 如果不是他自己 最初是挑出来主和 那讲什么大道理 兴许这只最终 也不会落在他的身上 何况不就是走一遭高昌吗 虽说看似凶险 但有道是两国交兵破绽来时 居文泰应该不至于将他怎样 当然了 如果居文泰狠心地将他斩杀祭祈的话 大唐上下一定会义愤填膺 斗志昂扬地出兵讨伐高昌 最终的结果 无论是生是死 他李道玉都会得到大唐的奖励 区别只是到底会做功臣呢 还是劣势了 应该是前者吧 只要他活着回来 当侯军吉讨伐高昌成功 论功行赏 肯定不会少了他那一番 到那时 他是不是该向自己道歉 然后道谢呢 下朝的路上 谢义正如此的付费之时 无意间见魏王李泰正看向自己呢 眼神里暗示意味明显 好似是告诉谢义 今日能在朝堂之上露面出彩 是败我所赐 好像事实上也是这么回事了 但实际上他李泰最终能料到如此局面吗 这时候不过是想要和自己套近乎罢了 我倒不说 最近的日子里 李泰对自己的态度是完全变了 明显是有意拉拢 为此啊 可是没少费心思 但谢义呢 还是比较谨慎的 为了避免彻底得罪魏王府 没有直接完全拒绝 而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 毕竟他不想过早地牵扯到皇位的争夺当中 他有自己的考量和打算 不过显然其他人不是这么想的 今日李世民绕过魏王李克 对李泰的那一问 在朝臣们看来啊 是一种极为明显强烈的讯号 魏王殿下在皇帝陛下心中的分量不断的上升 在他们心里的价值和期望也上升了不少 是以下朝的时候有不少人围绕在魏王殿下身边 或交谈或是恭维 至少也要混个脸熟啊 一瘸一拐走在另一边的太子李承前 见到此情此景脸色别提有多阴沉了 在他看来 今日父皇的举动又是明着打压自己 抬举老死李泰呢 这可不知什么好现象 看看现在 有见风使舵的墙头草围在李泰身边巴结 好似已经将其视为未来的储君大唐天子一般 但他们都忘了自己才是太子呢 是未来大唐的主人 然而一想起下朝之时 父皇特意盯住李泰 昨日父皇要兴言康访魏王府 李承前的心里面不由自主有些发慌 越发的不安了 但没有人注意到朝会之后 长孙无忌悄然地进了承庆殿 往年的时候 作为娘家人 她前去给长孙皇后拜年 倒在请礼之中 但是如今呢 长孙皇后崩世已久 她入宫便只能是面见皇帝李世民的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 只是为拜年 这旧婿俩私下聊聊天吗 不急啊 朕找你过来 是说说出兵高昌的人选 李世民落座之后便开门前山直奔主题 长孙无忌在朝堂上没开口 但终究是逃不过这一劫 该说的还是得说 身为当朝司空 大事总是有个态度 长孙无忌请生他 陛下 已经下决心与高昌开战 要不然呢 李世民的一记反问彻底是说明了态度 高昌之乱却当讨伐之 只是此战得调动不少兵力呀 朕已经想过了 数千里之路要保证粮草 恐怕也就可以调动万余兵马 唉 兵力有限 所以率兵的将领就至关重要 颇为棘手 陛下可有初步人选 长孙无忌小声询问 大有反客为主的意思 滑头 你盘着指头算算 能担此重任的能有几个人 陛下这么一说倒真是 李继在并州恐怕走不开 江夏郡王在灵州 许得防备这血颜图 薛万彻年纪大了些 所以只有他了 还非得让朕先说出来 你与朕之间用得着如此藏着掖着 客套虚伪吗 啊 是 是 长孙无忌仍旧是唯唯诺诺 但到底是派何人出兵 他仍旧是只字不提 李世面倒也不是真生气了 然后悠悠地说 侯军即乃一届武将为人果敢 让他主持吏部又只是一时权宜之计 整翅吏志做得不错 但为此也没少得罪人 朕对不住他 按理说 该给他些许补偿的 但高昌是块硬骨头 可能除了侯军即 没有旁人能够担此重任 所以 少不得地委屈他了 陆国公乃我朝数一数二的武将 相比官场 军旅才真正适合他 想必他也愿意为陛下分忧 嗯 话虽如此 但还是得和军级好好说说 朕不想用一纸诏书押人 让大臣们心有怨对 陛下圣明 哼 朕听说 成前和清雀都给你送年礼了 啊 是 出皇子女孝顺都记得臣这个舅舅 不只是太子和魏王 晋王殿下 成阳 衡山 和晋阳三位公主 也有礼物相赠 陛下放心 呃 臣也准备了丰厚的压岁钱 哼 休要和朕绕弯子 给外什么压岁钱 那是你应该的 难道朕会担心你亏待了外什么 啊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二百五十八集 李世民粗媒大 至于外什么孝敬你也是应该的 不过智奴和公主们送的那点东西实在微薄 哪比的成千与清雀啊 李清仁义重 呃 外申们的心意无论轻重 臣都心满意足 得了 顾左右而言他有意思吗 陛下 手心手背都是肉 他们都是陛下的儿子 臣的外申 长孙无忌一咬牙 说出了一句 看似有些莫名其妙的回答 但李世民却等了 听到这个回答之后 是许久的沉默好半天之后 才说的 如果是平民之家 朕自然乐意一事同仁 奈何他们生在皇家 这万里江山 陛下 正因如此 才需格外慎重 朕心里有数 朱飞不得已 朕岂会给自己找麻烦 颜康坊 陛下是去定了 张孙无忌小心翼翼地试探询问 当然 朕去自己儿子家坐坐 有问题吗 好吧 陛下有空也去东宫坐坐吧 滑头 你能一碗水端平 这样最好不过 朕也就不用担心了 长孙无忌心头巨疹 李世明看似云淡风轻的一句话 他却听出了异样 皇帝陛下这是在暗示自己 至于暗示的内容 人老成经的长孙无忌自然明白了 李二陛下这是不让自己借助皇子们的争斗中去 尤其是东宫和魏王府 是为什么呢 怕自己这个做舅舅的为难 是担心自己偏帮了某个外甥 还是其他的什么缘故呢 反正长孙无忌自己心里清楚 泛起阵阵的惊涛骇浪 他不知道该高兴呢 还是该忧愁呢 如果只论自己 也许回家痛饮百杯 然后感激涕零 但是一想到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局面 长孙无忌心里便是一阵阵的不安 还是那句话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都是他长孙家的外甥 他很难想想 如果妹妹还活在世上 看到如今的局面 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屠呼奈何啊 谁让他们生在皇家呢 再者了 不管哪个皇子 都是皇帝陛下的亲生儿子 他都能狠下心来 旁人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是 臣 遵旨 长孙无忌公身一礼 向李世民做出了回答和承诺 李世民满意的点点头 不计啊 观音币不在了 有空让常乐多回宫看看 真太忙 年幼的弟妹还得麻烦他这个长姐 帮着多照料 长孙无忌听得明白 这又是一个暗示 重点在于年幼的弟妹几个字上 李成前和李太都已成年了 用不上是长乐观照 这意味着什么呢 心如明镜的长孙无忌当即点头 臣明白 回去之后会转告长乐公主知晓 嗯 你知会一下红炉寺 让他们派人前去土玉魂 商讨联合出兵之事 再派人知会李继和李道宗 防备着薛炎陀 避免疑难他们趁火打劫 高长之事 必须要尽快有个了断 谢义今日没有说 但我们都该明白 高长的身后是稀突绝人 如果这次不能遏制他们 还以颜色 往后他们会变本加厉的 是 臣 遵旨 嗯 办好之后便回府去吧 安心过了年再说 不管怎么着 也得十五以后才会有正经的动作 高昌之乱 进一步风起云涌的楚卫之争 顿时让长安城里是风头又紧张了不少 明明是正月里新年之际 却有种风声鹤唳的感觉 各府的走动也是越发的勤快了 但这其中长孙无忌却是个例外 年纪里哪都不拘 而是每日待在家里是寒一弄孙的共享天伦 完全是一副两耳不闻窗外式的态度 长孙司空的做法却让很多人都有些摸不准他到底在弄什么玄虚呢 大概有人想到他的确会有些为难 却不知他收到了李二陛下的暗示 也正是因为这等原因让很多明白人陷入了思考和担忧之中 比如房玄陵 身为大唐宰相十余宰 小儿子娶了高阳公主当的驸马 女儿嫁入了皇室成为了韩王妃 房家荣宠无几人可比 盛极一时 但有道是高处不胜寒 越是身居高位 反而越发的谨慎 甚至有些忐忑不安 一个在位十多年的宰相承载权柄的重臣 皇帝是完全信任没有丝毫猜忌吗 想想以前历朝历代宰相们的下场 比如汉朝 汉武帝刘彻在位几十年 光是宰相就换了十三个 有哪一个在职的时候有自己这般长呢 别看着现在是荣宠万丈 真的是万全高枕无忧吗 房玄龄自己心中多有忐忑 一直有些许的隐忧 今日在朝堂上不敢有确切的论断 大概也有这方面的缘故吧 但越是如此 他越发惶惶 尤其是看到皇帝恩宠魏王李太的情形之后 房玄龄就更有避开的意思了 现在很多人都在站队 但他不想站队 身居宰相之位 想要超然于世外恐怕很难 何况自己的二儿子房一爱还是驸马 与两位舅兄都有联系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房玄龄觉得 也许自己该换个位置了 一直不挪窝的宰相 要是没点自知之明 是很可怕的事情 也许这个宰相不该再当下去了 见微之助 身居高位的人 总是能够率先地修到异样 避免风险或抓住机会 但有时候也容易弃人忧天 谢义就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他虽非身处高位 但比任何人都高屋见灵 看得最为明白了 更要紧的是 还掌握着一张王牌 几乎立于不败之地 何必担忧呢 既然是过年 那就好好地待在家里 享受新年之乐 何必因为诸多不必要之事 闹得不安生呢 自打圆日的朝会之后 谢义便回家了 为了避嫌 给相熟的各府 只是送去了年节的礼物 但本人并未是亲自登门拜访 今年情况特殊 想必那些个老国公也不会建议的 也许他们现在也想无人登门 最好是闭门谢客 反正谢义是打定了主意 上元节马球比赛之前 哪都不会去 乖乖地待在家府上便是了 出兵高昌之事和自己无关 这处位之争更不想参与其中 现在最想的就是乐得清贤 不过出使薛颜图之后 论功行赏迟迟没有着落 这最迟上元节之后也会有安排的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59集 这只主熟的鸭子飞不了 所以谢义成为长安城里为数不多的 格外淡定之人 每天不是围炉赏雪 就是玩什么六伯起义 除了晚上与两位夫人恩爱缠绵 有点情趣之外 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此来想去 谢义决定自己捣过点玩意儿 画好了图样交给路通 不出两日 一副枕心的麻将便送到了淮阳县伯府了 这年淘儿自然是没有塑料的 但谢义吩咐的大小 路通竟然找到了足够多的和田玉 精雕细琢而成的 谢义看到的时候大为惊讶 不过是做个居家游戏的玩意儿 如此奢侈是不是有点过了 这么多的和田玉那得值多少钱呢 若是整块不切割 加之打磨雕琢 制作成为其他的器物 那价值更是不可估量啊 现在变成了麻将 不免有点抱天天物的感觉啊 为此谢义很想批评路通 这也忒奢侈了 不过路通却不以为然 不过是些许玉石罢了 那是数月之前 从一个西域湖商手中买来的 那会儿高肠之乱尚未出现 丝绸商路不曾断绝 价格不算很贵 眼下西边商路断绝 或许可以卖上个好价钱 但自家阿郎享受才最为重要 安乙轩生意红火 不少一半块玉石 让阿郎和夫人们用得顺手 置地上乘才是关键 其他的不重要 好吧 孝心可嘉呀 下面人都这么说了 谢义自然只能孝纳了 不就是点钱财吗 这谢家缺吗 作为一个败家子 就该有败家子的做派 何田玉的麻将 让后世要秒杀多少诸神呢 只是材质珍贵 来个自摸啥的 这轻易是不敢拍桌子 万一拍碎了 那可就悲剧了 谁曾想 这路通很贴心地送上了些许备料 声称如有碎裂可以保证 同材质尽快地雕刻补上 有仆贴心至此 那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只是麻将得四个人玩 现在上缺一席 早知道应该做点扑克了 玩斗地主 只是那玩不好找 现在的造纸水平到底是差的多了 事实证明谢义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整理完直接将五二娘子拉了过来 如此四个人正是好 谢义见到五二娘子 难免有点小尴尬 五二娘子呢 同样如此 最初的时候 甚至都不好意思抬头 杜质君和郑丽丸 不仅不想办法 还有意地凑热闹 想让事态恶化 奈何谢义坚持 就是不让他们得逞 所以两位夫人也没什么好说的 只好乖乖地跟着谢义学打麻将 规则很简单 三个聪明女人很快就学了个七七八八 尤其是发觉齐乐远超六伯齐之后 顿时便来了兴趣 越学越精 不过数日 三个女子已成的是麻坛高手了 尤其是五二娘子 脑子聪明善于计算 更要紧的是运琴逆天哪 时常让谢义是自愧不如 整个新年里 三人究竟是着了民一样 对玩麻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本来大早上的 谢义还打算在炕上多腻歪一会儿呢 却被杜西军和蒸礼碗早早拉上了麻将桌 也不知道真是兴趣浓厚呢 还是不安好心呢 过了上元节 我是要上朝的 没人陪你们玩了 那可怎么办啊 那还不简单 再找个人呗 最好啊 是你再娶一个回来 听到这话 谢义险些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还是自己亲媳妇吗 哪有媳妇这样怂恿自己丈夫那妻的呢 他们就不吃味不难过吗 看看封建思想多害人 已经将女子的内心毒害成什么样子了 不过更要紧的 还是自家两位夫人的个人态度 不是你们也忒胆大抱天了 谢义顺手将两位将要起身的夫人拉回来 两只手一左一右的打屁股以示成见 三郎 我们可是为你好 开了年万一殿下又给你派什么新差事 又去别处公干 所以趁着你在长安的时候 今早有个孩子 也好让大家安心 我就不说了 你得为李婉妹妹着想 你们成亲小半年了 她的肚子还没动紧 难免被人说长道短 什么小半年 我不是有三个月没在家吗 太折了 咱家的事情别人管得着吗 何必听那些成舌妇乱叫舌根呢 话虽如此 但若不能尽早地为谢家天上一男伴女 李婉总是心中有愧的 郑李婉神情略微黯然 似乎很是愧疚 着什么急啊 时候还没到罢了 瞬即自然就好了 何必非要再寻个女人呢 把你夫人当什么人了 倘若真是旁的女人 先替我生下孩子 对你有什么好的 谢义的一句反问 让郑李婉有些愈塞了 这话说的不错啊 她见谢家并非正妻 若不能生下长子 将来这身份 弄了半天 她都是在为自己着想啊 郑李婉一下子软在谢义身边 脸上尽是感动 三郎疼我固然是好 但因此耽误了谢家香火延续 那可就是大大的罪过了 无论哪位姐妹先为三郎诞下孩儿 总是好的 何况你再娶个姐妹回来 便可以直接在炕上打麻将 可以省去穿衣起身的麻烦 你真以为诱惑自己丈夫真的好吗 说了不用付钱 直接惩罚是吗 那就先从你开始吧 看你还敢不敢乱说 郑李婉本意是诱惑谢义赞同 不想效果太过直接了 谢义微微沉怒 一下子将郑李婉拽到窗上 翻身上去 开始了谢氏的惩罚之罚 室内顿时又是一阵惊呼响 和稀稀疏疏的声音 杜希金见此状况 无奈一笑 转身出门去准备早食了 许久之后 所有的声音归于平静 谢义侧脸看着身旁秀发凌乱 满脸翡红的郑李婉问道 现在知道听话了吗 刚才有点粗暴 是我不好 不过我算过日子了 这几日你容易受孕些 谢义坚信刺事多了 中奖概率肯定能告解的 三郎 我 郑李婉将头埋在谢义怀中 不知道该说什么 脸上没有任何的不悦 反而还有些许的欣慰和期许 你呢可以去找孙神仙 看着滋补药物 调理身体 一半年为妻 定要你啊 为我怀上诊子 在此期间啊 不许再胡说了 三郎 谢谢你为我打算 但是 没有但知 你不觉得 现在这等日子逍遥吗 往后有的孩子啊 你的心还能全在我身上啊 我可不想和儿女争闯 胡说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60集 见谢义表情与语气变化 又开始有些不正经 郑李婉微露春色粉拳连连打在谢义身上 哎 大胆 肩队为父动少 必须惩罚 谢义呼耻一声 房间里又起惊呼 不过这次多了些许的笑声 三郎 莫要 细菌姐和我儿娘子 在等着打麻将呢 郑李婉不断地想要推辞 奈何谢义压根听不进去啊 没事 让他们等着 日上三甘 从内院而出 早是已经变成了午餐了 郑李婉走路之时 步履微乱 腰筋微酸 估计啊 是有些过于劳累了 但匪红依旧的俏脸 却是娇艳欲低 满是幸福 也正是因此 见到杜西军 尤其是五二娘子时 表情略微有些不自然 有点小尴尬了 好在杜西军急忙帮着打圆场 麻将桌本来已经吃好了 各级尚未开战 白杨县伯府便来了位客人 这段时间 谢家虽说没有明确地 宣称闭门谢客 但暗示出去的信息是这样的 所以 除了前来送礼节的 也的确是没有客人登门 但是今天却有例外 来的客人 谢义微微惊讶 杜西军和郑立晚更是惊讶 前来拜访的客人 竟然是江夏郡王府的 金城郡主李安宁 从灵州回来的时候 同行路上 小郡主曾经提出 有空来附上做客 当时谢义以为只是客的话 却不想小郡主说到做到 真的上门了 堂堂王府郡主 到一个县伯府拜访 本就少见 更何况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男女有别 一个青年才俊 一个尚未出格的王府郡主 公然往来似乎有些不妥啊 但素来豪爽的李安宁似乎不在乎 直接登门了 不过打出了名义 却是拜访谢夫人郑丽丸 数年之前她与郑丽丸见过面的 但郑丽丸显然不这么想 虽说和小郡主见过面 但那是在一个 长安贵族子女的聚会上 也仅仅是一面之缘罢了 根本谈不上交情啊 如此情形下 小郡主登门做客 宠着谁来的似乎显而易见了 三郎 说说呗 什么情况 两位夫人顿时是逼问的态度 就连五二娘子都瞪大了眼睛 似乎内心八卦之火熊熊燃烧 谢夜苦笑的 不过是在灵州见过几面 一起返回长安罢了 哼 就这么简单啊 莫不是千里共行 暗生情愫 说什么呢 人家是王府郡主 这皇家贵女 万万不可乱说 误了人家的亲名啊 是吗 两位夫人显然是一副不相信的表情 谢夜把心一横 哎呀 其实你不知道 江夏郡王府的世子 当初对你有意 可惜没胆子说出来 结果我把你取回家了 他嫉妒得要死 在灵州时啊 他没少给我脸子 所以呢 你和这位金城郡主 算是有缘范 差点成了姑嫂呢 是吗 郑丽婉还是一副不相信的表情 说把不理会谢夜 直接去前面迎接客人去了 毕竟小郡主名义上是来拜访郑丽婉的 身为主人 亲迎贵客那是必须的礼节 李安宁来了 笑眼如花 进门之后 只是和谢夜礼貌的打个招呼 然后便和郑丽婉杜西军一起聊了起来 貌似和五二娘子也是一见如故 更离谱的是 四个女人有说有笑之后 竟然玩起了麻将啊 玩的是不亦乐乎 根本没有谢夜什么事 如此情势下 这谢雪是完全成为了孤家寡人 毫不寂寞啊 看着四个美女坐在廊下玩麻将不亦乐乎的情景 谢夜好色看到了一幅很熟悉的画面 那部经典的电影里 唐伯虎看着八个老婆打麻将时无奈的情景 那不就是如此吗 谢夜有种感觉啊 自己不该捣鼓出麻将来的 这完全是给自己找不通快啊 要是再娶两个女子回来 往后还不得独售空房啊 不行不行 要娶的多娶几个 五六个七八九个那都是可以的 但绝对不能是四个或者八个 谢夜安然伤神的时候 渡西军和郑丽婉正有意无意地打量着李安宁的 小郡主英姿萨爽脾气却不见泼辣 颇为随和 与众人相处很好 虽说只和谢夜打了一个招呼 但看两人的神情那是相当的熟悉啊 在灵州便是旧相识了 一路回长安千里共行 这少年男女生出点情愫也不奇怪 渡西军和郑丽婉都相信自家夫君有这个魅力 当然了他们现在也相信谢夜的定力 初始薛颜驼的路上不仅没有勾搭牧羊女 连王府千金都视若无毒了 那还真是言而有信了 他们相信如果谢夜用点心思 那说不定小郡主早就沦陷了 也好啊 李安宁可是江夏郡王府的郡主啊 要是嫁入谢家 谢夜成为江夏王府的成龙快婿 那王后 江夏郡王李道宗如今在朝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如果谁有这样一位岳父毫无疑问 必然是虔诚似锦 说起来谢夜是有这个资格的 这陈骏谢氏子弟出身自然是够了 年纪不到二十岁已经是伯爵 官居洪文馆徐氏 晋王府常使可谓是前途不可限量啊 完全是配得上小郡主的 说句不好听的 坐驸马都绰绰有余了 要不然放眼看看 如今诸位驸马哪一个不是靠着老爹的公军 哪一个不是世家豪贵家的公子哥呢 又有哪一个能比得上谢义呢 听说在灵州的时候 江夏郡王对谢义感觉不错 还亲自率兵前去边境营救 也许应该很乐意有这样一个女婿吧 最重要的是 郑立晚当初的决定很是英明啊 谢家如今没有嫡妻 正妻虚伪以待 也许小郡主是个很合适的人选也说不定 大概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杜西军和郑立晚和李安宁的态度相当的特别 对于小郡主的性格更是相当的满意 期间对谢义更是有多个暗制 谢义呢完全看在眼里 但有意是视而不见 两位夫人真是越发的不靠谱了 不知道这宗室女身份特别 婚事非等闲之人 不能插手吗 看来先前的惩罚还不够啊 等晚上还要更为严厉的惩罚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61集 淮阳县伯府四美同聚之时 东宫之中李承前却忙碌而惆怅 惆怅自然是来源于 元日朝堂上父皇李世民那个故意的举动 元日朝会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抬举李泰 将李泰提高到与储君几乎并列的地步 这是要干什么呢 而且当众宣称正月里会去严康访魏王府寻信 虽说当爹的去儿子家里做做很正常 这没错 但天子之家不同于寻常百姓家 一举一动是备受关注 他都会被解读出不同的意味来 此举这朝臣们会怎么看呢 这天下人会怎么看 如果说父皇一视同仁倒也罢了 可自从去年皇孙李相的满月宴之后 这父皇就没有再踏入东宫一次了 大过年的不来东宫 却去魏王府 此举让外人怎么想呢 父皇偏心啊 里程前甚至也有这种感觉 父亲是在故意的羞辱和打压自己 可这为什么呢 他很想当面的向父亲问个清楚 但还是很遗憾呢 他没有冲进成庆殿的胆量 他知道父皇近来对自己很是不满 但自己究竟是做错了什么呢 不就是些许微小的过错吗 有必要如此小题大做 如此苛刻吗 谁人不犯错 有错能改不就行吗 里程前真的觉得自己很冤呢 心中更有一种愤慨 在他的心里毫无疑问 父亲是偏心的 这偏腾老四李太 身为长子 他不介意父母在生活上偏爱年幼的孩子 比如近王李志和近阳公主那样 但对李太的偏爱有些过分了 最重要的是 结果已经严重威胁 并伤害到自己的利益和安全了 因为疼爱某个孩子而伤害另外的孩子 这样真的好吗 不知不觉间 里程前心中生出了些许的怨对了 而且是愈发的浓重 但越是这种时候 越是需要自保 自我谋划 他太清楚如果失去了太子之位 对自己是意味着什么 史书上那些废太子 有哪一个有过好下场啊 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所以啊 无论如何 都要尽心地保住自己的储君之位 此时此刻 李成前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他急切地希望拥有强大的实力 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安全自保 尤其是这几日 前去魏王府拜访的人是络绎不绝 李太的威望和人气 可谓是空前高涨 除此之外 魏王府还有文学馆 聚集了一大批人编撞扩地制 原本只是一些书上 这附庸风雅之人 但现在呢 却是实力和人气的象征啊 更要紧的是 李太正是借着文学馆招募的名义 公开招募人才 看似只是一个个普通的书生世子 但指不定那是哪家世家大族的子弟呢 或者是门生孤立呢 实际上是在以一种相对隐秘的方式 来支持李太 结成党羽 尽管事实如此 但有文学馆 这个父皇李世民允许的幌子下 这些便合情合理 李成前根本奈何不得 不过几日的时间 魏王府的声望和实力 便高涨了许多 这让李成前是格外的担忧 什么都不做 显然是不行了 本来想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的 但现在的感觉是 不动就等于是坐以待毙混吃等死了 他不是这种人 他不希望有朝一日 人为刀族我为鱼肉 所以他决定干点什么 何干乘机进门的时候 喝着小酒的李成前 已经等候许久了 殿下 打听到了吗 回殿下 打听到了 如无意外 率军前往高昌平乱的 应该是侯军级无疑 果然是他 李成前 嘴角拂过了一次冷笑说他 掰着指头算算 满朝上下除了军侯级 还有何人有这个资格 有这个能耐啊 是 太子殿下所言极是 高昌万里之遥 瓦刚出身的那些人 年纪大的 能力也不够 肯定是不行 除此之外 也就李继 江夏郡王 李道宗 和侯军级等三人 江夏郡王乃是宗室 身份贵重 陛下肯定不会让他冒险 自打李敬归隐之后 李继便是驻国战将 对付一个小小的高昌 实在有些大才小用 轻易不会动 唯独侯军级 嗯 军侯极致两年 并未得到父皇重用 此番担任吏部尚书也不得志 反而得罪不少人 接下来 有的半苦差事 真是可怜啊 殿下 您打算如何行事呢 谁出兵自然不是我们说了算 父皇只要开口 军侯极便拒绝不得 恐怕也不会拒绝 高昌万里之遥 吸出阳关之后便禁止沙漠戈壁 行军不易 而且 还是劳实远征 如果战败不足为奇 如果战胜 则是一段佳话 一桩天大的功劳啊 确实如此 如果此战获胜 侯军级必然功勋卓助 在朝中地位将会大为提高 只是战事讲究天时地理人和 侯军级能否获胜 当之难说 恐怕啊 所以 我们得惊人事 让军侯级听天命 请殿下明示 镜上天花固然是好 但甚少有意义 但是雪中送炭就不通了 恩情会让人长寂不忘 甚至敏感无内 军侯级出征相当艰难 价值之前整顿力指得罪了不少人 恐怕没几个人支持他 这时候 我们该做点事了 吩咐下去 在户部 公部 兵部 龙幼河西等地 安插我们的人马 尽可能保障军侯级所部的粮草供应 军械需求 以及来往道路和消息传递 总而言之 尽可能地帮军侯级提供便利 帮助军侯级取得胜利 殿下这是要 于公 姑是帮助大唐平乱 于司 军侯级凯旋而归时 难道不应该谢姑吗 殿下高见 殿下一片攻心 让旁人公结不得 我们还能趁此机会安插自己人 只要战胜 他们都是有功之人 肯定能论功行上 嗯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老四在府上聚集一帮笔杆子 磨嘴皮子还行 但是 将来哪比得上真刀真枪有用啊 先让老四跳台吧 看他能怎么样 不过 你得盯着他 万一他要是有类似举动 那可就得小心了 是 臣会注意的 眼下魏王得以忘形 恐怕想不到这么多 殿下提前布局 已经起高一招了 可不是吗 多亏那日杜河他们提醒我 殿下 如果是这样 恐怕只有一个侯军级还不够 或者说 不止是军中 朝臣 宗室和地方上 殿下也该想些办法 有所布置 何干成绩小声的提醒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62集 你说得有道理 宗室这边 姑那些皇叔们就不要想了 除了李元昌 其他年纪比姑还小 哪有什么势力啊 至于姑的兄弟姐妹 老三老四 素来布与我亲近 智奴他太小了 常乐还有长孙冲 倒是堪为毕竹 但是现在 似乎都有一躲着骨 殿下不止这些兄弟啊 你是说 李承前 顿时眼前一亮 来了兴趣了 齐王啊 不低 没错 除了胡王 如今殿下 旧封的兄弟里 只有齐王了 他在齐州有军政大权 还有兵马 又是亲王身份 身份非同小可 再者 齐王因为生母殷妃的缘故 注定和皇位无缘 而且其他兄弟和大臣 多少也有些轻视他 如果殿下这时候 递出去一根橄榄枝 以长兄身份 关怀齐王 互为毕竹 不知很好吗 哼 有些道理 李幽小时候没少受李太欺负 顾对他 则是多有维护 想必他还记得这份情 无论是知恩图报 还是为将来打算 齐王都会对殿下归心的 你确定 殿下问问便知人 齐王难得回到长安 临走之前肯定会前来东宫 向太子殿下辞行 到时候 您和齐王殿下好好谈谈 说的没错 有个兄弟在齐州遥乡呼应 总归是好的 李承前对此是深以为然的 如今他怕的就是行丹影之 很希望多谢必助 尤其是近亲之人不免夸赞他 何干 你有心了 很好 太子殿下谬赞 臣是东宫蜀官 为殿下着想 亦不容辞 何干成姬当即俯身见礼 大有肝脑徒弟誓死效忠的济世感 嗯 好了 先回去休息吧 姑 太子殿下 您许久没去看过太子妃呢 嗯 姑这些日子数繁忙 太子妃还要照料向儿 颇为辛苦 姑就不去打扰了 这个借口已经很长时间使用了很多次了 自打儿子出生之后一直用这个理由为借口 殿下 恕臣冒昧 你有空还是多去看看吧 皇家重视子嗣 如果太子妃再诞下一位皇孙 陛下定会高兴的 何干成姬感觉冒了很大的风险 提出一个建议 李承前点点头 但表情善善许久才到 今天还是算了 姑想看看歌舞 去太常寺看 免得又被那帮人揪住不放了 太常寺与大理寺 光禄寺 太普寺和鸿鲁寺 并称五寺 乃是大唐掌管李乐的衙门 平日里主要是做一些乐曲的收集 比如西域的龟姿乐 高丽乐之类的 配合国子间做一些李乐教化推广 最直接的作用便是编排乐舞 在祭祀和宫廷宴会上表演 比如秦王破阵乐什么的 平日里少不得忙忙碌碌的编排歌舞 各种演出 年纪里少不得在宫里还有各王府 甚至权贵之家表演 虽说如今仍旧在年纪里 但太常寺却难得的闲了下来 除了除了除夕夜在太极宫的皇室家宴上表演过之外 并无其他的王府宣召表演 也是 建于今年情况特殊 长安权贵来往商讨的都是机密大事 可以有酒 但不便有歌舞技在场 所以太常寺上下难得能够闲下来 颇为的轻松 甚至还可以趁机一起吃点酒水过个好年 但他们没想到 太子殿下却突然到了太常寺 声称是来欣赏乐舞的 按理说东宫是可以传招乐师歌舞技前去表演的 但因为里程前多次被人说是贪看歌舞纵情声色 估计现在是不敢再来随意的传招了 但偶尔来太常寺欣赏歌舞则再正常不过了 尤其是年纪时分 如果谁再拿此事攻坚太子殿下 那可就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 太子殿下驾到太常寺上下顿时有些慌乱了 虽说如今朝中各种风言风语 但里程前仍旧是稳居东宫啊 那便是大唐的太子 不是他们这些小人物能够得罪的 所以态度自然是相当的恭敬了 太子殿下 您要欣赏何种乐舞呢 管事的建立之后 恭恭敬敬地询问 随意吧 年节里图个喜经便是 里程前表现得很是大度随意 他只是不想待在东宫里 不想去见太子妃苏氏 也不愿意想起那些烦恼的事情 只是想静静地看会歌舞 全当是休息一会儿了 当然了 也是想要趁此机会 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 那便是太子殿下并不忧虑当前的行事 还在悠闲地看歌舞 也好争一争当前长安城里的不良风气 让那些许的蠢蠢欲动的小人们 有点自知之明 也给某些人吃喝定心丸 太子殿下既然这么说了 这太长寺上下自然是乐见其成 当即开始准备 演奏立即开始成上 有许多的歌女余观而出 跳起了柔美动人的舞姿 据说这是最新编排的江南舞蹈 以清零优雅著称 毕竟是年日里私下观看 而非朝中宴会上的那种庄重气氛 不需要秦王破阵月那种豪迈的舞姿 如今的清歌漫舞 自然是最为合适的了 一个个舞女表现得很是认真 跳得非常卖力 一来是太子殿下当前 她们不敢有所失误唯恐获罪 二来能进入太长寺 御前现舞的一般都是 资荣交好的年轻女子 搔手弄姿那还是有些魅力的 万一被太子殿下看中 从此可就是一步登天了 如此千载难逢的良机 她们自然是格外珍惜格外的卖力 只是太子李承前的性质似乎并不高 对女人和舞蹈的性质不高 她看似有些敷衍的目光 穿梭在舞技之中 毫无焦点 直到不经意间看到一个白白净净的面孔 那是一名乐师正在拨动琴弦 那是个男人 但面容却是男生女相 而且生的白白净净 那张脸比那些滋容不差的歌舞剂都要美 更为惊艳 让人是眼前一亮 如果换上女装 绝对能够看成是惊世绝艳的出尘女子 会让无数登途浪子竞相追随 然后使出各种手段将其弄上踏去 只可惜啊 此人是个男人 尽管妩媚生姿楚楚动人 却让不少的登途子们望而却步 不过李承前却喜欢 一下子便迷住了 尤其是看到那乐师修长的手指拨动琴弦 还有那安静的宛如秋水的眼神 世间竟有如此惊世绝艳的男子 实在是 一下子李承前便被迷住了 此子可比那些残缺不全 长相一般的小内侍强多了 如果 倾客之间 太子殿下心中便燃起了些许火焰 从此再也不能熄灭了 听众朋友 本集一步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63集 一场歌舞 李承前的目光看似一直盯着舞女 但更多时候 目光却落在了歌舞季之后的乐师身上 惊求不动 歌舞表演结束了 李承前满面含笑很是满意 也很爽快的给所有人发赏钱 然后不经意的问起了太长寺的管师 问起了那名弹琴的绝美乐师 回太子殿下 那名乐师名叫称心 是前不久太长寺招募到的乐师 潜意甚高 嗯 确实 太子妃擅长弹琴 此人琴声游在太子妃之上 啊 殿下谬赞了 称心秦义虽高 但其敢与太子妃相比 不敢当 管师心中有些小激动啊 却颤颤巍巍的连城不敢当 其一乐师当实事求是 这位乐师确实更好一些 若这样 可否让她平素长去东宫啊 有机会可以让她与太子妃切磋参想 另外 琴声讨也兴起 平素里可给姑还有诸位太夫演奏啊 是 是 谨遵太子殿下吩咐 管师顿时连连点头称是 太子的吩咐他自然是不敢拒绝的 与此同时 心中则生出了无限的羡慕 趁心的运气真是好啊 在太长寺当乐师 比外面的灵人自然是高贵些 但说到底 终究只是个乐师 有口饭吃有个体面的生活罢了 谁曾想 竟然有这个运气 竟然被太子殿下看中 在太长寺当个乐师 和在东宫弹琴 那可是大大的不同啊 太子乃国之储臣 将来一旦继位 那趁心的前程便更加的不可限量 这真是祖坟冒清烟的大好事啊 官家满心羡慕 丝毫没有怀疑太子殿下的初衷 王府贵族之家 处养一个秦师乐公 歌舞纪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太子贵为储君 自然也有这个权利 何况太子殿下此举 也有关怀太子妃 以及诸位太傅之心呢 就这样 那个叫做趁心的乐师被带入了东宫 他本人有些忐忑 有些意外 有些惊喜 李承前也是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这趟太长寺之行很是不错 甚至还有些意外之喜 嗯很好 大约在李承前带着趁心回东宫的同时 惊喜万分的刘轩也匆匆地回到了魏王府 当此之时魏王李太刚刚送走了今天的最后一批客人 年级里魏王府的客人是当真的不少 可谓是宾客迎门络绎不绝 当然了相熟之人打着给魏王殿下拜年的旗号 关系稍微疏远些的则是以参加文会等由头登门的 宾客的数量正是名望和实力的象征 也是人心所向的一种表现 说明现在长安城里有太多人看好了魏王殿下 这是李太希望看到的 并且让他格外满足的地方 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谋夺储君之位 是个需要此消彼长的过程 自己这边实力增长的时候 东宫太子那边需要不断的消耗下降才是 整个正月 东宫门可罗雀便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消息 为此李太高兴了很久 没想到此时此刻刘勋又给他带来一个好消息 殿下 太子入太常寺去看歌舞来 果真 你是如何办到的 殿下 属下什么都没做 说起来完全是意外之喜 属下原以为这回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需要择机而行 却不想竟如此容易 根本不用费吹灰之力 简直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今日太子殿下 也许是为了拍显心中苦慢 竟然自己去了太常寺看歌舞 一切便水到渠成 那称心 是如何安排到太子身边呢 李太也是欣赏美少啊 本来颇为棘手的布置 不想完成的如此容易 是以李太不禁有种有如神猪的感觉 当此之时 对自信心那是极大的充实了 也没有安排 趁心情义高超 这绝对毫无疑问 入太常寺之后便颇得管事看重 重要场合下都会让他前去演奏 今日太子驾临 太常寺自然格外卖力 趁心出场演奏也在情理之中不足为期 没想到的是 太子殿下竟一眼便相中了趁心 并要求将其带回东宫 虽说名义上带回去和太子妃切磋秦义 但实际上 由此可见 先前的传言果然不假 本王这位大哥还真是啊 我很好奇 那称心讨敌美艳到何种程度 竟然太子一眼生出非分之想 李太微微摇头 甘笑着两声也不知是什么心态 那趁心男生女相 自小便被人说错生为男儿身 虽非女子 但唇红齿白 滋容俏丽 楚楚动人 比那些所谓的女子美艳不知己许 换上女妆 堪称风姿卓月 倾国倾城 男儿身使人 则是那些龙阳之好的男人们最喜欢的有物 殿下莫要惊讶 龙阳断秀古来有之不足为奇 也是 不过终究有为人伦没得让人恶心 正因如此将来消息爆出来才会有轰动 不知殿下打算何时将这消息散出去 不着急 现在肯定是太早了 即便没有太子妃这块挡箭牌 单单是太子寻了一位秦师 便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传出去又能如何 再者 出入东宫 太子未必会有亲力举动 如今权当不知 随他便是 等到将来 太子对其宠爱被制之时 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只是包不住火的 总会有风吹草动 然后父皇知晓甚至满城风雨 整件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殿下说的是 高明 便依殿下所言 不过属下会悄悄关注了东宫 这步棋放在那里 在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派上大用场 嗯 李太点点头旋即问道 你确定了成心能顺太子之意 若他本身是个刚强男儿 恐怕这未必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64集 殿下放心 那趁心娇若四花 恐怕内心里早已将自己当成是女人呢 再者 太子宠爱 他一个小小的乐师 焉感不从 确实啊 能得太子宠幸 恐怕是不少人梦寐以求之事 哪里会在乎别的 可不是吗 旁人想求都求不来的福分 趁心一定会珍惜的 对了 你确定 趁心那边稳妥 整件事不会泄露我们的痕迹吧 李太不免有些微微的担心了 事情虽然布局成功了 但若留下把柄 或者蛛丝马迹 那可就麻烦了 不会 那趁心是属下在河东发现的 然后让人辗转几次 通过取悦班子 酒楼月访 弄到长安来的 然后被不经意间发现的 选入太长寺 整个过程 持续近乎两年 辗转多次 属下一位直接出手 每次经手之人都不一样 互不知情 所以不会泄露机密 那便好 如此 姑便放心了 听到刘看的回答 李太微微一笑 那便等着看好戏吧 不着急 眼下王府先做好准备 还是整个阎康坊 都给本王打扫干净 清理先杂人等 然后再做相应准备 等候父皇先来寻醒 这是魏王府 首当其冲的大事 让父皇高兴了 一切都好 你可懂得 是 属下已经吩咐下去了 渡长使也有相应安排 可惜殿下编撰的 阔地制尚未完结 否则锦上添花 简直太好不过 这个不着急 如今可以让父皇 先看看已经整理好的部分 做个铺垫 一时的荣宠 盛极一时又能如何呀 此等大事需要循序渐进 步步为营 如今已经很不错了 让我们先上一个台阶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 扩地制编传完成 才有其相应的价值 另外 在洛阳的乙缺 为母后造的佛像进度如何了 这些将来都是重要的法码 一个个推出去 然后你可懂得 殿下所言极是 属下会做相应准备的 此番陛下驾临 保准驼到 至于洛阳佛像 那个郑宾一直在独走 想来名遂便可完供 最好是选择先皇后继日 或生辰之事 陛下一定会龙颜大悦 对了殿下 上元节的时候 少林园有马球比赛 长安的权贵子弟大都会前去 您去参加吗 少林园 位于长安城东南方向 这是一片突起的黄土台原 地势稍微高于长安城 东南方有两处突起的丘陵 正是汉宣帝和许皇后的杜陵 陵下是一大片的平地 平坦之地作为农田耕种 本来是最好不过的 但很意外 这里却看不出丝毫耕种的痕迹 更没有越冬的庄稼生长 只有成片的树林和一些平坦的草地和道路 该因此处属于长安城南 有一句著名的俗语 城南纬渡去天池武 杜陵之地有两个大家族赫然便是 荆找围氏和荆找渡氏了 乃是官龙赫赫有名的贵族之家 维家有维元城载朝为高官显贵 宫中含有维贵妃乃是如今事实上的后宫之主 杜家的代表人物则是已故的来国宫杜如慧 其子杜和则是承阳公主驸马 可谓是各有千秋 维杜两家在长安城南占地极广 更有偌大的府邸与各种别院 周遭则是特意种植保持的园林 并无多少耕地 杜林一代本就风光秀美 评宿里成为长安权贵文人雅士们的游览散心之所 颇具风雅 此番的马球比赛其实就是维家和度家发籍的 正月里图个热闹 长安权贵可谓是悉数到来了 如果是维杜两家正面发籍邀请 谢义大概不会来 但驸马程楚亮向自己提起此事 面子自然是要给的 所以这谢义来了 带上了郑丽丸 五二娘子带上小蛮 一并前来看热闹了 至于杜锡君呢 碍于明面上的身份 反倒不好随行而来呢 谢义纯粹是来看热闹的 一冬天了 这家人憋在长安城里 多少有点沉寂 谢义的网川别墅 大概要夏天才能完工呢 所以正月里寻个机会出门逛逛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天气也格外地给面子 除夕还有雪花飘飘呢 上元节时已经是有暖阳高照 气温回升了不少 有些嫩草甚至已经开始吐出嫩芽 好似春天已经不远了 谢义和正丽碗坐在车上 看着车窗外 尚未凋零的梅花 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去岁的情景 去岁上元节的夜晚 他们在长安街头一道赏灯 然后遭遇了点小意外 谢义背着他回去 抱着他回府换鞋袜 期间亲密接触还发生了点特别 但很美妙的小误会 不过正是那天 两人之间有了亲密接触 心中生出了情愫 随后的婚事便水到渠成 顺理成章了 改天看酒菜 晚上再一起去看呢 谢义这么一说 正丽碗心有所感 脸上泛起些许唐红 含笑点头 至于再然后还有什么 虽然谢义没有直说 但他心里却一清二楚 三哥 带上我 小蛮听到此后 顿时闹着要一起去 好 背上你 不等谢义说话呢 正丽碗便率先同意了 谢家上下对年幼的小姑子 那是相当的宠爱 咦 三嫂最好了 小蛮嘴是很甜的 当即哈哈笑着说好话 同时露出了参差不齐的牙齿 小姑娘正好到了换牙的年纪了 恐怕要不了几年便会成为 亭亭玉丽的大姑娘了 谢义都有时候不免再想 过分宠溺小蛮往后她嫁人了 该当如何是好呢 不过幸好还有几年 无论如何到时候要物色一个对小蛮好的媚婿 我家小蛮最乖了 今日去看马球赛 记得要听话 人比较多 跟好了我们和吴姐姐 千万莫走丢了 嗯 小蛮点点头 当即应允 随后便拉着五二娘子说长道短 五二娘子呢 本来是一个不打算来看什么马球赛的 但偏偏小蛮好奇 虽说有谢义和正丽碗前来 但谢学士和夫人少不得要有些许的交际啊 哪里顾得上照顾小蛮呢 所以她这个保姆便义不容辞地随同前来了 仔细说起来 这身份确实是有那么点小古怪 但如果没什么人关注的话 似乎也无所谓了 大半年不出门 五二娘子也确实是有点孤寂了 想要出门看看也便跟着来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65集 马车出了明德门 不久后便来到了少林园 不大的地方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 平日里不出门的权贵子女全都出动了 大都出现在了少林园 简直比去年的曲江池芙蓉楼出雪宴更为热闹 由此可见大唐的少男少女们还是蛮喜欢户外活动的嘛 或者这算是大唐权贵们大规模的相亲会吧 让各家各府的少男少女们趁机见个面 相互熟悉有点感觉 然后好谈婚论嫁什么的 也对啊 毕竟盲婚雅嫁是很有风险的 万一遇人不输那可就是毁之玩意啊 只是见见面又能如何呢 难不成发展点私情或者先买票后上车 那显然是不行的 无论男女那都得发乎情指忽理 毕竟大家族的儿女婚事不只是寻常婚嫁 而是联姻往往涉及政治 因此小儿女的婚事肯定是不能自制作主的 那都得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 所以现在啊交往是交往 其他的那都是燃病卵 好在权贵家的少男少女们早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所以都是在公开场合下见面 也都是浅尝辙止的交往 没有人敢轻易地越过雷池 很少出现有伤风化之事 但谢意有种感觉 这权贵们这是在玩火啊 俗话说这知好色而目少矣 都是少男少女 这万一一时情男自制擦枪走火 该当如何是好呢 出唐的风气还算好 但历史正在朝着开放的圣唐进发 单看那些个历史的壁画上 少女衣装便知道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男女之间的礼教之防不是那么严格 而且这风气还是越发的开放 好像就是从太宗朝开始的 比如高阳公主给和尚送枕头什么的 这还不算什么 到了圣唐之时啊 想想那些公主们的私生活 五女皇和太平公主 完全是其中的佼佼者 念及此处 谢意便下意识地看向了身边的五二娘子 这一世没让她进宫 没让她成为五才人 将来成为五皇后的概率应该很小了 那个霸道的五皇应该不会出现了吧 那么大唐传承还会一如既往吗 圣唐还会照旧出现吗 自己的出现已经破坏了历史的进程 大唐似乎已经走样了 那这将来 哎呀 谢意刚刚叹息一声 再一转身便恰巧瞧见了晋王李治 长高了的少年郎正朝自己这边看过来呢 只是不知道看的是自己 还是身后的五二娘子呢 谢意没想到 晋王李治竟然也来了 整个正月里都没怎么见到这家伙呢 似乎是又长高了不少 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小孩了 如今已经是个少年郎了 啊 殿下 谢长使 郑姐姐 五娘子也来了 李治笑着打了个招呼 手指已经去捏小蛮的脸蛋了 晋王哥哥讨厌 小蛮可是一点没给面子 因为和晋阳公主十分的熟络 自小和李治在一起玩耍 价值年岁小 全然没有什么君臣的推拒 李治呢自然是不介意的 笑着说 四子也来了 和长乐姐姐说话呢 一会儿过来找你玩 好啊好啊 小蛮自然是格外的高兴了 却也等不及了 当即便拉着五二娘子 把钱去寻找了 李治还很善意的指明了方向 似乎也看了几样五二娘子 却并未特别的神情 谢义看在眼里不仅思量啊 这什么情况啊 按理说五二娘子长相不耐 凸翘有致 身材是相当的不错啊 对情窦初开的少男 那是颇有吸引力的 李治何以没什么感觉呢 莫非 年龄到底还小尚未长成 这荷尔蒙分泌也不够旺盛 行病肯定是这样的了 啊 殿下今日怎么也来了 闷在宫里无趣 听长乐姐姐提起有马球比赛 便跟着一起来看个热闹 顺道戴上四子 我也是 听长驸马说起啊 便跟着来了 见识见识 这小蛮缠着要来 也便带来了 挺好 刚好和四子一起有个伴 殿下的新年可都还好啊 好 除夕一起欢宴 自初一开始 父皇 各公娘娘 舅舅和各位兄长姐姐 都给了年赏 收获颇丰 不过我也没忘 也都给了回礼 除此之外 还给孔姬九和于师傅送了年礼 听说年节里 谢长使你有一闭门谢客 本王便没打扰 不过年礼可留着呢 今日派人送过去 殿下客气了 多谢殿下 应该的 前次谢长使出使草原 颇有功劳 按理说该论功行上的 年钱拖着 年后肯定不会再拖了 我担心 我担心父皇对你另有任用 不再去金王府 没想到小王爷竟在担心此事 谢义心里突然暖洋洋的 还有几分得意 李治对自己如此的依赖 实在是超乎想象啊 这也是天大的优势 现在没有人能明白 但是将来 不过成如先前的担心 历史已经有所偏差了 那么将来 谁能成为大唐第三代帝王 会不会如出一辙呢 转念一想 冲着李治对自己的这份依赖 那也得尽可能的想办法 将他推上皇位才是呢 这不单单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他好啊 万一将来上位的是魏王李泰 那次心眼那么小 岂能容得下 对皇位有威胁的兄弟呢 所以啊 那怎么着也得阻止李泰 那个机关算尽的胖子 如何比得了明朗阳光的少年李治呢 殿下不要担心 臣短时间应该不会离开长安的 纵然陛下另有任用 但王府长使一职 轻易不会换的 王府长使兼任别的职务 那寻常之事 比如敌人杰的父亲 是郑王府的长使 不也为臣一道出示草原吗 这倒是 但愿如此 我可不希望晋王府换长使 在谢义面前 李治从来没有自称本王 没有摆皇子的架子 相当的随和 也是一种特别的信任 啊 殿下放心 只要在长安 无论官居何止 臣都会为晋王府尽心尽力的 这是谢义的承诺 也是一种投资 在谢义看来最为稳妥 收益率最高的投资 但相对单纯的李治 并未看出来 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争到皇位 能争到那个皇位 他从来没有动过那个心思 在他看来 皇位应该属于那两个人的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66集 太子李承前和魏王李泰 双双驾临少林园 这是之前很多人都不曾想到的事情 三位嫡出的皇子全都捡来了 简直是极为少见的状况 晋王李治虽然也是嫡出的皇子 但年纪小 他的出现并未引起轰动 但太子和魏王不同了 如今长安城里是风言风语不断 作为储君之位的大热门 他们的身份在众人眼里完全是不一样的 今日一同现身更是让人意外 谢义也很诧异啊 以往李承前和李泰几乎是有意避开彼此 但今日呢 却是一同出现 这是有意的枕风相对吗 如此情形让谢义不免有些感觉 兴许今日的赛马会将横生枝节 不过也有可能是格外精彩也未可知 大哥四哥来了 李治眼间一眼便看到了 谢义却叫道 殿下过去见过太子和魏王吧 嗯 旁人都争相谦虚地给太子和魏王见礼 李治这个做兄弟的自然也不能例外了 长幼有序的礼节那还是要有的 至于谢义则远远地避开了 李承前肯定是不待见自己啊 李泰则是不便相见 所以啊还是能躲则躲吧 三郎 不容易啊 郑立晚最为理解谢义的心境了 当即是柔生安慰 可不是嘛 谢义当然明白所谓不容易 这三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了 回头看了一眼三位嫡出的皇子 被众人围在当中的情景 不由的是心生感慨 吴王和齐王没来 郑立晚没头没脑地提醒一句 到底是准备回封地去吧 谢义应了一声 这才回过神来 吴王李克虽然近来不如李泰那般受宠 但无论何时他都是储君之位的大热门 必须予以关注 只是齐王李佑 郑立晚何故没头没脑地提起他来了呢 听说昨日齐王去东宫辞行 太子殿下设宴欢送 待了不少时间呢 你是说他们可能 谢义脑补各种可能的同时 心中目然地蹦出一个念头 如果没记错的话 贞冠年间齐王李佑曾经是举兵谋反 最终兵败 但也正是因此牵扯出了李承前谋反之事 如今李佑去见李承前了 那么 这滚滚立世车轮似乎已经开启了 似乎已经停不下来了 也许这车车痕迹不会改变至少差不了多少 寒冷的冬季让长安都市的生活失去了些许的色彩 所以一旦有春暖花开的迹象 好像整个世界都为之苏醒 寄而疯狂了 长安城里的权贵子女们 按捺不住寂寞来凑热闹 却不想各位皇子们也纷纷地前来凑热闹 吴王李克是个例外 他已经提前离开长安回安州去了 一直以来李克给人的感觉便是如此 有几分高冷 也许是因为他的性格 也许是因为他的出身 不过在歇义看来 李克更多的还是想避开长安这个漩涡 不得不说啊 他的做法是对的 诸皇子争夺皇位 留在长安并无好处 尤其是李克这等身份敏感 有颇具才华 却没有得到皇帝青睐的皇子 当然了 也许李克懂得欲榜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 即便他不这样想 实际上也有类似的效果 如果李承前和李太两败俱伤 李克无疑是最为优秀的后卫人选 也许在李世民如今就是这么打算了呢 郑立晚那番三国东吴旧事的分析 并非全无道理啊 如今的格局也是相似 所以 吴王李克虽离了长安 却始终是在漩涡之中 仔细算起来 吴王李克才是李治最为强健的对手 有鹦鹉的老三仔 李世民很可能是忽略相对年幼的幼子 记得史书曾有记载 立李治为皇太子之后 李世民曾有反悔 一度想要改立李克为太子 但遭到了长孙无忌的反对 只好作罢 也正是因此为李克埋下了杀身之祸 永辉四年借高阳公主谋反一案 顺道将李克牵连其中 然后送命 就连后世伟人也曾有过评价 李克乃鹦鹉 李治蠢物 认为李世民不该听长孙无忌之言 坚持立李治 从继承人的角度来讲 李克或许确实比李治优秀一些 但李治也并非是一塌糊涂 朽目不可刁眼 在历史上 前有唐太宗 后有吴女皇 两位鼎鼎大名的皇帝 以至于夹在中间的唐高宗李治 显得很是黯淡了 其实也是不然的 李治还是有些能耐和本事的 毕竟在唐高祖时期 唐朝的鼓励 那是不断上升 疆域也在扩大 算得上是国府民强 只可惜啊 出了一个武则天 以至于让李治政治生涯留下了污点 而今五二娘子并未入宫 如果不再出现吴女皇 李治的帝王生涯和后世的清明 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何况因为谢义的介入 李治的风级因素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应该不会再出现演急 是完全可以自主理账的 所以李治并不比李克差多少 尤其是培养得当的话 会是一个优秀的帝王 只是就此完全扼杀了吴女皇出现的可能 对她真的公平吗 谢义在人群中多看了几眼 看到五二娘子远去的背影 心中不禁犯起了一个别样的疑问了 这个女子的未来该如何去安排呢 另外如何能够在处位角逐中胜过李克呢 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加以培养提高理智的综合竞争力 那是必要的 肯定的 但似乎还不够啊 按理说处位之争 无所不用其极 该想办法暗中坑害李克 将这个潜在的最大对手彻底解决 但李克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相当的正面 是个政治之人 出手暗害非君子所为 虽说谢义不敢以君子自诩 但仍旧是下不去这个手 更何况李克曾经先后救过杜西军 郑丽婉和自己啊 谢家可是欠了李克两份恩情啊 如果恩将仇报 那可是天理难容的 所以啊这事难啊 对李克动手这事不能干 还是想办法提高理智的竞争力的好 但是为他人做嫁衣的事情也不能干 关切到切身利益不能忙活半天 最终便宜了无王李克 如果不得已 到时候转而支持李克倒也是 刚刚泛起这个念头 谢义便连连摇头 现在想这些有些太早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现在才贞贯十四年 除未之争才刚刚开始啊 最终的大变故那还是有很长时间呢 不着急 三郎 你似乎有心事 听众朋友 本集一步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67集 郑丽婉蓝星绘质 格外的细心 自然是看出了些许的端倪了 牵扯到未不先知之事 纵人是最亲近的妻子也是不能多说的 谢义无可奈何 只好轻轻地摇头 当然了 就此想要骗过郑丽婉 那也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沉吟片刻之后便轻声她 齐王 我是在想齐王啊 齐王 是啊 齐王的出身比较特殊啊 她年纪轻轻地便领兵驻扎齐州 身边又有殷家人 这万一怂恿 那可就 这太子不会无缘无故地留下齐王详谈 也不知道为什么 想到此事我总是有些许的担心啊 三郎的担心想来并无道理 见识过谢义的神奇之处后 郑丽婉对这些看似无端的揣测并不怀疑 相对信任 先别管那么多了 今天是来看马球赛的 何必想那么多烦恼事呢 嗯 郑丽婉轻轻点头 两人转身向场边的作戏走去 不想在途中还遇到了金城郡主李安宁 谢长使 郑姐姐 你们也来了 李安宁一见面便热情地凑了过来 是啊 没想到 在此遇到郡主 在家带得太无趣了 听说也有满球比赛 母亲也准许便来了 郡主有伴吗 没有的话 我们一起 看到李安宁身边空空荡荡的 郑丽婉立即提出了邀请 那最好不够了 往年都是跟兄长一起来的 几年她还在临终 所以只好一个人前来 与郑姐姐相伴自然最好不够 嗯 我儿娘子也来了 不过被小蛮拉走 去找金阳公主了 一会儿就回来 好 对了 那边有投注 才今日哪一队会获胜 那日在贵府玩麻将 赢了点小钱 呵呵 我去下上一注 嗯 不知谢超市和郑姐姐 可有兴趣 哦 是吗 谢义没想到 一场小小的马球比赛 如此有趣 还开了盘子投注 似乎和后世的买马 和足彩相类似的 当真是个古老的行业啊 小赌移情 前去逛逛 似乎也无伤大雅 马球比赛自然有两支队伍 今日的对阵双方呢 来自于维家和杜家 将上演一场 维领马球得比 作为京兆两个老牌世家 维家和杜家相互合作 但多年以来 也是相互比拼或明争或暗中较劲 或是朝堂后庭之争 也可能是一时的名声或者威网 或许鸡毛蒜皮的小事 朝堂上先有杜如慧 带向压着维家一头 可惜啊 蔡国公英年早逝 维家仗着维贵妃的显赫后庭 也算是兴盛一时了 不过 杜家的杜和 有幸迎娶承阳公主 杜楚克也在朝中担任公布赏书 和魏王府长使 所以如今维杜两家 在朝中也算是势均力敌了 今日是两家一同摇曰长安权贵子女 但私下里马球比赛却互不相让 似乎是一场恶战 有趣的是 有人在一旁开盘口下注 谢义很好奇是何人主持盘口呢 这可不像是城中寻常的毒法 在这个场合下设局 那可非是一般人所为啊 几番打听之后 才知晓是个世家的公子哥 其中甚至有安太公主的驸马独孤某 也只是未图一时之乐 最终赢得钱财 大都会赏给参赛的队员 不过自打谢义公开拍卖了王献之的真器 争给了穷苦之人之后 大唐的慈善业也是大有进步的 听说今日的赌局 赢得的钱财 会捐助给武功等经济交线的农人 购买春农用的资种 听到这个说辞 谢义本着做善事的念头也前来投注 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可惜谢义来得不巧 所以事情突然就有些麻烦了 因为就在谢义和李安宁等人 准备下注的时候 李承前和李太被众人簇拥着过来 似乎也要来下注 这太子和魏王前来 旁人当然只好让开了 正欲投注的谢义和李安宁 也不得不停下 太子殿下 投一注图个乐子吧 杜鹤笑着小声提议 好啊 李承前几乎没有多想便打晕了 所投的正是杜家 显然是卖杜家面子了 这太子一下注 众人的目光便纷纷落到了魏王身上 一瞬间李太的神色微微有点不那么自然啊 这维杜两家里 显然是杜家和自己关系更为亲密啊 毕竟这杜楚克是魏王府的常使 是自己最亲信的左膀右臂 哎 偏生杜和和太子走得太近了 那真是有点 这仔细说起来 承阳公主也是他的妹妹啊 这个妹夫竟不敬自己这个大酒哥 不曾做到一视同仁实在是有些糟糕 可是能怎么说呢 要是杜和靠向自己这边显然没有这个必要 杜和虽说是杜如晖的儿子 却不是嫡长子 更不掌握实权哪里比得上杜楚克有用呢 只要有这么一位常使在 经找杜氏便是自己的支持者 何必拘泥于一个小小的杜和呢 到时候如果他对自己顺从 看在杜楚克和承阳公主的份上 也不至于怪罪他 至于今日 既然太子选了有名无实的杜家 那自己何必与他相争呢 不 得争啊 不过不是争杜家 而是争比赛的胜负 争一个高下 而且 这似乎也是个很不错的好机会 太子选了杜家 那等于是落了维家的面子了 如果现在给维家卖个面子 那是不是 李太心中顿时就冻起了各种念头 经照维家的实力可不弱呀 维元城身居高位 维家的子弟门生身居要职者也不在少数 何况宫中还有一个维贵妃呢 维贵妃多半是做不成皇后了 她的儿子自然不会成为嫡子 假之年纪小 皇位肯定是挣不上了 如此情况之下 如果转而支持自己 对维家对他的儿子多有好处 想必这笔买卖他至少是乐见其成的 念及此处李太便笑道 皇兄 听说维家今年从西域买了不少粮马 想必不烦 陈弟便选他们了 果然 魏王选了维家下注 在场之人看得清清楚楚 也都心里明白 本来一场小小的马球比赛图个乐子而已 现在突然就有些变味了 变成了太子和魏王之间明争暗斗交锋 完全成了针尖对脉盲 互相不相让的局面 李长泉健壮眼巧微动 马球比赛 妙锦的不仅仅是马匹 与骑士有很大关联 故觉得杜河选了这几个骑士都不错 兴许能更胜一筹啊 皇兄说的是 各有前求 比赛结果如何 还是拭目以待吧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68集 听听两位皇子的语气 看似笑语连连 但火药味很是浓重啊 再联想进来长安城里的气氛 一场小小的马球比赛突然就变成了大唐处位之争的风向标了 先不说维度两家的比赛会是什么结果 关键是这下注已经没办法再玩下去了 接下来再投注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投哪一队胜负那么简单了 尤其是太子和魏王在场的情况之下 头哪边呢 那都有支持哪一位皇子的异味 至少表面是这样的 这样政治味道浓重的举动 在场的十家子弟都是聪明人 怎能犯这样的错误呢 至于先前的投注则完全无所谓 是以众人都下意识地避开想要躲开 本来正要投注的谢义也拉着李安宁离开了 显然此处已经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了 然而想走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尤其是有人盯着你的时候 谢义正要转身离开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 谢学士不是要下注了吗 怎么走了呢 如此一说众人的目光一下子就落在了谢义的身上 其中就包括太子李成前和魏王李泰 两人直勾勾地看着自己目光炯炯 李成前依旧是没有好脸色 大爹还是因为看灵那件事恨着自己吧 李泰就不同了 脸上挂着些许的笑容 眼神里则是一种期盼 隐约还有几分破人 他已经拉拢谢义很多次了 也算是颇为用心了 但谢义始终是若即若离的并不表态 今日似乎是个不错的机会 加之谢义与太子有嫌隙 他能怎样选择呢 李泰完全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感觉 等待着谢义做出唯一的选择 谢义不由苦笑 这想走是肯定走不了了 尤其是有人给自己手中塞入了一块小银牌以后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的身上 这枚银牌会投降何处 唯家还是度假 太子还是魏王呢 这怎么选择就成了棘手的问题了 谢义正在原地沉默了 真的沉默了 如果可以一直沉默下去 可以是很久很久 很简单的事情却弄得很复杂 一场马球比赛就变成了太子和魏王之间的暗中较量 现在还要要求一个当朝重臣这新兴的贵族立即做出选择 这实在是难啊 在场之人有些同情地看着协议 好像能够感受到谢学士的为难 却都无能为力表示遗憾 不管过去怎样 今日这个银牌投下去便等于是做出了重大的抉择 往后再想改变那可就不容易了 这是个八戒人的机会 也是个得罪人的麻烦 这八戒不见得能立竿见影的大效果 但无论得罪了谁 后果似乎都是不堪设想的 真的啊 这谢学士的处境很难啊 几乎所有人都如此认为 哪怕是那些已经私下里做出选择的人 毕竟他们的选择是在暗地里进行的 用不着如此的正大光明 用不着如此的众目睽睽 更用不着当着当事人的面 更不至于撕破脸皮 外人看来如此 但当事人们却没有那么复杂的想法 太子李承前已经认定谢义不会选自己 虽然当初曾经想尽办法的 想要将谢义拉拢到麾下 但因为乐游园遇刺之事 两人是彻底决裂 自己恨谢义 但谢义肯定也恨自己 所以他肯定不会选度假 纵然谢义将银牌投向度假 李承前也没打算接受他入东宫 至于他投向老四的怀抱 不早就是如此了吗 何必以此心心作态呢 李承前在一旁看着 什么话都不说 但表情却足够的阴朗 李太的脸上则一直是挂着 如沐春风的笑容 在他看来 谢义没有别的选择 和东宫梁子一身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如今再向兵士前嫌 那可有些难了 他除了能选自己 还能选谁呢 谢义呢也真够固执的 现在竟然还在犹豫 这也真是 李太一直盯着他 他觉得自己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 如果谢义犹豫的时间再长一些 他兴许也会生气的 所有人都在盯着谢义 金城郡主李安宁也是如此 他有些懊悔 有些歉意 虽然是个女子 但自小在王府长大 这其中的诸多门头 虽不完全明白 多少也是明白一些的 他能够感受到 谢义现在是进退两难的局面 如果不是自己提议 拉着谢义前来投注 怎么会有此等无望之灾呢 真是给他添了麻烦了 他很想道歉 但现在也不是道歉的时候 道歉似乎也没什么用处啊 李安宁是心慌意乱 压根儿想不到什么主意 他下意识地想到了身旁的 才女郑丽丸 兴许她有什么办法呢 但回过神来的时候 郑丽丸却不见了纵阳 回头四望不知何时 已经走向了原方 不过恰巧的是 晋王李治正好从那个方向 给快步跑了过来 大哥 四哥 我也来投一桌 晋王李治的出现 打破了有些尴尬的局面 让气氛稍微地缓和了 李承前和李泰 虽然针锋相对 暗自较尖 但对这个异母同胞的幼帝 却是一致的疼爱 晋诺 那你投谁家赢 众人都好奇地看向李治 有人将他看成了孩子 有人却隐约地意识到 晋王殿下似乎正在以某种的方式 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在这个时候出现 他会投哪个呢 似乎都有那么点意思 李治却笑道 大哥四哥 你们怎么都忘了 这比赛除了有胜负 还有平局嘛 我就投平局了 平局 有点奇葩的答案啊 晋识这架势 唯独两家 都有完全分出胜负的打算 只是比赛时间稍微控制恰当 胜负一定会出现的 这平局的可能几乎是没有的 但晋王李治偏生就压了平局 仔细想想 这似乎是意料之中的答案 无论太子还是魏王 都是他一母同胞的亲雄长 他能怎么选呢 不过 以先前的情况 李治压根就没有必要出现 他何必非要挤进来 蹚着浑水呢 是小孩子同心未眠 晋王似乎不小了 十三岁的年纪 也是个半大的少年郎了 也不至于这么不懂事 那么只能是 果然啊 李治投了平局之后 转身看着谢义 谢长使 你投什么呢 诚如殿下所言 比赛有胜负评 客观两队各有千秋 势均力敌 平局的可能性很大 谢义当然明白 李治是来帮自己解围的 自然懂得如何回答 尽管独孤某等世家公子们 压根没有给这场比赛设置了平局选项 现在也必须得接受 晋王和谢义的投注 他们没有理由拒绝 更不能拒绝 更想不到的是 江夏郡王府的金城郡主 紧随其后也投了平局 仿佛平局成了一种时尚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69集 局势一下子有点复杂了 李承前的表情还算淡定 但李泰的表情就有那么点不自然了 李治的出现等于是搅局 弄出个平局了 谢义这算是躲过了一次 还是永远的躲开自己呢 还有原本想要趁此机会羞辱太子的 现在计划也落空了 这可真是 谢义呢也真是可以啊 竟然跟着李治选了平局 真是不识相啊 不过略微冷静之后 他立即反应过来 谢义是晋王府常使啊 那李治突然出现是专程来帮他解围的 再加上平日里听到的消息 晋王李治与谢义家的关系亲密 那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亲密程度也超乎想象 谢义不会选太子也没选自己 那是想要继续中立还是 李太突然关注起谢义的身份了 晋王府常使 这常使乃是一位亲王最为亲密的书冠了 难不成谢义将希望都放在了李治身上不成吗 年幼的九弟 李太不否认 先前他一直忽视了这个弟弟的威胁 但现在看来似乎确实有那么一点 不过问题应该还是不大的 李治毕竟是幼小 眼前这三位优秀的长兄 他还排不上号呢 对于这个局面 李承前算不上喜欢 却也乐见其成 谢义没有选李太那是好事 至少没有给老四当众得意的机会 否则那可不得了了 因为李承前清楚地注意到 金城郡主跟随在谢义身旁投注一致 一个小姑娘的态度不重要 但她的身后是整个江夏君王府邸啊 听说手握重兵的李道宗 对谢义印象也不错 本来是一场看热闹的马球比赛 但因为太子和魏王的到来 兴致完全变了 好在有金王李治帮忙解围 一个平局的投注让谢义解脱了 也让后续的很多人解脱了 投注之后 谢义便闪到了一边 不想再介入这些麻烦的事情 谁能想到 只是出门散散心 却探上这么一床子闹心事 不用说 今日肯定是得罪人了 李承前一如既往地恨自己 李太肯定也对自己心有不满了 在很多人看来 谢学士虽然保持了中立 但同时是两边都得罪了 将来无论哪一位皇子上位 他似乎都没有好下场 这就是齐强派的代价 除了两位皇子都没能上位 很多人心里泛起这个念头 但一转念便消失不见了 怎么会呢 现在的局势分明是非太子便魏王的局势 反正肯定不会是金王 没有人正眼看过这个13岁的少年皇子 都觉得他太过幼稚了 但谢义却是格外的欣赏 今日李志表现得相当出色 更要紧的是他肯为了自己冒着得罪两位兄长的风险 多谢殿下 哪里 谢长使莫要和我客气 你是我府上的长使 让你夹在大哥与四哥之间受气不合适 好了 谢长使随意逛逛 清河姐姐在那边 我过去打个招呼 殿下自便 谢义目送李志离开之后 转身对缓步而来的整理完蛋 来 你让金王来解围他 嗯 当此之时 除了他 还有谁能帮你解围呢 要紧的是 他肯 所以 也不枉你一片苦心 是啊 这孩子是蛮有心的 谢义淡淡一笑 不枉自己在李志身上花费许多的心思 如今也算是知恩图报 很好 支持这样的皇子显然比李成前李太之流强得多了 至少不担心狡兔死走狗碰的悲惨下场 不过 这谢义下意识地想到了后来长孙无忌的下场 那位可是李志的亲舅舅啊 结果最后也得被迫自意的下场 由此可见 这皇位和皇权那是有魔力的 是会让一个人改变心性的 不过在这件事上 也许主要还是长孙无忌自己不知进退 身为顾命大臣 如果能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将权力还给年轻的皇帝 懂得极流永退 何至于落得那本地步呢 想想李志之所以立武昭一位皇后 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和长孙无忌 储遂两等顾命大臣做斗争啊 争什么呢 不就是权力吗 长孙无忌如果当时看开点 何至于闹到那个地步呢 将来其中也有观龙世家甚至是山东士族的利益 所以啊 长孙无忌成也观龙败也观龙 开始是支持到后来便是伟大不调的累赘了 有些前车之鉴王后一定要小心了 无论什么时候对待什么人在朝堂上混 那都要懂得知进退 想明白这一点 谢义轻轻一笑 转身走向场边的棚子里做作 至于今日的比赛 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一会儿早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是了 往后这种活动啊 还是不要多参加的好 以免图惹是非 有了今天的例子啊 将来程楚亮等人往后也不会再随便的交请自己了 公然婉拒也不至于落了他们的面子 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寸 本来只是来凑热闹的 来玩闹的 却不想竟是幺蛾子一桩接着一桩 小蛮在外玩耍时被一个童年的小孩子欺负了 吴二娘子坚撞自然前去阻拦 谁知啊那孩童不依不饶竟一口咬定吴二娘子欺负她 更为闹心的是啊 这孩童竟是经兆韦氏嫡出的子孙 嚎哭着请来家中的长者为自己做主 所来之人正是韦月 当初被窜到着前去淮阳县伯府求亲杜希君的那个顽固子弟 在谢家被打之后回家养伤许久 又因为落了面子许久都不好意思出门 今日好不容易趁着韦家在城南举办马球比赛的机会出门 趁机热闹热闹却遇到一个这足地被人欺负 为兄长之人维护幼帝没错 但仗式亲人的习惯却始终不曾改变 事已韦月一出面竟对吴二娘子和小蛮出手了 也不知道她是哪根筋不对竟然做出了不当的举动 或者本来只是要吓唬吓唬人的 却不想程度没有把握好 吴二娘子见到甩过来的巴掌急忙俯身护住了谢小蛮 脚下一个不稳便双双跌倒在地 这一地啊 吴二娘子崴了脚 小蛮似没怎么受伤 但更多的则是受到了惊吓 哇的一声便哭了 一个孩童哭泣原本不打紧 但哭泣得偏偏是谢义的妹妹 偏偏是吴二娘子又恰好被人看到了眼里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70集 看到的不是外人 正是寻过来的金城郡主李安宁 你做什么 李安宁大喝一声匆匆地就跑了过来 安宁姐姐 她打人 谢小蛮一下子扑到了李安宁怀里大声地哭诉 那日在淮阳县伯府拜年之时他们都是见过的 一个大男人对一个孩童女子动手 是什么东西啊 李安宁劈头盖脸别骂 英姿萨爽的小郡主相当的有气势 我哪里打他了呀 不过是欺辱我家右弟说是他们罢了 不想竟然故意倒地污蔑本公子啊 维越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有过错的事情显然是不能承认的 这两年心中本来就压着活呢 被李安宁这么一骂心中更是不服气了 我看得清清楚楚 你休想些口赐花 李安宁也是不依不饶 扶起五二娘子柔声问道 怎么样 没事 五二娘子轻轻摆手 但踮起不能落地的脚 却足以说明事实了 哼 还不快接道歉 李安宁冷哼一声 提出一个合理的要求 在她看来此事应该如此 也只需要如此了 但维越却不愿意 本性要强的她 哪里能容忍被一个女孩子要五合六的呢 何况刚才的事情她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反正至少是不能承认错误 更是讨厌被一个女子这般指着鼻子责骂 所以纷纷地说 你谁啊 凭什么对本公子要五合六的 长安城里权贵子女甚多 男不食女乃是常事 维越不认识江夏郡王府的小郡主也不足为奇 本来只是小孩子家顽皮的小事 因为维越的冲动之举 结果给闹大了 当金城郡主和晋阳公主相后参与进来的时候 性质也就彻底的变了 李安宁并没有正面回答维越的质问 也许她是不想公然暴露身份 以免将江夏王府牵扯进去 或者不想掌视欺人 维越却以为李安宁有些怕了 来此之前她曾饮酒不少 这会酒意上涌难免是更加张狂了 可当她要独独逼人之时 晋阳公主出现面前指着鼻子道 你给小妈和我姐姐道歉 总算维越还算清醒 认出了晋阳公主没敢造次 但道歉的事情自面谈了 她压根没有这样的打算 尤其是知道小蛮和五二娘子出生淮阳县伯府之后 这辛仇旧恨算在一起 态度是愈发的坚决了 婴儿有了僵持 婴儿就有了围观了 因为涉及了亲妹妹 谢意自然是接到的消息 匆匆地赶了过来 然而就在左近的魏王李泰 却先一步到了金钱了 因为今日她投了为家 又存了些许的拉拢之心 所以少不得维护为家面子 至少帮忙打个圆场 四子 只是误会而已 就此作罢可好 李泰摆出一副兄长的姿态 前去劝道 想要就此稀释宁人 不想金阳公主却态度坚决 一点都不给面子 拉着李泰的手 控诉道 四哥 他要打小蛮 和五姐姐 让她道歉 四子 倒是误会 算了 好吗 李泰有些低估了妹妹的坚决了 仍旧是轻声劝道 可金阳公主呢 却坚决地摇摇头 不行四哥 得让她刀剑才行 四子 李四哥一个面子呀 李泰有些艰难地蹲下肥胖的身躯 小声的温言劝洁 结果呢 金阳公主的头 仍旧是摇成了波浪鼓 李泰有些尴尬了 这做兄长的低声下气的劝慰 结果小妹子压根不买账 很受伤 很没面子呀 也就是在此时 谢意来了 不等她询问 小蛮便哭泣着 将情况倒来 大约是受了惊吓了 脸上 这物色的挂着泪珠 相当的伤心 谢意也心疼啊 在家里宠上了天了 舍不得说一句重话的妹子 头一回这般伤心 出现此等情况 如何能忍呢 是你要对我家小妹动手啊 谢意看到是违约之后 那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了 谁对他们动手了 倒是你们家女眷 竟同下我家足弟 我不过是前来阻拦罢了 他们自己跌倒 怪不得旁人 再说了 你家妹子怎么也伤到 维月见到谢意 心愁就恨一起涌上心头 哪肯服软呢 你胡说 五姐姐只是护着我 没动手 是你要打人 童言无忌 却最为真实 小蛮的控诉 顿时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不管怎么说 你一个大老爷们 对女子和孩童动手 哪怕其中是有误会情节 现在也说不清了 维月已经失了先计了 在众人面前已经是矮了三分 谢意却周围的 混账 什么叫没伤到 孩童受到惊吓 五娘子崴脚 那还不算伤到 我不想听你说什么解释 道歉即可 我便当没发生过 小姚 期末动机 都是误会 李太仍旧是出面打圆场 也许是想要维护为假 也许是觉得 谢意该卖几分面子 也许她觉得 这是再给谢意一次机会 今日局面 莫名到这个地步 谢意不想再虚一位移下去了 没有将银牌投向李太 远已经算是背道而驰了 何须再遮遮掩掩呢 至于所谓的机会 她真的不稀罕 魏王殿下见谅 总是误会 也该有个对错吧 错了 就该道歉 小姚 就不能让一步吗 李太的声音并不高 却有几分威胁之意 不等谢意说话 身后便有人喊道 既然错了 道个歉便是了 四弟何必为了旁人 余尊降贵呢 这一早 说话的却是太子李成前 这太子发话 李太自然是不高兴了 但韦月那边呢 却有压力了 尤其是韦家人 见识不妙给她施加压力 毕竟现在太子 金阳公主和金城郡主都得罪了 魏王不过是从中斡旋 不会帮助太多 现在不退一步 恐怕是不好办了 无可奈何 韦月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是低头道歉 谢义没有多说话 抱起小满转身便走 至于五二娘子 则由李安宁相扶离开 郑立晚已经换来 魏阳县伯府的马车 一行人当即去车离去 成幸而来 败幸而归 实在是闹心 谢义心里有些窝火 近日当真是无往之灾 这下子 当真是没有丝毫退路了 一下子 把太子和魏王是彻底得罪了 谢义并不觉得 李成前最后是出言帮助自己 仔细说起来 应该算是挑拨离间 迫于压力 韦月不得不向自己低头道歉 但事后呢 心里不爽 心有怨恨的是肯定的 他们不能把太子怎样 所以这许多怨恨 只能是落在自己头上了 最终不过是让更多人仇恨自己 然后来找麻烦罢了 堂堂太子也是不安好心 没什么度量啊 至于魏王李泰 也是个阴险小人 现在肚子里不知道在打什么鬼主意呢 至于肚俩 肯定不能与他肥胖的身体先争敌了 也罢 反正从来没有将心思放在他们身上过 至于王后啊 兵来将挡 水来土焰便是了 手中的王牌 必须得握紧了 第二百七十一集 谢义走了 马球赛也开始了 但是已经没有多少人将马球赛放在心上 胜负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莫名其妙 谢义出了莫大的风头 当然是被破打 在旁人看来也都是天大的麻烦 当然了 也是无望之灾 程楚亮有些后悔啊 也许当初不该邀请谢义 否则何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啊 至于当时的李承钱和李泰等人 心情也高兴不到哪去 最终可谓是不欢而散 当然了 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 那就是对谢义的记恨 很多人看在眼里不禁摇头啊 似乎颇为同情谢义的悲惨处境 但也有人却看到不一样的地方 谢义是背后的实力也不弱啊 晋王和晋阳公主的力挺是一方面 那金城郡主在某种程度也代表了江夏君王府 这些力量加在一起也是不弱 并非不堪一击啊 太极宫里李世民放下了今日的最后一本奏书 因为高昌之乱的缘故 近日兵部 公部和户部 以及红炉寺和军中的将领 递送的奏书不少 纵人是年节期间也根本掀不下来 侯军吉出征的事已经定下来了 他只在承静殿召见了一次 尚未完全说明白 侯军吉呢便抢先一步主动请应 不过李世民却明白 说是主动实际是被迫 召见的旨意一下达 侯军吉便明白 这一趟高昌之行非他去不可了 与其让皇帝拉下脸语重心肠 那还不如主动些呢 如此不让军臣彼此为难 面子更好一些 当然了 这郡王心中的欠疚也就更多一些了 出征的人选定了 兵马数量也定了 看看六千兵马而已 如果人数更多 吉连山下运送粮草的兵丁民妇便需要成倍的增加 显然不是大唐目前所能承受的 所以只能指望侯军吉率领着六千精锐兵马 穿越数千里的戈壁荒漠 顺利的平定高昌之乱 徒古混那边的配合显然是尚未有回话 但考虑到两边的关系想来没什么问题 目前最紧要的便是保证好行军路线以及粮草供应 李世民正为此忧心之事却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不知不觉兵部和户部以及龙幼河西突然多了一批这基层的官吏 而且还积极地行动起来 在侯军吉平定高昌做准备 如此清醒有点惊喜啊 李世民眼前一亮 拳击便好奇这些人的身份 大唐的官吏 几时有了这么高的觉悟和积极性呢 显然不大可能啊 李世民并没有那么好的自我感觉 身为皇帝想要查到这些信息很是容易 很快最终结果便指向了东宫指向了李承前 看到这个最终结果时李世民笑了 他的想法很简单 他觉得李承前长进了 在用这种方式来为朝廷为自己分忧 至于儿子默默培植自己势力这事 他看在眼里并未有过激的反应 都是从皇子过来的 有点亲信没什么奇怪的 只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便没什么要紧的 李世民相当的欣慰啊 他并未想到儿子会有更为叵测的居心 并非他的帝王心术不够 而是作为一个父亲他对自己儿子尚有信心 太子长进了 很好 李承前心中暗喜啊 觉得自己先前的做法奏效了 唯有增加压力才能让李承前着急不断的长进 所以这个磨刀石计划可以继续进行 李世民下意识地打定了主意 放下朱笔李世民笑着问他 林姓魏王府之事可准备好了 成庆殿里的一个角落里走出一个不起眼的宦官 李声道 回陛下 宫礼已经准备好了 魏王府那边也在积极地准备接驾 并无差错 赏赐呢 准备好了吗 李世民问得有些突兀 所以宦官略有惊讶 微微迟疑道 给魏王殿下王妃和世子的赏赐已经准备好了 不知陛下可还有旁的吩咐 给阎康坊的长者们也备一份礼物 然后再准备一份宗旨 林姓魏王府之日宣布 免除阎康坊百姓一年赴税 是 宦官眼皮微动显然是有点小心惊喜啊 但还是当即影云 他很清楚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 最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皇帝不糊涂 做出这样的安排自然是有道理的 所以他不会有任何的怀疑 只有遵从和服从 对了 听说城前和清雀 今日都去了少林园 李世民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宦官低下头 是的 有马球比赛 现在已经结束了 太子和魏王以及各府人都已经返回了 情形如何 这 李世民原本只是随口一问 但见宦官微微迟疑 顿时眉头皱起 可是发生了什么 是 宦官不敢隐瞒 当即将少林园上的事情一一到来 没有遗漏任何一个细节 不偏不倚清清楚楚 明明不在现场 但他的一番言辞 却好似是身灵其境 让人很惊讶 他的消息来源和准确性 成前和清雀投注不同 制奴也参与了 是 太子押了度假 魏王押了围假 晋王则投了平局 不过晋王殿下投注 大概是为了帮谢长使解围 宦官倒也算是直言不讳 想到什么也不曾隐瞒 制奴这孩子 李世民轻叹了一声 没有再说下去 只是一双眼睛 格外的深沉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谢义和魏家冲突 又是怎么回事 陈吟片刻 他旋即又问起另外一件事 原本是因为小孩子 宦官随即将情形娓娓道来 仍旧是力求详细 江夏王府的安宁丫头参与 四子也牵涉其中 是 江夏郡王府的金城郡主出面 维护五二娘子和谢小娘子 晋阳公主和谢小娘子素来熟络 所以也出面了 清雀出面维护了韦家 没有帮四子 魏王殿下从中说和 也许是想要缓和冲突 宦官这次没有斩钉截铁 而是给出了一句有些莫名的假设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李世民淡淡的一哼没有计划 看着有些不大好高兴啊 如果李泰看到此情此景一定会惊吓不移 当时他只想维护维甲 却忘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情 那就是晋阳公主的感受 更忘记了这个异母同胞的亲妹妹在皇帝心中的分量 稀释宁人为他人说情不算错 但身为兄长罔顾事实委屈妹妹那就不对了 加之与李承前争得过分 李世民隐约有种感觉 在兄友弟公这方面 李太做得并不好 而李承前的表现似乎不错 也许太子殿下当时并无此想法 只是为了挑拨离间 但不经意间维护了妹妹 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李世民希望看到的局面 心中又多了几分好感 除此之外 今日的事情似乎也有些复杂 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 比如谢义 按理说 初始薛颜驼归来算是有功于国的 该论功行赏的呀 但现在这个局面 李世民不禁有些迟疑了 该如何封赏他呢 征冠十四年过得很快 恍惚间便到了五六月间了 这期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侯军籍带的大军踏上了远征高昌之路 这胜败尚未可知 皇帝李世民临线了严康访卫王府 对卫王李太编撰扩地制的进展 大家的赞赏多有赏赐 世子李信呢 那更是备受宠爱 据说皇帝有意给其郡王头衔 但被李太给婉拒了 然而此举传出消息 仍旧更是让人大为惊讶 很多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了 当年皇帝还是太王时 其子李承前和李克分别是 绝封中山郡王和长沙郡王 李太当时由李渊作主 过继给了李世民五弟李志云得封魏王 当年太王是因为赫赫战功 朱子才能早早封王 如今呢 魏王李太做了什么呀 这阔帝制尚未完稿 算不上是与国有大功 就算是完稿了 也不过是一本书册而已 自己受此赏赐也就罢了 凭什么恩蒙儿子呢 如果要皇孙幼年封王 太子之子则有这个资格 但如今 东宫的皇孙李相压根没有封王 反倒是魏王府先传说此等消息 皇帝陛下糊涂了吗 但凡在太极殿上的李世民 谁人敢说这英明绘制的皇帝陛下犯糊涂呢 既然不糊涂 那么皇帝陛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难道只是简简单单的是宠爱吗 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吧 有见于长安城里疯传的各种消息 很多人似乎都心领神会了皇帝陛下此举的意图 尽管只是提了提并未落实 但仍旧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然而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皇帝有意册封李心 李太理所当然的需要谦虚推辞 问题的关键在于李太谦虚推辞之后 李世民没有再坚持顺水推舟的便搭远了 皇帝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似乎有些耐人寻味 但很多人被下一则孝季给迷惑了 也就将此事抛出脑后了 因为李世民当众宣布 免除魏王府所在的盐康坊百姓的摇曳和赋税 并给年六十以上的长者赏赐 皇恩浩荡啊 延庆坊的百姓简直是感激涕零 虽然只是一年的摇曳和赋税 但皇帝的亲口赏赐算是莫大的荣耀 尤其是那些得到赏赐的长者 老泪纵横简直有种光耀门眉的感觉 不过他们以及长安城里的官员们都知道 皇帝不会莫名其妙的给延康坊百姓赏的 还不是因为魏王府在这里吗 所以与其说赏赐是给盐康坊百姓的 还不如说是给魏王殿下的呢 然后众人便有了一种感觉了 这魏王府旁边的寻常百姓都能得到如此厚重的赏赐 那魏王府的蜀官呢 等边转完扩地制 那魏王府那些文人骚客肯定会得到重用啊 前程似锦了 所以啊现在归于魏王府门下 那将来一定啊 动了这样的心思 魏王府顿时又一轮的兵客 络绎不绝的风潮声势更加浩大了 至于东宫呢 似乎门可罗雀的情况越发严重 不过太子立城前似乎一点都不着急 表现的是相当的淡定 东宫依旧是平稳如初 但在外人眼里不仅显得有些落寞了 魏王取代太子的传言越发的是甚嚣沉上 长安城里也越发的热闹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比较轰动的事情 便是宰相房玄龄请辞一事 某日在朝会上 左扑社房玄龄突然向皇帝李世民提交了辞呈 声称要辞去宰相之职 此言一出顿时是满朝哗然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好好的房玄龄到底是为什么 他要做什么呀 没听说房玄龄犯什么重大失误啊 更没有听说皇帝对他有什么不满 这好好的为什么要请辞呢 就连皇帝李世民本人都有些许的诧异了 有些不大理解房玄龄的做法 房玄龄呢 对此的解释是自己身居相位十五年之久 曾与国有共 但如今呢年纪渐长精力不济 恐怕有负皇帝主托和恩赐 这话说的不对头啊 房玄龄好像还不到六十岁呢 耳聪目聪精神绝弱 没看出什么精神不济的地方 更没有什么失误 用这个理由请辞似似乎有些不充分啊 可以肯定这不是他的真心话 有些人则注意到了 这房相似乎是话里有话 也许后半句才是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呢 身居相位十五年这是个要点 一个人身居中枢要职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数十几年 这可是往日从未有过的事情啊 仔细想想着实有些可怕啊 至于可怕在何处 有些人显然明白 毕竟宰相和皇帝历来的就是一对潜在的敌人 军臣虽然可以相得一张 但在现在的矛盾和威胁或者让皇帝产生猜疑 那可就麻烦了 再者了 房玄龄特意点名了恩赏二字 想想也是啊 房玄龄是宰相 梁国公宋周的次使 他的儿子房一爱 与高阳公主定亲了 他的妹妹嫁给了韩王 夫人则出身于山东崔家 豪门贵族 皇亲国戚 可谓是圣极一时 但有道是圣极必衰啊 有见识的人往往在烈火烹油之时感受到危机 也许房玄龄现在就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他主动请辞了 大抵是想要给房家降降温啊 或者房玄龄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了 毕竟身居高位且老谋深酸 看到一些旁人看不到的东西也并不奇怪 急流勇退需要莫大的勇气 也更是一种智慧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73集 房玄龄的请辞被拒绝了 皇帝李世民压根就不同意 根本没有给房玄龄说下去的机会便直接打断 甚至直接走下单壁拍着房玄龄的肩膀聚与众心肠 说什么高昌之乱尚未平定 薛颜陀尚不安稳 天下黎民尚未安居乐业 怎么能离开爱情辅佐云云 一句话就是不让你请辞 宰相仍旧让他安安稳稳的当下去 为了安房玄龄的心 还让殿中省立即准备 让太史局既择个好日子 尽快把高昌公主和房依爱的婚事给办了 高昌公主的年纪尚且不大 原本可以再等着一两年再办婚事的 但现在这局势肯定是等不及了 除此之外 还特意给房夫人加了告命 名义上是作为高昌公主对婆婆的孝敬 但现在更多的是对房玄龄的安抚 皇帝后代到了这个程度了 房玄龄自然是拒绝不得了 无可奈何地继续接下宰相之位 这个沉重的担子 以至于有些人认为 房玄龄是不是以退为进 想要争取更多的利益呢 但只有房玄龄自己知道 这不是她想要的局面 现在和未来几年 房家依旧可以升级一时 但是王后呢 谁知道呢 长安的风比往年更急啊 对于这些谢义没有多管 自打少林圆马球比赛事件之后 谢义便格外的低调 每日除了去晋王府拆办 基本上是闭门谢客的状态 得罪了太子和魏王 在旁人看来 这是一种明智之局 加之皇帝陛下似乎也有点不待见谢却士了 初使薛颜驼也算是大功一见 但朝廷却没有给予相应的赏赐 而同行的侍郎狄迪之逊却得到了赏赐 此等反差明显的举动 无意向众人释放了一种训含 谢学士失宠了 仍旧是洪文馆的学士晋王府的常识 不管怎样 晋王府常识的职位没有丢掉 也许是晋王殿下 亦或是晋阳公主殿下 从中斡旋的结果吧 那天晋王和晋阳公主 对谢家人多有维护 是众人都目睹的事情 眼下有这么一位皇子庇护 那倒是安稳了 但是将来呢 没有人看好晋王李治 他现在还是个孩子 现在可以维护自己的常识 但是将来呢 皇帝陛下百年之后 无论是太子还是魏王上尉 晋王作为新皇帝的兄弟 必然会安稳折伏 哪里还能护得住 一个无关轻重的常识呢 一个聪明的人只要长大了 肯定不会说傻话 所以谢学士失宠 前途黯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了 所以啊 除了极少数的亲近的朋友 淮阳县伯府压根没有外人登门 冷清到了极点了 就连安逸宣这些谢家产业 生意都黯淡了许多 谢义对此完全不在乎 谢家现在不缺这些钱财 这生意差点便差点了 至于自己的前程 谢义更不担心 现在让他们闹腾吧 有什么要紧的呢 出头的船子鲜烂 何必急在一时呢 不着急 至于皇帝李世民的态度 谢义拿捏不准 却也不是很在乎 洪文馆的职位不重要 只是晋王府常使的职位还在 那就不没什么问题了 静静等下去便是了 胜利属于谁 那还不知道呢 至于无人登门之时 谢义也无所谓啊 复言趋势之人有什么要紧呢 今日门可罗雀 来日络绎不绝 这踩高就低不就是如此吗 何必在乎还乐得清闲呢 到了五月端午节的时候 李志生了肠病 留在宫中安养 谢义便没什么事情了 一连好几天是闲在家里 当此之时 恰好谢家的网川别墅建成了 谢义当即告了假 带上一瞎子前去网川别墅避暑 网川别墅 原本是武则天时期的大臣宋知问出建 后来被宰相也是大师人的王维购入手中 加以修整重建成为了一处绝好的别院 当地群山环保树林遮掩 亭台楼械古朴端庄 别墅外云水流死偶有周己过亡 呈现出悠然超尘绝俗乃是一处绝佳的休闲之所 因为早了好几十年 所以现在尚无人在网川一带修建别院 毕竟这里离长安城里太远了 长安贵族们的别院主要是在南山 也就是秦陵脚下 不过一两个时辰便可回到城中 网川则在罢河上游秦陵深处来往太过耗费时间 别人觉得遥远之处对于如今的谢家却是格外的好地方 出了长安城直接沿着罢河便往上游走去 谢义惊讶地发现 这罢河上水流滔滔竟有舟船往来 仔细再回忆好像前世在一些文本上看到过 这网维从网川别墅来往于长安似乎也可以乘船 倒也没错了 这巴水绕长安 古代的长安水系那还是相当的发达的 如今从长江来的粮食可以通过大运河直接运送到长安城里 罢河作为除了渭河外长安城外最大的水系可以行船自然也不作为其了 但到了后世 关中之地哪里还有船只的影子呀 就连关中八景之一的咸阳古渡也消失不见了 可见水系和生态的破坏那是和气之大 想想当真是让人感慨啊 虽说罢河可以行船 但卸下人众多 携带的东西也不少 溺水行舟并不方便 所以还是选择了乘坐马车 数十辆马车沿着罢河上了高地上了圆 卸翼不能准确判断 但猜想大概是后世鼎鼎大名的白鹿圆吧 天气情好之时站在这里可以远远看到雄伟的长安城 现在那里是是非之地 远离是非去山中避暑才是正经的好日子 陶渊明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雅兴 想必是一种很不错的体验 现在不到采菊的时候 但据说这网川别墅的湖中荷花不少 可以采莲吗 悠然见南山更是容易了 除了欣赏风景偶尔还可以进山行列 这可是常人甚少有机会体验的好事啊 谢义对此很是乐观也颇有兴致 杜熙君和郑丽婉也面带笑容 只要谢义在他们的心情便很好 至于旁的并不是很在乎 至于长安城里那些风言风语 他们也不是很在乎 他们相信谢义的能耐 难得清讲 若非如此 他哪里有时间陪着自己去网川别墅呢 此番前去 两位夫人都是满心期盼 想着换个山清水秀 人皆地廉的好地方 能不能一击必重 早些为谢家添个孩子续上香火呢 第274集 小蛮听说可以去玩耍 自然是格外开心了 尤其是不曾去过野外 这小孩子天性完全释放 那是相当的快乐 但是五二娘子却不怎么开心呢 自打少林园马球比赛那件冲突之后 他就不怎么开心了 虽然那件事不是他的错 他压根没有什么错误 但谢家却因为这件事惹上了麻烦 这让五二娘子很是歉疚 甚至还有些许的自责 故而一直闷闷不乐不怎么开心 现在虽说是一家人前去网川别墅避暑度假 但他觉得不免有几分被迫避开 甚至是被流放的感觉 本来风生水起的谢学士落到这个地位 多少都是因为自己而起的 所以难免有些不安 谢家为了修建网川别墅花费不菲 毕竟这是谢家往后可能会常住的别院 谢家的安逸宣这几年也赚钱不少 完全能够从容应对 路通也是个很会办事的人 他找到了蓝田县令 买下了网川河道两岸的大片土地 当朝鸿文馆学士晋王府常使 夹在山沟沟里买地 这蓝田县令没有道理不同意啊 尤其是当地百姓全都同意 愿意将自家土地售卖转让 县令自然也就乐见启程了 谢家给了当地居民丰厚的补偿 那些钱可以在长安城里置办产业 或者在武佑高岭这样的交线 购置更多的土地按家落户 百姓们完全没有拒绝的理由 除此之外 谢家为了修建别院 还特意地修了一道宽阔的道路 现在方便运送建材石料 往后则方便出行 最让蓝田县令惊讶的是 这条路并非石板路 却比石板路更为坚固 据说是使用了一种叫做水泥的东西 为此 这蓝田县令还专门去观摩过 那黑乎乎像是碾碎的石头粉末的一样的东西 加上细碎的沙石和水搅拌 然后这夯石路基平整齐上 待凝固晾干之后便坚硬无比 当此之时蓝田县令惊讶不已 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建筑材料呢 方法很是特别啊 简直堪称为画腐朽为神奇 他很快发现谢家在别院修筑上也是采用了此动方法 比如那座好几层高 建在进入别院必经之路上的小楼 据说这是寥望用的碉楼 可以观察到四周道路和水面 防止有人轻易的靠近潜入别院 据说修建墙体时不仅用了水泥以及所谓的混凝土 还有其中加上了类似于连成了网状的铁棍 这铁金一类的东西 王川原本有一条河流也被谢家给截断了 在中间修建有堤坝 寻常河流上修堤坝 这官府肯定会干涉并严加管理的 无他怕的就是万一溃堤 这大量蓄水流下去等于是山洪爆发 下游的村庄土地庄稼和房屋损毁是大事 要是死了人那就更了不得了 但谢家这座堤坝呢 蓝田县派人仔细查看之后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偌大的山石作为堤坝的基础堆得很厚很稳 然后灌住了所谓的混凝土并留下了活动的闸口 用谢义管事的话说啊 这遇到洪水时谢家会关闭闸门蓄水 避免让下游遭遇洪水 如果是天汉之年则会打开闸口给下游做灌溉之用 如此兴建水利的好事 这蓝田县找不到反对的理由 更要紧的是谢家没有让他们掏一分钱 便平白地送给他们这么大的一个政绩 感谢还来不及呢 有见于此 蓝田县在谢家修建别院的过程中 给予了极大的方便和帮助 修建的工期呢才能如此之快 只是关于那水凝和混凝土的制作方法 谢家一直不曾透露 蓝田县令旁敲侧击地询问了好几次 也是无功而凡 说法是只有自家阿郎知道和有权处置 蓝田县令顿时是心里有数了 早就听说淮阳县博是奇思妙祥 常有兴起之物 如今看来果不其然 不过也正是如此应该不会轻易的外泄 想要探寻那还得想办法找谢义本人 如果能够通过自己将此法献给工部 献给朝廷 那么许多的建筑工程将会迎刃而解 至少能容易很多 修建道路和桥梁就不用说了 最重要的还是城墙 使用此法修筑的城墙 肯定比夯土砖石的城墙坚固得多了 绝对称得上是固若金汤 到时候这研究出此法的谢学士大功一见 向朝廷推荐献保之人自然也会有功劳的 蓝田县令心里打定了主意 谢学士将自家别院建在了网川 也许是从天而降的好机会 所以必须得抓住了 关乎谢家之士那都得尽心尽力 如今一个占地数百亩的别院出现在了网川之中 亭台楼阁 链落小柱应有尽有 当地原有的树木也尽可能地保留下来 可谓是绿树成荫 匆匆悠悠风景优雅 最初踩的还是堤坝蓄起来的一河清水 这山谷中等若多了一块弱大的湖泊 其中还有许多的高地成为湖中小岛 在其中修建些许的石桥和小亭简直是别有意境匠心独运 出入别院陆锡君和郑丽丸等人便惊到了 简直有点乐不思蜀的冲动 随同而来的侍女仆从们也是惊喜不已 此间可比长安城里好多了 尤其是夏天 山中本就清凉 徐徐清风从湖面上吹来 带来些许水润清凉简直是舒服到了极点 现在想想长安城里能勉强与此处相比的 恐怕只有曲江池芙蓉园了 也就是说这网川别墅是堪比皇室的享受 甚至过忧而不及 唯独愁眉苦脸的便是叶北等人了 风景如画居住舒适没错 但整个别院太大了首位是个大问题 虽说四周见有高墙碉楼 甚至连院子里的入水口都设有铁炸了 拦住一般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是刺客有心那还是有可能潜入其中的 所以啊这安全保卫还是个大问题呢 这个谢姨没有多过问 属下人肯定能够办好的 这会儿子啊他主要是带着一家人四处看房子 颇有几分出入大官员的感受 网川别墅的主建筑群很大 光是为主人安排的住所便有十多处 如果女眷众多分房居住很是方便 不过谢家现在人口也有限了 所以主要还是集中居住的模式 比如谢姨首先带着两位夫人入住了南勋阁 此处正好濒临湖水 夏日居住是最为清凉舒坦 至于五二娘子和小蛮则住在一旁的望湖楼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75集 五二娘子的闷闷不乐 谢姨全看在眼里 也劝说了几次 奈何并不怎么管用 见如此情景 谢姨也就没多说什么了 一方面带着她出来散散心 再有便是等待了 等待局势有变化 到时候她自然能够放下心结 也许是因为山谷清幽 风景宜人 或者是见到谢姨心情轻松的缘故 五二娘子的情绪也就放松了不少 见此情景 谢姨也就释然了 每日便带着家人游山玩水 饭粥湖上 过起了赛神仙的逍遥日子 当然了 夜晚则少不得为谢家香火传承大夜而奋战 从长安出发之前 杜西军和郑立晚特意去拜访了孙思淼 弄回了不少调理滋补之药 甚至还给谢姨带回来一些 据说是孙神仙配置的 用以男子强身健体的补药 谢姨本来是身强体壮 原本不需要这些的 但忍不住孙神仙的一番好意 最要紧的还是两位夫人的态度 强制要求谢姨必须服用 如此一来搞得人好像是病号一般 尤其是在这个特殊的方面 谢姨难免是有些小郁闷 但架不住两位夫人求子心切的想法 谢姨只好从了 还别说 孙思淼的药术那真不是盖的 此等顾本培元强身健体的药物 那服用之后些许之日 那还真是有效果了 夜里 南崇阁里床塔摇晃的声音更长了 还有一些特别的声音 与水波声融合 形成别致的小夜曲 就这样一直到了七月初 某一日谢姨在湖中游泳结束 回到南勋阁的房屋室 才发现杜西君扔在酣水 刚刚前去给小蛮交尸书返回的正丽晚 也有些许惊讶 疑惑的 西君姐这几日似乎颇为困倦 莫不是夜里劳累之故 不对啊 谢姨对此也是颇为认同 这几日 杜西君老是昏昏噩噩的 夜里似乎也不怎么舒服 早早便安静了 这同床共枕的主要是正丽晚 所有劳累也该是正丽晚才对啊 或是因为天热 暑气太重贪睡也是可能的 只是杜西君贪睡的程度 还有慵懒的状态 着实是有点 也不知怎的了 这几日老是感觉疲乏 整个人没什么精神 胃口也不好 被谢姨和正丽晚惊醒的杜西君起身 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抱怨 听杜西君这么一说 谢姨顿时眉头一动 一个念头浮现在了心头了 并逐渐放大 西君 你这个月那什么来了吗 听谢姨这么一问 杜西君一愣 正丽晚也是一惊啊 显然他们都想到了什么 没 杜西君的声音微微的有些颤导 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浮上了心头了 有些惊喜但又不敢相信 西君姐 看样子 你 不 不可能 孙神先说了 我这身体需要调理两三年 如今才一年有余而已 杜西君连连摇头 显然很是期盼 但还是难以置信 什么都别说了 找个大夫来看看便知道了 谢姨摆摆手 让两位夫人停下来不必要的猜测 杜西君下意识地抚摸小妇 神情顿时有些紧张了 一种强烈的喜悦即将浮上心头 但又很是凝重 唯恐空欢喜一场 姐姐且等着 大夫一会儿就来 依我看 姐姐的状态多半是喜脉 但愿吧 杜西君嘴角浮过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低头安静地等待着 大夫来得很快 此人名叫陈妙首 乃是洛州颇有名气的议者 被路通重金请到长安 成为淮阳县伯府的专职议者 虽说有孙思淼 但孙神仙不可能常住 平日里有个头疼脑热的 一般由陈妙首问诊开药 此番淮阳县伯府可谓是举家来到了网川的别墅 这山野之中自然需要议者随行了 所以谢义的吩咐传达出去 陈妙首来得很快 得知杜夫人身体不适 当即前去把脉 片刻之后 陈妙首眉头一动 连忙站起身来攻打 恭喜阿郎 恭喜夫人 杜夫人有喜了 杜西君对外的身份是寡妇 如果是旁人诊出寡妇有喜 肯定会比较迟疑的 不自信或者是不敢说 但陈妙首医术不错 他有这个自信 至于不敢说的顾虑 则完全没有 虽说谢家没有明确说过杜西君的身份 但府中人都有感觉 那都心里有说了 这两个月在网川别墅 杜夫人有孕 除了是谢学志的 那还能是旁人的吗 不可能出击外人呢 这些仆从和护卫 压根没有人进入南勋阁 也断然没有那个胆量和可能 所以事情不言而喻了 听到这个说法 杜西君顿时惊喜道 过真吗 当真 夫人差不多有两个月左右的身孕 买相平稳 母子均安 请夫人放心 杜西君文言轻轻抚摸小妇 脸上有太多说不出的欢喜 谢意也是相当的惊喜啊 虽说之前一直不在意 但突然听闻自己要当爹了 这种心情 着实很是复杂 不只是出为人妇的喜悦 更因为自己独特的出身 有了孩子 才会显得更加真实 才会与这个世界有真切的联想 陈先生 那就劳烦您费心 您便常住在这网川别墅 为西君安胎 阿郎放心 在下一定会竭尽所能 陈妙手知道 在杜西君生产之前 他是不能离开了 一来身边需要医者 想必也有保密的缘故 谢意这话等若是承认了 和杜西君的关系了 这个道理他懂 他也是个守口如瓶之人 世家豪门里秘密太多了 若管不住嘴 那便是杀身之祸了 何况谢家带他不薄 这点小事完全能够做到 恭喜三郎 恭喜姐姐 郑丽婉也是连忙到喜 惊喜中的杜西君 连忙抬头看着郑丽婉 似乎有些许不好意思 他一直想着自己身体不好 指望着郑丽婉 早些为谢家添丁了 还却不想自己先一步 所以难免有些不好意思 丽婉妹妹 姐姐莫要多心 你有了好消息 我也不会远了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郑丽婉还是有些忐忑 这杜西君有孕 说明谢意身体健康 那如果自己怀不上 那问题肯定是在己方了 杜西君柔声道 孙神仙的药已经用完了 要不你让陈先生再切切脉 再开些滋补之药 嗯 好 郑丽婉没有拒绝 陈妙手便当即上前诊脉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二百七十六集 片刻之后 陈妙手脸上浮现出了一种古怪的表情 俯身道 恭喜夫人 恭喜阿郎 陈先生 你什么意思 难道 郑丽婉的表情有些僵硬了 与之前杜西君的表情很是相似 是 陈妙手尚未多说话 只是一个点头便说明问题了 困扰谢家香火传承的大问题解决了 不来则疑 一来则是双喜临门 这双喜临门来得很是突然 也是让人很是惊喜 原本就忧心者谢家香火无忌 两位夫人是为此是没少忧心的 却不想不经意间是双双的忧怨在身了 当陈妙手到处肯定的回答时 莫大的惊喜浮上了心头 两位夫人满面是难以置信的惊喜表情 相对而笑 玄机是喜极而泣 谢义同样是处在巨大的惊喜之中 一下子将有两个孩子了 以至于瞬间整个人便被巨大的喜悦所包裹 兴奋之情简直是抑郁言表 太好了 太好了 谢义连声感慨 若非陈妙手在场 恐怕会兴奋地将两位夫人抱起来原地转圈了 陈先生 安泰之事就劳烦你了 谢义连忙叮嘱陈妙手 阿郎放心 此乃分内之事 在下定会根据两位夫人体制对正配药 确保母子安康顺利生产 那就好 需要什么尽管吩咐 让府中的管事去准备便是了 在下行的 请阿郎放心 我这就去开方陪药 陈妙手答应两句 转身离去了 当南勋阁里只剩下夫妻三人之时 气氛也就变了 三个人相互看着 先是有些严肃 旋即又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谢义走上前 一左一右拦起两个夫人的腰 轻拂两个尚且平坦的小妇 小的 真好 真好 可不是吗 杜西君最是惊喜不过了 原以为还是许久才有可能呢 压根没有任何的期待和心理准备 却不想好消息却突然到来 让她惊喜万分 郑丽婉同样是处在惊喜之中 原本以为杜西君有孕 自己心中难免忐忑 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身体有毛病呢 现在才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说来也怪 齐君姐还有些许征兆 我却丝毫没有感觉 也许这也是郑丽婉 惊喜的原因之一 嗨 虽说都是有深远 但因人而异 表现各有不同也是正常的 也是 还好陈先生给诊了脉 若我不知道 仍旧大意 恐怕 看吧 我早就说了不用担心了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没错吧 可不是 看来 这网川别墅 还真是个好地方 刚一来便有了 而且 和西君姐 一道有了 是啊 这样你们一起安胎 日子算起来啊 孩子出生之日也相差无几啊 如此啊 一并照顾你们两个 将来对外面也好说啊 关乎此事 两位夫人都是心知肚明 都西君小的 是啊 到时候就说 李婉妹妹生了双生子 然后过几个给我 干脆啊 别回上岸了 就住在此间安胎 对外 就说西君在此间照顾你吧 不过我现在有个担心啊 什么担心 什么担心 听到谢义这么说 两位夫人都有些紧张了 你们其中一人 甚至是两人 如果怀的本就是双生子 那该如何对外啊 三胞胎吗 如果是双生子倒好了 多子多福乃是天大的喜事 只是这顿好事 恐怕可遇而不可求呢 如今只盼着我与姐姐 至少有一人生下男孩 别有顾虑 男女都好 我都喜欢她 有了良好的开局 往后迟早会有儿子的 嗯 如今别无所求 只求安安稳稳 生下孩子 那时 青山绿水 景色宜人 此等风水宝地 养胎最好不过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呀 我和细军姐 都身子不方便 这往后 谁来伺候三郎呢 正立完轻声细语 却道出了一个大问题 原来曾有过的戏言 如今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两位夫人都有了身孕 这往后就寝 事后该当如何是好呢 嗨 看你们说的 最多等一年 等我们的小崽子出生之后 在那什么不行吗 等得住吗 你平日可不是这个德行 更何况 我们也不想委屈了三郎 所以 打住 先打住 解义知道杜心就要说什么 连忙摆手 解义一家 在网春别墅欢欣不已时 长安城里很多人 却因为一件事紧张了起来 太极殿里 皇帝李世民的脸色阴沉 没有丝毫的轻松 出事了 出事的地方不在长安 而是远在河东的晋州 但与长安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晋州平阳郡出现了侵入土地之事 据说牵扯到当地的豪墙和地方官 结果引发百姓不满 爆发了冲突 险心酿成了民变 这封建社会 一旦发生民变那是了不得的大事 一旦民变规模扩大 很容易蔓延 甚至有席卷天下之事 君不见随莫天下大乱 不就是长白山一首无相辽东浪子歌吗 所以啊 这大唐立国之后 对这方面是格外在意 好在这些年政策不错 百姓基本是安居乐业 所以没闹出什么大事 却没想如今在晋州闹出这么一出 发生了贞冠年间少有的民变之事 据说出事之后 晋州刺史出动官军 杀死200余人才得以暂时平息事态 但也正因如此 事态才闹大了 200多条人命啊 满地的鲜血彻底是激化了晋州的民间矛盾 为了避免出现更大的麻烦 秉州大都督府常使李泽不得不出兵坛压 暂时的稳住了局势 但晋州百姓不服气啊 上万民属给皇帝要求彻查此事 给出了明明白白的交代 这谁可在周亦可覆周啊 这是李世民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民意不可为 这个道理他自然是明白的 负责此事的魏征更是上述之言 声称如果不妥善解决此事 天下百姓恐惠心寒 有损皇帝威言不说 晋州之地很可能是酿成新的民变 引发禁地乃至整个河东的不闻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77集 晋州在河东 距离晋阳不远 那处是李唐的龙兴之地 李世民自然不愿意看到此地动荡不安了 所以需要妥当处置晋州亲地民变之事 但这件事却不那么好处置 甚至按理说一件寻常的亲地之事 还是周县地方的小事 那地方官府或者是朝廷相关的衙门 就能够处理好了 但很遗憾 没有 这件事还是闹到了李世民的案头 就连素来刚正不阿的魏征似乎都由于避开了 不太 据说此案涉及到了太子和魏王 晋州刺史 据说与东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涉案的豪强则与魏王府有关联 出事之后 两位皇子似乎多少都有意想要遮掩 妥善平息此事 可惜啊 事与愿违 事情没能妥善处置 越闹越大 直到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此时此刻 李世民在太极殿上来回夺步 表情阴冷到了极点 他恼怒的不只是晋州的麻烦事 更要紧的是他第一次体会到了纵容两个儿子的苦果 当他得知晋州之事与两个儿子多有关联之后 他的心情是更非常的沉重啊 为什么晋州之事会闹到现在这个地步呢 不就是因为朝中大臣怕惹上了太子或者是魏王吗 因此诸多的是推诿拖延 以至于事态扩大 以至于险心一发不可收拾了 现在自己该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呢 将两个孩子怎么着了 显然是不能了 先不说现在案子尚未查清 就算是查清了又能如何呢 当朝太子和魏王牵扯到的地方亲帝暗中 若是对全天下公开了 岂非皇室丑闻吗 自己这个当爹当皇帝的脸上也不会好看呢 再者了这是自己最为看好的两个儿子 如果因为一桩小事全都夭折 那后果会怎样 值吗 至少这不是李世民希望看到的局面 但晋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自己需要闹个明白 然后需要对全天下一个交代 一句话 朝廷需要派个人前去调查 但谁去呢 所以魏征好像是最合适的 铁面无私 直言劝谏天下皆知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魏征有意地避开了 因为涉及皇子 魏征没了往日的硬骨头了 这是也不是 确实是因为涉及皇子 所以事情有些复杂 但魏征绝非因为没骨气 而是他明白皇帝的心思 如果去了 用心调查结果会让皇帝为难难堪 如果违心走个过程 那则有违自己的本性和原则 更会为天下人所诟病 所以魏征有意避开 他很清楚 皇帝一定会理解他的难处的 那魏征去不了 那派谁前往呢 鉴于事情的特殊性 前去调查的人身份不能低 否则没办法震得住河东官员和世家好情 更无法向天下人交代 但这样的人不好选呢 朝中宰相上述一类的人都明白此事的难处 李世民心里也清楚 也不想这些骨弓之臣轻易地陷入皇子们的争斗中去 派个身份低微的人去则没有说服力了 更应付不了河东的局面 当真是让人为难啊 你等可有什么建议 承庆殿里李世民沉声询问 陛下 臣以为全两个不相干之人敢赴河东 配合英国公妥善安抚百姓 平息民怨 纠茶过失为一样 辞官未尝的房玄灵表现得更为谨慎了 尤其是涉及皇子的时候 没错 河东近地乃我大唐龙兴之地 又临近山东 与北部的边疆游序安稳啊 必须得尽快地妥善处置啊 陈文本只强调事情本身 对人选则是只字不提 长孙无忌则是一言不发 因为涉及到双方那都是自己的外事 自己这个当舅舅的必须要一碗水端平 不能有失偏颇 自己本该如此 何况先前皇帝也对自己有过暗示啊 所以只能这办了 讨论许久似乎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当再次问到房玄灵的时候 他还是那句话 选一个两不相干之人前去合同 这一次李世明特别留意了这句话 原本以为只是敷衍之语 但房玄灵何等精明啊 他先后两次重复了同一句话 那能简单吗 这两不相干 首先得与东宫和太子都没有关系 这样的人有不少 但中立似乎没什么卵用 因为中立的人往往会有畏惧或者是顾忌 反倒是畏首畏尾 除非啊 这个人不怕东宫也不怕魏王府 那这样的人有吗 李世明陈寅片刻 似乎还真就想到了这么一个人选 谢义啊 半年前 邵灵远那场马球赛 谢义得罪了东宫和魏王府 他与两边的关系都不好 且不畏惧两边 这正是此番需要的人选呢 房玄灵前后两次看似谨慎 魔能两可的废话似乎就有此意 让谢义去似乎可以啊 这大半年的时间 谢义除了平日里金王府任职 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闲置在家里 闭门谢客相当的低调 尤其是最近两个月 似乎一直待在山里 据说在那里有一个别院 已经快乐不思蜀了 还真是会多清闲啊 这怎么能行呢 李世民觉得得给他找点事情啊 毕竟先前有点亏待了谢义了 所有封赏都有原因呢 不过现在倒是可以考虑了 至于谢义最近的形势 在李世民看来并非是畏惧和躲避 他认为以谢义的能耐去河东 肯定可以把事情搞清楚 至于贾思报复应该是不敢的 尤其是报复的对象是两位皇子 他没有那个胆量 也不会那么做的 这一点李世民很有把握 至于谢义会不会领命 李世民同样不担心 谢义不会也不能抗旨 似乎是当前最为合适的人选了 当李世民提出这个人选的时候 澄清店里的大臣们都没有出生 也算是默认了 其中房玄龄肯定是乐见其成的 毕竟这是他推荐的人选 陈文本也许不很赞成 但他知道反对没什么意义 长孙无忌则是仍旧不开口 轮到魏征的时候只听他说道 谢学士才能出众 肯定能做好此事 但他资历尚浅 直履不高 恐怕不是以镇市河东上下 陛下是否考虑给他加点权威呢 玄成 你所谓的权威指什么 李世民顿时来了兴趣 出声询问 魏征继续沉吟大 陛下 可否考虑派一位皇子或亲王为主 于谢义一道前往河东 皇室贵咒代表陛下您 河东上下无论官员还是世家豪强 必然俘首听命 谢学士行事也能容易些 不知陛下已微然否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78集 魏征的建议有些道理 河东世家豪强不少 若无位高权重之人 恐怕是难以震慑的 单单一个谢义能力是够了 但威势有所欠缺 派个皇子或者亲王是不错的选择 皇子或者亲王 魏征这句话说的很是艺术 按照大唐现在的制度 但凡是皇子全都封了亲王爵位 派去的是皇子便一定是亲王了 但如果重点在亲王二字上 那解释可就多了 当年皇帝陛下有兄弟是多人 那都是亲王爵位 如今呢 年纪见长倒是都合适 可是究竟哪一位才合适呢 曾文本悠悠说道 河东晋州之地 按理说晋王前去最为合适 毕竟晋王殿下的封地在那处 而且殿下还领着并州大都督一职 然晋王尚且年轻 不过也不小了 适当的历练倒也并非不可呀 晋王李治年方十三呢 在后世肯定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呢 但在古代可就完全不同了 十三岁已经是可以当爹的年龄了 魏王李太十一岁便大婚了 世子李新出生的时候大概也就是这个年纪 能当爹自然算是成年人了 古有甘罗十二位宰相 少年继位的皇帝也不在少数 所以啊 这皇室子弟十三岁是可以当作大人看待的 故而 曾文本提到晋王倒也不算离谱 毕竟其封地在晋 从这一点上来说最为合适 更何况既然是派谢义前往 那谢义乃是晋王府常使 这君臣一道前往倒也算是相得益彰了 何况还有并州大都督府常使李记在 从名义上来讲 他也算是晋王李治的属官呢 有这两位年轻能干 鹦鹉不凡的常使保驾护航 晋王李治走着一遭啊 水到渠成并不难 说到底晋王只是一个招牌 办事的主要还是谢义 当然了 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李世民的手中 众臣的目光落在寓座之上 皇帝在晋吟在犹豫 说明他心动了 李世民确实是在犹豫啊 这个提议似乎不错 谢义是两不相干之人没错 但可以能让两个儿子不安 李治呢 则是与两边都相干 单纯派个外臣去很容易让皇家的丑闻暴露出来 这皇子前去则可以避免类似的问题 但如此一来 会不会把小儿子也卷入纷争呢 也许直到此时李世民的计划里都没有算上自己挚爱的小儿子 所以他有些犹豫了 傅姬 你以为如何 长孙无忌闻言 沉吟片刻之后说 陛下 晋王殿下 年岁建长 出门掌掌见识 历练历练 倒也无不可 的确很奇怪 一直沉默不语的长孙无忌开口 而且还真是一碗水端平 三个外甥毫无偏袒 听到这个回答 李世民沉默了 许久之后 白手让朝臣们退下 这事儿啊 他还需要再想想 谢义在网川别墅勒不思蜀 陪着两位夫人安排之时 被一纸诏书给召回了长安 发生何事他一无所知 甚至有些莫名其妙 被遗忘了大半年之后 皇帝又想起自己来了 奈何皇帝旨意不得不遵 只得是暂别娇妻前往长安进监 入太极宫进成庆殿 行君臣之礼 虽然时隔多日 但是谢义依旧是很是熟悉 逍遥 听说你近来在南山休了个别院 再那处逍遥自在 快乐不思蜀了 李世民笑着询问 作为皇帝他自然是消息灵通了 即便蓝田县令不揍宝 他也有渠道了解 回陛下 臣在南山网川修了别墅 那处的确也是风景秀美 本意是去避暑的 但凑巧利王有了身孕 便留在那处陪大安泰了 要当爹了 好事啊 朕得恭喜你了 谢陛下 当爹了 才是真正的长大成人 堪当大任 陛下说的是 谢义唯唯诺诺 心里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你夫人有了身孕 按理说 该让你留在长安陪伴妻子 等候孩子降生的 但男儿志在四方 有时候少不得有些取舍 朕得许多孩儿诞生时 朕都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牵绊 不在身边 如今想来颇为遗憾 陛下日理万机忙于政务 各位娘娘和皇子们都会理解的 陛下不必解怀 朕虽然遗憾 却不得不让你走一遭 走一遭 果然 谢义心想已经了然了 看来又有苦差事了呀 也不知道是要自己去何处 哎呀 这平日将自己望到九霄云外了 有麻烦的日后便想起自己了 还真是有点不正义啊 逍遥啊 去河东走一走 赶在年底前回来 正好赶上孩子出事 河东 请陛下明示 让臣前往河东 所为何事啊 朕欲让智奴前去巡视河东 去晋阳观摩拜叶高祖皇帝故居 你作为他的长使 跟着走一走吧 是 此乃 臣分内之事 谢义很快被应允下来 但说出口之后 心里却突然有些忐忑 他 不对啊 让李智去拜叶高祖皇帝的故居 这是什么情况啊 如果说是李世民自己前去 李智随行 那完全在情理之中 但让李智单独前往 这有点不合情理啊 李智才十三岁啊 李世民素来疼爱 名义上开府 却仍旧让居住在皇宫之中 可谓是呵护北至 怎么会突然的让他独自前去河东呢 这其中恐怕有什么事情啊 是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谢义不禁有些自责啊 这几日完全沉浸在夫人有孕的喜悦中 以至于疏忽了长安城里的消息和情报 以至于现在就像是个睁眼瞎一样 这不应该啊 如今只能揣测了 这晋王乃是皇子 按理说那河东禁地该是他的封地啊 但李世民并非分封 而是让其白夜 皇子身份贵重 怎会轻易地前往某处呢 这其中都是大有文章的 难不成李世去河东 也是为了震慑某些人 或者是释放某种信号吗 只是让自己前去做什么呢 谢义有种感觉了 肯定不是陪伴李世那么简单 天知道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等着自己呢 没办法啊 谁让摊上了这么一位不安好心的霸道君王呢 谢义在消息面上吃亏了 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受命 压根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这皇命难为 不答应也得答应啊 裴晋王李世前往河东 名为是拜业高祖故居 然实为巡视 因为李世被加封了一个了不得的职位 河东到处置史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79集 这处置史一职啊 实自贞贯八年 当时李世民委派李靖等 当朝重臣十三人为处置大使 代表天子寻查全国各地 考察官吏进行讲法 并了解各地情况 等若是带着上方宝剑 代表皇帝巡视地方 并有考察讲法 处置地方大使的权力 代天寻寿职权乃是相当之大 一个十三岁的少年 纵然是皇子 授予此职 多少也是有些不大合乎常理啊 消息传出的时候 满朝文武皆知一惊啊 皇帝陛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关乎河东到 肯定与晋州之事有关 只是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当真的好吗 再者了 为什么是晋王呢 派其他人去也许 为什么会是十三岁的晋王 是皇帝想要糊弄一下西式宁人 还是有意抬举晋王殿下呢 这地心难测 众人自然是难以把握了 更离奇的消息随后传来了 红文馆学史谢义 则被册封为河东到处置复时 那很有意思的局面出现了 虽然只是一字之差 但所有人都敏锐地意识到 这处置河东之时 恐怕正经是谢义这位富士说了算了 毕竟晋王只有十三岁 太过年少 能懂多少事情啊 大小事情还不得谢义来出之 才折了 谢义是晋王府常使 与晋王殿下关系甚好 少灵园上那次 晋王殿下对谢义维护有加 是众人皆是有目共睹之事的 听说晋王殿下对谢常使的话 几乎是言听计从 所以这河东之事 谁说了算 似乎是显而易见了 再联系到 当初少灵园冲突的具体情形 众人越发觉得这事有意思了 晋州之事牵扯到了太子和魏王 皇帝却派了与两位皇子亲厚的晋王前去 却又让与两位皇子都不和谐的谢义主持 这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呢 面对皇帝的故弄玄虚 满朝文武们都也是闹不明白 不明所以了 轮到两位当事人的身杀 那便是强烈的不安了 东宫之中 太子里程前有些坐立不安 晋州刺史是他宝举之人 如今呢 在晋州闹出如此的事端 多少是有些牵连东宫的意思啊 如果只是举荐不当失察之随 倒也不打紧 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私下里他通过晋州刺史 与河东官员们多有联系 如果这些事情被闹出来 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丢脸子 而算得上是失德了 这太子失德意味着什么呀 李承前比谁心里都明白 所以他一直都关注着父皇对刺史的态度 尤其是关注处置的人选 却不想等来了这样的结果 让李治和谢义前去 这个搭配 李承前的心中 泛起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 说不清道不明 年轻的九弟素来与自己关系还算不错 将来不会在背后捅刀子的 毕竟李治还小 李承前不认为年幼的九弟会有所图谋 他相信九弟还是一个纯真善良的少年郎 但背后的谢义可就不同了 与东宫关系不合乃是众所周知之事 如今呢 逮到这样的机会 那还不得公报私仇啊 如果没有把柄 李承前倒也不用害怕 但偏生就有把柄落 所以少不得有些担心 天知道谢义前去会弄出什么事情来 至于那个十三岁的弟弟 能为自己说上什么话吗 李承前不由摇头啊 显然是自己想多了 晋王前去不过是充门面 给谢义增加点分量和底气罢了 所以啊这事有些难 更让李承前不安的是父皇的态度 派谁去不好 偏生派的是谢义啊 父皇绝对知晓谢义和自己的关系 却还是如此决定 这究竟是意图何在呢 严康坊魏王府 李泰同样在来回躲着步子 处在一种不安中 晋州之事他也脱不了干系啊 这两年借助这行阳正事 他河东和山东世家多少有些联系 其中就包括此番晋州事端中的豪强 如果晋州之事被详细调查 很可能因为这冰山一角而牵连出自己 与山东世家渐渐根生叶茂的关系来 这绝非是好事啊 虽然有父皇的宠爱甚至纵容 但终究并非太子 若明目张胆地与地方势力勾结 培植党羽 虽说事实上就在这么做 但都是借着编撰扩地制啊 以文汇游等理由为掩护面子上过得去啊 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若一下子被揭开了 功之于众恐怕父皇都不好护着他 到时候必然被阎官甚至天下人所指责 那可就完了 事发之后他也在尽力仰视 但晋州现在牢牢控制在英国公李济的手中 他谁的账都不埋 只听命于皇帝外人根本插不上手 只等朝廷大员前去调查了 李泰原本还想要从这方面想点办法 但如今消息传开了他才发现似乎毫无办法 原本想着最麻烦的不过是魏征前王 却不想竟然是自家九弟和谢义 李泰查一道 父皇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 陛下的意思实在耐人行为 刘轩对此也有些摸不准啊 九弟年轻当不得大人 说话办事还是谢义 这小子已经与本王渐行渐远 恐怕不会想着我们 所以这禁州之事 麻烦啊 是啊 谢义此行 着实让人不安 现在本王该怎么办呢 要不要找个理由送送就地 只如平日 与本王还算过得去 行许余 不 殿下万万不可 陛下选中晋王殿下 必然有其道理 如果这时候殿下去见晋王 纵有手足之情这个理由 恐怕会免不了落下口实 更何况 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谢义 这正是让本王担心的地方 他会不会趁机给本王捅上一刀 殿下暂且莫要忧虑 谢义前往河东 忧心的不止是殿下一人 东宫肯定也不安心 就眼下的情形 恐怕是东宫首先坐不住 且看看再说吧 谢义会如何行事 还说不定呢 出了承清殿 在长安城里走了半圈以后 谢义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 感情是河东有个烂摊子 让自己去清理啊 李承前和李太都有牵连 旁人都不愿意粘手的麻烦事 非得让自己去蹚浑水 这明显是让自己前去拉仇恨嘛 哎呀 这样合适嘛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80集 李二陛下不仗义啊 谢义心中不由的小声嘀咕 埋怨了几句却不敢宣之于口 关键是李二陛下 压根没给自己交代什么事情啊 甚至连暗示都没有 他到底打算让自己怎么办呢 这事情到底怎么查 查到什么程度 让人完全是摸不准脉搏啊 让人忐忑啊 现在消息传出去了 长安与河东的官员们会怎么想呢 尤其是李承前和李太会是什么态度呢 他们会不会给自己使绊子 或者其中弄出什么乱七八糟的黑手段 因此而得不偿失或者永垂不朽 那可就不划算了 让人很是不安啊 这家里妻子有孕在身 这时候谁想去外面干这等苦差事呢 这李二陛下真是不懂得体恤臣子啊 要是让在后世啊一定不是个好老板 可是人在屋檐下啊 这不得不低头啊 这位黑心老板得罪不起啊 要是顶撞了他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 根本没有推卸和讨价还价的余地 如此看来 在大唐想要逍遥自在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去河东巡视是一回事儿 那还得带着金王李志前往 这李世民的安排 当真是有意思啊 谢义大哥明白了 有李志在 等若是给自己增加了一个筹码 可以拿着鸡毛当令箭 毕竟皇子为亲王 分量之重 河东上下不敢等先是之 办起事儿来也容易方便许多啊 只是这事儿啊 多少还是透着点古怪 李世民素来疼爱幼子 怎么舍得让李志去河东经历风吹雨打呢 这般安排到底该怎么解释 或者说是以为何途呢 也许李世民对小儿子单独有什么嘱咐吧 不过自己似乎并不方便询问呢 走之前肯定要去见见李志的 必要的沟通呢还是要有的 谢义心中也泛起一个念头 或许此番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正是让李志从幕后走到台前 走到百官和天下人的面前 十三岁的年纪也不小了 何况皇帝已经经他当大人看待了 这事儿可以有啊 了解详情之后做个妥善的计划 倒也并非不可能 具体怎么做那还得见即行事 时隔两个多月再见到李志时 连谢义都有些惊讶了 不知不觉间晋王殿下又窜高了不少 按照后世的标准 个头已经过了一米六 已然是一个玉树临风的少年郎了 面相看起来还是有些许的青涩 但已经不那么稚嫩了 说话嗓音已经浑厚了很多 越发像是个大人了 殿下最近好吗 前些日子偶然微样 现在已经没事了 当时谢长使待在网川别墅久久不归 看了那处风景着实秀美 有机会我定要去看看 曾经确实不错 随时恭候殿下大家 果真吗 李志文言顿时有些兴奋了 到底还是年少 还是有些许的少年心性未眠 当然了 嗯 到时候带上四子一并前往 能让谢长使全家贪恋的山水 绝对是风光秀美 让人流连忘返 这媚控李志任何时候不忘自己的静阳妹子 谢义低声道 殿下 倒也不是臣贪恋山水 该因历晚有了深运 所以 郑姐姐有运 恭喜谢长使啊 谢殿下 需要我请御医前去为郑姐姐安胎吗 有劳殿下关心了 就不被劳动御医了 网川别墅那边有名医守候 安胎之士完全妥当 谢义当即婉拒了 一来是没必要 那些御医的医术不怎么让人放心 二来 网川别墅里藏着秘密呢 怎么能外人前去呢 虽说杜希君的身份 李志隐约应该明白些 但还是不要彻底的暴露的好 让他继续啊 懵懂下去吧 那好 由杜姐姐和医者照顾着 想来妥妥当当 听李志这么一说啊 谢义值得干笑两声 杜希君现在恐怕也只能是由别人照顾了 再寒暄两句 两人玄机谈起了河东之行 对此李志表现的很是惊烦 毕竟他能够离开长安的机会并不多啊 偶尔出门 还是与父皇一道是外出寻星 这单独出行似乎还是头一次 怎么能不兴奋呢 何况去的还是河东 晋阳等大唐龙兴之地 自然不同寻常 属于那种想想就让人有点小激动的情境 看样子 晋王殿下似乎对此行过于乐观了 没有遇见到此行的艰险之处 这家 我们此行除了拜和高祖皇帝的故居 还有众人在身呢 啊 是 父皇有吩咐 此行让我多看多听 掌掌见识 然后回来讲给他听 哦 这样啊 谢义 暗自思量 这李世民什么都不说 可以说是毫无头绪啊 只能从李志这边的反应来推测了 多听多看 这是让李志只带着眼睛和耳朵过去 不要带嘴巴吗 很耐人寻味啊 看得出来啊 李世民想要搞清楚晋阳之事与河东的局势 而且是最为详尽最为真实的情况 单单依靠李志一个13岁的少年能做到吗 尽管皇家子弟成熟的比较早 但到底还是个少年呢 见识恐怕有限 有些事情恐怕是看不懂的 所以那还得指望自己啊 但李世民没有明确告诉自己 这般叮嘱李志有意味着什么呢 是让自己也管好嘴巴搞清楚情况 然后奏报给长安 李世民这回怎么也玩起了故弄玄虚了呢 有点像是后世明朝的嘉靖皇帝 让人猜不透啊 这么为难人真的好吗 谢义摇头 哎呀殿下好好准备一下吧 此行可不是上次寻幸东都那般游山玩水 你当有点心理准备啊 嗯 我已经做好准备 除了些许贴身轻微外 不曾携带一个侍从婢女 其他的就劳烦谢长使帮忙安排了 好 殿下急往交集 我会在网川别处 嘱咐一声 回头我们便出发 要离开长安了 是一件很闹心的事情 奈何军命难为 谢义只得是乖乖皆知 徒乎奈何啊 与李智打过招呼之后 谢义便启程回网川别墅去了 虽然李二是个黑心皇帝 但让臣子与家人道个别 打个招呼的时间 那还是要有的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81集 距离虽然略微遥远 但策马急行 倒也花费不了多长时间 赶在傍晚城门关闭前出城 月上中天之时便已经回到了王川别墅 可能是因为牵挂着谢义 假之天色并不是很晚 杜夕君和郑丽丸 甚至是五二娘子都未曾睡去 见谢义进门便问他 何必着急赶回来 天黑了山路难走 还不如歇在城里 不行 必须得回来 因为明天便有事情要出门了 今天怎么也得回来和你们道个别 陪陪你们 谢义开门见山将情况到来 一瞬间杜夕君和郑丽丸的脸色 都有几分忧伤 但玄机一闪而过 先前谢义接到赵书 前去太极公见驾的时候 他们便料到了肯定是有事发生的 多少有些心理准备 只是没想到如此的突然 果然 陛下有给你派了差事 不过还好 总算是赶在你出门之前有了身孕 倒也没有什么遗憾的 你们有孕在身 我就不能陪在身边 这心里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啊 谢义当真是满心的歉意 也确实是有点不放心 没事 我们现在身体都好 胎儿安稳 你放心去吧 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杜夕君面带微小 只管让谢义放宽心 郑丽丸在笑声问他 三郎 你 是要去何处呢 去多久啊 晋王殿下要求晋阳拜和高祖皇帝的故居 以及当年晋阳起兵救治 作为王府常使 我肯定得北东前去啊 原来如此 那 要不了多久就回来了吧 杜夕君轻轻点头 并不十分担心 可郑丽丸却微微地皱起了眉头 蓝星绘制的他自然是看出了问题了 晋王只有十三岁 怎会轻易离开长安呢 虽说那晋阳是他的封地 但陛下恐怕舍不得年幼的晋王 这般早前就去疯 前去拜和高祖故居 这等说辞也显得很是牵强啊 所以显然有些不合常理 因此 虽然谢义说的轻描淡写 但恐怕不只是游列拜和这么简单吧 三郎 有些棘手吗 郑丽丸没有藏着掖着 而是直接问了出来 谢义知道瞒不过了 更不想让怀孕娇妻心有猜疑 忐忑不安 因此直言道 晋州亲地案 信心酿出名辩 据说与东宫和魏王府 多少有点牵连 也让我陪着晋王去看看 因此震慑 并安抚河东施下的豪强 顺便理清楚来龙去脉 竟是如此 难怪会让晋王前去 晋王和我分辨担当河东正负处置时 但若是带天寻手 巡查河东等 会有危险吗 大概去多久 听到和太子和魏王有关联 杜西君不由得有些担心了 危险不会有的 毕竟有晋王陪同啊 他们不敢有什么过分的举动 直到此时 谢义隐约领会了李世民的另一层意思了 让李智陪同前去 某种程度上等于是给自己佩戴了一块护身符 首先李成前和李太绝对不敢有什么异度 或者李世民可以容忍他们对一个臣子用什么手段 但对自己异母同胞的亲兄弟要是有不轨之举 那就是不得了的大事了 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的李世民对此是尤为在意的 他很希望自己的儿女们可以胸有敌公相亲相爱 如果有哪个皇子违反了这个原则性问题 肯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现在便对兄弟动手 那天知道他百年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李成前和李太无论是否真心对待李智这个弟弟 都不敢轻举妄动的是肯定的 至于河东官员和豪强应该没有哪一家敢对皇子不利 如果他们动了李智的一根毫毛 暴怒的李世民会做出什么呢 这毁家灭族是不可避免的下场 应该没有哪个世家豪强会经这等愚蠢的由头留给皇帝的 他们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李二陛下对他们山东世家已经不爽很久了 所以此番河东之行不仅仅是自己在帮助照顾李智 李智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是自己的护身符 李世民如此安排也算是苦经孤义吧 先前李二陛下我仗义似乎有点过了 人家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敢放置在贤地 自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放心好了 快了两三个月 慢了也就三五个月 河东距离关东并不远 何况还有英国公李记啊 住在那里啊 安全不必担心的 那就好 我别放心了 杜西军松了一口气 安心了不少 我只去河东啊 趁机见见英国公 再想想办法 争取早日啊 让看令大哥回来 三郎费心了 不过 若是不可为 万物强求 放心 没事的 我放心不下的是你们啊 我做以后啊 你们并不要回长安了 就留在望春别墅吧 蓝天前那边啊 会多有照顾的 江夏军王府 还有卢国公府 等一下 我都会得照顾的 他们会多有关照的 嗯 此处山清水秀 清静宜人 安胎 最好不过了 郑立晚 轻轻点头 长安常理多是非 在此最清闲不过了 何况 还有杜西军的特殊情况 确实不宜再人来人往 交际应酬不断的长安了 我还会让雪生留下 再让路通 调一批商行的 五十户送前来 你们的安全啊 是要绝对有保障的 虽然自己作为钦差外出公干 没有人敢轻易地对自家的家人怎样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现在两位夫人至少四条命实在是大意不得 嗯 三郎的安排很周到 我们在此绝对安全 你放心出门便是 只是你们身子都不方便 这福利上下的事情 谁来打理呢 三郎莫要担心 现成不就有一个吗 郑立晚咯咯一笑 指向一旁沉默许久的五二娘子 五二娘子在一旁沉默了许久了 相对于杜西军和郑立晚的关切和担心 他更多的是开心和放松 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是在自责中度过的 少陵园那场冲突 准确来说是因为自己而起的 以至于谢义失宠落魄 但今天谢义千万长安见驾 得皇帝委派信的重要差事 说明皇帝仍旧是重用他 他的前程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这便让人放心了 至少不用担心因为自己影响了谢义的前程 至于谢义离开长安 多久不在家他并不是很在意 然而没想到郑立晚突然提议让自己来管家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82集 听到这话 五二娘子连连推辞他 让我照顾一两个人尚可 管理偌大的府邸恐怕力不从心 谦虚了 女皇陛下能管得好天下 怎么管不好一个家呢 谢义刚要说话 那边杜西军却抢先一步的 也是 我们虽然有孕在身 但打理吩咐些许小事 却也能应付 嘿嘿 素来通行打理的杜西军怎么这么说话了 这不是让五二娘子难堪吗 却不想杜西军去叫着善 二娘子说的没错 他素来会照顾人 三郎此去何动 身边得有个妥贴之人照顾 不弱 话未说完 但意思已经再明确不过了 原来兜兜转转绕了一个大圈 最终是这个目的啊 让五二娘子随同去河东照顾谢义 杜西军这么一说 郑立丸当即赞同道 没记错的话 五二娘子祖籍病州 你生在丽州 尚未回过病州祖籍对吧 还可以趁此机会去拜夜祖地 理由充分 考虑周到 只是处处透着不安好心啊 让一个黄花大闺女 随同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出行 说是随同侍候 侍候什么呢 衣食住行 饮食齐聚 这些都简单 最终的核心 可能就会落到床榻之上了 五二娘子也算是风姿朱月 尤其是年岁渐长 已经没了最初的青色 除了清纯 有多了几分别样的美感 说实话 真的很吸引人 如果此番带着五二娘子一道前往 谢义确信 自己多半是把持不住的 旅途有美人相办是好事 但此行艰难 因此而分心恐怕不大合适 再者了 万一要是有个什么危险的 让人家小姑娘置身险地 似乎不合适 而且陪着李志一道出行 和五二娘子亲亲我我 七一总觉得有些个硬啊 有些不大合适 那边五二娘子也早就红头了脸 她当然清楚所谓的侍候是什么样的了 尚元节的误会 隔着衣服已经有过轻微的感受了 最近一段时间 住在距离南勋阁不远的望湖楼 谢学士和两位夫人的起居 虽不曾目睹 但大概也能猜想一二了 更何况 两位夫人一道有了身孕 这是最好的名证 谢学士不是耐得住寂寞的人 这是五二娘子的论断 所以此番如果随行 肯定会是专房之宠 专房之宠 心中再次念起这几个字 上市黄花大闺女的五二娘子 刹那间是脸红了 去还是不去 由不得她决定 她一时间也没个确切的答案 此刻心中小鹿乱撞 全无主意了 此分是陪同晋王出去 不易写的家眷侍女 何况这家里确实需要有人照顾 二娘子便留下来打理事情吧 相信你的能力肯定能够处理好的 有什么不懂的 细菌和粒碗都会从方帮你的 蟹叶最终还是婉拒了这个提议 此行并不合适 杜西君和郑丽丸都轻轻摇头 五二娘子死也松了口气 但是穆的心中却有些许的失落了 好 五二娘子红着脸轻轻答应了一声 然后便告辞离去了 刚一出门 郑丽丸就开始埋怨了 三郎啊 好好的何故要拒绝 你们怎么还是这般不安好心呢 什么不安好心 这不都是为了你 以往是希望有人能为谢家延续香火 如今我们有了身孕 不方便侍候你 也不希望委屈了你 自然要为你打算咯 再者 谁知道你去河洞会不会年华惹草 身边有个提纪人 我们也放心呢 还不放心我啊 上次去捐沿驼 那可不一样 你自己说的 草原上的牧羊女都有味道 和动作不同 那可是人间地灵之处 世家千金 小家碧玉应有尽有 指不定 就被谁勾了魂 也未可知呢 细俊啊 以往怎么就没发现你这么调皮呢 这么善惰 这可不好啊 而且你们还苦怪 明明不希望我在外面找女人 还非把女人往我身边推 你们到底是闹哪样嘛 那不同 我儿娘子在咱家住的日子不短了 姿色品行我们都放心 自然不介意 外面的女子就未必了 再者 你难道没有觉得我儿娘子 对你有爱慕之心吗 刚才离去之时 脸上显然有落幕之色 人家明明是想和你去河东的 你却不知好歹 都什么呀 谢义甘笑了两声 想要岔开话题 还别说这些细节自己还真没在意 难道我儿娘子确实对自己动了心思了 三郎啊 有时候 真是弄不懂你 正立完无奈的摇头 在我儿娘子的事情上 谢义着实是有些神秘和反常了 啊 嗯 谢义无奈 只好随口打哈哈应付 后悔了是吗 哼 现在还来得及啊 我让人去把小门接过来 你今晚住望湖楼去 网川别墅乃是人节地灵之处 这不定过了今晚 等你回来时 谢家该有三个孩子了 嘿 这越说越离谱了 这家里已经两个大都破了 那再来第三个案怎么成呢 更别说带着了 这万一在路上有了 该当如何是好 想起一代女皇四子两女的事实 谢义少不得有些顾忌啊 毕竟这年头没有什么稳妥的防备措施啊 看吧终于承认了 多子多福那才好呢 既然三郎觉得现在不方便 那就罢了 等你从河东回来正好 不过今晚恐怕要委屈你了 委屈什么呀 当真以为我是下半生的动物嘛 就不能陪你们睡个安安静静的好觉吗 难得睡了个安静的好觉 没做什么坏事 没动什么坏心思 天亮的时候 谢义低头吻过了两位娇妻的额头 起身告别叮嘱几句之后便出门去了 夫人们都有心理准备 所以没有出现伤心泪别的场景 连小蛮都乖乖白手 便让这三哥一路顺风 留下学生带着些许护卫守在网川别墅 然后自己带着夜北和些许的护从离开 赶回长安 然后会和晋王李治移岛出发前往河东 谢义赶到罢桥的时候 除了李治的车队仪仗 还有黑压压的一片人头 铠甲光亮 刀锋枪间 映日而晃 竟是一众的兵足 询问之后才知晓 有鉴于最终爱的柚子要远行 李世民很是操心他的安危啊 所以特意从左顿位抽掉了五百精锐的兵足随行护卫 除此之外 一路上少不得还有朝廷派出的密探前后盯着 各州县的地方官也少不得打点讨好晋王殿下 这就是权力的魅力啊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83集 李志表现得很兴奋 解决了乘坐马车 而是选择骑马而行 只是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 李世民并未出现在宋县的人群中 领衔的人是常乐公主 长姐如母 这个角色他一直扮演得很好 至于李成前和李泰都没有出现 似乎没有扮演好兄长的意思 当然了 因为晋州之事 他们身份多少有些尴尬 不出现倒也在情理之中啊 谢长使 智奴到底还年少 头一回单独出门 还得麻烦你 千万照顾好 见到谢义成了公主 少不得叮咛一番 谢义当即说道 公主殿下放心 谢义定会妥善照顾晋王殿下的 谢长使也带我去吧 晋阳公主四子也在现场 突然冒手头来 来了这么一句 常乐公主连忙说道 四子莫要闹了 你九哥是去办正事 不方便带你去 哼 父皇偏心 晋队是九哥的封地 晋阳也是我的封地 凭什么九哥可以去拜业皇族 我就不能去 小公主气势不减 理由似乎也充分 毕竟她绝封晋阳公主 只不过按照大唐规制 公主只能享用封地的赋税财富 和封地的权利没什么关系 四子乖乖听话 九哥是去办正事 往后有机会再带你出去玩 李智连忙出场安慰 路都遥远 公主年纪还小 我们都舍不得让你受车马劳顿之苦啊 所以还是听陛下的话 留在长安吧 臣答应公主 回来的时候 从晋阳你的封地带礼物回来 可好 谢义也说道 常乐公主又从一旁劝说 这次啊 哄住了愤愤不平的晋阳公主 然后念念不忘的交代 必须要给自己带礼物回来 辞别了温婉贤说的常乐公主 和肚子小嘴萌萌哒的晋阳公主 谢义和李智正式过坝桥 出发前往河东 因为并不是彻底辞别长安 更不想搞得太深情 所以折柳这样的环节并未上言 李智难言兴奋 提着江绳策马而行 虽然年纪不大 但马术似乎不错 在这方面 大唐皇室的教育还是不错的 皇子从小除了识文断字 学习诗书礼仪之外 骑舍学习也是不可少的 除了李唐有胡人血统的缘故之外 这年头真正的君子六义乃是主流 礼月舍玉叔叔一个都不能杀 不像那些养在深宫里的皇子 不要说不懂骑舍了 那身体差劲 不知民间疾苦 以至于昏晕之主是层出不穷 前有百姓和不食肉粥的普惠帝 后有明朝的木匠皇帝等 在李世民的诸子中 号称最为柔弱的李智 此番策马而行 也显得是英姿勃勃 到底是史书记载有误呢 还是经过自己这几年的教育培养 李智有所改观呢 谢义自己也说不上来了 反正李智现在的表现算是不错的 只是一直不曾显露于人前 所以没什么可圈可点的精彩之处 此番前去河东 找一个机会将李智推到前面 至少让李世民看到李智的才能和潜力 如果他始终不把李智考虑在内 那不管有什么打算都是白费的 所以尽管当前最需要的似乎是韬光养晦 也必须得有所显露 让李二陛下和朝臣们有所准备 李智不需要结党 但必须让一些人看到他的前置 在必要的时候愿意跟随站在他的身后 至于那个皇子乱斗的圈子 尽量不扎进去 但想要完全避开 置身事外恐怕也不可能 世界并不完美 事事多有不如意 所以谢义并不奢望所有的事情 都按照自己的心意发展 只要大方向不变就是了 当此之时 唯一不确定的便是李智的心思了 自己在后面这般谋划 也不知他本人是什么心思 万一他本人不愿意 或者有其他的什么想法 那可怎么办呢 这是最要紧的问题所在 关键之处 如果掉了链子 一切可都是白大的 不过无论从原本的历史 还是现足今的观察来看 应该不至于 身为嫡出的皇子 李智不可能对皇位毫无心思 现在年幼或许没有 但再长大一些呢 就算是没有急于之心 当皇位摆在面前的时候 他能拒绝吗 更何况除了主官 还有外在的因素呢 当一批人都希望他走到 那个位置上的时候 想要拒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好比后世北宋出的陈桥兵变 当士兵们把皇袍 披在赵匡燕的身上的时候 他纵然心里不想 但还有拒绝的可能吗 所以这个问题倒不是最重要的 最要紧的还是要怎么运作 将李智推到前台 然后让李太和李承前掐得更猛 然后还得提防吴王李克 虽说原本历史的结果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 但当自己真的身处其中 亲身介入之时 这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想要达成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啊 尤其是当自己是一个变数 却仍旧希望遵循原来的历史轨迹时 就显得是越发不那么轻松啊 这穿越克是可以得享 未卜先知的优势 但很多时候 也反过来被历史所绑架 优势也就不见得那么大了 毕竟上天是公平的 不可能让人占尽所有好处 所以这人不能贪得无厌 还是得努力 毕竟是在人为嘛 最不计的也要进人事 听天命 李志和谢义等人 自长安出发 沿着渭水东进 但不出通关 在华州附近渡过渭河 向北直接向黄河岸边而去 按照正常的路径 应该是在普京关东渡黄河 进入禁地 但李志和谢义没有这么干 据说河东岸的泽州 已经有很多的河东官员等候了 现在过去并非良机 他们不想一进入禁地 就被人包围 这老天爷似乎也很帮忙 正值秋天 黄河上游下起了秋雨 河水涨了不少 尤其是近辖大峡谷之间 水流是相对湍急 这种情况之下 浮桥撤了 乘船渡河是有危险的 所以晋王殿下 一行顺理成章的便停了下来 反正着急的是旁人 又不是自己 趁着有空 谢义带着李志四处的游览 李二陛下可说了 让李志出门掌掌见识 如此也算是奉旨行事了 先去湖口看瀑布 正值秋训 所以湖口瀑布 显得是相当的壮观 李志看到之后 那表情是相当的震撼 谢义更是惬意 湖口两岸 完全没有后世那般尤人如知 自然也就不会显得很拥挤了 随后又去了太史宫司马迁的祖籍寒城 游览拜贺了太史宫故里 然后再去黄河岸边去泡了个温泉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二百八十四集 黄河岸边有温泉多处 还有个相当别致的名字 叫做处女泉 据说当地新婚女子出嫁前 都会来此间沐浴 水质幽良 风景如画 在此间舒舒服服的泡火温泉 那是相当的舒服啊 不过慢慢的 李志有一些沉不住气了 谢长使 我们在黄河以西逗留好吗 嗨 反正过不了河 何别着急呢 河洞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至早无所谓 按照基点的情长 我们过去啊 能看到什么呀 殿下也不想被那些公围的马屁经客烦扰吧 所以啊 不要着急了 还是让旁人去着急吧 也是 那我们怎么办 到河洞首先去何处呢 就这两日 找时间渡河 到了河洞自然先去晋阳了 那是我大唐北都 高祖皇帝和陛下龙兴之处 要先去看看 别忘了 陛下的旨意是让殿下前去拜和高祖皇帝故居 名义上不能本末倒置啊 好 到时候先去晋阳 我也挺想去看看的 我确实想去看 还想去遭晋阳宫 听说那里的景致也不错 放心好了 殿下身为皇子亲王 诸臂晋阳自然可以入住晋阳宫啊 没错 正是那座隋阳帝修建 唐高祖李渊被诱骗宠敬两名唐帝妃子被迫走上骑兵之路的晋阳宫 到了晋阳 殿下少不得得见这些人啊 什么人 王家人 这倒是 太原王室乃是五姓七宗之一 河东第一大世家 少不得要见见 那是自然了 不过该是王家人主动来拜会殿下您呢 说到这里 谢义猛然想起来 在原本的历史上 李治的原配和正是王皇后吗 正是出身太原王室 此行前去晋阳 如果与太原王室的人见面 那会不会见到个小姑娘 然后顺便把李治的婚事给解决了 可能是存在的 这晋王到晋阳 太原王室在这位敌出皇子身上投资 那是很有可能的 不见得希望李治走得很远 单单是能与皇家联姻 尤其是一位皇帝钟爱的皇子结亲 好处肯定是有的 至于李世民那边 应该也很乐意与太原王室这样的大家族联姻 虽说李世民素来讨厌山东世家 却也是又爱又恨 不能一棒子打死 又打又拉 恩威并施 是最为妥当的做法 打压了行阳正式 对崔家多有提防 与王家联姻是很不错的安排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确实是很有可能的 只是貌似历史上李治和王皇后并不和睦 并非是琴瑟和谐 而且没有孩子 最终闹得是被废的下场 想想还是挺遗憾的 虽然在皇家和政治面前那都不算事 但是这夫妻关系还是和睦些的好啊 尤其是李治现在还年少 如果让她早早的对婚姻生活丧失信心的话 那麻烦可就大了 再者 因为五二娘子在谢家的缘故 这谢义总觉得有愧于李治 所以尽量的想要补偿她 让她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所以此番晋阳之行 与王家见面 尤其是女孩见面 必须要特别谨慎 为晋王殿下的终身幸福 少不得要多操心啊 在黄河以西耽搁了两三日之后 秋雨渐渐停歇 李治和谢义终于是渡河东去了 所选择的地点还是普京关 此处在秦汉时名曰临近关 顾名思义 显而易见 楚汉相争之时 韩信正是从此处渡河平定了西卫国 然后兵出太行山 才有了后来的贝水一战 随莫天下大乱 李唐军队也正是由此从容进入关中的 在关隆贵族的支持下 夺取都城长安 掌握关中要海 从而一统天下 毫无疑问 普京关乃是一处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 前几年北伐东边突厥 很多粮食军械等物资呢 也都是从这里运送到河东 然后运往云中定囊等地 纵然如今是和平岁月 此处也驻扎有一定的军队 保护这条河东前往关中最便捷 最要紧的道路 亲王要过河 地方官员自然是准备充分了 早就备好了船只了 唯恐有什么闪失 据说啊 这战时这里大建有浮桥 但平速并不方便 更何况如今秋迅症严重 浮桥很难固定 这个年代又没有什么斜拉桥 悬索桥之类的设计和钢铁桥体 所以最方便稳妥的还是渡船 庞大的随从加上五百多护卫的士兵 过河需要的船只可不少啊 可以说几乎将渡口附近所有船只都蒸掉过来了 以至于很多过河的人受到了耽误的刑场 想要过河而不能 但略微打听是皇子渡河 也就乖乖的闭上嘴巴 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过其中也有例外 倒不是说此人胆大妄为 大放厥词 而是此人颇有地位 一番说想之后 这普京官的守军不得不给他行个方便 让他和晋王殿下一道过河 原因无态 该因此人姓王来自晋阳 普京官前 一个中年男子和他的随从被士兵们放行 得以前往河畔的码头 此举让不少的商旅过客相当的羡慕啊 晋王殿下过河 整个普京官封锁之时 还能够从容过关之人 恐怕不简单 一番打听之后才知道 此人姓王来自于晋阳 这么一说之后 这商旅们也都释然了 晋阳姓王的 多半是出自于太原王室 五姓七宗之一的世家 说句不好听的 在河东地面上 太原王室那就是超然的存在 设立很大 尤其是在政治 商业和文教方面 旗下文喜陪逝 这些家族难免逊色几分 甚至是驻守河东的英国公 并州大都督府长使李济 那都得卖王家几分面子 普京官乃是出入关中和禁地的要害 王家在此打点 有点人脉和特权也在情理之中 太原王室的身份也是一种资格的象征 说明他们有这个资格 与晋王殿下一道同行 所以只能是羡慕 那除了羡慕 还是羡慕 却说那姓王的中年男子 缓步而行 转身大 言尔 待会到了码头上船时注意些 今日不比平时 錦王殿下也要过河 我们要晓得避壤 知道吗 是 父亲放心 女儿醒的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二百八十五集 身后一个紧衣款款 头戴面纱的女子轻轻点头 子女看着身姿婀娜 仪态端庄 颇有大家闺秀的气质 虽看不见容颜 但从声音来判断 应该是年罪不大的 嗯 你唐母受尘将至 我们必须得回去 前几日因为父 生病耽误了归期 否则也不必这么着急 中年男子轻叹一声 言辞中似乎隐有无奈 父亲 拜晚说我们就回长安便室 尽容老家 不呆也罢 年轻的女子 小生的规劝 似乎是颇有逐渐呢 嗯 咱王家也算是师叔传家的千年世家 奈何 为父我是庶祖 当年也委屈了你母亲 如今不能让你再受委屈 父亲言中了 女儿并不委屈 年轻女子小声言语 跟着父亲一并走向了码头 黄河岸边河风很大 不知怎的一股风吹过 年轻女子的面纱突然被风给吹走了 年轻女子略微惊讶 连忙伸手去抓 可惜没有抓住 于是再次伸出手去 这风似乎与女子开个玩笑 但每一次快要抓到的时候便又飘走了 就这样越飘越远 女子也就下意识地越追越远 中年男子见状连忙呼喊 但年轻女子似乎并未听见 在附近的呼喊声中追向了远方了 丙丁在准备船只 谢义和李志便等候在普京关的防射之中 普京关首将还送来了不少的当地特产 孝敬晋王殿下和谢长使 让他们好生休息安心等待 唯恐怠慢了皇子 直到外面一切都准备妥当 这才邀请晋王殿下和谢长使出来 走出房间往河边的码头而去时 迎面闪过了一抹白光 谢义尚未反应时 眼明手快的李志已然一把抓住了 仔细一看却是一块白色的丝圈 此物从何而来呢 李志和谢义正不明所以呢 却见一个女子匆匆地奔了过来 眼睛一直盯着李志手中的面纱 什么人 站住 侍卫们禁止所在 立即出手 想要拦住女子 对不起 面纱能还给我吗 女子仓皇停住脚步 伸手呼喊 声音稚嫩却很悦耳 谢义瞧过去 只见一个婷婷少女 站在不远处约莫十二三岁的年纪 相貌端庄滋容不俗 水嫩的小脸蛋红扑扑的 水灵灵的眼睛很是动人 在精致的五官中显得尤为特别 此刻大约是跑累了 正气喘吁吁的大口呼吸着 还有几分香焊淋漓的感觉 美人呸子呀 或者就叫小美人更为何事 毕竟这个年纪在这个年代已经不算是小了 嫁作人妇也是大有人在了 不过眼前这位应该还没有 眉眼未开衣着举纸都是端庄雅致 似乎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啊 更有意思的是 谢义注意到晋王李志 十三岁的少年郎正直勾勾的看着人家小姑娘 可谓是目不转睛 手中攥着那块面纱 物质的一动不动的 诶 谢义心里笑了 都是从那个年纪走过来的过来人了 李志此举算什么呢 十三岁的年纪 见到一个年岁相当 资容亮丽的女子 然后盯着人家看 除了那啥 似乎还是那啥了 这知好色而目少矣 少年男女的心性啊 看来 这怀春的不仅是少女 少男也不例外 李志有些无礼的注视 引起了小姑娘的不安 她似乎这时才反应过来 自己没有戴面纱 面孔完全在人前了 她下意识地伸手想要捂住脸蛋 却遮不住两颊直到耳根的通红 毫无疑问 她害羞了 同时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礼 连忙低下头去 不过在低头的一瞬间 脸色同样有些红 十二三岁的晋王殿下也害羞了 很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 支开拦路的护卫 然后走上前去 这是你的面纱 哼 年轻的小姑娘 物色害羞 低着头 轻轻点头 还给你 李志有些慢吞吞地将面纱递了过去 白纱随风飘动 宛如摇曳的白莲 年轻的小娘子伸出千千束手 迟疑地揭在手中 低着头小声道 谢谢 不客气 最为常见 却也最为俗套的对白 在黄河岸边的普金关上演了 只是说完之后 谁也没有转身离开 李志大约是不想走 或者不知道走 小姑娘呢 则是难为情 或者羞涩地忘记了 也是在此时 中年男子快步跟了过来 见到李志的一瞬间 连忙攻身道 参见晋王殿下 杨儿 快些见过晋王殿下 你是 李志有些诧异啊 他显然不认识眼前之人 不要说是他了 就连谢意也没认出来 眼前之人究竟是谁啊 中年男子沉声回答道 回禀殿下 臣亡人理 乃刑部一介小吏 小女年幼无壮 是才惊饶了殿下 还请殿下 念他无知 宽恕罪过 没有没有 李志连连摆手 急切地想要表达什么 却偏生突然有些结巴了 让他好不着急 李志的反应 完全是出卖了他的内心了 谢意见此状况 心中笑了 这少年男女一见钟情 倒也不作为奇啊 眼前这位小娘子滋容上家 温婉轻呀 这出身似乎也不错 年纪也是相当的 和李志站在一起倒还真是一对 少年逼人啊 君子有成人之美 既也自然是乐见其成了 没事 不打紧的 王清言重了 李志好不容易稳定了心神 道出一句客气话 目光仍旧有意无意地 落到了王家小姑娘的身上 谢意见状笑着说 王先生与罗山令如何称话 罗山令王仁佑 原本历史上高左王皇后之父 太原王氏家主继承人 眼亲之人名叫王仁李 台行与名字偏旁相同 也出身太原王氏 想来多半是有些关联的 所以谢意才有此疑问 回殿下 谢长使 罗山令乃是家兄 啊 原来是太原王氏高贤 施敬 虽说是明知顾问 但谢意还是笑着点头 做恍然大悟传 不敢当 王仁李似乎很谦逊低调 连昌不敢当 王先生客气了 阁下也是要反复进阳吗 是 家中神木大寿 特地赶回去祝寿 可是同安大长公主受缠 是 听众朋友 如今在王氏的辈分也是相当之高 加之有大长公主的尊贵的身份 在王家乃是老太君一般的存在 比 红楼里的贾母还要尊贵 他今年66岁大寿 王家上下子弟全都得赶回去 给同安大长公主祝寿 李志和谢意此行也有任务也是祝寿 这是临走时李世民交代的 所以谢意才说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太原王家 李志仍旧有几分羞涩 小的 本王到时也会去为姑祖母拜寿 殿下驾临 神魔定然高兴 王家上下更会彭彼生辉 王仁李相当的恭敬 似乎也很荣幸 哪里 本王是晚辈 去拜见姑祖母是应该的 李志一旦平静下来 表现的就相当的儒雅了 花音落地 那边有军士前来邀请李志和谢意登船 王仁李见状便亲身道 殿下 臣先告退了 王先生莫急 既然同时要渡河东晋晋阳 便随殿下和本官一起吧 谢意在这个恰当的时候提出了挽留 王仁李心中一计 连忙道 这 下官敌威 严敢与殿下同行 啊 王先生多虑了 先生与令千金也算是贵人了 也能与其他的士兵船夫同舟啊 从人先生不介意 也要为千金着想 不是吗 殿下 让王先生和王小娘子 与我们同行各好 此举虽然有先斩后奏 甚至有僭越之嫌 但李志一点也不生气 连连点头表示应允 能与楚楚动人的小娘子同行 她怎么会不愿意呢 如此一来 王家妇女 有幸得与晋王李志一道登上一艘豪华大船 谢义有意无意地和王人李说着话 有意地给李志和王小娘子留出足够的空间 晋王殿下面前既然已经露出了容颜 自然不好继续再戴面上了 这少男少女从最初的羞涩沉默 渐渐开始有了沟通有了笑容 知好色而目少爱 少男少女的感情最为纯真了 谢义看在眼里甚觉美好 王仁李也看在眼里 心中隐约有些想法 但更多的应该是忐忑吧 见少男少女走了远了一些 谢义趁机问道 王先生 令千金才貌出众端庄秀雅 王先生这叫你有方啊 哪里 谢长使言重了 小女自小倒也听话乖巧 出众却不敢当 当不得谢长使如此赞誉 王先生莫要客气啊 谢义笑了笑 陈吟片刻之后问道 嗯 冒昧问一句 令千金可曾婚配啊 啊 嗯 没有 小女年纪尚幼不曾婚配 回答过这句话之后 王仁李心跳的是越发的厉害了 谢长使问这话什么意思啊 难不成 王仁李心中顿生惊喜啊 这晋王殿下和自家女儿年纪相当啊 如今看起来倒是少年婢人相当的般配啊 谢长使如此询问 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自家女儿有希望嫁入晋王府 这攀龙富凤 飞上枝头可就变疯狂了 那自然是好啊 自家在王家地位不高 女儿也颇不得待见 若有一位王子为夫婿 那还是陛下宠爱的嫡出皇子 那自然是水掌船高 往后谁还敢看不起自家妇女呢 这事也正是因为自己地位低侠 虽说是太原王室之女 但出身算不上是高贵 纵然嫁入晋王府 能是什么位分呢 如果不能为王妃 只能是个寻常的侍妾偏房 那差距是相当之大 她自然是不希望女儿受那个委屈了 当然了 如果晋王殿下疼爱自家女儿 那倒也罢了 若是不能 王后还不知得怎样的凄惨呢 这还不是最要紧的 万一皇家众志出身 看不上自家女儿 一切都是白带 所以啊 这个奢望还是不要有的好 谢义不知道王仁李 想法如此的复杂 她倒是乐见其成 王仁李显然不是王仁佑 眼前这个姑娘 也不是历史上所谓的王皇后 则虚想想 原本的王皇后 不讨李高宗喜欢 除了自身原因之外 大概也有家族的原因 那位王皇后 很有可能仗着出身高贵 家族实力强 而自视甚高 脾气也就不那么温婉贤淑 纵而导致李治不满 加之李治有益地打击 顾命大臣和世家大族 便借着废后的由头 王皇后便不可避免地成了牺牲品 但王仁李的女儿就不同了 太原王室出身只是在刑部当个小吏 由此可见其出身并不高 她的女儿不会很有优越感 自然就不会自知甚高了 夫妻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最重要的是李治似乎喜欢这个女孩 最难得的是两人又有演员 相互欣赏喜欢 这往后相处起来自然也就很容易了 至于出身的问题 只要是太原王室之女能成为如今的晋王妃 未来的王子妃和皇后 是不是血统最为尊贵的女儿有那么重要吗 对于王家而言 她们需要的是由王家女嫁入皇室 对于李唐皇室而言 只需要娶个五姓女联姻即可了 具体是哪个女子反倒是不那么重要了 在普京关度口相遇 是这位名叫王妍的小娘子的幸运 也是李治的幸运啊 更会是王仁李的惊喜 虽然此事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想法 但蝎翼觉得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 而且可能性不小 至少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促成啊 尤其是看到一对少年碧人相伴站在传弦边 有说有笑的时候 蝎翼便越发地想要成就这桩好事 渡过的黄河在对岸的河东道的泽州登岸 果不其然 泽州刺史与一帮的官员早早便等候在岸边了 其中还有些许世家前来打前站的代表 一起是迎候晋王殿下 皇子的招牌果然不是盖的啊 如今光顾这河东地面 哪一个不得八戒恭维啊 至少要用心恭敬着 不过李治对此兴致并不大 一来是年龄小没什么经历过此等场面 二来呢这会是有点心不在焉了 这满心里仍旧是牵挂着那位远去的小姑娘 登岸之后 晋王殿下少不得应酬啊 王仁李妇女自然就不好出现在身旁了 此时已经先一步离开返回晋阳去了 李治这边呢少不得与泽州官员应酬一番 不过李治实在是兴致不高 就推说晕船先行去休息了 但谢义却轻易地摆脱不开身了 很多人都看得出来 此番真正主事的并非晋王殿下 而是这位谢常使啊 哦不 如今是河东道的处置副使 听众朋友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下集更精彩 第287集 泽州上下见晋王殿下闷闷不乐 这心里难免忐忑啊 少不得在谢常使这里打听一番 谢义当然不能说实话了 推辞几句便过去了 这几年在大唐官场历练 这种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本事 倒是早就游人有余了 与泽州官吏虚于尾仪一分之后 这才找借口离开了 怎么说呢 来到河东若一副高冷姿态 少不得让河东上下紧张 肯定什么事都办不成啊 少不得是释放些许的热情 但对他们又不能太过热情了 否则很容易给根竹竿就往上爬 这凉活着你啊 办起事来是波多的尽肘 所以这个度不好把握 谢义对此可谓是小心翼翼 谨慎又谨慎 回到铸臂的驿馆 谢义见李智正坐在窗前 沉吟不语 似乎心事重重的样子 嘿嘿 这小男生情斗初开 可是颇有意思啊 殿下想什么呢 没 没想什么 李智连忙矢口否认 但神情却是出卖了内心 哈哈哈 殿下可是在想那位 亡言小娘子啊 李智用沉默默认了这件事情 你喜欢她 谢义毫不客气 问的是相当的直白 她 挺好的 李智没有正面回答 却足以说明问题了 怎么好了 能与我说什么 谢义笑着询问 内心里啊 有种坏坏的感觉 不一样 和宫里的姐妹 和小蛮都不一样 李智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 让谢义是微微惊讶 诸位公主就不必说了 李智还特意提到了小蛮 谢义恍惚间想起郑丽婉曾经开过的玩笑 可能在许多人眼里好像都以为自己会把妹妹嫁入进王府 显然他们想多了 谢义是崇尚婚姻自由之人 她不会为了权势和政治利益而牺牲妹妹的幸福的 倘若李智和小蛮真能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她倒也是乐见其成 否则绝对不会强行撮合她 现在看来李智没有这个意思 也许在她眼里小蛮和四子一样 都被她视为小妹妹了 殿下 要不娶她入府可好 这 周然提到婚姻大事 李智不禁有些懵了 殿下其实不小了 想当初魏王殿下十一岁便大婚了呀 殿下如今都十三岁了 过了年就该十四了 正是婚娶的时候啊 谢义很是直白 她觉得很有必要打破李智那点羞涩的顾虑 虽说十三四岁真的还小 但这个年纪确实是婚配的年纪 此乃不争的事实 前几日泡温泉的时候 她也偷偷地观察过 晋王殿下已经不是单纯的小孩了 可以归到成年的少男行列了 皇家尤其早婚 所以这事儿没什么好避讳的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我的婚事 恐得父皇说了算 李智唯唯诺诺 却也爽快地承认了谢绝的小心思 确实如此 不过陛下也得适当地考虑殿下的心思不是吗 如果真对小娘子有爱慕之心的话 不妨对陛下说出来 即便不能成为正式王妃 为侧妃也是可以的呀 嗯 谢长使 你 谢义恍然了 似乎自己说的有点太多了 甚至笑道 抱歉殿下 看到殿下和小王娘子 便想起了我和丽婉的出事 所以 我只是帮殿下 嗯 不过这事儿再说吧 李智似乎想要结束话题 但沉默了片刻之后又问他 我还能再见到她吗 当然可以了 等到了静阳 同安大长公主的寿臣上 还是有机会的 谢义笑着给李智服下了一颗定心丸 当此之时 亲礼之遥的西南高原上 一座仿照唐制修建的府邸里 正有人在那座想要尽力精致 却仍显示粗略的经堂上相对而坐 大象 在下说了这么多 不知大象以为如何 此人所言正是大唐汉话 但一双眼珠子却是呈现了褐色的 主位之上 一个身着毛牛皮袍子的中年汉子 轻轻一笑 点头道 故下所言有些道理 我们赞普确实很想娶一枚美丽的唐国公主 赞普 土藩首领的称呼 中年汉子尽管一口流利的汉语 但相貌和衣着尽显示土藩的风情 他不是别人 正是土藩大象 鲁东赞 那赞普和大象准备如何行事呢 你们唐人讲究什么先礼后兵 但我们吐鲁却喜欢先兵后礼 松州 松州如何 那里临近富饶的蜀中 走一遭应该颇有收获吧 大象所言极事啊 但仅仅一个松州恐怕不行 听说北方薛颜驼被唐人苦苦压制 相比现在 大象药表考虑与薛颜驼可汗有所联系 如果能让唐氏皇帝李世民手忙脚乱 赞普求去唐国公主之事不就容易多了吗 在晋州稍作休息之后 李治和谢义便直接的往晋仰而去了 绕过了晋州 作为出世的风暴中心晋州则似乎是被遗忘了一样 压根没有过问 甚至根本不进去 这让很多人有些搞不懂啊 不知道晋王殿下和谢常识究竟是在打什么主意啊 作为当事人 李治和谢义没有管那么多 仍旧是游山玩水的态度 兴致勃勃勃的前往晋阳 好像晋州的事情跟自己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 毕竟明确对外的圣旨是让李治前去晋阳拜和高祖的故居 既然如此那就得遵旨行事啊 晋州之事没有放在明面上 虽然有何东道处置史的身份 但派不上用场 或者压根没有打算动用权力行事职责的打算 没有人知道李治和谢义究竟是在打什么主意 当然了最主要的还是谢义的想法 所有人都知道 此番晋王所谓的何东之行真正做主的是谢常识 而谢义的鬼精灵名上是天下皆知啊 他的想法自然不是旁人能够随意猜到的 也正是因此却越发的让更多人不安 晋州、何东甚至是长安的很多人得知消息之后 都很是不安甚至是风声鹤唳 这些谢义不知道但能够猜到一些 不过这都无所谓啊 谁让他们手脚不干净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呢 此时坠坠不安那是怪不得别人的 如果因为自己所谓的故弄玄虚 让这些人不安也是一件好事啊 偶尔这么折磨一下某些人也是一件蛮快乐的事情 他们难受我游山玩水顺着风河一路北上 看着河东的风景便接近了锦阳城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88集 晋阳也是后世的太原 位于分水谷地 自春秋时期啊 这里就是河东的政治经济中心了 战国末期此处是秦赵两国交战和争夺的重点 汉朝时则是代国都城所在 隋末之时 唐国公李渊被封为太原留守 奉隋阳帝之命首位晋阳这座河东大城池 因为当时的河东肩负着抗击突厥主战场和根据地的任务 李渊的任务比较艰巨 权力自然也比较大了 尤其是隋阳帝阳广北征突厥 被突厥大军围困在燕门关 得李世民解救之后 李家基本上就彻底掌握了河东大权了 待天下群雄并起 纷争出现时 李渊也正是靠着河东这一亩三分地 组建了自己的实力和军队 拥有了争雄天下的本钱 李渊也很会办事 通过自己的旧家孤独家 以及妻子的娘家窦家 儿子李世民的岳家长孙家 争取到了关隆贵族的支持 同时让儿子李建成联姻行阳正式 妹妹联姻太原王室 从而得到世家贵族巨大的支持 率先是攻占了关中 得关中者得天下 这是从西汉刘邦就开始的教育和共识 李腾谋途关中之后 没有继续支持表兄隋杨帝 而是以代王杨幼为傀儡 架空了隋杨帝 然后趁机东进 先后击败了王世冲 窦剑德与刘黑达等人 从而一统天下 当然了 年幼的代王杨幼也在随后不久 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从傀儡直接善让给李渊当了皇帝 不久之后 就和大部分的王国之君一样 杨幼也早早死得不明不白 河东作为李唐的龙行之地 也算是根基之地 大唐立国之后 晋阳的地位十分的特殊 被确立为北都 晋阳之地之重要 也是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信息 反馈出来的 比如李二陛下最为钟爱的幼子李智 册封为晋王 最疼爱的小女儿为晋阳公主 当然了还有更为重要的政治和战略意义 比如抗击突厥 先前年队突厥作战 除了长安正北方的 和宿云中一带 并州以北的定乡是主战场 建阳和河东的战略意义非比寻常 即便到了今日 东边突厥早已被征服 甚至不复存在了 幼州的战略意义仍旧是重要的 要不何必让英国公李济 这位大唐第一战将 来当这个幼州大都督府的常识呢 统帅六万精锐骑兵驻扎在河东 无论任何时候 防备这北方草原上的部落 那都是十分重要的 突厥人会不会再有一心 何况还有薛延驼这个毒瘤 让人很不安心呢 所以驻军的意义至关重要 还有一层意思是不能放在明面上的 那就是驻军河东在某种程度上 是为了威慑山东氏族 威慑河北世家 清河崔 柏陵崔 赵俊礼和范阳卢都在这片区域里 还有一些其他小一些的世家大族 这些世家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和实力 是关乎天下安危的因素的 当年北齐高欢能够成事 很大程度上就是有这些人的支持 他们本来就对大唐朝廷是离心离德 如果有人在东边起事 难保不会有人起二心 故而少不得要看得紧一些 还是时刻加以地方 在河东并州驻扎一支大军 试问山东士族们还敢嚣张吗 河东与他们之间只隔着一道太行山 穿过去太容易了 所以少不得要安分守己 一举两得的妙招 李世民用起来也算是得心应手 不过还是出了岔子的 此番禁阳之乱便是个例子了 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尚且不得而知 但李世民却对此在乎自然是有原因的 也许在皇帝眼里 这是山东世家的一次试探 甚至是挑衅呢 尤其是当此事与皇子们牵扯上关联的时候 就显得是更为麻烦了 李世民不放心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在这里的 只是这些的谁都没有说 没有明确的只是谢义 不过谢义还算聪明 多少猜测到一些 也算是心里有数了 正因为事情复杂 才不好贸然的一头扎进去 过进州而不入正是因此 还是先来河东中心进州 那前来打探到一些消息 心里有数以后再说吧 作为大唐北都 河东中心的通都大义 晋阳城墙高大 城中住户很多 这摩肩皆种或许是算不上 但车水马龙却是不争的事实 城中的商业也是相当的发达 各种商铺与物产是应有尽有 尤其是从北方草原来的胡人不少 还有一些从西域来的商贩 可以说除了长安洛阳和扬州之外 晋阳应该算是大唐第四大度会了 比如谢家就在这里设立了分店 经销从草原贩卖而来的皮毛 从江南运输过来的粮食 丝绸瓷器与各种物产 当然了最为要紧的还是酒水 琼花酿在整个大唐的销量都很好 尤其是黄河北岸寒冷地带尤其如此 此次前来河东 谢意少不得要假公祭祀 顺道见见谢家在河东的掌柜了解一下情况 晋阳的文教也是相当璀璨 书院不少 背后大多与河东世家有关 这年头读书的是少数人 有知识有底蕴 可以开设书院的人那就更少了 世家大族在这方面那是很有优势的 不过他们开设书院的目的可不那么单纯啊 不只是为了传教学士 而是为了笼络人才 世家大族们真正厉害之处便在这里了 门生故立满天下呀 读书人却也是趋之若鹜 在这里不只是能借助世家大族门路得到支持 也好青云直上 有市场有需求 自然也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 走了好几天 李志和谢意终于是慢慢悠悠的到了晋阳城外 不等进城 次使张世贵便出城十里相迎 听到这位晋州次使的名字的时候 谢意微微愣住了 河东之地晋阳次使 名叫张世贵 好熟悉的名字呀 这个名字在哪听过呢 谢意沉吟了许久 脑海中猛人的灵光一闪 想起了一个名字 薛仁贵 如果没记错的话 在演义中唐太宗欲征辽东 梦到一白袍小将薛仁贵 会将是福将 护驾并帮助自己平乱成功啊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在让人解梦之后 李世民便下令 让驻守河东的张世贵招募士兵 并特意地叮嘱寻找薛仁贵 但张世贵呢 却存了私心百般阻挠处处苛待 不过幸好后来薛仁贵还是有幸加入了唐军 并且在征辽之战中获得战功 一战成名 成为了一旦名将 最后还有了三剑定天山的美誉 为后世所津津乐道 虽说这些都是演义 但张世贵和薛仁贵倒都是确有其人的 且都是祝国之臣和明镇天下的猛将 如今张世贵出现了 那薛仁贵还远吗 现在是贞冠十四年 距离贞冠十九年 李世民出征讨辽东已经是不远了 所以薛仁贵出现应该不远了 如今应该就在河东之地 也不知道此番有没有机会提前见到此人呢 一想到薛仁贵的大名 以及赫赫的威名 谢义心中啊 下意识地有点小期待了 陈张世贵参见晋王殿下 一个中年文官在十里亭外 供身行礼 李世稳坐马背朗声道 张刺史免礼 晋王殿下 谢长世 臣已经奉旨和晋阳宫间一道打扫晋阳宫宫室 殿下随时可以入住 臣也在城内略备饱酒 给殿下和谢长世接风洗尘 殿下往后在晋阳的一切需求 臣都会随时侍候 请殿下随时吩咐 好的 晋王李志轻轻点头 在长安以外 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下属官员的尊敬和奉承 这种感觉在某种程度上 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他的些许想法 哈哈哈哈 有劳张词使了 谢义哈哈一笑 看着眼前这位殷勤的地方官 看着相貌堂堂 是个温厚实在之人 与演绎里那副奸诈嘴脸是完全不同的 据说此人还是随莫起义中崛起的人物 小有名气 最终投降到了李渊的帐下 武将出身的他 现在担任了晋阳刺史这个要职 自然是皇帝的特别安排了 如此人物想来不至于磕待学人归 不得不说啊 演绎小说有时候是能神化一些人 比如蜀国丞相诸葛亮 还有江太公 也能丑化一些本来端正的名人 比如宋朝开国大将潘美 宰相庞济 莫名其妙的就成了奸臣潘仁美和庞太师了 这平白受到后世关中的咒骂实在是太冤枉了 很遗憾啊 眼前这位张诗贵也是其中一个受害者 如果他们知道将来有人这样黑自己 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没有从坟墓里爬出来找作者们算账实在算是仁慈了 张诗贵笑着说他 谢长诗啊 殿下是皇子 所以可以入住晋阳宫 您是臣子 虽然是王府的长诗 但到底有区别 但在别处为你安排住所 不方便你侍候晋王殿下 所以和静阳宫间沟通之后啊 决定外公朝房内给谢长诗安排个暂居之处 按规矩值守大臣是可以留在皇城的 长安城里 宰府们值守红文殿便是如此 谢长诗是红文馆学士 又是殿下长诗自然有这个资格 多谢张诗是啊 谢义不禁心声感慨啊 这个张诗贵还真是有意思啊 考虑问题相当的周到啊 连这些细节都处置的是妥妥当当 如此甚好 有人为自己打点好了也就不用操心了 万一不小心建阅了 那指不定会被某些小人在背后捅刀子被人诟病弹劾 现在则少了这些不必要的麻烦 如此说来似乎还得感谢张诗贵张诗时了 好请殿下和谢长诗进城 臣已经准备好了韭菜 为殿下和谢长诗接风洗尘 张诗时很是客气 但前头引路邀请李志和谢义入城 谢义哈哈笑道 张诗时一片盛情自然难去了 只是殿下一路周车劳顿 不希望过多的打扰 张诗贵也算是人老成精啊 立即听明白了谢义话中的别样意味 当即点头道 谢长诗尽管放心 除了陈宇一位幕僚之外 再无旁人 请殿下尝尝晋阳特色菜肴 早些休息 听到这话 谢义才放下心来 晋州属于将军 在晋阳以南 可以说从普京关到晋阳 晋阳几乎是必经之地 但李志和谢义却绕过晋州不入 直接前往晋阳 如此行事 自然很多人是耐人寻味 甚至是蠢蠢不安 根据目前收到的消息 有不少人从晋州等地来到晋阳 想要趁机地面见晋王殿下和谢长使 或者有些其他的什么打算 比如打探点什么消息 最方便最快捷的方式便是通过晋阳刺史张世贵 接封宴便是其中一个途径和方式 不过现在看来是自己多虑了 张世贵还算是个懂事的明白人 长安城里李承前和李太都收到了消息 李志和谢义过晋州而不入 这算什么呀 人家大雨至水三国家门而不入 那是负责 你们这边又是为何呢 算什么呀 晋州刺史现在被李济软禁着 不曾押送长安 本来是要等待着朝廷的钦差前去审理的 结果等候许久 这朝廷派出的代表却不曾前往 估算现在英国公李济多少有点郁闷了 这晋州上下也是惶惶不安 李承前又何尝不是如此 毕竟晋州刺史是他举荐的 出了这么大的一档子事 要说和自己全无关系 那也不可能啊 这举荐不当 失职 这些是肯定的 但自从事发到今天 这父皇一句话都没有说 这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 旁人根本是无法揣测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让李承前很是不安 如果所料不错 父皇应该是在等待 等待李治和谢义在河东的详细调查 他会根据晋州的事态的具体内情 以及严重程度来判断 做出最后的决策 李承前现在有些吃不准 这晋州那边的事情到底有多严重呢 自己推荐的晋州此事到底参与多深呢 拿不准这个就不知道会有多大的麻烦了 做不出最合适的应对 他更担心的是 牵连的太深最终连累到了自己 比如晋州刺史 借着自己的名义招摇撞骗 做出什么过于不当的行为 最终全都算在自己头上 自古以来主子被蒲从所累的 那不再少说 天知道这样的事情 会不会发生在自己的头上 当前形势下 李承前很担心出现此等妖蛾子 如今还不能准确把握内情 那更是让人不安 他很想派人前去晋州调查了解 但何干成绩阻止了他 声称此举很有可能是给人口实 本来没有什么 也会被人给说成啊 这东宫和晋州勾结 私下来往传递消息 甚至对口供 想想也对啊 如果因此被人抓住了把柄 那着实是不值当的呀 这次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90集 李承前原本想着李志和谢义 能够早些查明事件真相 如此不管是死是活 自己都能够早些安心的 如今呢 这般悬心不安的感觉 是着实实在是难受啊 迟迟不能安心 也不能拿出恰当的对策 一直生活在恍恍不安中 这谢义可真是会折磨人啊 他与自己是有梁子的 在这件事上肯定是不会帮自己的 至于公报私仇倒是有可能的 某种程度上 李承前希望如此 如果谢义真的这么做了 对自己反倒是好事 想要撇清楚就容易多了 甚至可以趁机给谢义找点麻烦 其实让谢义前去查案本身 对自己就有一定的好处的 至少避免有人诟病钦差与东宫勾结的可能 谢义的调查结果 当得起公正二姿 如果稍微有偏颇 对李志而言有苛代兄长的嫌疑 而他谢义呢就更会被人诟病了 仅此一点 谢义就得掂量着点 这尺度少不得就得放松一些了 李承前这边想着 但事实到底会如何呢 他一点把握都没有 只是一个美好的期盼罢了 这李泰的心情呢也好不到哪里去 同样被李志和谢义 过而不入的行为给弄出了神经质了 同样在坠坠不安中熬日子 他与河东世家有些联系仅此而已 但在此次事件中 这等牵连会被放大到何种程度 谁能说准呢 只要有把柄落下 难免会受制于人 随便被牵连的可能 尤其是查案的人是谢义 这就更不好说了 要是真的论起来 李泰的胆量甚至不如里程前 所以难免忐忑 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尤其是谢义这次过亲阳而不入之后 便认定了谢义是有所图谋的 不安好心呢 太极公 成庆殿里李世民也听到了消息 听到老宦官禀报的那一刻 李世民微微一愣 显然有些意外啊 片刻之后才晓到 陪去锦州 是的 晋王殿下和谢长使现在已经到了晋阳了 此时张世贵发来奏报 已经安排殿下入住进阳宫 谢长使在值守殿暂局 老宦官站在角落似乎眼睛都没有全睁开 但似乎什么都瞒不过他 这小子也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李世民轻轻一笑似乎觉得很有意思 特别想要拭目以待呀 谢长使美多奇思妙想 老奴也闹不懂他要怎么办 不过老奴相信他肯定会给陛下一份满意的交代 老宦官轻声回答 嘴角也是微微翻着笑意 要是这点事他都办不好 也就白白浪费了朕的一片期望 对了你那边的查证怎么样了 回陛下从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 晋州之事与太子和魏王的牵连并不是很大 倒是 老宦官轻轻吐出一个名字 李世民闻言神色微微一变 也不知是觉得出乎意料呢 还是过于震惊片刻后轻声质问他 确定吗 只是有迹象如此 最终的结果还得与谢长使的调查相印证 老奴以为做事不能武断 尤其是关乎要紧人的时候 还请陛下明鉴 老宦官言此恳切 堪称推行之父 嗯 你办事朕自然放心 不过要让他心服口服才是 还是等着制奴和谢义吧 谢陛下信任 制奴都还好吗 好着呢 晋王殿下 头一回单独出门 颇有兴致 一路也长了不少见闻 殿下现在静养 无日将会前往太原王室 参加同安大长公主的寿臣 嗯 也好 姑母曾与朕提过 他有个孙女才貌双全 温婉贤淑 与制奴年纪相当 这回他们应该能见面 若能成就一段良缘 甚好 原来陛下安排晋王殿下前去 还有这层意思呀 顺道之举罢了 制奴也不小了 清却像他这个年纪早就成婚了 哈哈哈哈 是是 提前恭喜陛下 皇家又密得家父 老宦官哈哈一笑 似乎就像是皇帝的老朋友一般 无拘无束 嗯 朕老了 自然希望儿孙满堂 可惜啊 观音必看不到如今儿孙满堂之景 不能同享天伦之乐 陛下莫要伤心 闻得皇后再天之灵会看到 会和陛下一样开心的 是啊 李世民叹息了一声 不得不接受这个凄凉的事实 恰在此时 有内侍匆匆入殿 慌忙他 陛下 简难到急走 十万火急 哦 李世民眉头微微皱起 通常说来啊 这地方官吏上奏书是不会这般着急的 尤其是十万火急这个级别 若非有重大的变故是不会轻易使用的 这个变故指的是突发灾难 比如地震洪灾等或者是叛乱冰货等 那么 建南道发生了什么呢 李世民心情忐忑地接过奏书 打开一看 眉头顿时紧紧皱起了 速传房轩灵长孙无忌陈文本 魏征萧羽牛进达程之杰等人入宫一室 放下咒书的一瞬间 李世民快速地传达了一条紧急的口语 是 内侍匆匆忙忙地出门去传旨了 老宦官呢有些不安地问他 陛下 发生何事啊 突发 突发五万大军尽放我松州 远在晋阳的李治和谢义尚不知晓松州之师 如今他们正住在晋阳宫 安静地享受着秋日的阳光呢 晋阳宫是行宫 相关配置都有 只不过叫之长安太极宫和洛阳宫有所不及 毕竟皇帝不常来 晋王李治算得上是许久以来晋阳宫少有的主人 所以上下伺候的是相当的小心或者说是殷勤 为的是事后的赏赐啊或者因此而改变命运呢 至少有些小宫女是这般想的 如果在太极宫里宫女们想要出头并不难 但在晋阳宫十年难得有一次机会 如今晋王殿下来了 而且小住一段时间 如果能够趁此机会得蒙晋王殿下临幸 甚至是怀上一男伴女的 那可就是飞上之头了 小宫女们的想法很美好 但实际呢却不怎么理想 晋王李治压根就完全不将他们放在眼里 大约是因为晋阳宫的宫女们等得太久都已经不小了 哪里有王家小娘子可人呢 现如今晋王殿下满脑子都被此女占满了 哪里还顾得上旁人呢 当然了最为要紧的还是 这历史上很多皇子女那都是宫人所生啊 比如原本历史上李治的长子李中便是宫人刘氏所生 事情多半是因为啊 某日李治纯心荡漾恰好遇到了刘氏 或者被其所吸引 一息之恩有了龙子 只是现在李治到底还小 又是个没沾过昏腥的纯形少年 所以宫女们自然是没什么机会了 第291集 在年少的晋王这里没进展 所有宫女们便悄悄地改变了目标 开始对谢长实现殷勤了 虽说是血迹方刚 偶尔顾着难眠 但谢夜可不敢啊 宫中包括行宫的中的女子 名义上那都是皇帝的女人 自己焉甘然之 虽说郑丽婉甚至五二娘子 这些本该属于李世民的女人 如今都在自家 但毕竟他们不曾事实上属于皇帝 李世民也没什么好说的 但宫女可就不一样了 李治动几个还好说 自己可是万万不敢的 因此被扣上什么帽子 那可是大大的不划算 前车之鉴也不远 当年李渊不就是因为睡了隋阳帝 留守晋阳宫的两个妃嫔 被逼得不易走上反叛之路的吗 自己要是重蹈覆辙 那可就 如果有些人认为自己想要学习高祖皇帝起兵 争夺天下 会是什么结果呢 想想就不寒而烈 所以啊趁早收起这些心思来 任公你们送了多少矿秋天的菠菜 谢业呢都是毫不动心 完全是一副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的做派 谢常使那是正人君子啊 数日之后 连晋阳宫监督啊暗暗都竖起了大拇指了 给出谢义很高的评价 实际上只有谢常使自己知道 柳夏慧那不是好当的呀 不过想起家中两位有孕的娇妻 谢义的心智也就坚定多了 入驻晋阳宫的第三日 李志和谢义便收到了一封请柬 来自于太原王室的请柬 三日后 童安大长公主寿臣 邀请晋王殿下和谢常使 一道前去赴寿宴 有没有这封请柬 这一趟他们都是会走的 如此只能说是王家人客气了 收到请柬的当晚 叶北也回来了 没有几个人注意到 谢常使身边这个低调 如鬼魅般的随从 自出了长安城之后便不见了 更没有人知道 在晋王殿下和谢常使 在黄河边泡温泉的时候 叶北已经绕到过了黄河 到了河东 到了晋州 辗转多日 他按照约定前 来晋阳面见了主人 阿郎 辛苦了 见到叶北一身风尘和疲态 谢义先问候一句 这才问他 此行情况如何 不须此行 和之前预料有所差别 哦 属下也觉得惊讶 但是查证之后却发现 那两位关系 并不十分紧密 那两位是谁不需要明说 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个结果 却是略微出乎意料的 谢义陈寅他 嗯 你确定 是 要不是属下查到了 那位与晋州明辩主使者联络之人 也不会相信 究竟是谁呢 谢义皱起了眉头 神色凝重 叶北没有开口 伸手只在茶杯里沾了水 在桌上写下了几个字 待谢义看清之后迅速抹去 我知 是 晋州知识本来没多大 只不过有人推波助澜罢了 具体情由 英国公早已调查清楚 过两日 他会来晋阳给大公主祝寿 到时候 大约会与阿郎说明 到那个时候相互印证便是 恐怕那位 属下现在还没有抓住确切把柄 如果向长安奏报 恐怕有所缺失啊 那你的意思呢 阿郎 属下找证据的过程中 发现了更有意思的事 那位的人 如今似乎去了朔州 定向一带 也不知道 是与此事有关呢 还是有更大图谋 要是能一道闹明白 陛下那里也好有个交代 9月9日重阳 本是登高望远敬老爱老的日子 很凑巧 也正好是同安大长公主的守臣 作为礼堂皇室和太原王家辈分最高的老祖宗 他的守臣自然是格外的隆重 尤其是66岁这样一个吉祥的特殊年份 这一日王家在靖阳城里的主宅大开宴席 为同安大长公主庆祝贺寿 王家的亲朋好友 河东上下的官员 世家豪强 名人雅士 全都应邀前来 可谓是热闹不凡 今年尤为特殊的是 晋王殿下代表皇帝亲自来为大长公主贺寿 无疑成为王家最为尊贵的宾客 李治和谢义摆着亲王仪仗 带着厚礼前来贺寿之时 王家上下是纷纷出门迎接 恭敬十分彬彬有礼 其中正是以罗山令王仁右为首 他是王家子侄辈中最出色的人物了 罪得看重也是下一任家主的不二人选 至于那位普京官遇到的王仁李也在迎接之列 但谢义注意到他的牌位很是靠后 现在在王家属于不怎么受重视 没什么地位的人物 晋王殿下驾临 寒舍彭壁生辉 我王家上下彭壁生辉 快请快请 王仁右相当的恭敬 客客气气的迎接李治进门 嗯 李治虽然只有十三岁 但毕竟是生在皇家 自小见惯了大场面了 没有丝毫的怯场的感觉 表现的是相当的镇定 很有皇室风范 王仁右继续地笑道 谢长使 请 罗山令客气了 谢义笑着应答 说起来王仁右不算陌生啊 当年在洛阳的中秋诗会上 曾有过一面之缘 进了王家之门 谢义才感慨什么叫做千年华族 府邸占地规模很大 房子是雕梁画洞 用料和装饰很是精致 院落设计也可谓是匠心独运 很多的事物都很是特别 都是历史和岁月的见证 那都是大有来历的 可以见证太原王家的厚重和悠久 想当年陈郡谢氏可能更为辉煌吧 可惜啊自己无缘得见 至于当年与谢氏并列的东晋王家似乎是出自狼牙王室 天下王室最重要的郡王就这两个地方 如今狼牙王室早已衰微 而太原王室却趁势而起成为天下五姓七宗之一 乃是数一数二的世家豪门 所谓时宜世宜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大抵就是这个样子吧 谢氏感慨的同时跟着王仁又进了王家 而后直入一所院落 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人都是公身行礼相当的恭敬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92集 最终一行人进入一所院落 谢氏抬头看到丹桂圆三个大字 想来圆中肯定是便知桂花的 此刻尚未靠近 但桂花的清幽香味已经是扑鼻而来了 秋日里也就桂花和菊花可赏 神母住在此处也能有些异趣 王仁又笑着介绍 彰显出太原王室上下对同安大长公主的尊敬 这才进院子便听到里面有女子的声音是叽叽喳喳的 来了来了 此情此景大有林黛玉出入贾府时的情景 难道王家上下很期盼晋王殿下的到来吗 不过理智步入园内 谢氏和王仁又一左一右跟随在侧时 小女子们全都是微微缩缩的避开了 世家大族最起码的礼仪和规矩那是要懂得的 王仁又前面引路 只见正堂台阶前正围着一圈人 中间坐着一位头发半白身着锦衣华服的妇人 神母晋王殿下到了 王仁又喊了一声 台阶前的一群人连忙肃然 躬身给晋王殿下见礼 免礼 李治摆了摆手压根不用人介绍 这很有眼力见的跟上前躬身的 孙儿李治拜见姑祖母 祝您老俘虏东海寿比南山 这是来之前谢义教她的吉祥话 此时到来甚是何事 果不其然 王家上下都觉得晋王殿下的说辞很是新奇 但略微送毒 方觉甚为贴切满满的福寿祝福 好 好 制奴是吧 快些到姑祖母身边来 童安大长公主倒也没有因为李治的皇子身份 而客气拘束 毕竟她不是皇帝 不是储君 作为皇祖祖辈她这般宠溺至孙 不算失礼而是亲密的表现 姑祖母 嗯 果然相貌堂堂 一表人才 很有高祖皇帝和陛下的风范 童安大长公主轻浮李治额头满口称赞 不过这句话如果让太子和魏王听见 那似乎不太好吧 某子累赴这种话的皇家可不敢随便乱说呀 但童安长公主却满不在乎 一个不在长安的老太太的言辞 将来不会引起什么误会的 姑祖母谬赞了 李治很乖巧地表现出谦逊 童安大长公主满意地点点头 哈哈哈哈 你父皇好吗 好着呢 父皇命我代表他向姑祖母问安 祝贺寿臣 多谢陛下 多谢智奴 哈哈哈哈 你的兄弟姐妹们呢 也都好着呢 诸位兄长和姐妹都让我向姑祖母败寿 祝您老长命百岁 李治的嘴很甜 让大长公主乐得不行 陛下教子有方 智奴是个好孩子 我李家子孙都要是如此 我大唐必然长治久安 兴旺年年 那是自然 王仁佑在一旁笑着附和 童安大长公主这才抬起头来 看向了四周 瞧见谢义的嗜好笑问他 这位是 回神母 这位是晋王殿下府上的谢长使 四番侍候殿下前来何东 谢义建国大长公主殿下 祝您老服辞安康 好 好 年轻有为 一表人才 智奴能有这般乖巧懂事儿 肯定也有你的功劳 神母 谢长使是明满天下的才子 当年曾救过晋王殿下的性命 更多次有功于国 甚得陛下器重 是吗 很优秀的年轻人 朝廷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多谢大长公主赞予 谢义倒是不客气 光荣地接受了赞美 仁佑啊 你是地主 记得招待好客人 莫要怠慢了我的贵客 懂吗 大长公主一声吩咐 王仁佑不敢怠慢 慌不迭地便答应下来了 谢义看在眼里觉得蛮有意思的 没想到随后更有意思的事情再次出现 童安大长公主反而笑道 呵呵呵 智奴啊 来让你见见姑祖母家的人 是 大长公主一摆手 顿时有一片的少男少女出现在院子里 谢义明显注意到 其中是男少女多 几个男的都是太原王室嫡出的优秀子弟 让他们和皇子接触一下 那是很有必要的 随后便是一片女孩子了 而且年龄和理智都差不多 童安大长公主如此安排 也不知道是存在什么心思 有些意思啊 大长公主一挥手 杰儿 过来 最前面的一个女儿文厅快步上前 似乎很是开朗 但是神情里难免有些居傲 智奴啊 这是我的侄孙女王杰 王仁佑的女儿 哈哈哈哈 杰儿 来见过晋王殿下 民女王杰 见过晋王陛下 王杰立即上前微笑着见李 嗯 免礼 李智轻轻摆手 李洁静的回应 站在一旁的蜥蜴心中却是大微震动啊 刚才童安大长公主介绍了 眼前之人是王仁佑的女儿 她便是历史上的那位王皇后啊 将来应该错不了了 王家显然是有意撮合这个女孩与李智的 童安大长公主嫁入王家多年 肯定是要为王家子孙考虑的 历史上这样做的女人太多了 比如汉朝的伯皇后 要将自己的侄孙女嫁给汉景帝为皇后 都是想要借助皇家的力量 为夫家或者是娘家谋求利益和权利的 不过大多数的时候这样的结果都不怎么好 汉景帝的宝皇后被废了 后来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也是倾苦也是类似啊 如果历史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这位王皇后的下场也好不到斩虚 其母族人更是贬伐 自性为盲 不过眼前这局势会怎么样可不好说啊 童安大长公主显然不能意识到将来的事情 所以有意撮合也算是一片好意 只是能不能成事尤其是成好事那就要看天意了 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结果似乎不怎么好 谢义注意到李治的目光压根就没有在这个叫王杰的女孩子身上 而是不断地向后面眺望似乎在寻找什么人 当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之后眼神里顿时有些惊喜了 谢义顺着目光看过去 那日在普京关一起渡河的女孩王仁李的女儿王妍正好站在那里 她也是太原王室的女儿 只可惜啊她地位不怎么高只能遥遥地站在最后面 不过对她而言能出现在这里能被李治再次看到其实已经算是一种幸运了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谢义想起了李治的这个问题 这才过了几天呢愿望便实现了 想必金王殿下现在肯定是很开心 只是有人却不开心了 王仁佑的女儿王杰虽然居傲 但对李治也算是一片热情 但此刻发现自己的热情根本没有得到回应和重视 尤其是确定李治在瞧着别的女孩的时候 她的表情顿时就变了 不开心那种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的附加千金 突然受到挫折时的那种不服气的表情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93集 王仁佑和佟安大长公主都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们顺着李治的目光看到了王岩 他们自然是不清楚缘由的 王仁李是个聪明人 素来比较低调 回到家之后也从未对什么人吹嘘过自己曾与金王殿下同传 女儿堪得金王殿下青睐这些话更加不会说了 所以同安大长公主和王仁佑都有些许的疑惑 虽说王家的女儿都在这里了 但最为出众的便是王杰无疑了 长相漂亮最有气度 奈何金王殿下对他不加慈色呢 反而一眼就看向了人群中十分低调的王岩 那个女孩有什么特别的呀 虽然有几分姿色 但是比自家女儿似乎有所不如 更谈不上什么气度了 王仁佑甚至不认识王岩是哪一方谁家的女儿 只是心侠的意识如此认定 但同安大长公主却不同了 66岁的年纪在旁人看来有些老眼昏花 但她比任何人都看得更为透彩 当她第一眼看到王岩的时候 她便有种感觉 这个女孩身上有种熟悉的感觉 似乎像是什么人 可是像谁呢 大长公主 默然地想起了二十多年前 也曾有这么一个年岁相当的姑娘和自己的侄子在一起了 那是高世莲的外甥女儿 长孙家的小女儿 小名叫做观音碧 后来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 可惜早早去世了 难怪李治第一眼看到她 原来是和母后有相似之处 谢义当初不明白这个缘故 只倒是一见钟情 但同安大长公主却了然于心 这孩子是哪一房的女儿 自己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呢 同安大长公主不仅有些自责 挥了挥手 示意让王岩过来 民女王岩见过靖王殿下 免礼 这十天你还好吗 李治明显很是热情啊 而且一句话还暴露了和王岩之间熟悉的关系 你们见过 大长公主笑着询问 谢义在一旁回答道 当时杜皇和时 殿下凑巧和小娘子同传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人脑海中都下意识地浮现出了一句话 百年修得同传度 这缘分真是凑巧啊 同安大长公主轻轻点头若有所思 那边王仁佑的脸色却微微一沉 显然没想到这么一处 女儿竟然被人给截胡了 不过转眼一想也没觉得有什么 只不过见过一面而已 有什么了不得的 毕竟自家女儿的财貌和气度 更为出众 只是她万万没想到 女儿随后的表现实在是有些不堪 备受冷落的王杰 难免是心有怨气啊 嘴巴早已经举起 满心的不乐意了 看向王妍的神色 那更是相当的不友善 甚至对理智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自尊心很强的千金大小姐 觉得好似受到了侮辱一般 偏偏又没有什么诚服 什么都写在脸上 如此情形 这可实在是 谢义心中暗笑 难怪王皇后在宫中斗不过萧淑妃呢 这引狼入室请回了五妹娘 最终落得是惨败出局 实在是跟她的性格和聪明程度有关 不过现在看来 也许她从一开始就会失去成为王皇后的机会 王杰多半是已经没有机会入晋王府成为皇家席了 也没有机会成为历史上那个颇有名气的王皇后了 这怎么说呢 天时地利人和她都输了 或许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运气 她的资容虽然算得上是美艳 但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 也不想想李志是什么身份啊 晋王殿下在长安城里见过的美女还少吗 不要说选入宫中的工人秀女 各家各户的千金小姐们也不少 李志虽然年纪小 却已经是看尽百花 王家这位着实是没什么特别之处 服装艳丽涂脂抹粉 看着是妖绕但有什么用呢 李志本来就对她无感 如今还置搬得趾高气昂 李志岂能再喜欢她 这种人纵然是仗着家事入宫 也必然是悲剧 那既然是悲剧 还是从一开始就避免的好 谢义在这件事情上说不少什么话 但很庆幸 童安大成公主是个明白人 她已经看出了李志的态度了 或许算不上态度 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少年而言 或许还不到有态度的年纪 但童安大成公主足够尊重这个侄孙 她的喜好和神色也是相当的重要的 世才的眼神和那简单的几句话 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更重要的是另外的原因 诚如谢义预料的那样 童安大成公主主要的只是王家子孙和皇家联姻 如此便对得起王家 也对得起李家了 将来百年之后也能安心的走了 联姻既是婚娶 要么娶个进来 要么嫁个出去 这娶是不要响了 王家子孙是没有机会当上驸马了 当今公主多家官龙贵族之家 尤其是其中的公臣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山东世家是没那种好运气了 自家当年若不是因为兄长在晋阳 估计也不会轻易嫁入王家 而且相比之下去公主远没有嫁皇子好 驸马大都没什么实权和实际的利益 难有大的前程 如今的驸马中也就长孙冲等极个别的是佼佼者 主要还是仗着其父长孙无忌的权势 至于其他的驸马大都是默默无闻 或者是顽固子弟 童安大成公主压根就看不上 相反呢 女子嫁入皇家则不同了 这母家是可以成为外戚的 自汉朝以来外戚是何其风光啊 方言看去 有多少世家都是靠着外戚的身份起家 才有今时今日的规模和根基的 其中还有不少靠着外戚的身份谋得天下 这曹胚和前随的杨坚就是代表 太原王家梅偶也不敢这样的非凡之想 但靠着外戚身份取得更多的利益 继续发展壮大是可以的 五姓七家看似是同系连织 但内里还是有争斗和比拼的 王家本就不如催礼卢 若非行阳正家与尹太子建成有牵连 这几年被可见的打压 估计仍旧会压着王家的 难得看到地缘优势 在与晋阳起家的李太亲密而得以兴盛 这样的优势必须加强并发扬光大 争取可以与其他的世家平起平坐 甚至超越他们 反正这个想法 王家上下都希望借着同安大长公主的特殊身份 为王家争取与皇室的联姻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94集 太子和魏王这些热门人选他们没赶上 也没有可能 太子妃会是将来的皇后 身份关键 皇帝估计不会轻易选择根深蒂固的世家子女 所以啊 同为嫡出并深得宠爱的晋王殿下就必须抓住了 这是王家早就达成的共识 最早有同安大长公主向皇帝提出 此番晋王来河东 王家上下那是相当的高兴 原因就在这里了 某种程度上 在他们看来 晋王殿下就是前来相亲的 罗山令王仁右的女儿自然是首选了 本身的相貌和出身是够的 更要紧的是 王仁右算是王家未来的掌门人 她和皇帝成为亲家 那是大有好处的 对王家而言也是多有益处的 奈何李治没看上王杰大小姐啊 反而心有所属 不过幸运的是入进王法眼的还是王家的姑娘 同安大长公主注意到这一点 她没有像王仁右那般的难过 郁闷反而是乐见其成 实在是一种相当明智的观点 说句不好听的话 只要是能够嫁入皇家的 是王家的女儿 是哪一个有关系吗 那关系肯定是有的 但至少没有那么要紧呢 如今看起来 默默无闻的王言 比王杰要好许多呀 王杰有些交管了 脾气不大好 这样的性格是宫廷大忌 只怕嫁入亲王府 也很难笼络李志的关心 一个不受宠的王妃 能为夫家争取些什么呢 别没好处 反而是有祸事就麻烦了 何况李志也不喜欢她 这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 那何苦呢 反倒是王言 有同传度的缘分 李志似乎也很喜欢 今日一身素雅的打扮 在一群花枝招展的姐妹中 看似黯淡 实际啊 却反而显得是高洁优雅 一下子就吸引到了别人的目光了 更要紧的是 这孩子身上 那种和长孙皇后很相似的气质 注定了李志会喜欢 会真是多有宠爱 谢义不知道 但同安大长公主知晓 想想长孙皇后崩世时 李志哭得尤其伤心啊 便知王言凭借着这个优势 便可安居宫中宠爱无忧了 而且此女温柔一静 眉目中也颇为沉稳 能在皇家游刃有余 是值得希望的 虽然也只是第一次见 但同安大长公主赌定 凭借自己数十年的人生经历 是不会看走眼的 也只是一瞬间 她便想明白了许许多多 并做出了一个决定 一个对许多人至关重要的决定 至于王仁佑 那不干涸哀求的眼神 完全被她无视了 家族利益至上 一个女孩的荣辱算什么呀 何况王杰不过是当不上王妃而已 作为王家的嫡女 她还会有很不错的夫婿的 也不算委屈了 至于当不上皇家的儿媳妇 不能想至高尊贵 那是她命中没有那个名 缘分哪 炎儿有幸于晋王同舟 是三生修来的福气 同安大长公主笑道 既如此 你作为主人 便为晋王介绍一下 我王家风物吧 说祖母 我 王妍下意识地想要推辞 她常年住在长安 对太原王家全无了解 如何介绍 这个差事 本身与她并不合适 更让她有些难为情 尤其是看到一群姐妹 尤其是王杰 那羡慕极度恨的眼神 心中虽无多少惬意 但并不想闹得太大 闹得太僵啊 好好地招待好晋王 莫要失了礼仪 辜负祖母的期望 不等王妍说出推辞之语 同安大长公主 已经先一步开口独嘴 同时也表明了一个 至关重要的态度 王家老祖宗开口 让王妍招待理智 这意味着什么 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王仁又心里的感觉是怪怪的 可是又能怎么样呢 一来是女儿不争气 二来这算是天意了 谁让人家王妍和晋王早早遇上呢 还曾同舟而行 确实是缘分呢 无论是同舟共济 还是百年修得同船渡这些话 这都从方方面面地彰显出了 这似乎是一桩天左之河 如此情况之下 说什么都没用了 原本还有所期望的 现在还是乖乖地收起心来 好好地伺候晋王殿下吧 不过往后得好好地笼络王仁李了 如果成了晋王殿下的岳父 这个树出原本不受重视的兄弟 可能要飞黄腾达了 作为王家未来的家主 必须要有这个意识 王家不仅仅是需要自己一家独大 更需要一众兄弟帮衬 共同的繁荣家族 至于嘴巴都气 满心不服气和怨恨的王杰 则被带走了 平日里 他可以摆摆大小姐的脾气 但今日他可不敢了 尤其是当着尊贵的祖母面前 他只能默默地承认这个事实 带着满心不服气离开 从而彻底离开历史舞台 至于王颜 则领着李志前去四处参观了 虽说古有七岁不同席 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说法 但王家 尤其是同安大长公主 似乎完全不在乎这个 反而有意的纵容 甚至连自己这个外男都不忌讳 以至于能够从容目睹这场看似无关紧要 却关乎历史进程的大事 谢义一直在现场看着 完全没想到自己很在意 却无能为力的问题 就这么轻松地解决了 王仁佑的女儿不会入宫了 历史上的王皇后是不会再出现了 不过未来如果李志依旧如愿地走上那个位置 王皇后还是会出现 只不过此皇后非比皇后罢了 如此甚好啊 一个温婉贤淑的姑娘入主金王府 最要紧的是李志还很喜欢此女 再没了五妹娘 想必以后李志的后宫会很是和谐的 至于那位萧淑妃即便还是照旧出现 也不会如原本历史上那般嚣张了 宫中最受宠的是这位王皇后 他这个普通嫔妃只能靠边站了 如此也算是老天爷送给李志的一份礼物 也许他自己感觉不到 但对他而言是真的好 至少谢义觉得很欣慰 也便不再对五二娘子未能入宫之事耿耿于怀了 如果回去杜希君和郑丽婉再提起那事儿 恐怕他是不会再客客气气推散祖司的了 只是如此一来历史轨迹似乎已经完全变了 至少高宗永辉朝的历史变了 李唐三代而亡 这五代李星这些事儿也就不会存在了 这些都是因为自己而起吗 虽然王皇后知事上自己什么都没做 但也许是因为自己的出现才始终导致李志前来河东 此行在原本的历史上应该不存在的 正是自己平白添上了这一笔 给了李志和王岩见面的机会 也给了李志可以当面选择的机会 想来原本的历史上 童安大长公主向李世民推荐的正式王节 两人素昧谋面的孩子就成了举国关注婚姻的主角 最终埋下了重重不幸的根源 结果因为自己的存在一切都不会出现了 只是接下来会出现什么自己也不知晓了 未知的事情让人好奇 却也让人莫名的有些畏惧 未来已经很难再掌握了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95集 解义觉得自己的思绪飘得有点远了 当前还是好好地应付晋阳这一摊子事吧 心里应该犯起了一个念头 不想同安大长公主呼喊道 解长使 大长公主 解长使看着年岁不大 年岁几何呀 祖上何处啊 大长公主似乎颇为好奇连连询问 歇意心中泛起些许怪怪的感觉 有种不好的预感 却又不能不回答也不能说谎 只好轻声道 回大长公主 陈今年正好二十 祖上再怀扬陈骏 陈骏 谢氏 哈哈哈哈 好啊 原来也是名门子弟 难怪年纪轻轻便如此有为 深得陛下器重 老身也看得出来 智奴对你这个掌食相当尊敬 着实是个少年英才 哎呀 大长公主谬赞了 谢义不敢当啊 臣只是粗通些许的文末道理 能以此为朝廷贡献 已数万幸了 心中满足更感念上苍啊 谢义毫不犹豫地说出些许的装逼之词 明明是娇柔造作 但说的是义正言辞 甚至是热血激昂 好在同安大长公主很喜欢这个调的 连连点头 然后突然问出一句话 你可曾婚配呀 啊 已经娶妻了 听说你娶的是长安出名的郑家女 是 她是以平妻的身份入门的 同安大长公主似乎很是八卦 连连追问 这连着都知道 未免打听得忒详细了 谢义无奈地点头 是有此事 那准备什么时候取政妻呢 同安大长公主这话问出口 谢义总算是清楚地笃定了 这老公主的意图了 不出意外 接下来该当红娘了 要介绍谁呢 谢义远远地看了一眼王家这盈盈艳艳的女子 心中不尽自责呀 自己怎么可以如此的不懂理书了 一个外男轻易见人家这么多女姑娘 这不是没事给自己找事吗 声恐同安大长公主先说出什么让人难以拒绝的话 谢义连忙道 呃 回大长公主 谢义暂无此打算 临走之时 家中妻子正是丽婉 刚刚有了身孕 所以臣暂无她心 这话说的是魔能两可 到底是担心影响郑丽婉身孕不愿取政妻呢 还是打算生死之后将其扶正 自古以来这种例子很多啊 谢义没明说 但同安大长公主自然是自行脑补了 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 故而谢义也能从容地酝酿着告辞离去 很凑巧 外面有人喊道 英国公道 英国公礼记 原姓徐 叫徐世基 自冒公 也就是隋唐演义中足智多谋的那位徐三哥 徐冒公 真实历史上 他不是一位儒雅的军师 而是一位爵士猛将 不过 确实是参加过瓦钢 跟随过宅让 倒是事实 不过那时候 他不过是堪堪十七岁而已 除了能够有点骁勇 见多识广 这智某百出应该还算不上 更没有演艺里的那般神奇了 不过很幸运啊 他和诸葛亮一样 属于被演艺美化的那类人 得以着实不少 然而在真实历史上 也正是在隋末的纷争之中 他渐渐从一个骁勇小子 成长为了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 在宅让 李密 王世冲和窦剑德等人之间周旋 最终归顺到了李唐门下 成为大唐将领 并被赐姓为李 不过和其他的瓦钢将领相比 李济错过了一次莫大的机会 玄武门之变他并未参与 而是采取了忠立的态度 事后李世冰没有怪罪 仍旧是官居原职 却也不能像程之杰和魏池靖等人 有从龙之功 青云之上甚得恩宠 不过是金子就迟早会发光的 老天爷不会辜负有本事还努力的人 李济因为自己的军事才能 先是担任并诸都督 随后成为通汉道行军大总管 负责抵御突厥 征贯三年到四年 草原上的东边突厥遭遇了暴血残害 一度向大唐服软退让 但李济认为 如果让突厥人获得喘息的机会 迟早会卷土重来 再成祸患 所以必须要乘胜追击 一举击溃突厥人 所以他和当时的主帅李靖一道上书朝廷 请求出兵追击东边突厥 得到了皇帝李世民的支持 大军全力进攻突厥 李济在此战中立下大功 不仅彻底的击败了东边突厥 他的副将还亲自斩获了极力可汗 立下了盖世功勋 此战之后他本人绝封英国公 连儿子都得到了恩盟被封为郡公 可谓是位高权重 和李靖一道成为大唐军中双臂和超然的存在 不过李靖因为军权太重了遭到了皇帝的猜疑 也不知是主动还是被迫请辞归家安养闭门不出 几乎再不公开露面 如此一来李济便成为了大唐军中第一人 成为最拿得出手的驻国大臣 战后李世民并未将李济留在长安 而是派驻到了并州掌控着六万铁骑 此举主要是防备突厥薛颜驼 也有地方山东士族的意思 除此之外兴趣还有一些其他不为外人道的意味在其中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李济在大唐那都是一号必须格外尊重的人物 尤其是将来 别看现在房玄陵和长孙无忌风风光光的 但是他们哪个山中了 而李济呢却是寿中正寝 他死的时候 唐高宗李治还特意为其绰朝七日 如果不是后来他的宝贝孙子徐晶叶起兵反武之后 他们家应该还能够风光很久 高宗初年 长孙无忌全清朝野 李治无可奈何之时把李济请回朝中平衡 长孙无忌不得已才有所收敛 李治想要立五妹娘为皇后 长孙无忌等人是坚决反对 李济只说了一句 此乃陛下家事业 也正是因此 李治才如愿册封了五皇后 由此可见 李济在将来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96集 李世民让他待在并州步回长安 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将他从朝中纷争中摘出来的意思 毕竟不管将来什么人上位 国家都需要一位驻国大将 折损在内斗之中可就不划算了 无论太子还是魏王 大概都有想要拉拢李济的机会 可惜啊 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也不敢轻易这么做 但李治则不同了 他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13岁的年纪暂时与朝堂风云没什么关系 又是奉皇命前来河东 可谓是光明正大 仔细说起来 李治和李继还有些许的渊源啊 李治摇领并州大都督府 而李继是并州都督府长时 两人算得上是名正言顺的从属关系了 先前李继应该是在晋州处理民变之势 防止出现大规模的动荡 同时也等着朝廷派来的使者 但李治和谢义却过晋州而不入 估计也让李继很是恼火啊 这不 现在直接追到晋阳来了 不过他能来 说明晋州的情况已经稳定 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身在河东 同安大城公主生辰 王家肯定也给他送了请典了 李继前来拜寿也是在请李之中的 今日太原王家也算是出尽了风头了 一位亲王一位国公先后登门 在长安以外的地方这是极少见的情况 自然也是格外的荣幸啊 因为李继的到来 谢义终于是摆脱了同安大城公主的不安好心 然后暂时被请到了一边 李继到来自然是要给老寿星拜寿的 至于自己 拜寿之后 英国公肯定是会来相见的 这一等便是很长时间 看来老寿星的弹性很高啊 也不知是有没有和李继结亲家的意思 那边李继和王岩也算是相谈甚欢处的很是不错 也就在这等候的时候啊 李继走了过来 没有见到李继则直奔谢义而来 拜见李继是必须的礼仪 但相比之下 立即此刻想见的人那是谢义啊 眼见一个相貌堂堂 英气威严的中年男子快步走过来 不等开口也不用旁人介绍 谢义便抢先一步上前当 谢义见过英国公 早就听说过谢章师的大名 今日一见 果然年轻有为 果真不凡 李继一开口便是很高的评价 也不知是真心的还是纯属公伟 不敢当不敢当 谢章师莫要谦虚 你在长安大名鼎鼎 家中两个小子来信中对你是推崇北至 看灵那么孤傲的人 也对谢章师推崇北至 还能有错吗 看大哥他还好吗 好着呢 放心好了 昔日我与他本就有些私交 假之还有你谢长使的面子 也能苛待了他 不过生命难违 他如今在定相职守 如果能立下什么功劳 我会向朝廷请功 为其减轻处罚 多谢英国公关长 谢义连忙道谢 杜西君十分挂念堪灵啊 他在河东安好自然是最好不过了 今晚便可以安心地写封信回去了 嗯 既然成了我的情 那 李济没有说下去 言下之意却已十分明确了 晋州的事情必须得尽快有个了结 英国公见亮 下官与晋王殿下活到晋州也是有原因的 想必你也可以理解 不过实不相瞒 晋州知识在下已经查得七七八八了 明人不说暗话 谢义更希望用坦诚来结交这位手握重兵的当朝权规 谢当事能够这般坦诚自然最好不过 你可能不知道 朝中刚刚来了急报 吐鲁藩人进犯松州 朝廷已经派了牛进打率部前往了建南道应战 陛下有秘制叮嘱 西南开战 河东需要安定 所以晋州之事还是尽早处置妥当的好 松州 土藩人 谢义不免有些吃惊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几年不是该大唐与土藩和亲 文成公主 嫁松散干部吗 这时候不该是和平时期吗 怎么就开战了呢 也不知道是历史偏差了 还是自己记错了 国与国之间战和瞬息而变 倒也不足为奇了 土藩人这些年也算是实力强大 这时候进犯松州确实是让人不得不防啊 西南的建南道开战 北方边境和国内少不得需要安定下来 避免多险作战 如此一来 朝中需要安定 那么晋州之事就需要快刀斩乱麻 相关人员的处置也将会走从轻路线 毕竟在战事面前一切都需要稳定 李记点头道 是啊 高原上的秃鲁藩人一直不安分 据说是他们向朝廷求取公主为国 所以悍然起兵 求亲不成便开战 这是脑袋 谢义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陈寅片刻之后便低于几句 这是他对晋州之事的调查 他需要和李记交混意见 谢长师果然神通广大 人在晋阳 晋州之事却已经了如指掌 八九不离十 大地情况是这样 那好 既然如此 在家便向陛下上述说明了 好 老夫随后也会行文上奏 向陛下降述晋州之事 只是那幕后之人 我曾抓到把柄 李记叹息一声似乎有些无奈 也有几分为难 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随便向皇帝奏报 弄不好有诬陷的成分 所以这话必须要谨慎 他这般问就是想要询问谢义的看法 最好是达成一致 若不然至少也要知道谢义的态度和做法 不想谢义很是直接 英国公莫及 我的人发现了柱子马迹 哦 在哪里 燕门方向 听到谢义这般回答 李智的神色顿时有些凝重了 那些个赤妹王良现在在燕门方向 他们究竟要做什么呢 英国公啊 此事在下原本觉得为难 想着有些人的身份特殊 有些话不好说 但如今这形势 恐怕 在下是担心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变化 尤其是建南岛有战士的情况下 李济全然明白谢义的意思 因为涉及到一些特殊之人 碍于身份有些话不怎么好说 唯恐被人诟病啊 但现在赤妹王良却出现在了燕门 这形势之下就有些不同了 难免让人有些担心啊 谢义是在提醒自己处置的方式似乎要有所改变 有些顾虑必须要打消的 谢长师 明日我便动身前往北边看看 李济迅速做出判断 他已经意识到可能会有一些麻烦 毕竟要尽早应对 皇帝将偌大的并州和北部防线交给自己 便不能调于轻心了 你好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97集 至此一点 谢义便是很佩服啊 难怪李济想要如今的地位 洞察力和判断力却有明讲风范啊 那金王殿下和谢长使能否在河东稍微多留几日 你们不在 那些赤妹王良便可能仍高枕无忧 当然了 若有一变 我会第一时间派人送殿下和谢长使回关中 英国公多虑了 殿下奉旨前来派和高祖皇帝故去遗址 还有多少地方没去呢 再说了 我这个河东道的处置副使还没办事呢 徒有虚名怎么能行呢 至少得在晋阳虎甲虎威些许日子才行啊 哈哈哈 与谢长使这样的人合作 着实痛快 李济立即哈哈大笑 言辞之中对谢义是相当的满意和欣赏 关于一些大事也沟通的很是顺畅很是理想 谢义也笑道 在家不过是从旁协助 河东上下始终以英国公马首是瞻呢 两人虽然站在无人处说话 但笑声传出去的时候还是引人侧目 尤其是李济正好奇地走过来 王妍和姐妹们已到为铜安大长公主准备受礼去了 她只好恋恋不舍地回来 不过回来的时候刚刚好恰好遇到李济 陈李济参加晋王殿下 有李靖的前迟之见 李济可不敢带满皇子 敢忙信礼 英国公快快免礼 您助手河东 为大唐守边疆 辛苦了 父皇让本王代为问候英国公 诶 有这回事吗 这李济该不会信口开河 假装圣旨吧 这胆子也忒大了 不过无论真假 效果那是杠杠的 李济马上受宠若惊 臣谢陛下 谢殿下 在抬头说话的时候 李济看李济的眼神已经有了些许的变化 也许他原本只是觉得李济是个小孩子 来河东不过是个幌子 给谢义撞声是罢了 但见面之后才发现 这个少年比想象的更为成熟稳重 似乎还有些许的 诗人恩惠的小智卯 谦谦君子 却有理有度 气质也蛮不错的 是个很不错的皇子啊 李济虽然没说话 但谢义从他的眼神中表情里已经揣渡到了些许了 如无意外 李济在英国公的眼中已是非等闲的皇子了 不过现在这些看法毫无实际意义 必须要等待时间的发小 让其产生真实的意义 至于此刻 当务之急该是那些北上燕门的赤美王良 谢义有种不好的预感 也许河东风云将起 河东才是晚秋世界 但塞北已经是寒冬气息来袭了 天气有些冷 这珍珠可汗疑南和二王子突利施 以及一众薛颜陀的贵族正在大帐里议事呢 一年的时间 薛颜陀遭遇了很大的变故 去岁因为大唐使臣出使薛颜陀失踪事件 薛颜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大王子大杜舍殒命 以及向大唐谢罪交代 从而换得暂时的平安 一年时间在忐忑不安中度过 大杜舍死了 突利施的地位自然就突出了 尽管有妻妾又给伊南生下了一个儿子 但年纪还小 能不能长大还不好说呢 资质就更不要提了 如今突利施是唯一成年的王子 不出意外 仍旧会是薛颜陀当仁不让的继承人 所以他少不得是意气风发 此时此刻 他们正在讨论一件大事 突利施昂首挺立的 富汗 土藩人的提议很好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没错 今日所以之事 该因有土藩使者前来 邀请薛颜陀一道讨伐唐朝 也不知是因为去岁的事件 仍旧是心有余悸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可汗疑南 对此有些疑虑 但以突利施为首的一批人 却是格外的赞同 富汗 土藩人已经出兵松中 现在唐人的目光 全部被吸引到了西南 据说关中已经有五六万府兵南下 说明他们腹地空虚 正是我们出兵的大好机会 千载难逢的两季 只要击败了唐人 我们就能恢复昔日协力时期的圣景 成为东方草原上的霸主 富汗 您还在等什么呢 有把握一定能胜吗 疑南终于不得不开口了 问出了一句疑问 先率败后率胜 倒也符合兵法规则 胜的机会很大 毕竟关中空虚 若我们能一举击溃北方防线 便可直接南下入关中 直取长安 取了李世民的狗命 为大哥报仇 徒李世很会说话 虽然当初和大渡舍矛盾重重 甚至最终逼死大渡舍也有他的份 但此刻还是打起了感情牌 因为他知道 父亲宜南对于大渡舍的死 多少是有些耿耿于怀的 是有惋惜和报仇之心的 而且打起为大渡舍报仇的旗号 也能够调动许多薛岩驼百姓的仇怀 不恨勇武之心 汉人有句话 不是说这哀兵必胜吗 果然疑难心动的 然后迟疑地说 说得没错 但唐军的北方防线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撕开 灵州有李道宗 和朔有阿什纳斯摩 并州有李济 哪一个都不容易突破 富汗说得是 若是正面对敌 哪一个都不容易突破 但如果他们之中有人倒戈帮我们 你是说 你是说阿什纳斯摩 显而易见 要说这三位之中有人可以讨伐 只能是阿什纳斯摩了 这个不难推测 李道宗是大唐宗使 李济则是忠臣猛将 都没有倒戈的可能 而阿什纳斯摩虽然改姓了李 还被唐朝册封为郡王 但骨子里他仍旧是突厥人 于大唐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自己人 作为昔日的突厥王子 突厉可汗的弟弟 难道就真的是全心全意地归顺了唐朝吗 如果说在武力面前不得不低头 那么当有一天有机会可以摆脱这个压力的时候 阿什纳斯摩会不会动心呢 富汗 儿臣与长安那一位贵人联系上了 他不服气李世民 和阿什纳斯摩私交很好 愿意帮我们联系 只要说服了阿什纳斯摩 我们便可以甩开李道宗和李济 指导长安 这么一说啊 宜南也有些许的微微异动了 显然这个提议如果能够实现 确实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只要拿下了长安 擒杀了李世民 中原天下避乱 到时候我们能获取大片的土地 将长安府库里的金人财宝 全部搬回草原 还能俘获无数漂亮的中原女子 突李世这句话一说啊 顿时是引起了一片的负和启哄之声 显然是说到了一众草原部落首领的心坎里去了 那好 你着手联系阿什纳斯摩吧 只要他确定相助 为父亲率大军南下 疑难是答应了 但这个说法让突李世微微的有些失落 傅汉还是要自己亲自率兵 而不是让自己率兵南下 多少还是有点防备的意思吧 哎呀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98集 东边的突厥以前主要以殷山附近为根基 其疆域广阔最兴盛的时候啊 几乎是占领了整个北方草原 但自打十年前被大唐击败之后 突厥人的地位和形式是一落千丈 尤其是前几年完全是处于被压制的状况 直到薛颜陀兴盛了这几年 为了拱卫北方的边疆 在大唐和薛颜陀之间设置了缓冲地带 这才有所松动了 给阿什纳斯摩封了个郡王 让其率领薛颜陀救部 在黄河两岸扎营放牧 几年下来也恢复了一些元气 聚集了一些力量 不过一直以来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因为李道宗和李济一左一右一直紧紧盯着他们 因此一直不敢有什么异动 加之直师私利、弃壁和利等部落首领 都成为了大唐的贵族 尤其是直师私利还是驸马 也大大的分化了阿什纳斯摩 在突厥人中的地位和权力 所以只能乖乖地做大唐的臣子了 不过要说他完全没有野心 那恐怕也是未必 毕竟都是王族出身的弟子 草原上西年的熊鹰 怎么会乖乖地臣服于异族的皇帝呢 虽说李世民身上有胡人的血统 但他现在毕竟是汉家王朝的皇帝 如果可以 阿什纳斯摩也希望能有所作为 或说恢复西年的极力可汉在世时的盛景 那至少能够摆脱大唐 至少像薛颜陀一样独立于草原 只是苦于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突然有一天 有个人走进了他黄河岸边的定乡崖障 这定乡位于白岛之南 黄河以北 数年前 阿什纳斯摩奉命率领十万百姓 四万兵力和九万马匹 见崖掌于此 几年下来 附近的草原部落前来归顺 已经形成了规模相当之大的部落了 这一日 初学首千光顾了定向草原 阿什纳斯摩少不得外出巡视 查看部落过冬的准备情况 甘草柴星和帐篷等是否周全 没想到 刚回来便有亲信侍从前来禀报 王爷 有客人到访 何人 一个从长安来 一个从草原来 嗯 阿什纳斯摩微微一惊 这个情况有些反常 很不寻常 拜见可汗 阿什纳斯摩一进入营帐 便有一个身着唐朝汉家袍服 一个身穿皮球 气宇轩昂的男子一起公身见礼 而且一张口便称呼是可汗 如今阿什纳斯摩的爵位是和顺郡王 因为归顺大唐朝廷的缘故 平日里大家见到他都称呼一声是王爷 但如今这两位所谓的贵宾一进门便喊可汗 这气氛抖人间有些诡异了 阿什纳斯摩也在一瞬间便心生警惕 可汗是草原首领的称呼 不过不像皇帝那样专属于某一个人 比较大的部落有一定实力 这首领就当得上可汗的称呼 比如这西年东边突厥吉利和突历 那都是有可汗的称呼的 实际上阿什纳斯摩也曾称汗 那是前随开皇十九年 当时突厥草原上出现了变故 启明可汗逃奔到了隋朝 墨北各部蜂拥血统尊贵 但年纪尚小的阿什纳斯摩为可汗 但当启明可汗也就是突历可汗回到草原 阿什纳斯摩便主动去掉了可汗的称号 但一直身居高位为突厥上下所器重尊敬 开皇十九年 距今已经快四十年了 阿什纳斯摩已经从一个少年 渐入老年 可汗陌生而熟悉的称呼突然出现在耳边 突然之间让他有些恍惚了 他皱着眉头目光扫过二人陈上问道 二位是什么人 可汗 突历师代表家父珍珠可汗拜访您 可汗 在下是您故人的使者 说着 他们分别递上了国书和信物 其中一个赫人是薛颜驼小王子突历师 他竟然冒险亲自来了定乡面见阿什纳斯摩 来者都是客 本王欢迎 只是二位这称呼却不大妥当 阿什纳斯摩接过东西 但相继打开天窗说练话 似乎有意表明态度 两个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客人突然连位到访 这个特殊的情况让他十分的警惕 不过并未轻易地驱逐或者是怠慢客人 蛤 怎么称呼您可汗不妥吗 突历师笑着反问阿什纳斯摩没有送客 没有拂袖而去 这样他们看到了希望 王子慎言 我李斯摩是大唐的和顺郡王 不是什么客汗 蛤 是吗 那是唐朝皇帝忽悠您的虚词 在突厥人在草原人的眼里 您依旧是当仁不让的客汗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 阿什纳斯摩轻轻地摇头表明态度 虽然时过境迁但有些东西是可以恢复的 客汗难道就没想过 这具体是什么突历师没有明说 但他相信阿什纳斯摩很懂的 王子慎言 要是继续这般 恕本王不欢迎 阿什纳斯摩皱起了眉头 似乎有些生气了 突历师也不生气 只是阴阳怪气的大 哎 客汗为了当这个徒有虚名的郡王 连祖宗都不要了吗 不知道阿什纳是历代先祖英烈 蔡天之灵会怎么想 这句话颇有威力啊 至少刺激到了阿什纳斯摩 他如今官方的名字叫做李斯摩 李自然是大唐皇帝的慈姓 古代皇家尊贵为了以示恩宠 动不动的就会给臣子慈姓 号称是国姓 比如后世名将郑成功就曾被慈姓朱 号称是国姓爷 在当时算得上是荣宠了 这也是为什么李留等姓氏人口众多的缘故了 除了汉唐王朝兴赏 皇家子孙繁多之外 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次姓 次国姓那是无上荣耀的象征 比如英国公便从徐改姓李 中原的大臣们或许也乐见其成 对阿什纳斯摩这等草原首领却不以为然 尤其是作为王国子孙 这般改姓更显得是有些屈弱 事已突立师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一下子便扎到了他心中的软肋 神情不免有些迟疑 而这一幕恰好被突立师看在眼里 机灵的薛颜驼小王子 一下子便心中有数了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299集 可汗 当年协力可汗失误 折损了阿什纳家族多年基业 实在不改 如果当时的可汗是您 兴许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如今有个机会摆在眼前 可汗难道就不想恢复阿什纳家族的荣光吗 机会 就凭你 如果可以 令兄去岁 也不必惨死向大唐谢罪吧 此一时彼一时 家兄之死 傅含于薛颜驼百姓 满腔仇恨 始终不曾忘却 如今正欲学耻 想要联络可汗 一道恐怕孤仇家恨 联络我 薛颜驼若做大 草原上还有我东边突厥七身之处吗 可汗请放心 只要事成 阴山以东 会突厥 以西归我薛颜驼如何 您突厥不足 仍有许多骁勇战士 我薛颜驼 岂敢有非分之想 都敢于向大唐开战了 还说没有非分之想 那不一样 今次除了你我 还有土藩 想必可汗已经知晓 土藩正进犯西南松州 关中府兵抽掉大半 若此时薛颜驼与贵部联手南下 会是什么效果 傅寒已经派使臣前去天山 西图诀也会出兵 切断侯军及远征高昌的归路 并且牵制李道宗所部 只是一个礼计不足为虑 确实如此啊 那个一直不说话的唐装男子 终于开口了 如今河东出了乱子 恐有明辨 李姬本人和兵马被牵绊 一时间难有快速反应 如果我们足够快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到长安 李姬也只能在黄河边屠湖乃河 至于长安城里 我家主人会理应外合 提供帮助 你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响啊 只是你家主人的身份 怎会走到这一步 有人不人 自然也就有人不义 家主也是无可奈何 可汗 在下与小王子一起来见您 足可见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千万莫要错过 阿什纳斯摩没有回答 但沉默了 在这种时候 沉默往往代表的是犹豫 突离师轻轻一下 虽不能断定他会搭运 但至少阿什纳斯摩已经开始动心了 毕竟利益诱惑摆在前面 没几个人能不为所动的 定乡大营外 一众士兵正在搬运粮草 他们是从河东来的兵俗 给突厥人运送过冬的粮草 搬运完最后一车粮食之后 其中一个壮硕的汉子吐了口气 悄然地走到河边芦苇畔 无人之处 人有三急吗 一股急流倾泻而出 整个人松了口气 一身的轻松 汉子到上游的地方撩起一盆水洗了洗手 擦了把脸 尽管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有冰茬了 河水是相当的寒冷 但他一点也不在乎 反而觉得是十分清爽 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无意间瞧见河对岸走过一群人 其中有人身着鲜亮的皮球 有人身着长安流行的汉人服饰 这样的搭配出现在这里 好像总有那么点古怪啊 定乡附近应该主要是突厥人的寄居地 身着皮球不奇怪 偶尔有长安来的官员和客人 身着汉家唐桌人也不奇怪 然而他们一起出现 而且还有点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意味 那陪同之人好像是和顺郡王大帐的下属 是阿什纳斯摩的亲信 这般低调将这些人安排在河对岸隐蔽之处 又是想要做什么呢 撞说汉子是个经验丰富之人 眼光和思维很是敏锐 一下子便意识到了什么 这事恐怕不简单啊 撞说男子心中泛起这个念头之后 便隐身在芦苇丛中 不吭声地悄悄地观察着 回到运送粮草的车队时 时间不免略为有些晚 汉大哥 怎么去了这么久 没事吧 一个年轻的男子走上前来 轻声寻闻 没事有点闹肚子 撞说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被发配到河东的看灵 本来按理说他这种人是要被控制起来了 但他因为英国公李济私下的关系很好 加之有谢意的关系 所以对他是比较宽松的 虽说干的还是基层的事情 但至少自由没有受到格外的限制 比如离开河东前来定乡 那都是可以的 当然了前提是不能从军中逃离 这一点李济是有把握的 只要杜芙威的女儿蔡国夫人杜希君的还在长安 看灵就不会这么做 所以可以安心的让他外出 哦 年轻男子应了一声 并未怀疑 笑着说 已经送完了明日一早我们便回河东 也没隔多远 定让亲人这般寒冷 嗯 天老啊 夜晚好好睡一觉 看灵吩咐一句便向突厥人安排的帐篷走去了 冬季天色晚不久之后便天黑了 干了一天活的兵族们都很累 因此早早的便倒头入睡 但是看灵却怎么也睡不着 这些年在外行走 从事了太多的事情了 他知道很多不为人知的消息和秘密 所以见到一些情景时 下意识的会有所联想和推演 直觉告诉他 今日在河边见到的情况恐怕不一般 更觉得有必要去搞清楚 否则心中始终是有些许的不安的 所以当同行的兵族入睡之后 看灵便悄然起身 凭着高超的伸手 从巡查的突厥兵族中穿过 来到了河道对岸的那些特别隔开的营帐 在一个营帐外潜伏了很久 直到听到一个人的名字 他才准备悄然离开 一颗心更是狂挑不止 竟然是这些人来到了定乡了 毫无疑问他们是来找阿什纳斯摩了 他们想干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看灵是有见识的人 他很清楚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了 会引发怎样严重的后果 所以必须将消息尽快传递回去 尽量的阻止这件事 得让晋阳的礼记知道 听说这好姐夫谢义也到了晋阳了 那得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情 尽快地小心避让才是 他清楚地听到 帐篷里的那位薛颜驼王子 怒意十分的话里有媚妇的名字 也正是因此 坎林走得有些着急 所以难免发出了些许声响 从而引发了不必要的麻烦 这里是薛颜驼二王子突厘师的住处 宝卫本就严密 加之前来定香 与阿什纳斯摩私下商讨 也是至关重要的机密大事 因此是格外的小心 尽管坎林只是发出了轻微的声响 但还是引起了警卫的注意 立即是寻声而来 在一众高手面前 想要悄无声息地从容逃走 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三百集 看灵被发现了 但幸好他功夫高超 所以在一众薛颜驼和突厥护卫的围攻下 庆幸没有受伤 只是想要逃走却并非容易事 随着薛颜驼的护卫的步步紧逼 可谓是险象还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刀刃离他是越来越近 此情此景当真不是武林高超就能够轻易摆脱的 看灵心中不免安叹 到底是大意了 自己这条命没了也就罢了 但如此一来这消息到不了进阳 这天大的事情该当如何呢 会怎样一发不可收拾 简直是不堪设想啊 就在看灵心中大叫我命休矣的时候 一个人眼却突然闪现出来 一通冰冷带着冰茶的河水猛人的泼出来 还是相当有威力的 一众薛颜驼和突厥护卫避让的瞬间 两个人得以有逃生的机会 韩大哥快走 看灵这才注意到自己的救命恩人 就是赏武与自己说话的年轻男子 是你 我看韩大哥久出未归 空有变故 前来查看 幸好你来了 这话一点都不假 两个高手突围比一个人容易多了 而且年轻男子似乎早有准备 选好的路径在第一时间抢到了两匹马 加之一些运气成分 他们趁着混乱便逃了出去 随后有不少突厥骑兵追了出来 但天色昏暗 在草原上想要追到两匹马 可并不是容易事 也正是因此 堪林等二人这才有机会逃脱 然后朝着河东的方向 纵马即迟 偷听的暴露和逃离 必然会引导事件加剧的恶化 必须得尽快地将消息 通报给河东的英国公礼记 什么 河东来的运粮兵逃走了 阿什纳斯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脸色顿时就变了 突厘师在一旁无奈地说 是啊 他不知道在我的帐篷外潜伏了多久 都听到看到了些什么 现在人没抓到 消息肯定是扩散出去的 如果李继和李世民得到消息 想要出其不意便不可能了 哼 阿什纳斯摩冷哼一声 没有说话 心里则已经嗅到了些许阴谋的味道 一群人围攻两个人竟然给逃走了 这事让他怎么看都觉得有猫腻啊 可汗 梅金之计是有提前动手了 但在唐讯没有应对和准备之前动手 或许还有些效果 提前动手 阿什纳斯摩眉头一皱 显然有些不悦 心中也越发坐实了某些想法 难不成是突厘师在给自己做戏 逼迫自己早些就范吗 阿什纳斯摩心里有些不痛快 不疼不痒的呢 现在如何动手 大河尚未风动 我们的大军不方便赌河 而且你父亲的大军尚未到来会合 如何动兵 突厘师一时有些雨灾 薛颜陀和突厥在草原上 算是互有竞争的对手 彼此间提防的是必然的 即使是在合作关系下 现在阿什纳斯摩肯定会觉得 让他先出兵是充当炮灰 这样的事情他肯定是不能干的 可汗多虑了 我们共同的目的是唐人 商定好以阴山为界便不会实验 突厘师的解释很是诚恳 却也很苍白 阿什纳斯摩仍旧是一副不相信的态度 沉上道 那好 让你父亲快些率兵倒来 否则王子以后 莫要在本王面前多嘴 如此一来 突厘师不免有些被动了 父亲和大军不到 阿什纳斯摩便不动 这会耽误多少战机啊 尤其是彻底弄清楚逃走二人的身份之后 突厘师的心情不免就有些沉重了 运气不好啊 这是心中首先泛起的一个感觉 想来丁香和阿什纳斯摩商讨如此重大的事情 眼看着就要成功了 谁知道闹出这么一档的事情来 一下子显得很是糟糕 甚至可能会功亏一篑啊 怎么就突然冒出个班写功呢 自己的运气就这么差吗 突厘师心中刚刚泛起这个念头 随即便猛烈摇头 想要否定这个事情 怎么会呢 自己的运气怎么这么差呢 只要父亲的军队到来 或者说动了阿什纳斯摩 一切还是很美好的呀 晋阳城里 谢夜最近的日子很是惬意很是轻松啊 名义上晋州之事不曾过问 但实际上给李世民的奏报已经送出去了 也算是有个交代 而且李继的人马已经将晋州安抚妥当 基本上不会再出什么乱子了 所以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至于北边可能的异样 将来起来的风云 李继已经亲自前去处理了 想来很快就能妥当 而自己这待在晋阳城里 每日陪同李治前去所谓的高祖故居 遗迹瞻仰参观 当所有的地方都去过之后 这才开始显得有些无聊了 不过离开却不怎么着急 一来该走的流程要走完 二来李治对河东相当的眷恋 当然了主要还是眷恋那位可人的王颜姑娘 谢长使 你说我该怎么和父皇说起此事 情斗初开的李治有些难为情的请教起感情问题了 那我看殿下要说什么了 有区别吗 当然有了 要么殿下告诉陛下 说自己有喜欢的女孩了 这个很容易啊 陛下也会马上成全的 不过殿下 要册封王颜娘子 恐怕不那么容易了 殿下除了给出理由之外 还得有一些出彩之处 或者立下什么大的功劳 赢得陛下的肯定 然后才好称喜庆的机会求得一点赏赐 殿下懂吗 嗯 这样啊 李治淡淡地应了一声 突然有些沉默了 也不知是少年皇子究竟在想些什么 秦阳宫里就在李治沉思少年心事的时候 有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殿下 阿郎 英国公吉士求见 听到叶北的禀告 谢义和李治都是微微的错 李继不是去了北边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吉士求见又是什么情况呢 难不成北边的事情有什么重大变故 谢义心里突然有点紧张了 快 快请 李继来得很快 走进殿中和李治见礼之后便急切地说道 殿下 谢长使 出事了 何事 血炎托的突利施去了定想 自要与阿什纳斯莫勾结 来牵扯到了长安那位 三只狼狈威艰 李继一开口便将危机程度一下子提到了最高级别 阿什纳斯莫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三百零一集 谢义的心里咯噔一下 果然是不好的预感应验了 薛炎托和阿什纳斯莫勾结起来 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尤其是当前吐蕃进犯松州 关中府兵禁数南下的情势下 就显得是格外的紧张了 殷国公 此时消息准确吗 可否禀报陛下 消息应该无误 我派人前去燕门 定相方向追寻鬼魅下落 不想遇到前去定相送粮的看冷逃回 是他亲眼看到突利施 听到了其对话 可不容易才从突厥人的追杀中逃出来的 为了核实消息 北部的赤猴和暗装全部启动 现在基本可以肯定 事实如此 此刻向长安禀报消息 恐怕是来不及了 黄河在流水陵 都传过不去 而且禁阳到长安多日路程 恐怕是耽搁不得了 竟是如此 那阿什纳斯姆什么态度 确定要反了吗 还不一定 但事已至此 恐怕是八九不离十 但是 草原上 薛炎驼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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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驼 已经在调动 河东也不是安全之地 我会派人 护送殿下和谢长使去河内 寻击渡黄河去洛阳 暂时安全些 那怎么行 河东军情紧急 本王却跑了 会让天下人笑话的 不想李治竟然直言反对 而且眼中满是亮光 似乎很是兴奋 他想到了谢义刚才的话 如果立下点军功 是不是能向父皇求恩宠 王炎的事情是不是就好办了呢 李治很兴奋 这里面有少不更事的冲动 十三岁的年纪 很多人都有过英雄梦 或者一些冲动好奇的念头 纵然是皇子也不例外 再者李治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露脸博取功劳的机会 当河东出乱子的时候 身为一个皇子 如果能够临危不乱 身在晋阳 保证河东不生乱 算不算是一件功劳呢 身为晋王 河东在某种程度上 算是自己的封地 如今还兼任着河东到处置史 按理说 河东上下的事情 自己都有义务承担 刚刚快要成年的李治 很有责任感 很想像个男子汉一样 顶天立地 他不想被人诟病为担心怕事 所以啊 完全一副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态度 相当的坚定 相当的兴奋 谢义本来没什么想法 无论河东出现怎样的乱局 以自己现在的力量 那都是可以护着李治 从容逃走的 李济在这里 肯定也会首先保障李治的安全 不会让他有丝毫的闪失 否则很难向皇帝李世民交代 倒是长安那边让人担心 如果薛炎陀人和突厥人联合起来过黄河 直接南下长安 关中现在的兵力空虚啊 很容易被人突破 长安要是出了什么乱子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 皇帝老儿 大唐社稷之类的 谢义倒是没首先考虑 他在乎的是家人 尤其是两位有孕的交期都在长安啊 这让谢义相当的紧张 所以下意识心中已经在盘算着 要么如何避免这场灾祸 或者派人前往长安 将杜西军和郑丽丸妥妨占安置 谢义本来更为倾向于后者的 毕竟这容易办到 但李治这么一说之后 谢义不由沉吟 也许应该选择前者 而且此事对李治而言 或许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河东之行 李治出现在了朝臣面前 很多人注意到了金王殿下 至少他不再是一个小孩子 但除此之外呢 李治几乎没有尺寸之功 也没有特长之处 在众多优秀的皇子面前 仍旧是显得是黯然失色 如何让人另眼相看 走到天底下人面前呢 来河东之前就说了 李治需要一个机会 需要一个让李治正式登上大唐政治舞台的机会 现在机会似乎是来了 难道不应该抓住吗 但李济似乎是反对的 殿下前进之躯 不可利于显利 还是尽早退回黄河以南安全之处 去洛阳比较妥当 毫无疑问 李治的责任重大 首先要保障整个河东的安危 甚至随时准备秦王 所以分心不得 再者了 这皇子的安危至关重要 要是有所闪失 即便是成功的阻击了血炎陀人 皇帝那边也很难交代的 英国公 情况有那么严重吗 即便真的很严重 本王能走 但河东的千万军民能走吗 他们要是知道 本王着急走的 难道不会很慌乱 军心会不会动摇呢 本王可不能做罪人 可是 李济有些意外 没想到年纪轻轻的晋王殿下 竟然有如此通透的见识和胆识 为了大局着想 竟然毫无畏惧 这很好 他对此十分的欣赏 只是嫡出的皇子身份 格外的尊贵 他不敢大意 更不敢冒险 所以求助的目光 落在了谢义的身上 希望谢长使能够劝说晋王殿下 英国公莫及啊 殿下说的也有道理 在暂时与长安失联 没有旨意的情况之下 还是不要轻举王动啊 李济万万没想到 谢义竟然是如此的态度 竟然没有丝毫的反对 这更让他没想到的事 还在后面呢 而且也许当务之急 我们该想点办法 应对眼前的威局 这句话说得倒也不错 也在情理和责任之中 毕竟李济和谢义 是河东道处置正负使啊 有关涉及河东道军政大使的权利 何况李济是晋王 并州大都督 并州兵马在理论上 应该全都归他掉钱呢 至少是有权利官设这些事情 李济悠悠一叹 眼下我已派赤猴 严密监控顶箱和草原敌军情形 派人绕道前往长安通报消息 让朝廷做好防备 从河东出兵能做到什么吗 除非是阿什纳斯摩没有异动 从河东这边调动兵马 在白道和若真水方向走劫宜南 还来得及 但前提是阿什纳斯摩所部没有异动 否则大军被人切断后路 南北夹击会非常危险 这按照李济的说法 这事不好办也不怎么好操作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302集 谢义沉默了 他在回想 记得在唐初 除了武德九年突厥大军南下关中 银马渭水 从此再有过草原大军南下围攻长安的情形 薛颜驼更不在此列 如果没记错 薛颜驼在贞冠年间就彻底覆灭了 而且应该是贞冠的中期 也只有北方平静以后 李世民才敢调动兵马远征辽东 否则后院起火 情况将会十分的严重 如此情势下 薛颜驼的祸端应该不会很严重 更不会危及到长安 所以想办法平定是大有可能的 这也就意味着是个很大的机会可以放手一搏 这机会摆在眼前了 自当珍惜了 片刻的时间 薛颜驼便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英国公 你对阿什纳斯摩了解多少 现在有稳住他 或者将他拉回来的可能吗 阿什纳斯摩此人骁勇善战 原本是草原上第一等的军事将才 不过现在老了 假之突厥败亡 所以恐怕多少有点优柔 也有点多疑 如果说机会 这便是机会 如果他果断一些 现在就反 先一步动兵南下 薛颜驼随后跟上 我们可能连商量对策的机会都没有 就得调兵勤王了 贺动兵马多少还能调动 估计灵州的江夏郡王所捕 不出意外 会被戏图绝人所牵制 我甚至怀疑此事 甚至和西南进犯松中的吐蕃人有关系 很复杂的情况啊 这牵一发而动全身 现在看来或许真的是有人穿针引线 将这些人的势力联合起来反弹 不过最终的关键点落在了定香 落在了阿什纳斯摩身上 通过李济的描述 谢一算是明白了 阿什纳斯摩年纪大了 作为突厥降将中身份最高之人 难免会受到大唐的猜忌 纵人被册封为郡王 多少也会心里不安 如履薄冰 这样的情况之下 会越发的多疑 优如寡断 至少做不到果断 这个情报分析想来也是比较准确的 将阿什纳斯摩放归定香草原 李世民能安心吗 除了让李济在一旁监视之外 肯定还少不了暗哨在其身边潜伏 对其性格和平时的状态 有比较详细的了解 除此之外 薛颜驼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以前与突厥人也是貌合神离 甚至彼此敌对 两个敌人现在即便是合作 也很难完全放下过去的恩怨和心结 很快做到亲密无间 那绝对的彼此信任更是无从谈起了 这也是阿什纳斯摩为什么不提前渡过黄河 南下进攻长安的原因 黄河尚未完全结兵那只是一个借口 他主要怕的是被薛颜驼利用 最终成为炮灰了 万一薛颜驼人没有及时跟上 他作为反叛大唐的异族首领必然没有活络 那即便是攻陷了长安 也必然是两败俱伤 跟随在后的薛颜驼人 也可以从容地将他给绞杀 作受渔翁之力了 阿什纳斯摩正是有这样的顾虑 比较谨慎的 所以是迟迟地不愿动手 即使是走漏风声的情况之下 依然是愿意坐视先机 不牢靠的联盟 优柔不绝的时间 恰好给了唐军阻挠的机会 金姑姑 那既然如此 如果我能想办法拖住阿什纳斯摩 让他犹豫不决 你能否率部阻击一难呢 谢义立即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设想 谢长使确信能做到 李记眼前一亮有些兴奋了 这话显然是说到他心坎里去了 谢义点了点头 有几分把握 哈哈哈哈 如果保证定香的突厥人不动 我便不会担心后路被阻击 可以快速出击 敢在阿什纳斯摩回过神来之前阻击 甚至击溃薛颜妥 嗯 也许还能一举灭了薛颜妥 成就盖使之功了 谢义说出了一句话 顿时让李记甚至是一旁的晋王李志都有些震惊了 好似眼前不是微局 甚至是灭掉薛颜妥一同北方草原的千古良机啊 敢问谢长使究竟有什么办法 确信能够稳住阿什那斯摩 李记多少还是有些怀疑似乎不大确信 而谢义沉演了片刻转身看着李志 殿下可否有臣一起走一道定向草原呢 什么 你要带上晋王殿下 李记的表情瞬间就变了 完全一副你疯的态度 谢长使此事万万不可 晋王殿下千金之躯 留在晋阳道也罢了 岂敢去草原凶险之地 万一遇到惊险 或者被阿什那斯摩 宜南等人扣为人质 该当如何 你我如何向陛下交代啊 李记的反应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 皇帝最钟爱的幼子 一个十三岁的少年 在这样危机的时刻 让他前去刀光剑影最为凶险的前线 随时可能遇害 可能被扣为人质 如此的做法确实是不合常理 甚至有些失心疯的 英国公 我是认真的 殿下 你相信陈子吗 多年以来 谢玉在李志心中培养的信任 与崇拜起了作用 加之一些个人的因素 李志点了点头 相信 本王敢去 谢长使 李记依旧是出声阻拦 他是不敢这般冒险的 英国公 我是晋王府常使 看着殿下长大的 岂会去害殿下呢 如今情势危机 一旦突厥人 与薛颜陀人合谋 长安危在旦夕啊 陛下和百万臣民在那里 我有孕的妻子在那里 英国公 你的家眷也在长安 我们岂能坐视不理 这段话听着是义正言辞 但不是强调长安的危机有多严重 而是为了向李记传达一个讯息 告诉他自己是不会害了李志的 毕竟看灵和杜西军身份特殊 李志可能会猜测自己的动机 但向他点名自己有孕的妻子 在长安等弱势人质 自己肯定不会乱来 而作为晋王府的常使 前程有很大一部分投资在晋王李志身上 更不会拿李志的性命乱来 所以有些把握是肯定的 真的必须待着晋王殿下前去 虽然还是疑问句 但李记的态度明显是有了些许的变化 阿什纳斯魔多一成性 如果指示我去 他未必相信 但如果殿下跟随一同前往 那就不同了 陛下最宠爱的皇子 敢于从容的前去定相 足可见其自信 可见朝廷准备万全 无所畏惧 阿什纳斯魔难免会心生一道 从而举气不定 给殷国公你争取时间 但单靠这一点能护住阿什纳斯魔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李记显然是不大相信 虽说李志身份贵重 此等反常之举 确实会让多疑的阿什纳斯魔 心里七上八下的 但长安空虚是不争的事实 万一阿什纳斯魔铁了心 愿意冒险 那后果 岂止是不堪设想这几个字能够形容的呀 单单这些当然不够了 关中空虚也是事实 但如果这时候有一支精锐或者特别厉害的武器 是否可以震慑杜绝人呢 神奇武器 什么神奇武器 李记顿时是好奇起来 早就听说淮阳献博奇思妙想很多 也不知这次又有什么意想不到的点子 还能一举威慑骁勇善战的突厥人 给我点时间 明日便可给英国公瞧瞧 使用得当至少能够起到威慑作用 确定 在下即甘以紧急军情 大唐设计安卫来开玩笑 听到谢义如此回答 李记轻轻点头算是认可了 沉吟了片刻 谢长使 你可想清楚了 此举 李记没有明说 但谢义心里清楚 此举是着实的冒险 如果成功了那自然是好 但如果失败 不只是自己会丢了性命 李智深陷险境 无论生死 李世民岂会饶恕自己 到时候身在长安的杜西军和郑立晚他们 只怕也会受到牵连 所以说风险那是相当之大 李记说的没错 谢义的行为 无疑是一场豪赌 冒险的豪赌 赌输了 丢了身家性命 甚至还会连累家人 但如果赌赢了 对大唐而言 将会是一桩天大的喜事 不过谢义能否鞠躬甚尾就不好说了 单单是拿着皇子的生命去冒险这事儿 估计李二陛下就不会容忍 若李智平安无事倒也罢了 顶多是受到训诫冷落而已 却也讨不到什么好 如果是旁人一定不会做这等吃力不讨好 且高风险不划算的事情的 但谢义要做 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场豪赌会赢得什么 所以他愿意冒一回闲 否则将来无论是李成前还是李志上台 都不会有自己的好果子的 与其如此 还不如抓住这一次相当难得的机会 李济是猜不到谢义的动机的 毕竟金王现在太过年轻 且没有什么名声 所以自然而然的没往那方面去想 反而是觉得谢义为人忠义 为了国家设计安危 将个人的生死荣辱抛到了脑后 谢义都这么做了 自己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虽然如果金王出事 自己也难逃责任 但相比于薛延陀大军进入关中 长安地基之地受到威胁 国家因此而战乱动荡 这一点的风险反倒不那么重要 现在重要的是 谢义所谓的神奇武器 如果说金王前去定将 会让阿什纳思谋乱心 再有一个强大的震慑 稳住他那便不是难事了 谢长使 你的神奇武器是何物 何时能够准备妥当 很快 不过需要英国公帮忙 准备一些原料 在我实验之后 争取可以准备一些 让英国公带走 对付薛延陀人士 或许用得上 需要什么原料 兵州商下定会全力准备 李济自然是愿意提出 全部的支持的 很简单 我自己分别派人去准备 这样 李济的脸色微微一沉 似乎有那么一点不高兴 大概是觉得谢义在防着他 英国公莫要误会 实不相瞒 此物诞生之后 其配方多半只能是珍藏于宫廷 仅陛下一人所知 英国公乃我朝动国大将 军务繁忙 恐怕无暇了解 谢义的说辞可谓是冠冕堂皇 莫名其妙 这军务繁忙就无暇了解一个配方了 这个配方竟然是有多复杂 不过李济听懂了 谢义的建议可谓是金玉良言 能这么说一个武器自然是格外要紧了 一旦成功必然会是大唐朝廷第一要紧的军事机密 谢义已经说了 配方只有皇帝能支架 自己手握重兵 如果还掌握了神奇兵器的配方 皇帝能放心吗 所以谢义此举不是防着自己 某种程度上也是救自己 李济当即释放 那需要我配合什么 在城外找一荒庇之地 三里地之内戒严 准备账报和违卖 获得有人靠近 好 李济当即应允派人前去准备了 这时候李志问道 谢长使 那我做点什么呢 去和同安大长公主和王爷小娘子道别 然后准备几茶 晋阳城外 一处本来平时用来训练的军营被清空了 并周都督府出动两千兵马在周围戒备 只为给谢义创造出一个安静的实验场所 帐篷里谢义换了一套干净的麻布衣服 丝绸和皮毛类的衣服全都换了下去 和火药这种危险东西为伍 静电那是必须要防备的 没错 谢义所说的神奇武器正是火药 也唯有此物才能当得起神奇二字了 在这个冷兵器为王的时代里 起到超乎想象的威力和震慑 谢义原本不想这东西早早出现的 毕竟有了火药 战争将会变得更为残酷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死于战争 做这个人为的推动者真的好吗 至少谢义自己犹豫过 但是前不久他发现 即便是没有自己这个推动者 火药的出现也为时不远了 孙思淼在某些制作丹药的过程中 就有过类似的反应 谢义此举不过是让火药的军事应用提前罢了 就先前的情况来看 或许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否则让那些草原部落进入中原 后果会怎样难以预料 五胡乱华的悲剧已经足够惨痛了 这样的事情绝对不能再次发生第二次 当此危急之时 只能通过这个办法来组突厥人和薛颜驼人了 而火药的制作并不难 消失硫磺和木炭 这些东西按照一定比例配置就行了 当然了 配方既然对礼记都保密了 对其他人自然也不例外了 谢义派出的是自己最信任的心腹 每个人只购买其中的一项材料 而且其中还夹杂了许多压根就无关紧要的东西 即便有人注意到也很难弄清楚火药的准确配方 何况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比例问题 毕竟化工不是谢义的专长 而且古代的原材料提纯度比较低 杂质较多 所以比例也就更加的不好掌握了 所以呀配置这玩意儿真的很危险 那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为了不出现未结身先死 谢义很谨慎 小心翼翼一点点的实验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304集 每当有成品出现 谢义都会将引线留得很长很长 然后派个人前去点火 这种事情当然不能自己亲自冒险了 选的都是李济从并州军中精选的机灵之人 谢义千叮万主 点火后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退到尽可能远的地方 好在这些兵族都很听话 没什么大的危险发生 但毕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所以给予适当的补偿那是必须的 李济已经承诺了 只要实验成功 他们便可晋升为朝五校尉 那可是六品武将啊 可谓是连升数级 更要紧的是 此番实验之后 他们这些人 就算得上是第一批熟悉火药的元老人物了 往后会成为大唐军方的重要人才 将来也算得上是前途无量了 所以说嘛 有付出还是有回报的 经过多次紧急的制药之后 总算是有了些成效了 当剧烈的爆炸声传来时 在场的兵族全都震惊了 尤其是爆炸之后 地面上被掀开的那个大坑 泥土和石头都飞出老远 甚至开裂了 山崩地裂啊 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 李济首先想到的便是这几个字了 蝎翼确实是没有失言 果然是神奇的兵器啊 蝎长使 此物叫什么 嗯 震天雷 果然是震天动地之处 很是神奇 寻常的城墙关爱 在此物面前似乎不堪一击 反过来 以其手成也是好东西啊 宁国公看看便知道了 蝎翼随后进入帐篷 将火药塞入一个陶罐之中 中间夹杂了一些细小的 铁钉箭足一类的东西 当点燃的陶罐 被扔进一个圆木围城的圆圈之后 爆炸声响起 蝎翼带着李济前去查看结果 走过去的第一眼 李济便惊呆了 圆木不仅被烟火熏黑了 上面还盯着一根根铁钉箭书 还有钢针等物 深达数寸啊 看到如此的景下 连李济这等沙场速将 看到都不免得倒吸一口冷气啊 这可是坚实的圆木啊 那如果是换成了血肉之躯的士兵 结果会怎样似乎不难设想啊 此物战力着实惊人 守城之时 从城头扔下去一颗 会有多少士兵受伤 战场上的野战 亦可应用啊 不仅能够杀伤敌军 那剧烈的爆炸声也能下到战马 兴许还能够削弱其兵的战斗力 可谓是一举数得啊 谢长使 此物着实妙啊 看过震天雷的威力之后 李济现在是信心满满了 还请安国公安排一些妥贴的兵组 前来帮助制作 这些人必须稳妥 严格保密 以后还得前往长安 包括他们的家人 好 本帅省的 李济很清楚啊 奏书送到长安起 震天雷便会成为大唐天子第一号的机密 那保密是必须要做的 那 如此的话 后日一早便准备妥当之后 在下便与金王殿下 一同前往丁厢 长安城里有不少文人骚客 这公子小娘子们仍旧是照常的出城赏红业 街市场 商骨和客商仍旧是在叫卖砍价 看起来一切如故 但太极公里气氛却是格外的凝重 丁厢突厥所部 有所异动的消息 已经传到了长安 倒不是李济的消息送来的 而是李世民自己的人 阿什纳斯摩身份特殊 率部留守丁厢 李世民怎么可能完全放心呢 因此在那里便安插了不少的耳目 本来突厘师等人的行踪很是隐秘的 李世民的耳目最初也是没有注意到 但这要感谢看灵 那晚他逃走的时候闹出的动静太大了 以至于这些耳目们发现了蛛丝马迹 第一时间将消息传回到了长安 阿什纳斯摩可能要反 薛炎陀仁也有异动 可能不日之后会直接南下关中直指长安 接到这样的消息 大唐君臣的神经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这些天 吐波进犯松州已经让人是自顾不暇 关中兵里更是抽调出许多 前往渐南道长安京基之地 现在病历有些空虚 如果突厥和薛炎陀大军南下 会不会重蹈武德九年的覆辙呢 当年还能借着极力可汗多疑 不明长安行事的机会 在渭水汴桥固步一阵 但这一次有了上一回的例子就再难骗人了 到时候敌军濒临长安城下会是什么后果 纵人攻不破长安城 都城被异族军队围困 那也是一件相当丢人的事情啊 是会打击大长皇帝威严 动摇设计的麻烦事 大唐君臣自然不希望出现这样恶劣的局面 李世民眉头皱起 一时间似乎没有妥善的处理方式 从而忧心忡忡啊 陛下当务之急还是要调遣兵马来长安秦王护驾 灵州的江夏郡王河东的英国公所部当为首选呢 房玄陵的建议很好 但反馈回来的情况却是很糟糕的 西突厥大军出东 西北灵州河西龙谷等地都是风声鹤唳 李道宗部压根不敢轻举妄动 一旦至时候撤回长安 河西龙谷必然有失 远征高昌的侯军级所部也必然会走上全军覆没之路 而大唐也会彻底失去对西域的控制权 故而李道宗部是指望不上啊 至于河东的李济所部本来不是很远 但因为黄河灵训的缘故 信势来往有些慢了 不等李世民的圣旨过黄河 倒是英国公李济 金王李志和常使谢义三人的联名奏书送到了承清殿 看到内容的那一刻 李世民的面色突然变了 猛然一排预案 谢义好胆 竟敢让智奴身陷险净 晋王 长孙无忌听到这话 神色微微一变 陛下发生何事啊 你们自己看 李世民抓紧揍书扔了过来 心情糟糕有目共睹 长孙无忌 房玄灵等人看过之后 也是露出了凝重的神色 朕让他带着智奴去河东 掌掌见识 他倒好 竟带着智奴去了定香 简直狂妄至极 如今的定香是个什么局势 大臣们心里都清楚 晋王殿下去了那处 安全确实是让人贪忧啊 难怪皇帝陛下暴怒 这是爱子心切嘛 不过房玄灵仔细看了看奏书 说道 陛下莫及 观奏书内容 此时应该是谢长使和李济商讨之后的决定 谢长使年轻有为 常有奇思妙策 前去稳住阿什纳斯摩 并州军 截击薛炎陀 不失为一招妙棋 如果成功 别将战火烧到关中好得多呀 虽然兵行闲招 但不失为一招妙棋 李济有勇有谋 素来稳重 不会轻易行冒险之事 他能同意 可见是认同的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三百零五集 李济只有十三岁 河东主事的正是李济和谢义 他们二人但凡有一个不同意 李济便去不了定乡 由此可见是二人共同的主意 李世民稍微平复了心情 话虽如此 但拿着制奴的安全去冒险 此举也大大的不妥 何况还不曾请示朕便擅自做主 长孙无忌见状也是出列他 陛下 黄河灵训 黄河灵训 消息不畅 前方战机更是瞬息万变 李济和谢义商讨处理 也算是分内之事 此举虽然冒险 却也并非没有可能 谢义之为人 陛下是了解的 他不会做没把握的事情 陈以为既然事已至此 不若暂且相信晋王和谢义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也未可知 长孙无忌提议的初衷是什么 旁人不得而知 但此时此刻确实如此 李治和谢义已经去了定乡 以为继承事实了 除了接受还能怎样 同时可以有些期待 按照谢义和李济的奏书来看 如果真的成功了 则是最好的结果 不仅能够解决北方蛮军入军 长安告急的危局 那说不定还能彻底解决 北方草原的纷争 有安邦并国的效果 所以还是值得期待的 成功以后 长孙无忌心中俯过了一个念头 然后什么都没说 先顾着眼前吧 李世民听到这话之后 怒意渐渐放下 露出了沉吟的神色 那就看看制奴和谢义 能在定乡有什么成效 这皇帝发话了 其他人自然也就不好说什么 但这毕竟风险很大 一个二十岁的青年 带着一个十三岁的少年 一起去乱军从中 虎狼之地 兵行险招能够成功的可能性 究竟有多大 也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了 纵人是长孙无忌 信誓旦旦地说可以期待 但要据说问他有几分把握 他也说不出个一二三了 关乎长安危机 大唐设计 谁敢轻易开玩笑 调动兵马秦王是必要 但现在兵马该从哪里调兵呢 灵州的李道宗被西突厥大军 牵制是动不了的 本来最为依赖 也是最为便利的河东大军 现在去了草原 不可能再支援长安了 那么该从何处调动兵马呢 众多臣子正束手无策的时候 李二陛下说道 传指给克尔 让他率安州兵马回长安护驾 圣旨传达 众人心中一动 安州距离长安 虽然是略显远了一点 但至少还来得及 也算是当前不得已中的办法了 只要有兵马守卫长安 突厥人和薛岩驼人 短时间内不能破城 他们也担心被李道宗和李济包抄后落 所以此举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不过也有人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事情 此次事件将吴王和晋王全都牵扯进来 长安城里太子和魏王已经是针锋相对了 明里暗里的争斗不少 现在吴王和晋王也参与进来 此番危机之中很可能立下大功 如此一来那这四个皇子 这想想往后 长安城里好不热闹啊 不过现在重点在北方草原 那场战事的结局如何才是关键 晋王李治和谢义 会有如何的表现 让人拭目以待 长安城尚在深秋 但北方草原已经是北风萧瑟的时节了 策马走过黄河岸边 瑟瑟的北风打在脸上 有点疼有点冷 谢义看着身旁的李治 殿下马上就要入定乡了 害怕吗 不怕 李治回答的是信誓旦旦 但是脸上却下意识地露出了几分黯然 谢义轻轻一下 也许在静阳的时候 李治真的不怕 有一股子出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 但现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一路上见到大军不断跳动 气氛凝重而消杀 难免让人是心生畏惧 现在是在自己地界上还倒罢了 进入突厥人地盘之后 会是个什么情况 那就难说了 反正只会是比现在更加的压抑 谢长使 我是不是该努力做到不怕 镇定自若 李治小声询问有些不好意思 似乎也担心因为自己搞砸了事情 不用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殿下能来 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震慑 这就足够了 殿下若能完全自如地镇定自若 那自然是好的 若是不能 则没有必要特意伪装 殿下现在还小 见到千军万马 有些畏惧和震慑 乃情理之中的正常反应 不作为奇 若是刻意伪装 被阿什纳斯某看出了端倪 反倒不好 哦 那就好 李治松了一口气 如是重负 脸上和担忧的神情 则是更加的浓重了些许 十三岁的少年能够做到这一点 已经是不错了 这次算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让李治长点见识 锻炼锻炼胆量 历史上的李治被人诟病软弱 但有此番的经历之后 晋王殿下应该能够很快成长起来 成为一个能够坚毅鹦鹉的年轻人 当一个皇子兼备了魏王的风采 吴王的鹦鹉 还有太子所欠缺的儒雅和谦虚时 会是怎样的效果呢 歇义悔心一笑 殿下先放心 无论如何 我都会保证殿下平安回到长安 请相信我 嗯 李治重重地点头 表现出对谢义极大的信任 若干年后 想起今时今日的这一幕 谢义总会感慨良多 李治也会感叹 也许她的人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改变的 此番前去定乡 李治和谢义没带几个人 六百亲卫兵马而已 人数不用太多 否则很容易引起阿什纳斯摩的警惕和反感 会起到反作用 人少也不行啊 一个亲王外出 跟随的人数太少也会是异常的 更何况 亲王出长安时 皇帝特意派遣了左五位大军护卫乃众所周知的事情 六百人却是个合适的数量 这些人数在情理之中 在必要的时候还能够起到自保和护卫的作用 虽然说有些冒险 但谢义并没有打算孤注一掷 只知死地而后生没错 但有些时候给自己留点后路也是必要的 在快要离开病州的地方 有两个人前来迎接 谢义第一眼看到看灵的时候 别提有多激动了 离开两载 看灵看起来老了些许 但整个人看起来爽朗了不少 看来在病州的两年 脱离了那些个国仇家恨 看灵的内心也是放松了不少 三郎 大哥 三郎 细菌还好吗 好 很好 细菌有了深月 正在长安安胎呢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三百零六集 听到谢义这么说 看灵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了笑意 她心里是把杜西菌当作亲妹妹来看的 周然听闻妹妹有了深运 尤其是她四十多岁了 还截然一身的情况之下 自然而然是很高兴啊 好啊 我要当舅舅了 若非有很多人就在不远处啊 看灵此刻大概会哈哈大笑了 嗯 孩子明年三次月份出生 到时候舅兄定要回长安看看 呵呵 自然是想要回去看看她嘛 只是我能离开病种吗 看灵轻轻地摇头似乎有些失落 仔细说起来 倒是真是这么回事 她现在还是戴罪之身 被发配到了这里 能否离开根本不是她说了算的 李济能够在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 给她自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但想要轻易地离开发配之地 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不想歇意却说道 舅兄莫要着急啊 此时并非没有可能 毕竟此番是你先发现了 薛颜陀和西图爵勾结 此乃重要的功劳 到时候上报长安 兴许可以以死换取你的自由之身啊 道真 看灵不禁有些激动了 发配充军的日子虽然也轻松 但到底不是那么回事 如果能够重获自由 那自然是最好了 尤其是听到妹妹已经有了孩子 那怎么也得回去看看自己的外甥呢 不是 不是还有我吗 再从定乡草原得善而归 我会向皇帝提起此事的 无论如何都要给舅兄争取的字要 三郎 莫要因为我的事情 说实话 我不建议你去定乡 那里太过凶险 万一你要是 如今不比从前 细菌已经有了身孕 你更得珍惜自己 莫要想去睡一夜那般凶险 还有 你带着皇帝的儿子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李世民会不会问罪 到时候该当如何呢 就去莫要担心了 我自己心里有说 此番前决定下 一来是为了设计安危 二来也是为了报仇啊 你可知道 和薛颜陀阿什纳斯莫勾携的是什么吗 谢义只说了两个原因 最重要的那一刻却只字未提 即便是看灵这样的亲近之人 关乎于理智的期望 也不能随意开口啊 这是最重要的机密 看灵果然是没有在意 但听到谢义的回答之后 脸色顿时一变 想起了那个 在丁香小河边见过的唐桌男子 那个明显是从长安去汉家人 与突立师和阿什纳斯莫勾携在一起 显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如今听谢义的言下之意 似乎是 三郎 果真吗 应该是的 我与李继都已经查到他的蛛丝马迹了 大概掌握到了一些东西 但目前还没有确实的证据 此去草原 其中一个目的就在这里了 只要能把事情办好 才对得起岳父在天之灵 对鸡君和救兄弟 我才有个交代 本来他们的行动很机密 但被救兄弟无意间撞破 也算是天意啊 所以剩下的事情 该由我来做 看灵暗暗的点头 看灵暗暗的点头 他也没想到其中还有这样复杂的情况 更没有想到还有种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巧合 但是 话虽如此 但报仇之事不是最要紧的 尤其是你冒险的情况下就更不必要了 三郎 你有这份心 我以锡君便满足了 如今你该好好待在长安陪着戏剧 而不是为了这些事情前往定先冒险 唉 救兄冒药再卷了 这些都知道 但必须要去做 现在也已经没有选择了 现在需要救兄为我介绍定先的情况 并且提供必要的帮助 余下的交给我就好 好吧 看灵知道再卷无用 便沉映了半场无奈的点头 既然如此 我也不说什么了 鼎香凶险 一切你自己小心 放心好了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也有把握 保证平平安的回到长安去见习君 等着孩子出生 那最好 李济已经吩咐过了 有我在外围配合你行动 提供必要的援助 如此甚好 有救兄在 那我就放心了 本来我想跟着你 一起去定香的 奈何那天我已经露过脸 再去不方便 不过 跟随我一起去的兄弟 就是那位 从乱军中救我出去的勇士 黑暗之中没怎么暴露 让他陪着你去 此人为人机敏 且身手相当不错 也去过定香 对那里的情况颇为了解 好 谢义抬头 瞧见远方 以为相貌堂堂 身材壮硕的年轻人 救兄说的就是此人 没错 正是此人 仁贵 快过来 仁贵 好熟悉的名字啊 不但谢义多想 只听看链开始介绍了 三郎 此乃薛仁贵 乃是一位 看链后面说了一些什么 谢义完全没听到 只听到薛仁贵三个字 脑袋里 便轰然爆炸了 前些天 见到了张氏贵的时候还在想呢 什么时候薛仁贵才会出事呢 没想到 这才过了几天时间 便遇到了 按照演绎的传说啊 他不是应该在李世民 准备争辽冬的时候才出现的吗 现在怎么提前了呀 想想倒也不奇怪 历史都会出现一些偏差的 更别说演绎了 其中被夸张的成分多了去了 虽然不能确定 眼前的薛仁贵便是心中想的那位 但见此人相貌堂堂 壮硕恐武 一看便知有成为猛将的前置 是才看链也说了 此人鸡民有勇有谋 在那样的情势下还能救他出来 偷了马匹从定乡逃走 可见却非寻常人啊 所以吧 那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三剑定天山与此人大有关联啊 还真是无巧不成书 实在是没想到 薛仁贵不仅早早出现 而且还恰好出现在了看铃的身边 然后顺理成章介绍到自己身边来 那如此一来应该不会再有张氏贵欺负薛仁贵的情节了 至于他往后 如果自己适当的帮忙推波助澜 一位猛将将会应运而生啊 哈哈 这想想感觉就不错啊 亲手缔造一位猛将 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而且将来也能大有帮助啊 李济相对来说已经不年轻了 在将来薛仁贵算得上是大唐数一数二的猛将 将此必助可谓是如虎添翼求之不得呀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三百零七集 此行去定乡本来算得上是凶险重重了 但现在薛仁的心态很是放松 薛仁贵的出现是个很好的兆套 此行必然会顺顺利利平安而归的 不过此行也多了个任务 除了培养锻炼理质之外 薛仁贵大将军这边也应该是费点功夫啊 薛仁贵不清楚淮阳县博为何对自己这般的另眼相看 如果非要找出个原因的话 应该和自己救了看灵有关吧 早就听说看大哥在朝中有权贵亲友 现在看来是不假呀 晋王殿下的常使这般年轻都已经是伯爵了 厉害呀 如今被谢常使器重 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说不定能通过这个机会飞黄腾达也未可知啊 这是个机会必须要抓住了 薛仁贵心中如是说 在沟通一番的配合方式 谢义等人便不再停留 直接前往定乡 堪灵站在黄河岸边凝望了许久 直到完全看不到谢义等人的身影 这才怅然离开 心中仍旧是满腔的担忧啊 而此时此刻 李济的大军也开始调动 向着若真水白道方向运动 他们要在那里啊 截击薛炎驼大军 远在安州的吴王李克也接到了圣旨 和自己的常使全万计一起 带着大军匆忙地赶回了长安 而关中各地能够出掉的兵马 也都在京阳高陵等长安交线布置 随之防备异常 这纸是包不住火的 北方草原有所异动的消息 还是悄无声息地传开了 尤其是世家大族和当朝大元家中尤其是知之甚祥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走 敢于偷偷地逃离长安 因为皇帝都没有动呢 皇宫里的嫔妃皇子公主们也没有动 其他人如果现在走了 那等于是造成了人心浮动啊 甚至会引发恐慌 当此之时谁要是那么做了 毫无疑问会犯了皇帝的忌讳 李二陛下大概会毫不留情地举起屠刀了 不过城中已经有暗流涌动那是不争的事实 东宫太子李承前 魏王李太都有些不安了 因为他们都感觉到了另外的压力 本来是他们两人相争取的局面 但现在突然又有两个兄弟掺和进来了 本来谁也没有在乎的九弟李治去了定乡 其勇气令人震叹 如果能够有所成就 成功稳住了阿什纳斯摩 那将会是一件天大的功劳 从此以后年幼的九弟便不可同日而语了 他也是嫡出的皇子 罪得父皇宠爱 这一点本来是淡化的事实越发显然了 不过这长又有序 目前看来李治的威胁还不是那么的强烈 反倒是吴王李克 带着大军回长安秦王守驾 意义非凡 但凡有点什么作为 那是护驾有功 而且还手握重兵 地位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尤其今年大唐面临各种的变换问题 战火四起 无论是君臣还是黎明百姓 都会勇武颇为崇尚 毫无疑问 这鹦鹉不凡的吴王殿下 无疑会加分很多 而且其年长排行第三 除了太子还占着长幼优势 那这往后 无论是太子李承前 还是魏王李太 都是倍感压力 仔细想了想 他们反而希望是李治在定乡 能够有所成就 只要草原胡人进不了关中 到不了长安城下 李克的秦王护驾之功 就会大打折扣了 这是他们希望看到的局面 至于李治 虽然会拿到一份天大的功劳 但到底是年纪还小 威胁没那么大 至于跟随在其身边的谢义 如果有可能最好还是死在草原吧 那将会是一个揭打欢喜的局面 否则让他回到长安定然是鞠躬至尾 让人是眼见心烦 再者了 没有了谢义 大概李治的威胁会大大的降低吧 李承前和李太都不约而同的想到 李治现在是岌岌无名 身后唯一的力量大概就是谢义了 如果没有了谢义的辅佐 金王殿下的前程那可就堪忧啊 当然了 这对他们而言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 不过只是美好的期望 到底能不能如愿尚未可知啊 同样是在长安城里 余扇紧闭的大门之中 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躺在榻上 显得是有些萧索 有些失落 似乎也没有太长时间 但他却苍老了许多 显得有些疲惫更有些许的失忆 由此可见 心情对人的容貌和健康是大有影响的 长时间的闲置 已经消磨掉太多的锐气了 从而 让他心里渐渐的生出些许怨恨也越来越多了 父亲 恐怕不妙 一个年轻人站在他边 一只手低锤似乎不大利索 我们的人在定乡 现在消息泄露了 李志和谢义跟着去了 兴许河东之时 他们已经嗅到了蛛丝马迹 那又如何 躺在榻上的男人反问了一句 似乎蛮不在乎 父亲 万一被他们查到什么 恐怕 怕什么 李志那个小崽子 还有谢义两个人 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指望他们能摆平突厥人 哼 除非阿史纳斯摩 是个彻彻底底 毫无头脑的怂抱 否则 战事照旧会起 父亲有把握一定能胜 现在的局势远比预想的糟糕 所以年轻男子似乎没什么信心 如果没有泄密之事 一定能胜 现在就要看运气了 生了自然最好 败了也就那样 听到这样的轻描淡写的回答 年轻的男子很是无语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不禁暗自负肥 难道父亲已经做好了 玉石巨坟的打算 踏上的萧索男子似乎明白儿子的担心 没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除非阿史纳斯摩反水 否则不会有事的 更何况他们有真凭十句吗 纵然失去了权势 但这层身份在身家性命还是能保住的 年轻男子微微地松了口气 父亲的意思他已经听得是明明白白的了 虽然轻描淡写却很沉重啊 虽说父亲似乎什么都不在乎一般 但他有种感觉 父亲心中是殷切地期盼着能够成功的 也许这是他最期盼 也是最有效的一副良药 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可以让他重新地荣光焕发 只是这副良药会如期而至吗 年轻人更为担心的是 一个不小心良药变成了毒药 那可就不好了 父亲已经老了 但是自己 突然之间年轻人有些后悔了 也许不该这般铤而走险的 原来的日子是不怎么体面 但至少还能将就着 但现在是完全一副 不成功变成人的架势 真的有必要吗 见义离闲 无可奈何 偏生又杀出来了个命中克星 想想让人多少有点那个啥 但愿他不要坏了自己的好事 否则到时候哪怕是死 也要拉上他垫背啊 年轻人的目光 瞧向了北方草原 心中恨恨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308集 定乡草原上 河顺君王阿什纳斯摩有些慌乱了 他初心未变 原则上他已经赞同突离师的提议 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出兵南下 所等的不过是疑难带着薛颜陀大军到来 等到黄河彻底风动 却没想到在这样一个时候 金王李治突然来了定乡 这没道理啊 包括阿什纳斯摩在内的很多人 第一反应都是如此 明知道定乡草原是是非之地 却还是要来 而且是真真实实的来了 这个举动也太不合常理啊 阿什纳斯摩在长安待过一段时间 他知道李治的身份 以及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 这个时候李治来定乡算怎么回事呢 难道李世民就不担心自己杀了他最疼爱的幼子 季齐或者以齐为人质吗 阿什纳斯摩并不知道 这是谢义和李继两个人私下的决定 在他的认知中 这种事儿除了皇帝之外 没有人能做主 如果说没有看灵那件泄密之事 还可以说这是之前的安排 或者李治倒霉自己闯进来 但泄密者已经逃走了 大唐朝廷应该已经收到消息了 那这时候还能有这样的举动就很是反常了 只能说是故意而为之啊 那他们想要做什么呢 阿什纳斯摩有些糊涂了 有人建议他马上拘押李治 但他有所迟疑 在没有弄清楚长安的真实意图之前 他不敢 毕竟现在并未公开地扯其造反 所以这事儿还是有回旋余地的 阿什纳斯摩下意识地生出了一种感觉 不想把自己逼得是全无后路 还是先见见晋王殿下 打探一下长安的真实意图再说吧 没有撕破脸皮 那就得按照规矩来 不管怎么说 君臣有别 所以阿什纳斯摩还是遵照大唐礼仪 列出阵势 迎接晋王李治 他只是一个郡王 而李治是亲王 身份不同 尊卑有序 这礼仪规矩那还是要有的 陈李斯摩拜见晋王殿下 定乡大营之外 阿什纳斯摩亲辅前兄 略微低下高贵的头颅 想和自己孙子年龄相当的理智见离 远道而来的谢义见此情景 心中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阿什纳斯摩没有第一时间动手撕破脸皮 就说明他犹豫了 那犹豫了才有机会啊 和顺郡王快快免礼 李治虽然心里还是有点惬意 但表现却很好 堪称是落落大方 颇有添加气度 看来在河东的一段时间 得到了不小的锻炼和进步 殿下光临定香 整个草原都如沐春风 阿什纳斯摩笑着 说起了客道话来 仿佛什么都不曾说起过 本王此番出巡并轴于北境 乃封父皇旨意 前来体察草原百姓的生活 并问候戍边的士兵 阿什纳斯摩表面上笑哈哈的 但是心里却是越发的忐忑 这算什么意思啊 完全让人摸不准脉搏嘛 这时候让一个十三岁的皇子 跑到随时战乱的地方劳军 真的是有意思啊 记得汉人的兵书里有空城记之类的说法 会不会是关中空虚李世民玩的空城记啊 为了骗自己把自家儿子的性命都赌上了 可谓是一场豪赌 这李世民也真是有心了 但也不排除长安准备充足 故意让一个皇子来敲打自己 无论如何 大唐朝廷是不希望发生战乱的 阿什纳斯摩对此事颇为认同 故而并不觉得李治的来意很是突兀 再者晋王殿下的表情很真实啊 没有那种强迫自己装的无所畏惧 甚至是威风凛凛的情景 反而显得率直 游刃有余中也有几分惬意 毕竟只有十三岁 在刀枪剑戟乱军之中 要说无所畏惧那是假的 这样的反应那才是真实的 并非坐坐镇定 可见南方并非突立师说的那般空虚不堪 当然了晋王年纪不大 说的都是客道话 是套不出什么话来的 所以阿什纳斯摩的目光便落在了谢义的身上 对这位晋王府的常识 他也是有所耳闻的 今日一见第一感觉是年轻 随后便是觉得很有自信 一个二十岁的少年如此从容 当真是少有啊 是什么给了他如此强大的自信呢 只是无所畏惧的胆略吗 阿什纳斯摩暗自摇头 早就听说过谢长使之名可惜一直无缘得见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好俗气的客道话啊 王爷谬赞了 去岁出使薛烟陀 本该路过定江 该有机会拜见王爷的 奈何遇到些许的意外 直到今日方才一睹王爷的盖世豪气 去岁的事情本王也有听说 因靠近灵州方向有江夏郡王相助 所以本王也没能帮上什么忙 哪里王爷客气了 今次既然来了就多住些日子吧 好好领略一下我定乡草原的风情 过几日还可以前去殷山附近围练 王爷盛情谢义自当客随主编 如果可以的话 倒是宁愿常住草原的 奈何家中妻子有了身孕 如今啊 只想着尽早陪同晋王殿下巡游完毕 可早些回长安去啊 谢义用了一个很委婉的方式 表达传递出的一个意思 截然一身往往无所畏惧 但有妻儿老小的人就不敢大意了 往往是比较惜命的 撇下家中孕妻冒险前来定乡 谢义敢这么做自然是有所平持的 有些把握的 这种有识无孔的自信 来自于哪里呢 那除了长安大唐朝廷 还有何处啊 越是如此 阿什纳斯摩的心中 就越发的坠坠不安 恭喜谢长使 既然如此 还是尽量躲在草原盘欢几日 到时候带些草原特产回去 给尊妇人安泰 本王这里有从天山来的雪莲 乃是补身的头等佳品良药 王爷费心了 多谢 谢义和和一笑 阿什纳斯摩也真是的 这不是不打自招 他和西图学有牵连吗 他手里的天山雪莲 恐怕多半是西图学赠送的 也是 毕竟他们之前是一族人 彼此有些联系也不奇怪 只是 这联系的具体味道 好了 外面寒气重 殿下和谢长使远道而来 还是快快进账 本王略被薄酒 为殿下接风洗尘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三百零九集 李志和谢义的突然到来 让阿什纳斯摩有些不淡定了 心中难免是忐忑不安 越是如此 他越是不敢从一开始便撕破脸皮 无论如何 都要给自己留下些许的后路才行 无论如何 只要不公开反叛 最后保住身家性命的是可以的 和顺郡王的虚名估计仍旧会在 还能有富贵的日子 毕竟自己已经五六十岁了 已经没有年轻时那般雄心壮志 其实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人越是年龄大 就越是容易顾虑 尤其是脱家带口 有子孙的情况之下 哪怕是不为自己着想 也得为了子孙们想想啊 阿什纳斯摩就是这种状况 雄心壮志已然不在 反倒是为家常离团子女儿孙所牵绊 加之极力可汗的失利 也是一个巨大的阴阳 大唐很强大 哪怕是如今关中兵力空虚 也并非不堪一击 所以本身阿什纳斯摩也没有太多的信心 而宜南和突利施呢 却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歇义隐约把握住了些许 从而成为了利好因素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效果还是不错的 是以谢义忍不住感慨 所谓历史的必然性这句话 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绝对 有太多的历史有着偶然性 某人不死或者某人干了什么 历史会怎样怎样 这样的假设实在是太多了 历史走向往往因为这样的偶然而改变 可以是一个人的生死 一件事的结果 也可能是一个人某一个瞬间的心情 看似微小但经过蝴蝶效应不断放大之后 结果会怎样实在是难以想象 不管怎么说 现在阿什纳斯摩是愿意坐下来 好好的聊天喝酒的 这就是个好兆头 所以这顿有些来之不易的接风宴 自然得珍惜了 试想想冒着生命危险来吃这顿饭 容易吗 单单说风险 那绝对不比鸿门宴差 至于精彩程度那就不好说了 能不能成为佳话就更不得而知了 不过假如说李志能够因此而成名 走上至尊之位的话 那么往后也许若干年后 唐使高宗本记会有详细的记载 其中还会加上些许春秋笔法的夸张和吹嘘 至于自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还重要吗 谢意轻轻地摇头 陪着李志一道进入 河顺郡王阿什纳斯摩的草原上的大帐 过程和想象的没什么分别 一群突厥贵族被找来作为陪客 陪着晋王殿下和谢长使聊天 话题也不过是草原上的人情风物 不过谢意也注意到 一群突厥贵族们的神情看似轻松 但实际上都很是凝重紧张 有的甚至还有些许抗拒的意味 显而易见 有些人是并不欢迎自己这一行人来到草原的 或者说是不欢迎大唐通知他们 也难怪 毕竟当年突厥人在草原上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何等的强大傲慢 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也在情理之中了 有些事啊 这些突厥贵族 年轻时候正是突厥最鼎盛的时候 经历了很长一段的好日子 这傲慢与得意 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了 但自从十年前被大唐灭国之后 身份地位一下子有了很大的改变 虽然不至于是接下球 也有好酒好肉 甚至仍旧可以在草原上作威作福 但今时不同于往日 到底是有些差别 多少有些二等人甚至是亡国奴的感觉 奈何大唐的国力强盛 他们无可奈何只能仰鼻息活着被迫任命 但是突厥师的到来 薛妍陀人提出的种种可能 对他们而言成为了极大的诱惑 很多心怀不满的突厥贵族便按耐不住了 想要通过此番机会出兵南下击败唐朝 重现昔日突厥的强盛光景 最要紧的是恢复他们昔日的荣光 重新过上真正作威作福的日子 突厥贵族们赞成的着实不少 他们是各部落的首领或小头目 说话是有些分量的 有些影响力的 奈何阿什纳斯摩本人却犹豫了 没办法 现在阿什纳斯摩是他们实际上的首领 一言九鼎 他要是不点头 旁人也是无可奈何 突厥各部的长老们无可奈何 本来是打算期待黄河早些结兵 期盼薛妍陀大军及时到来 然后趁机劝说阿什纳斯摩的 却不想在这时候理智和谢义来了 本来在一帮突厥人的眼中 这是个很好的良机 只要扣住理智为人质 然后一路南下 有了筹码在手 成功的可能性极大 即便是谈判 也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和余地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阿什纳斯摩竟然没有这么做 放着眼前的大肥羊却无懂于衷 还要设立什么接风宴 来宴请一个十三岁的汉家小娃娃 就因为他是皇帝老二李世民的儿子 就需要对他点头哈腰 毕恭毕敬的 这是要做什么呀 无动于衷继续忠于礼堂 被他们压制吗 还是想要将羊养的更肥一些 用得着 有这个必要吗 一众突厥贵族真是不理解 自然也不爽快 尤其是被拉来作为陪客 如何能有好脸色呀 没有当场翻脸闹事 那还是看在阿什纳斯摩的面子上 没有几个人对堂堂晋王殿下 表现出应有的尊重 即便是敬酒 那眼神完全就是把李志 当做一个小孩子看待 至于谢义 虽然年纪大些 有几分名声 但终究还年轻 而且只是一个小小的常识而已 素兰不带见大唐官吏的突厥长老们 哪里会把谢义放在眼里啊 对这些不要说是谢义了 就是年纪还小的李志 都清楚地感受到了 这种预料之中的情况 阿什纳斯摩本人没有太强烈的反应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这些突厥长老就不要指望了 而这些人也正是此番定乡之行的 不安全因素 一来是他们会给阿什纳斯摩施加压力 形成反作用力 二来万一这些人铤而走险 瞒着或者是绕过阿什纳斯摩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那该当如何是好啊 所以啊 必须不能无动于衷了 原本还想徐徐徒之的想法 此刻看来是不行了 必须要尽快地想点办法 付诸实施才行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三百一十集 利诱和猜测 不足以搞定对方的时候 就只要威逼了 用实力说话 那是千古不移的硬道理 当实实在在的威力亮出来的时候 才能真正震慑住突厥人 让他们彻底闭嘴 谢义笑了起来 啊 王爷啊 呃 什么时候有空 让在下与晋王殿下 监视一下定乡突厥大军的威武风采如何啊 当谢义说出这个提议的时候 在场之人都有些惊讶了 其中就包括阿什纳斯摩本人 这是什么意思啊 要求看兵马 这是要打探虚实吗 这么做来得及有意义吗 阿什纳斯摩果断摇头 当此之时 这不是理智和谢义的本意 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目的呢 一众突厥贵族并不在乎 反而觉得好笑 理所当然的觉得 这是一个好机会 求之不得的好机会 趁此机会 向两个小娃娃展示一下突厥人的兵强马壮 以及赫赫军卑 甚至有人在想 有可能会把这两个小娃娃给吓得尿裤子了 调动兵马 声微赫赫的情况之下 再去劝说阿什纳斯摩那就容易多了 甚至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他们苦于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还没想到谢义却主动地送上门来 当真让他们是意想不到 只是自己作死 那就怪不得别人了 对于阿什纳斯摩而言 谢义提出这样的请求 或许说要求更为合适 她是没办法拒绝的 也没有拒绝的必要 现在搞不懂谢义的意图 那就只有按照她说的做 看看她这葫芦里 到底是卖的什么药 但似乎不用等到那个时候了 哈 金王殿下是病州大都督 此番出巡也有替陛下检阅军队的差事啊 哦 是吗 阿什纳斯摩暂时还摸不着谢义 或者说李世民的意思 如果是要展示英威 该找个年纪大些的皇子来才是 比如那个三皇子吴王李克 英武之名天下皆知 如果他来 或许还有些许敲打的作用 你一个柔弱的小娃娃 是的 谢义并不在意阿什纳斯摩 与一众突厥族的表情 这两年 朝廷研究出了一些新武器 最初只是在禁卫中装备 今年上半年推广到了关中府兵 前些日子 在下陪动金王去往了河东 目的就是给病州军送新装备 并且操练新战法 如今病州上下已经装备完成了 并且操练得当 丁香作为大唐北方的前线 自然也不可例外 我与金王殿下前来 也正是奉皇帝的旨意前来 看看丁香大军的实力和现状 然后安排出合适装备训练策略 谢义的话有点长 一众突厥人可以说是耐着性子听完的 但越听下去 一众人的表情就渐渐的凝重起来了 有人是紧皱眉头 有人呢是颇为好奇 谢义说了半天 最终的核心只有一点 那就是大唐军队装备的新武器 究竟是什么新武器呢 不知道 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关中军守卫长安京畿之地自然优先了 兵州大军是唐朝朝廷最要紧的一支兵马 那自然也不能落后了 至于丁香 尤其是自己这种异族人 轮到最后或许完全不装备 也在情理之中啊 所以没什么抱怨的 只是关中军队已经装备了两年之久 当真如此吗 为什么一点消息都不曾听说呢 自己的耳目这么闭塞吗 还是大唐朝廷有意隐瞒放着自己 肯定是后者啊 阿什纳斯摩笃定地认为 如今连并州都可是装备了 到了瞒不住的时候 这才透露给自己了 当真是区别对待啊 只是究竟是什么新武器 会不会是故弄玄虚啊 理智和谢义敢于来定香 是因为李世民仗着有新武器 底气十足 还是故意用此等方法来糊弄自己啊 阿什纳斯摩摩不准 只有看到才算数呢 如果真的有这么个东西 究竟有着怎样的威力 才能让李世民这般自信 这般的有恃无恐呢 好啊 定香大军有幸能得到殿下和谢长使检阅 那是求之不得的福气 今日天色晚了 待休息之后 明天一早请殿下前去检阅观摩 啊 如此甚好 谢义满口答应 看过之后再说吧 先瞧瞧定香突厥大军的战斗力 然后再给阿什纳斯摩一个惊喜 那说起来还真的期待 这些突厥贵族长老们到时候的表情呢 且等着吧 接封宴很快就结束了 毕竟大家都没什么兴致 更谈不上宾主惊欢 早点结束对大家而言那都是个解脱 随后阿什纳斯摩给金王李志和谢义安排了营帐 是一片靠近小河的独立营帐区 这是谢义之前的要求 因为金王殿下随行的还有五六百的侍卫 这些人都需要占据很多的营帐 必须是贴身护卫在金王殿下身边 阿什纳斯摩自然是没有拒绝了 如果不打算反那就是大唐的臣子 自然是要听命行事的 如果真的想要反了 李志和这些大唐的兵族护卫怎么扎营重要吗 只要是在定香大营的范围之内 那就跑不出自己的手掌心 阿什纳斯摩完全有这个自信心 所以表现的是相当的淡定从容 谢义对此 也是欣然接受了 眼下这个形式 至少在明天检阅定香突厥大军 展示所谓的新武器之前 他们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人就是这样 有自己不知道不了解 却很有威慑的东西出现时 不弄清楚总是不心安的 更不敢轻举妄动 这就是人对陌生事物本能的畏惧 尤其是那些本来性格多疑 心性不够坚定之人 那就更是如此了 很显然 阿什纳斯摩就在此列 这也是在很多时候 在这种人面前可以故弄玄虚的原因 对于心理学有过研究的谢义 自然把握的是很得当 总的来说 第一天到定香草原 各方面的情况还不错 情势不说在掌握之中了 至少符合预期没有失控 这就不错了 重点变成了接下来的努力至关重要 让人惊喜的是理智的表现 姑且还能称之为小家伙的少年表现的还算淡定 没有怯场却也不做错 可谓是表现刚刚到位 没有让阿什纳斯摩看出明显的破绽 否则这接下来的戏可就没法唱了 所以今晚可以安睡 只等明日的草原孝君 听众朋友 本集一部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311集 定乡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突厥的驻地牧区 作为游牧民族 他们的牛羊对牧草的依赖程度很高 如果太过集中 牧草根本不够用 为了不让牛羊也不让自己饿肚子 少不得得分散开来居住 所以定乡之外 黄河岸边的大片土地上分散着许许多多的部落 行走在草原上时常能够见到一顶顶的帐篷 因为寒冬已经到来了 除了必要的外出 大部分的牧人都会躲在帐篷里烤着羊肉喝着酒 在黄河边某个部落里的帐篷里却有另外一番景象 至少帐篷里没有浓烈的羊山味 甚至还有些许的芬芳气息很是干净 因为这里住着一位女子 一个蒙着面纱的女子 一身滑贵的皮球下隐约可以见到紫色的裙摆 女子坐在干净的地毯上 面前的暗脊上摆着酒脯 自针自吟 动作很是优雅 但神情很安然 似乎还有几分难以掩饰的伤感 直到有人掀起了门帘 寒风卷起来浮动面纱的时候 她才醒过神来 暗叹了一声后换了一副面纱 怎么样 可打探清楚了 不等来人开口 蒙面女子便抢先一步开口询问 一个年轻的男子聚光道 大姐 已经搞清楚了 南边有吐蕃人进犯松竹 整个江南道已经丰盛合力 关中五六岸的伏兵 有牛锦打率力已经来下 而薛妍妥这边已经动兵 据说 薛妍妥王子突立师亲自到国 顶箱又说 要联系阿什纳斯摩一起南下进攻长安 有意思啊 去年我们处心几率没有办到的事情 如今自己成行了 真是意想不到 意想不到啊 蒙面女子笑了 笑得有些苦涩 还有几分感慨世事无常的意味 是啊 年轻男子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 却没有说下去 这是个反常的举动 蒙面女子立即有所警觉了 眉头皱起 怎么回事 阿什纳斯摩没有立即答应 而且突立师前来定乡 也走漏了消息 是吗 还真是好事多磨呀 蒙面女子那是极为聪明之人 当然知晓此事意味着什么 确实好事多磨 年轻男子至始至终 只是这样默默地附和着 蒙面女子知道有意 便不动声色地问他 说说 究竟发生何事 是怎么走漏丰盛的 是汉愣大哥 他刚好从并州往定乡送粮草 发现了异常 年轻男子的声音不大 但那两个字蹦出来的时候 蒙面女子心中却猛然地悸动 甚至是翻起了惊涛骇浪 许久不能平息 以至于年轻男子后面说了些什么 他都完全没有听到 哪见 年轻男子沉吟许久 终究还是不得不开口 轻轻地唤醒蒙面女子 虽然这样做有些残忍 蒙面女子神情微晃 回过神了 他来过 来过 又走了 走了 去哪了 回河东 消息是他泄露出去的 他的情绪似乎逐渐恢复 神色也越发的凝重 问出了一个对他本人至关重要的问题 是 年轻男子很是无奈 再次给出一个有些残忍的回答 哼 我不其然 蒙面女子冷笑一声 眼神闪烁不停 大姐莫要 我知道 她已经离开很久了 她现在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是 汉大哥现在心里只有她那个妹妹 据说当时 谢义就在河东 所以她回去了 不说她了 走到消息以后是个什么情况 阿什纳斯某难道没有立即动兵南下吗 蒙面女子轻声反问 也许是在黄河岸边的部落里休养的太久 以至于消息闭塞吧 没有 阿什纳斯某比较多疑 似乎担心 薛妍托在背后捅刀子 以黄河的冰层不过后为由 拒绝了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晋王李治和谢义 竟然在这时候 来到了定乡 哦 蒙面女子大为惊讶 曾经楚楚动人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显然是太过出乎意料 年轻男子呢 唯恐没有说服力 故而再次强调 确实有太多人惊讶 但却有其事 此刻李治和谢义 已经在阿什纳斯某的大营之中 有意思 蒙面女子信了 但心中却多得则是猜测不断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李治和谢义 这个反常举动也太过诡异 实在是有些 谢义不傻 怎么会如此冒险呢 李世民深暗君子不利于威强的道理 那怎么可能让他最心爱的儿子前来冒险呢 怎么会呢 当年在陕州不过那么点的动静 他便火冒三丈 那如此说起来 今天的情况当真是奇怪 实在是奇怪 但即便是唱空城记 想要镇住阿什纳斯魔 也不该用这样的方式 李世民凭什么赌定 让一个儿子羊入虎口 就能瞒过一位枭雄呢 还是玩其他的什么把戏 总而言之 能够赌上最疼爱儿子的性命 此举本来就足够特别 甚至可以说是耐人寻味 也正是因此 蒙面女子也颇为的好奇 他想要看看究竟是怎样的情况 他更好奇突厥人究竟是什么想法 难道真的就无动于衷吗 阿什纳斯魔怎么办的 突厥人有没有扣住李世 没有 不仅没扣住 阿什纳斯魔还很客气地 安排了迎接事宜 似乎很恭敬 至于到底是真心失意 还是虚有其表 另有谋划那就不知道了 有些意思 太反常了 也不是个好兆头 这样下去可不行 徐国李治和谢义安 辅助了阿什纳斯魔 薛颜陀的大军 即便是到了黄河边 又能如何 这次是个很难得的好机会 千万地抓住了 大姐说的是啊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李治和谢义 收懂阿什纳斯魔 只是我们现在身份有限 本本见不到阿什纳斯魔 有没有想办法 通知图李世 他出面的话 或许能有些办法 来不及了 图李世现在返回了薛颜陀 一个来回 要耽搁多少时间 再者说 他出面 就一定能够收懂阿什纳斯魔 说过可以 上次他来就应该能做到 说到底 薛颜陀和突厥人之间有隔阂 彼此并不信任 而阿什纳斯魔 又是个不见兔子 不撒婴的主 哪能被几句冠冕堂皇的话 就说动呢 那怎么办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312集 办法并非没有 让一个人做一件事 除了劝 不是还有个方式吗 打击的意思是逼迫 年轻男子有点没转过弯来 心想着 这堂堂突厥可汗 何顺俊王 阿什纳斯魔 哪里是那么容易就范的呀 想要逼迫他 那也得有这个机会才行啊 用得着逼他本人吗 你想想 如果大唐皇子 李世民最疼爱的儿子 死在了草原上 阿什纳斯魔会怎么做 是啊 大姐高明 如果李世死了 那情况可就严重了 到时候阿什纳斯魔 就算是有一千张嘴 也说不清楚 到时候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这不就结了 并非没有办法 对不对 那我们 要怎么办呢 别的不行 暗杀我们应该再行吧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还是要去定香看看 李志和谢义这葫芦里 究竟卖的什么药 心里有谱了 再见机行事 是 千里之遥的长安城里 虽未见到雪花 但太极殿屋檐上 已经有厚厚的一层寒霜了 风有点冷 人心也有点不安 承庆殿里 这几天经常见到灯火通明的情形 彩辅大臣们 每日是奔走期间 长谈许久 那更是家常便饭 也难怪啊 最近的大唐着实是不太平啊 南边松州有吐蕃人进饭 战时到现在还未有见过 听说整个贱南道都因此蠢蠢欲斗 如今呢 北边又出了薛岩驼人趁势而起 想要联络突厥人趁火打劫的麻烦 那真的是麻烦 牛进达带走了许多关中精锐 现在长安空虚 如果北方草原大军兵临城下 会是一个什么后果 谁也不敢想象 毕竟大唐立国在二十多年 统治还不是那么的根深蒂固 因为一场外来的威胁 一族入侵而分崩离析完全是有可能的 君不见当年的晋朝就是如此吗 五湖十六国占据了北方 而晋朝呢 只能偏安江南一域之地 何等的凄凉啊 如今真的要是发生重大动乱 大唐未必不会走晋朝的后尘 所以难免是人心慌慌很是不安 尤其是任何一方都没有结果 甚至进展的情况之下 这气氛更加凝重 不过今儿还好 当李世民正在和皇子亲王和重臣们议事的时候 陈文本一路小跑 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陛下 吴王殿下 带着三万安州大军已经到了坝桥 派人前来请旨 哦 克尔到了 李世民轻轻一笑 似乎有些欣喜 除了欣喜援军到来之外 更为高兴的大概还有李克的做法 大军回都城 在坝州庭县 这是很识趣的行为 对一个皇子而言尤为如此 如今 关中兵力空虚的情况之下 三万大军进城 或者到长安城边上 那都是有可能左右局势的 左右什么局势 大家都心知肚明 那弄不好 就会翻天覆地 在这一点上 李克表现得很是谨慎 做法也很直觉 李世民对此 那是相当的满意 至少没有对这个儿子 生出猜忌之心 哈哈哈 很好 让克尔率部到渭河边不防 安排好之后进宫来见证 是 有吴王殿下这三万大军 关中兵力增加 也能安心不少 防玄灵轻声附和 嗯 克尔很懂事 安周距离长安可不近 他这么快就赶回来 想必是日夜兼程 很辛苦 皇帝只是一句简单的赞许 但听在人耳朵里 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大臣没有在意 但是太子李承前和魏王李太心里 却是有些不是滋味 在此番的重大危机面前 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年幼的李治还能去定乡为大唐冒险 而李克呢 则直接带着大军出现 得到父皇的赞许 朝臣和百姓们肯定是多有青睐啊 一下子就将他们给比下去了 这种感觉实在是不好 不过此时李世民顾不上儿子们的情绪 只听他悠悠地说道 克尔是回来了 但要紧的还是松州与定乡尽快有消息传回来 智奴朕着实有些不放心 父皇放心 九弟吉人自有天下 母后在天之灵也会保佑他的 李太很适当地补上了一句 尤其是提到了长孙皇后 所以一下子就说到了李世民的心坎里去了 嗯 你母后肯定会保佑他的 李世民轻轻摇头 但一颗爱子之心仍旧是空悬着 说来也巧了 李克到了长安没多一会儿 就有急报送过来 这次却是从剑南道而来的 毫无疑问 肯定是牛进达的奏数无疑了 那么松州战事到底如何了呢 李世民看过之后 表情波澜不惊 牛进达奏报 松州已经收复 但吐蕃大军仍旧退却 目前处于对峙状态 他若撤军 吐蕃人很有可能卷土重来 众人听到之后 吐蕃人提出了要求 房玄灵也是轻声询问 陛下 吐蕃人怎么说 李世民将奏书放在案集上 吐蕃大乡路东赞送了书信给牛进达 吐蕃人 声称吐蕃赞普松赞干部 在强大的吐蕃国面前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凭什么他们能够迎娶大唐公主 而吐蕃没有呢 不行 绝对不行 吐蕃人很不服气 随即也上表长安 向大唐皇帝求娶公主 不过很可惜啊 李世民拒绝了 而且是前后两次拒绝 吐蕃人很受伤 这次进返松州 固然有旁人怂恿的缘故 但三番四次的 没有求娶到大唐公主 也是一个很要紧的原因 精彩 很多士兵都是抱着为赞普 找回面子的心态作战的 最终的结果是 先攻下了松州城 可惜没守住 或许吐蕃人压根就不擅长守城 所以当牛进达的大军到达之后 他们很快就守不住了 但是不曾败退 而是在松州以西的地方 和唐军对峙 大到有随时卷土重来的意思 要是让在平时啊 大唐完全可以与他们耗着 蜀中贱南道物产丰富 丝毫不担心粮草供给问题 反倒是吐蕃高原 地形崎岖气候严寒 运输不变 很难坚持太久的 这一点对唐军而言 本来就是优势 但是现在根本发挥不出来 当薛岩陀人在北边蠢蠢欲动的时候 关中兵力空虚 很需要大军尽早赶回来拱卫都城 是不能耽搁太久的 所以啊 吐蕃人现在提出这个要求 也算是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 拒绝吗 这回恐怕不是那么回事了 当面临很多敌人的时候 如果能够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那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如果能一个女人稳住吐蕃人 似乎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啊 而且松州之战双方是对峙局势 大唐并不算是被迫和亲 而是公主下架 在面子上并不丢人 还有重大实际好处的时候 一切都变得味道不同寻常了 当然了 关键还是要看皇帝陛下怎么想的 毕竟嫁出去的是公主 是李二陛家的女儿 李世民对此沉吟许久 诸位以为如何 陛下 安抚吐蕃 绑交友好乃是好事 然吐蕃遥远苦憨之地 公主下架势必受苦啊 总而言之啊 和亲是有好处的 但就是要委屈公主 如何处置就要看皇帝陛下 你更在意什么了 吐蕃求取公主 颇有诚意 其大乡陆东赞已经启程 准备亲自来长安求亲 哦 众人皆是一惊啊 吐蕃人相等同于宰相 而且是赞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唯一的宰相 那权力相当之大 陆东赞其人更不得了 当年赞补松赞干部年幼继位就是他一手扶持 可以说早年间吐蕃大权实际是握在他的手中的 这样一位重大的人物亲自来长安 要说诚意还真是相当之高啊 待朕与贵妃商议 看看哪位公主到了始婚的年龄可以下嫁 宫中吴皇后 这后庭之事主要还是由唯贵妃主持 李世民这么说看来是动心了 也留下了余地 吴她呀 皇帝哪里愿意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嫁到那遥不可及 苦寒无比的高原上去呢 在这一点上 李承前的反应很快 先前关心李治不顾及时 让李太抢先 此刻自然是不能落后了 父皇啊 诸位妹妹大都有了婚约不宜下嫁 如今尚未定亲的 也就横山和晋阳两位妹妹了 只是他们尚且年幼 尚未到下嫁的年纪并不合适啊 李承前这句话说的很是及时啊 朝臣们马上体会到了皇帝的难处 不是皇帝不愿意嫁女儿 而是适合的都许婚了 没许婚的还小 压根就不合适啊 尤其是余下的恒山和晋阳二位公主 乃是长孙皇后的嫡出之女 是皇帝陛下的心头肉啊 下嫁和亲那怎么可能呢 皇帝不好说的话 太子殿下委婉地说了出来 接下来就得由大臣们帮忙找台阶了 陛下 既然公主们都不再适婚年纪 不知宗室中可有合适的人选呢 房玄陵小声地提议 这压根就不是提议 是惯例好吗 先前架架土育混的红化公主也是宗室之女 李世民听到之后轻轻地点头 这个 朕也不清楚又无何事人选 还是问过贵妃再说 曾文本在一旁听着 心中不由的黯然呢 也不知道这宗室之中哪位郡主县主又要倒霉了 一旁的长孙无忌却似乎已经先想到了什么 陛下 不若先搭允陆东赞 等他来长安之后再详细讨论婚事 这么一说 众人皆是心中一动 是这个道理啊 现在招什么急啊 先不拒绝 但也不易开口便搭允 先稳住了吐蕃人再说 至于陆东赞到了长安之后是怎么个说法 那到时候再说呗 此举能给大唐留出足够的周旋余地 很多事情也能好办一些 顺便还能试探一下吐蕃人的心意 到底是真的打算停战还是缓兵之机 当然了 长孙无忌兴许还有一些旁的考虑 只是别人不清楚罢了 与吐蕃的和亲就这么定了下来了 现在人们真正关心的是草原上的情形 李继前去伏击薛颜驼结果如何了 李志和谢义身在定乡可有进展 他们是否安全呢 对此不仅是李世民和朝堂上下十分关心的 网州别墅里两位夫人也对此是颇为挂念的 原本谢义是想要瞒着他们两个 奈何长安城里消息满天飞 郑丽婉又是极为聪明之人 想要弄清楚那并非难事 谢义的河冬之行 陡然间就成为了草原历险 难免让人担心 尤其是有过去年的新历 网州别墅里 杜西军和郑丽婉 站在一处干燥温暖的院子里 遥望北方神色是颇为凝重 如今已经是十一月间 杜西军和郑丽婉 已经有了五个多月的身孕 肚子已经开始显怀 日渐大了起来 因为天气冷了 南勋阁靠近水边过于湿浪 已经不适宜居住了 尤其对两位孕妇而言 如今已经是患了干燥之处 身姿妖娆的五二娘子 走进院内 瞧见两人生养 连忙说道 两位姐姐莫要担心 阿郎的本事你们知道 他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放心好了 杰人自有天象的 嗯 杜西军亲父小父 三郎说过 孩子出生之前 他必然会回来的 郑丽婉也是说的 我们相信三郎吧 现在莫要过于忧愁 大夫说过 心情郁节 会影响胎儿与生产 嗯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 便是养好身子 肚子里的孩子 才是最要紧的 关乎谢家香火延续 尤其是谢意身处 险境的情况之下 那就更加要紧了 哼 这就对了 放轻松些 要是阿郎回来 瞧见两位姐姐不好 我可耽待不起 我妹妹 是非要等三郎回来以后 才改口吗 杜西军这么一问 我二娘子 一下子便是有些脸红了 这时候 郑丽婉也说道 未来半年时光 我们的身子都不方便 但凡三郎回来 妹妹就是专房之宠 到时候改口 也来得及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三百一十四集 郑丽婉复合调笑 让我二娘子越发的羞羞大了 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小姑娘 如今也不是情窦初开的怀春少女 对于某些事情 她有着些许的悉迹和崇敬了 自打有了新年里的那个误会之后 她的梦里经常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画面 醒来之后让她脸红 如今看到杜西军和郑丽婉挺着大肚子 她也不禁会想 如果有一天自己也有了身孕会是什么样子呢 就在五二娘子心持神网的时候 有人来报了 二娘子 京城郡主来了 求见二位夫人 这个 杜西军眼前的状况自然是不方便出去见人的 尽管京城郡主李安宁也算是熟人了 但到底还是有点那啥了 所以只好由郑丽婉和五二娘子前去会面 看到郑丽婉的那一瞬间 李安宁多少有点惊讶 她知道郑夫人有孕的事情 以为出来见自己的会是杜西军 却不想 打扰郑姐姐安胎了 抱歉 郑主客气了 虽然有孕身子重些 但适当走动几步是有好处的 那就好 怎么见杜姐姐 她偶感风寒 现在休息 不方便见客 严重吗 需要去探望府 不要紧的 现在她的休息 我们先不打扰 郡主驾到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是在躲灾害 也不知能不能躲过 啊 发生了何事 郑丽婉有些恍惑 也有些惊讶 堂堂 堂堂江夏郡王府的郡主 说多灾祸 这未免有点匪夷所思了 这姐姐有所不值 土翻人向大唐求亲 求去公主 但宫里没有合适的公主可以下架 总是之中 我的年岁身份更好 李安宁很是委屈 甚至有几分绝望的神色 郑丽婉顿时明白过来了 她曾听谢义说起过此事 知道这些宗室女子 最怕的就是和亲 现在这个倒霉的厄运 轮到了李安宁了 确定了吗 还没有 但应该是八九不离时 听说朝廷已经请土翻大象 陆东赞 前来长安商讨婚事 如果定下来 我怕是 躲不过去 韦贵妃已经找我的母亲 有过暗示 所以 我不想待在长安城里 跑到姐姐这里来堵个清静 也希望能从姐姐这里讨个主意 看有没有办法能够躲过此劫 这 和亲之事 宗室之女本就在备选之列 到时候陛下一旦下旨 郡主确实很难躲开 如果用手段来逃避 燕之陛下 会不会生气 到时候连累令尊和令兄 该当如何是好呢 李安宁沉默了 确实如此 她不是一个人 她不能为了自己而活 还得考虑江夏郡王府上下一大家子呀 那就是没办法了 也不是没有 只是 眼下我想不到 如果三郎在长安 或许能为郡主出出主意 但她现在不在 郑立晚其实未必是没有办法 只是不敢擅自做主罢了 一来是怕连累谢家 二来是怕对江夏郡王府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是呢 该当如何是好 可惜谢长使不在 小郡主对此十分认同 在她的印象里 谢义多才多艺 主意也对 肯定是有办法的 可惜呀 她如今不在 不知谢长使 何时能回到长安 不知道 现在 人尚在定壤 何时能回来 不知晓 定香 小郡主也抬头向北望去 轻刻间又多了一个期盼谢义早日归来之人 而此时此刻 谢义正在定香草原 刚刚陪着李志用过早餐 阿什纳斯摩算是相当的用心了 生怕金王殿下和谢长使吃不惯牛羊肉 所以特别准备了长安美食伺候 作为和顺君王 要做到这些不难很是容易 在某种程度上 这也说明了一个态度问题 很好的态度 阿什纳斯摩越是如此 说明他越是在给自己留后路 和这种人也就越是有机会 只要不是破釜沉舟 至诸死地而后生 那总能找到突破口的 很显然 阿什纳斯摩现在没有这些勇气 也便不是那么可怕 这会儿趁机再给他点压力 也不知道和顺君王能不能撑得住 吃过了早饭 接下来便是所谓的草原孝君环节了 这是早就定好的事情 突厥贵族长老们 对此是非常的重视 似乎早就打算好趁此机会耀武扬威 展示一下突厥勇士和军队的强盛之处 大有一副吓得你尿裤子的意味 可信义心里呢 只有哼哼的冷笑了 如果真的是那般强大不可战胜 当年吉利可汗那怎么会输给李靖和李济呢 以至于偌大的东边突厥王国 现在还不警醒 沉睡在当年的美梦之中有意思吗 这人哪 一旦有过辉煌的岁月便会牢记心中 不论什么时候都愿意拿出来唠叨几句 如果只是追忆往昔倒也罢了 如果是沉醉在往日的荣光里不可自拔 那可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了 解忆不介意用惊天动地的方式来彻底的敲醒他们 至于会不会下的尿裤子那就不得而知了 冬日清晨的草原不见积雪却有寒霜 白白一片已经快要赶得上是积雪了 再有北风吹过便如刀割一般寒意森森了 说实话 这会儿子并不适合校约兵马 但这个安排至关重要 所以必须要参与 谢义还好 他去年便前往更北边的薛炎陀 也算是有过经历了 加之年纪大容易适应 而年轻的理智难免有些不太习惯 一张年轻的脸上被北风吹得通红 若非是擦上了特制的保养药盖 那可能会更加的糟糕 不过年轻的晋王殿下很是懂事 无论如何都保持着他亲王该有的尊贵与气度 等两人在护卫的保护之下出现在草原上的校场上时 突厥贵长老早就带着大队的人马出现 铠甲很亮兵器也很锋利 一个个是精神抖擞 大有在大唐皇子面前耀武扬威的意思 谢义只是笑而不语默默地看着 听阿什纳斯摩下达命令 开始表演各种刀枪剑和骑射冲锋的戏码 常规手段而已啊 当年已经失败过一次的东西 现在拿出来能怎样呢 对此谢义并不放在眼里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315集 谢义一直眼睁睁地看着突厥人的表演结束 这才笑起来 哎呀不错呀 突厥骑兵在郡王的调效之下 已经和并州军差不多了 这话什么意思啊 和并州军差不多了 是说突厥铁骑不如并州李记的兵马吗 虽然当年突厥人曾经输给李记的通汉军 但今非昔比了 要是说今天突厥人休养生息 兵强马壮 那还不如他并州兵马 他们自然是不服了 谢义这么说 那是故意羞辱的 还是陶挺向来公伟亲信的缘故不好说 但突厥人是这么认定的 汉人向来喜欢玩这一套 是吗 阿什纳斯摩笑着起来 本王关晋王殿下的卫军也军威甚是昂摇 不知是否方便给我操演一番如何 如果说谢义对比的是并州兵马 那阿什纳斯摩则将目光对准了长安关中 李志身边的卫队肯定是出自于长安十六位的精锐 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 通过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判断长安守军的战斗力 从而做到心中有数的 谢义早就料到这一点了 所以并不觉得奇怪 好啊 能在草原上操练 也算是左卫为将士们的荣幸啊 好 那晋王殿下这边可以调派多少兵马 本王派出相应的人数 阿什纳斯摩不敢拖打 按照那些突厥贵族们的想法 那可以少调动一些兵马 以少胜多才能彰显出突厥人的厉害吗 但阿什纳斯摩没有这么做 那万一赢不了呢 没有足够把握的事情 那是绝对不能干的 否则讨不得好 还有可能会损伤士气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 这也对晋王殿下 对大唐朝廷的敬畏 任何一个朝代 当臣子显露出比皇帝更厉害的时候 往往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造反 要么功高震主被杀 当然了造反要是失败了 也逃不过被杀的命运 还是那句话 阿什纳斯摩始终是要给自己留后路的 啊 这样吧 晋王殿下这边出十个人 郡王那边出一百个人如何 当谢义轻描淡写地提出这个说辞时 不只是阿什纳斯摩了 包括一众突厥贵族们的脸色也是立即就变了 这算什么呀 什么意思啊 我们没有出动少数人马 仍是对对手的尊重 还没想到大唐人竟然这般的大言不惭 如果只是少了几个人也就罢了 现在还弄出个十个人对一百个人的事情 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或者说是赤裸裸的羞辱人 以依当时唐军的战斗力这么强悍吗 一众突厥贵族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脸上写满了墙里的不愤 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叫笑了 阿什纳斯摩还算冷静 谢长使 本王没听错吧 十个人真的够吗 其实吧 十个有点多了 也许五个就足够了 谢义也算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 阿什纳斯摩和一众突厥贵族脸色彻底是变了 这算什么呀 想要再进一步羞辱突厥人是吗 五个人对付一百人 这在哪里都是天方夜谭好吗 谢义竟然敢如此的大言不惭 那实在是有些欺人太甚了 这分明就是在戏弄人吗 谢长使 这般信口开河 大吹大雷 你有意思吗 一位突厥长老再也忍不住了 不顾阿什纳斯摩的脸面 直接大声的贺奔 是啊 谢长使切莫玩笑 军中无戏言 这可是放之天下皆准的规矩 阿什纳斯摩也是笑了 那是自然的 是不是吹嘘 真刀真枪实验国不就知道了 那好 本王倒要看看 究竟是怎样的新式武器 竟有这样大的威力 可以让谢长使如此自信 阿什纳斯摩的耐心和自尊性也是受到了强烈的打击 故而心中很是不愤 王爷 在开始之前在下还是想劝你一句 要么先不要派士兵上 找一百匹战马 放上假人就好 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哼 这是为何 五个左五位将士对付一百匹马吗 突厥长老冷笑着反问 谢义不动声色 李志已经抢先说道 和顺君王 谢长使是为你们好 都是我大唐的兵族 如果有了伤亡 不好 五个人对一百人 竟可能出现大规模的伤亡 这不是笑话吗 即便是射击速度最快的连弩 那也做不到 所以突厥人没有一个人相信 他们很想暴怒质问谢义 但总算是阿什纳斯摩还是有些理智的 拦住了众人 因为他看得出来 谢义的神情那是相当的郑重 不像是信口辞黄 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这个场合之下 谢义如果信口辞黄 那有什么意义呢 反正结果很快就会被戳穿了 反倒是丢人了 甚至引发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根据阿什纳斯摩的了解 谢义在长安颇有名气 不是那种没脑子的人 更不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 所以这事恐怕是认真的 那既然如此 索性给自己留点余地 戴摩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说 如果谢义拿不出相对应的结果 到时候再羞辱他 甚至是发火都可以 那至少是理直气壮的 那好啊 我们就欣赏一下谢长使的高招 五名左五位的兵族派了出来 他们面对的是一百匹突厥的战马 以及战马上的假人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想要看看这场五人对白马的场景 究竟会是个什么结果 会不会是一场闹剧呢 也许很多人提前心里 已经有了这样一个预先的设定了 摆皮战马在斯明 在突厥失败的指挥下 准备发迹冲锋 五个大唐兵族呢 反而显得是有些势单力薄 然而一开场 结果却有点出乎意料了 五个大唐兵族没有像往常一样的提着刀剑冲锋 更没有使用弓弩 而是从马背上的皮囊里拿出了几块黑油油的疙瘩 然后用火折子点燃 用力地甩进了马群 不是 这是什么套路啊 一众突厥贵族们正疑惑不定时 接连几声闷雷一般的响声从马群里传来 震惊啊 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样惊天动地的声音 除了打雷那不曾见到过了 但现在草原上是冬天 而且是晴朗的好天气 哪里会有雷声呢 所以明显不是自然响声 而是那些黑油油的疙瘩 他们看到了大唐兵族点火的过程 所以应该是火器无疑了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316集 他们也是知道的 他们曾经看到过 投石机投出的火球 八牛弩射出来的带着火灯箭束 但这些玩意儿更多时候是用来烧毁粮草器械 或者阻碍进攻的手段而已 说白了都是些许的火油的燃烧 也仅仅是燃烧而已 何时有过这等激烈的爆炸呢 犹如天雷般的爆炸 当真是从所未有 从未见过 这是一种心灵上的震动 原来李志和谢义所谓的新武器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着实是有些吓人啊 如果此时此刻突厥人感受到了只是声音的震动之外 那么下一刻他们便看到了爆炸的直接效果 巨大的轰鸣声响过之后 战马全部都受惊慌乱了 正撕鸣着胡乱的奔跑着 试想一下 如果是在战场上 那会是什么结果呢 现在战马狂奔的局面 骑兵压根就控制不了 当骑兵乱套 那还有攻击力吗 而且会自乱阵脚 这等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至此一招 巨大的声响便对突厥骑兵的战力有了极大的削弱 更致命的情况还在后面呢 他们惊讶地发现 战马身上竟然有流血 有伤口啊 当他们走进了观察的时候 这才发现马背上都是些小小的伤口 有的很深 甚至有的战马已经被刺奄奄一息了 而马背上那些假人呢 上面则盯着些许细小的铁蟹钢钉 钉子一样的东西 看来不仅仅是爆炸 里面还藏着这种东西啊 看看这些钢钉刺进去的程度 那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 试想一下 如果马背上不是假人 而是实实在在的突厥骑兵 会是什么结果呢 这些玩意儿能够轻易地进入人的身体 会伤及要害 此伤会是何等惨烈可想而知 在这个年代 有尖锐的钢铁物品进入身体 那等于是迟早是死路一条 联想到刚才一系列的情况 突厥人已经有了直观的认识 会有爆炸发生 爆炸会惊动马匹 更会直接伤人 更危险的则是隐藏着其中的 这些细碎的钢铁尖锐物品 这才是致命的东西 先前谢义说了 只用五个人便能够彻底地击败他们上百人 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 但现在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这些话也基本上不是所谓的威胁和轻蔑 而是实实在在的实力压制 不让他们用兵组更是绝对的正确 当时阿什纳斯摩还很不情愿 但此刻却很庆幸 也有几分后怕 如果刚才没有听从谢义的建议 这话可能有一百突厥人变成了尸体或者是伤员了 会有多少个女人失去丈夫 多少个孩子失去父亲呢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即便是现在大部分突厥人都被吓破了胆 更别提有人受伤的情况之下会是怎样了 这就是李治和谢义为什么敢于来定乡的底气和胆量 有着东西在手那怕谁啊 有识无恐啊 试想一下 按照谢义的说法 那这玩意儿关中的长安守军 以及并州兵马都已配备上 即便是关中兵力空虚 那只要有这东西 那随便扔出来一些 再多的大军也会是一败涂地 何谈偷袭长安 这些都是白日做梦罢了 现在出兵无疑是自找苦吃啊 李世民之所以想用这样的方式来阻止自己 大概是不希望有战事发生 想要维持太平盛世的现象吧 真是用心良苦啊 而自己呢 阿什纳斯摩有些后怕呀 幸好没有轻举妄动 否则会死得很惨 而现在这般 纵然是失去了李世民的信任 但何顺郡王的爵位和最起码的地位还在 加上安抚突厥部落的需要 生命安全和富贵是能够保住的 这样已经不错了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至于先前愤愤不平 叫嚣不断的突厥贵族长老们 现在全都安分了 几声爆炸已经摧毁了他们 原本不可一世的骄傲和信心了 谢长使 死为何物啊 当真是厉害 阿什纳斯摩小声地询问着 啊 此乃震天雷 乃是一种最新研制的火器 长安修建有火器的作坊 正在大量的制作 长安和并州已经装备完成了 死后不就 这定香和大唐其他地方的守军 也会依次地装备此物 往后啊 对敌的时候能够出奇制胜 我们也能少些伤亡啊 是是 有此物在 什么人能是大唐军队的对手呢 不只是阿什纳斯摩啊 连一众突厥贵族也开始说好话 多有恭维了 实力永远是最重要的底气 只要有实力 任何时候那说话都管用 而且啊 效果最为直接 谢义只是展示了一下 几个粗制烂造的震天雷的威力 便已经将突厥上下给吓破了胆了 很多话现在根本不需要再说了 此番前来定香的目的 也已经完成了个七七八八了 只需要再趁机说几句无关痛痒 却能止口人心的话 想必目的就能够达到了 至于其他的 那就要看李济那边有没有进展了 草原之上突厥人处在深深的震惊之中 震天雷响也彻底的震慑了他们 本来不打算坚定 自信心不足却有张狂的内心 一时间大部分人都是无言以对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死物叫做震天雷 果然是震天如雷啊 谢义对此只是笑而不语 敢问谢长使 这震天雷究竟是何物之城 只有这些碎小的铁片和一个黑疙瘩 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威力 火药已经燃烧 除了许多熏黑的痕迹之外 毫无残留 突厥人根本看不到 自然也不知道了 想想真是可笑 此等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 绝对称得上是国家机密了 如此重要的问题 怎么可能对外透露呢 谢义肯定是不会说啊 准确来说突厥人压根就不该这么问 这是最起码的规矩 但此时他们却忘记了这个很重要的忌讳和规矩 那该怎么说呢 他们无知吗 显然不是了 应该是被震天雷的强大威力给震慑到了 甚至到了有点傻的地步 或者是突厥人想要试探什么 那是以为谢义傻吗 无论如何 当此之时突厥人的这个行为都不合时宜 可他们偏偏这么做了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不过谢义很清楚 在未来一段时间 突厥人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 来打探震天雷的原料和制作工艺 不只是突厥人 薛岩陀 吐蕃 高丽 甚至大唐境内的很多人 但凡是得到消息 都会想办法打探一二的 当震天雷的威力展现出去以后 天下人一定会认定 只要掌握了此物 就可以掌握天下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三百一十七集 事情似乎也确实如此 还好自己这一路都有理智作陪 有个皇子盯着 李世民总该能放心一些吧 不过回到长安之后 还是得尽早地将这块烫手山芋交出去 别的发明可以留着自己赚钱 但是火药这东西啊 皇家之外的人沾染上 那就是个死了 身为仁臣万万不可走那取死之道 谢长师 不知我定乡大军 何时能够配备此等武器 有了震天雷 学颜驼回河人 就没什么好怕的 只许几万人马 便可彻底保证大唐北疆平安 迟早是要配备的 震天雷往后会是我大唐所有军队的标配 不过现在暂时主要集中在关中和并州群 哦对了 此番牛进达大将军率军前去松州 阻止进番的吐蕃人 也携带有震天雷 君王也看到了 吐蕃人在我大唐天君面前 有抵抗的能力吗 又能富裕顽抗多久呢 这是一个建设性的问题啊 谢义对此比较打探 牛进达能不能取胜他并不知道 这个不大好说 文成公主和亲那件事 也不知是战胜还是战败后的结果 一般来说这公主和亲都是战败时的无奈选择 但李世民这么要强的人怎么可能轻易服软呢 大唐的公主只能是下架 文成公主这事要是没什么变故 那么松州之战那最起码不会输得很惨 其实也无所谓了 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松州远在千里之外 定乡这边短时间内根本收不到消息 如此说法只不过是一个威慑罢了 大唐周边最近这几年最害怕的正是吐蕃人 甚至连突厥人都不得不服 震天雷能够轻易地扳倒吐蕃人 他们突厥又能如何呢 同样的是不堪一击的 那是必然的了 果不其然 阿什纳斯摩听到这句话之后 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觉 与此同时他还想到了更多的事情 突厥师来游说他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 吐蕃人也出兵了 吐蕃最为强大 也最让大唐头疼 他们的机会正是因为吐蕃出兵松州 关中军力空虚这样的一个前提 现在吐蕃如果被早早击败 那么大唐兵力回援关中 那是很快的事情 关中兵力充足 又有并州的礼稷作为侧营 再占有地利和人和的优势 别人能从唐军手中得到什么便宜呢 尽管只是谢义这么随口一说 并没有合适 但阿什纳斯摩是相信的 毕竟震天雷的威力是摆在这儿 这东西大唐军中肯定是已经有了 那至少是秘密装备的 总不能是谢义临时造出来的玩意儿吧 如果说先前只是被震天雷的威力吓到 突然间有些震惊 以至于不知所措 那么现在更多的则是一种理智的分析了 长安已经是没法去了 和薛妍陀仁的合作已经完全没有意义 即便是黄河被冰封 冰层坚固 宜南领的大军已经到了丁乡 也没有这种可能了 阿什纳斯摩甚至隐约之间还有几分庆幸啊 庆幸自己没有鲁莽行事 更没有怠慢的理智和谢义 这老话说的没错啊 任何时候给自己留条后路都是对的 也是必要的 到了这个程度 所谓的操演也就没有意义了 突厥人以报销一百匹战马的代价 领略到了大唐最新式武器的厉害 一个个那都是哑伙了 原本销商的贵族们现在全都是闭口不言 脸上的表情善善 此时此刻 无论他们说什么 那都是显得多余 显得是害臊 谢义也没兴致理会他们 开始带着李志在草原上骑马追逐 打打猎什么的 完全把突厥人当成空气一般的存在 现在已经不用担心突厥人突起伤人了 从此刻开始他们会心悦臣服的对待李志和自己 这就足够了 若非还需要等待李济那边的结果 此刻甚至都可以离开定向了 当然了 凡事不能操之过急 现在走会让阿什纳斯摩有所猜疑的 这好不容易达到的目的可不能功亏一篑了 只是不知道李济那边到底战况如何呢 他要是战败了 这大好的局面还是会出问题的 但愿英国公一代名将的荣誉不要有什么损伤才好 草原上震天雷响起的时候 震惊的不只是阿什纳斯摩和突厥贵族 有人在老远之外也听到了这声轰鸣啊 紫沙蒙面下的那张脸上 同样是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眼神里斜满的好奇 他们听到了爆炸声 听到了战马斯明 也看到了草原上突厥兵马慌乱的样子 虽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已察觉到了些许的结果 随后在远远看到谢义带着李济悠闲的骑马射箭时 一切的事实仿佛在一瞬间都变得明了了 大姐看样子刚才那一声威力不小 震住了突厥人 应该是的 先前突厥兵马均荣整齐 但那一声巨响之后一下慌乱了 也不知是什么东西 也许李济和谢义赶来草原就是凭借此物 你看他们现在悠哉悠哉的骑着马 仿佛什么都不担心 可见是胸有成竹 这个阿什纳斯摩也忒不及时 就这么一下就吓到他了 应该是的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 看样子突厥人是不会主动出兵了 必须要发生点什么变故才能刺激他们 大姐 杀了李济吗 这个举利太元即便是草原上最好的共同手 也没把握反而会打草精神 我明白 现在没有机会 别乱来 随时再说吧 想必李济和谢义也不会立即离开草原 不过也得尽快 实则生变呢 大姐 有件事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说 我们若是对李济和谢义动手 将来看愣大哥会不会恨我们 尤其是 你 听到这个问题 蒙面女子显然是有些犹豫了 看得出来 这个问题并非无得放置 对他们尤其是对他而言 看灵的态度至关重要 杀了谢义等于是与看灵结仇 这个结果后果会非常严重的 至少对蒙面女子而言是如此的 所以旁人不敢擅自做主 少不得要请示他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三百一十八集 这时蒙面女子沉吟的片刻 然后轻轻地摇摇头 现在咱们和他算是分道扬镳 他帮着礼堂我无怨对 我把我的大仇他也管不着 看在昔日的情分上 如果可以给谢义留条命倒有无妨 不过李志若是死了 身为长使的谢义 估计没有活命的机会 李世民应该不会饶恕他的 好吧 年轻男子对此无话可说 但眼神中似乎有些不忍 仿佛已经预见到了唏许很残忍的局面 蒙面女子眼中闪过了几分决绝 嗯 找机会动手吧 哪怕是李志走的时候也来得及 只要没出定香范围 他阿什纳斯摩都脱不了干系 好 其实如果现在薛妍托大军到来 或许也有几分效果 我瞒大姐 我已经将李世和谢义出现在定香的消息传了出去 告知土李世 相信他们收到消息之后 一定会日夜进程 敢负定香的 他也会瞒着我做事了 蒙面女子似乎对此游戏不满 但片刻之后便轻轻地摇头 罢了 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且等着吧 定香更西北的地方 日头已经偏西 尽管想要日夜兼程一路南下 但人困马乏之后必须要休息啊 刚好遇到合适的水源地 所以薛妍托大军便停了下来 如果不出意外 大军应该会在此扎营休息 突立师陪着疑南策马站在一处小丘上 指着远处 富汗 我们已经过了白道 再往前不远就是若真水 只要过了那里距离定香就不远了 嗯 一路倒也算是顺利 快的话明天傍晚就能到丁香 待我们的儿郎到达之后 看阿什纳斯摩还有什么可说的 大概是一路相当的顺利 疑南此刻并未有丝毫的犹豫 相反显得是相当的自信 还有几分饱到未老的锐气 嗯 突立师轻轻点头 信中暗想 若非顾念着在薛颜陀大军中的地位和权利 他刺客应该留在定香才对 也怪那个阿什纳斯摩 如果不是他固执 也许根本没有这些麻烦 就在此时 有亲兵及时而来禀报道 王子殿下有急性送来 说是有关定香军情 让务必立即教育你 拿过来 发生何事 傅涵莫及 那儿子看看 突立师接过羊皮纸 看到上面的汉字时 顿时是激动不已 傅涵 好消息 听到了好消息 哦 什么好消息 疑南看到儿子的表情 下意识地也跟着兴奋起来 有消息送来 说李世民最疼爱的嫡出幼子李智 去了定香 还有去年在我们薛颜陀 最为可恶的那个谢义 他也在定香 说出这几句话的时候 突立师的声音几乎是在颤抖 显然是激动不已 甚至激动得有些过分了 真的 疑南也迅速地明白过来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抓住了谢义便可一血前耻 也为无辜死去的大儿子大肚舍报仇 如此自己也能心安理得一些 至于大唐皇子李世民的儿子 如果能够掌控在手中 那将会是一个多大的筹码 哪怕是杀了季琪 也能够很好的鼓舞事情 消息不假 据说是以寻月边军的名义去的 也不知在弄什么鬼名堂 不过奇怪的是 阿沈纳斯摩的态度 他竟然没有立即将李智和谢义扣起来 还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也不知说怎么打算的 他能有什么打算 还不是两边给自己留后路 他是在等我们 我们到了以后他才会扣人的 在此之前他不会轻举妄动的 万一我们不去 他就要独自面对长安的压力 扣押皇子意图谋反 这可是了不得的大罪 富汗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们可不能耽搁 必须尽快前去草原 李智和谢义可是两条肥羊 事关重要 要是期间有什么闪失或者变故 那可就不好了 我们去了早些 不仅能扣住他们 也能防备着唐军游说阿史纳斯摩 那丝心志不够坚定 万一变卦就不好了 有些道理 富汗既然如此 今晚还是不要扎影了 我们连夜出发 争取明日午前 就感到定乡如何 图李师很是兴奋 得知李智和谢义在长安之后 便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 想想啊 李世民最钟爱的幼子在定乡 这是唾手就可以抓到的地方 若是将其控制了 将会是多大的筹码呀 开战便俘获了大唐皇子 开局如此顺利 那足以鼓舞士气 并且向全天下昭示 薛颜驼的厉害之处 这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啊 没想到就这样意外地遇到了 简直是天大的运气啊 再者 去岁大杜舍之死 宜南和薛颜驼上下的许多臣民 都耿耿于怀 现在抓一个大唐皇子回来 也算是报仇了 如此对上对下 也都是有个交代 从此以后 这些人少不得得感激自己 最终为自己所用 这是突立师最希望达到的目的 何况 定乡草原上还有一个谢义呢 那可是薛颜驼上下共同仇恨的敌人 如果能抓到或者是杀死他 那绝对是堪称是报仇雪恨 影响必定非同小和 很大的诱惑呀 至于理智和谢义为什么会出现在定乡 突立师已经没兴趣关心了 他也不想理会阿什纳斯摩是如何对待这位大唐晋王殿下的 至少不会是亲密无间 心悦臣服 这就足够了 阿什纳斯摩现在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肯定是有所顾虑 再给自己留后路呢 这说明他还是摇摆不定的 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突立师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 必须尽快赶到定乡 理智和谢义还在定乡呢 这是最为有力 一个至关重要的契机千万可不敢错过了 这要是去晚了被此人给溜了 或者被阿什纳斯摩给放走了 那可就大大的不划算了 必须尽快赶到定乡 控制理智和谢义 如此也等若是可以将阿什纳斯摩给逼上绝路 让他没有别的选择 听众朋友 本集也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三百一十九集 不能扎营 必须快速前进 哪怕是摸黑前进 也要明日尽早赶到定乡 富汗 既然如此 天色还不成晚 我们再前行五十里 一口气过了若真水 再扎营如何 土理师这回是心中急切 接到这个消息之后 哪里还能按耐得住澎湃激动的内心呢 这样的话天就全黑了 如今天天气也冷 富汗 既不可适 这样我们可以节省半天的路程 明早尽早赶到定乡 您不知道 上一次去定乡 阿史纳斯摩这个人 老奸巨华 且优柔寡断 还是真的担心 迟则生变 还是尽早赶过去比较好 既然如此 那就如你所言吧 传令三军 天黑之前渡过若金水 疑难沉吟片刻 最终还是答应了儿子的请求 略微休息的薛颜陀大军 立即启动 朝着五十里外的若真水 急迟而去 虽然心里都有些许的不情愿 但可汗下了命令 必须得执行 哪怕是前去探路的赤喉 尚未回来的情况之下 仍旧义无反顾的开拔上路 若真水并不是一条河 而是一个地名 如果说非要问这个地方怎么来的 大概与其地形有关吧 草原在一片丘陵起伏比较多 通道主要集中在山谷之间 这冬天堆满积雪 待春日积雪融化的时候 便如潺潺的水流久而久之 便被牧民称之为若真水 春天积雪融化之时不方便通过 但是眼下这段时间并无影响 山谷中的土地已经被严寒冻结 而且没有太厚的积雪 并不影响行走通行 只要通过了这片地域 再往定乡便是一路平坦 策马狂奔 要不了大半日就可到了 更要紧的是 只要过了这片区域 阿什纳斯摩不答应都不行了 有道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了 若真水就等若是一道关口 类似于山海关一样的作用 只要通过了 突厥人就挡不住薛延陀大军 前往定乡的脚步了 原本不用这么着急的 但是自打听说了李治和谢义 在定乡的消息之后 突厥师便觉得一刻也不能耽误 必须抓紧一切时间 尽快地赶到定乡 因为阿什纳斯摩有些 犹豫不决的态度 担心有什么变苦 所以赶在扎营之前过了若真水 多少能够放心一些 之前因为已经有扎营的打算 所以薛延陀的人 少奇只在三十里以内的范围内巡视 准备夜里才前往若真水一带侦查 赶在天亮之前回去禀报消息的 却不想 宜南和突厘师临时改变主意 少奇也来不及多做详细的探查 不过也无所谓了 这草原上能有什么人是薛延陀的对手呢 阿什纳斯摩或许犹豫不定 或许迟疑不进攻关中长安 但绝对不会掉过头来 伏击薛延陀人的 即便是李世民下达了圣旨 阿什纳斯摩也会想办法的推辞或者延误的 因为这是草原上生存的原则性的问题 东边的突厘人要在夹缝中求生存 这一点他们十分清楚 绝对不会轻易地成为某一方的牺牲品 除了突厘人 哪里还有其他敌人呢 所以突厘师为先锋 率领着薛延陀大军 那可谓是毫不停留也毫不戒备地冲向了若真水的山谷 此时天色渐丸 薛延陀兵足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尽快通过此处然后扎营休息 多跑了五十里列 即便是乘坐的是最好的草原战车 此刻也都有些疲惫啊 人若死马亦如此了 如果不是迫不及待 一般来说草原人是很爱惜自己的马匹的 毕竟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工具 更是战场上获取胜利的最大保障 自当是格外的爱惜了 所以这会儿子有些突厥兵足心中啊 已经开始冒出念头 想着等到扎营之后 给自己的坐骑弄点好草料等等 然而他们谁也没想到 山丘之上的树林里 竟然静默地排列着一颗颗的脑袋 有的探望着即将没入天际地平线的晚霞 有的则是看着山谷中奔走不停的薛颜驼人 李济就在其中 他从并州带着大军北上绕道前来此间 本来想要白道一代阻击薛颜驼人的 可没想到晚了一步 这若真水就成了一道至关重要的屏障 原本李济觉得有一场恶战要打的 要借着地形优势正面阻击薛颜驼人南下 这正面作战也不怕 以并州大军的实力对付薛颜驼人 那还是可以的 即便是他们宣称有何等的精锐 草原无敌云云那些都是虚的 李济笃定 如今的草原上再也没有昔日极力可寒 麾下的那些强盛的骑兵了 即便是那些也都是自己的手下败将 所以有什么好怕的呢 李济真正担心的还是定香的突厥人 如果自己正在若真水与薛颜驼人正面作战 阿什纳斯摩带着突厥人从南边背后袭击 那后果不堪设想 父辈受敌很容易全军覆没的 当谢义声称能够拖住阿什纳斯摩的时候 李济高兴的缘故就在这里了 只要这个问题能解决 北疆的烽火将不会是大问题 当然了 此举还是足够冒险 毕竟李济等于是将所有的退路 都寄托在了谢义的身上 那如果他失败了 并州军很可能是后路被劫 一个都回不去了 风险相当之大 李济能够同意那是对谢义充分的信任 并寄予了厚望 也是危机之时没有办法的办法 毕竟除此之外 着实是很难有办法阻止 薛炎陀人和突厥人勾掘 给长安减缓压力争取时间 只是这李济一路上 不断地眺望南方的定乡 心中猜想 也不知李济和谢义之行顺利与否 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如果失败了 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 还有晋王殿下是否安全 要是冒险失败 还陪进去一个皇子亲王 那就真的是再也无言见天下人了 就在这种煎熬的时候 李济突然接到了探哨的禀告 突厥大军正在一路南下 几乎毫无防备地进入了弱真水地区 听到这个消息 李济几乎要蹦起来了 兴奋啊 这样的话 薛延驼人先一步钻进来 自己就有充足的机会来对付他们 赢得最宝贵的时间了 一场伏击战和一场正面防御的守卫战 持续的时间肯定不一样 只要弱真水能够速战速决 那么薛延驼和突厥人南北夹击的后顾之忧 便不存在了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